元龙第1242-1357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1242章在玉触手海妖,下。 你说,你能够二次让元魂附身的条件,是不是两个元魂都得是鱼类呀? 老道其实还是对王胜能够第二次吸收元魂好奇,感慨一番后,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 也许吧,王胜自己也捉摸不透,摇了摇头道,谁知道呢?改天找个不适余类的元魂魂牌来试试。 老道点点头,王胜这已经足够配合了。 换成其他人,恐怕问什么都问不出来。 把东西收拾好,看着天色也已经黑了。 这时候王胜才注意到,原来已经是半夜,自己下午的时候坐着吸收了元魂,居然耗费了好几个小时。 狗屁,已经两天两夜了。 老道听王胜说起时辰,忍不住骂了一句。 真以为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吗? 王胜则舌,吞噬吸收元魂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颗丹药果然不同凡响。 能支持八重镜的王胜两天两夜,想来对一个刚刚吸收元魂的人,绝对能超过四天。 也不知道朱星生哪里弄到的,如果能找到单方的话,七重镜八重镜服下,能省下多少在九重镜的修行时间。 人不能贪心不足,王胜甩了甩头,把这个念头扔到了脑后。 闭上眼睛,开始检查自己的元魂空间。 元魂空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王胜一进来就能感觉到和以前的元魂空间的完全不同的转变。 如果说,以前的元魂空间,经过王胜两次修行强化之后,是一栋砖瓦房的话,那么,现在的元魂空间就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而且还是用至少数十米深的柱子打入地底,将基础打得结结实实的楼房。 所有的变化归结为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稳固。 里面的一切看起来没有变化,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凝实了数倍。 就连战斗意识小人,似乎也享受到了这种福利,看起来也比平常灵动几分。 一个九星级的元魂,对王胜的元魂空间来说,果然是大补。 王胜甚至觉得,是不是回去以后多找几种魂牌来试试,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坏处。 你也得小心。 老道的声音适时的传来,好像猜到了王胜的想法一般,你虽然吞噬了那条狂杀元魂,但元魂空间中不可避免的会留下狂杀的气息,到时候博杂不纯,未必就是好事。 就算有机会,也要小心炼化元魂空间中的其他气息之后,再用别的元魂试验。 王胜心中一惊,然后赶忙在元魂空间中仔细的探查起来。 上上下下的探查一番后,王胜尝出了一口气。 那头元魂狂杀的气息,没有留下来半点。 稍稍一琢磨,王胜就了然了。 那条狂杀本就是元魂状态,被饕餵吞噬之后,彻底的化为了最精纯的元气。 如果是别的元魂,甚至是一开始的鲤鱼元魂,说不定吞噬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王胜既然完成了饕餵便。 那就再没有什么气息不能被饕餵吞噬,再没有什么气息不能被饕餵炼化。 我知道了,老道。 王胜冲老道回答了一句,老道这是好意,王胜的领情。 对了,老道,东西我们也找到了,是在海上多待一阵子,还是回去? 王胜冲着老道问道。 再待上一段时间,我要多看看。 这次寻宝,老道大开眼界。 宝藏之中,除了那个魂牌引起的王胜的变化让老道好奇之外, 关于藏宝老道从未有过什么期待。 反倒是一路上看到的这许多的神奇的东西让老道目不暇接,很不能够潜入海底仔仔细细的观察一番。 既然已经在大海上,老道自然希望多看看。 反正老道知道他和王胜带着的补给足够,不用担心吃喝,那索性就多观察一下神奇的大海。 王胜当然无所谓,回去也是无所事事,还不如就在海上多看看,然后等到史家半年之期一过,就可以和老道直奔千绝的核心了。 第八座岛上没有淡水资源,导致两人没办法洗澡,想洗澡就只能回到第六座岛上,那个岛上有充足的淡水,生活可以更好一点。 平日里就是驾驭着飞行座骑往四面八方的寻找有没有其他的岛屿,同时也在观察海洋中的各种强悍生物。 强悍的海妖在一个多月内两人遇上过七八次,都是有惊无险的避过,也让老道大呼过瘾。 这样的探究下,王胜和老道也发现了不少海图上未标明的小岛和礁石,王胜都一一记录。 虽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用处,但这是职业习惯,顺手就记下来了。 老道则是如鸡似渴的在这些岛屿周边观察海底的生物。 都在前海区域,老道和王胜几乎在海底待了整整一半的时间,全都是在观察。 用老道的话说,他不仅仅是在观察,还在感悟。 道门的置须手静心法一开始是一门静地功法,可老道从上次有了新感悟开始,就在观察海洋生物的一些共生景象,似乎有意把置须手静心法改成动地功法。 王胜对此很支持。 之前的置须手静心法,还需要在某些必要的时候魅儿将强大的魅惑力冲王胜施展,用以消弥积累。 可如果这次改良成功的话,魅儿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因为在修行过程中,那些影响魅儿情绪心情的东西,就能慢慢的在修行中如海洋生物共生一般,有攻有防,最后却和谐统一,既可以提升魅儿的修为,还能降低对魅儿的影响。 每个岛挨个的仔细转过来,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不过,从第五座岛返回第四座岛的时候,两人却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飞行坐骑也都飞行在两千米的高度上,小心的通过。 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拥有着恐怖触手的强大海妖,就是在这片海域当中。 两人可不想重蹈覆辙,再次被海妖的大触手攻击。 只不过,事与愿违,当飞行坐骑飞到了那片海域上空之后,远远的两人就同时感觉到了那片区域中狂暴无比的气息。 这次比上次更糟糕,上次还只是一头海妖,这次,居然有两头。 王胜远远的拿着瞄准镜,仔细的观察起来。 好一会之后,脸上露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 此刻的大海海面上,正有两头海妖正在疯狂的战斗。 第1243章两败俱伤,上 隔着至少有几十里开外,王胜和老道就察觉到了那两股通天一般的气息。 根本就不用王胜老道控制飞行妖兽了,那四头飞行坐骑连靠近这个区域都不敢,远远的就停下来,没有掉头就跑已经是王胜和老道控制得力了。 前方数十里的区域,整个的变成了灼浪滔天,两个巨大的身躯在前方的区域内时隐时现,恐怖的体型哪怕是王胜早有心理准备,也被看到的一切吓呆了。 至于老道,早已经盯着前方再也挪不开眼睛,全力的感受着前方出来的恐怖气息。 真的被王胜说中了,那么大的触手怪,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前海区域。 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有另一头强大的海妖将它带到了海面附近。 如果说那个触手怪一条触手七百多米已经出乎了老道的意料,那么另一头怪物光是隐约露出来的身体的一部分就超过了一千米,饶式老道已经是十二重镜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可看到这个怪物海妖之后,依旧还是满身的冷汗。 这两头巨大的海妖,随便拿一个,稍微动动手,老道这样的就得被轻轻松松的捏死,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王胜拿着瞄准镜,看了一会之后,不得不把瞄准镜拿开,直接用肉眼看了。 无他,两头妖兽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以至于瞄准镜当中的视野只能够看到他们身体上的一小部分,看不完整。 这么精彩的战斗,怎能因为瞄准镜的原因而错过。 好在王胜本身的势力也经过强化,哪怕距离几十里远,王胜也能够看清楚两头妖兽的身体。 开玩笑,平均超过一千米的巨大体型,想看不到都难呢。 在老道的眼中,那两头海妖都是怪兽,因为在此之前,老道一个都没见过。 不多,对王胜来说,却是似曾相识。 那个脑袋巨大身体长长的大家伙,分明就是地球上的抹香精放大了五六十倍的样子。 这个世界有类似的生物,但是因为灵气的缘故,体型变大不说,相貌也显得猙獰。 另一头明显就是大王乌贼的放大版了,前段时间王胜和老道看到的长长的触手就是他其中的一根万族。 不过,这会这头巨大的大王乌贼的万族症全部都缠在那头抹香精的脑袋上,死死的孤着。 周围的海域,完全成了两个大家伙的战场,被波及在里面的所有海洋生物,此刻都成了祭品。 数百股巨大的粗如普通人妖肢的水箭,在海面上泛起,从四面八方向着超级抹香精头上的超级大王乌贼的身体插去。 王胜和老道一看就明白,这是超级抹香精的攻击。 生活在海里,而且那般强悍的境界,不会动用灵气攻击才怪了。 只是,超级大王乌贼也不是好惹的,无数个水圈凭空在海上形成,直接把超级抹香精的身体缠绕了起来。 不光如此,一片巨大的水墓出现,将超级大王乌贼和超级抹香精的巨大脑袋保护在了其中。 数百只水箭齐齐地射在那片水墓之上,和水墓一起变成了漫天的水花,转眼消失在已经被两头超级妖兽搅动的海洋之中。 几十里外,王胜和老道之感觉无数细小的水珠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地射过来。 还好,距离足够远,那些水珠飞射到了这个地点,其中夹杂的灵气已经十分的稀薄,但敲打在飞行妖兽的身上,还是把四头飞行妖兽给疼得痛苦的嚎叫起来。 老道的脸色异常的精彩,这么远之后还有这么强大的攻击力,真的要使面对面的挨上一记水箭,恐怕已经粉身碎骨了吧。 在海上,老道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十二重镜高手的威风。 面对这两个庞然大悟,十二重镜和不入流,又能有什么区别? 能有多大区别? 两者之间的战斗,老道已经看不再严重了,他已经陷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中,这是看到了爵士高手战斗时产生的顿悟。 王胜没有老道这么高的悟性,但他知道,老道不在意这些战斗方式也是对的,海洋中的攻击方式,和陆地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升班硬套的学是学不了的,倒是老道如果能因此而有所领悟,那也是王胜乐意看到的事情。 两头超级妖兽都是海洋中的霸主级的妖兽,能用灵气控制海水攻击十分的正常,王胜此刻不但在看,而且还用单兵作战终端将战斗的场面录制了下来。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有机会可以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看看。 也不知道两头超级妖兽战斗了多长时间了,周围被激起的巨浪中,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海洋生物的尸体被携裹在其中,让王胜看着都有些心疼。 这里面得有多少传奇级别甚至以上的强大妖兽啊? 超级抹香精带着超级大王乌贼,冲出海面,然后重重的撞回大海,一千多米长的身躯足以超过数十万吨,居然能在水中跃起,那是怎样? 那是怎样恐怖的力量? 牙齿,尾巴,能够拍打的东西全部在攻击,周围的海水也在不停的幻化成水剑,攻击着超级大王乌贼。 大王乌贼也不甘示弱,疯狂反击着,水墓一层一层的抵消着水剑的力量,巨大的万族疯狂的勒紧,数丈方圆的万族吸盘在抹香精的皮肤上吸出来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圆形伤口,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这一片海洋已经彻底被抹香精和那无数的海洋生物的鲜血染红,当然,除了红色,还有一堆其他乱七八糟的颜色,完全没有了透明度。 王胜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两头超级妖兽的形体,他现在仿佛闭着眼睛,全心全意的感受着空气中那种弥漫着的气息,感受着超级高手的气势,就如同灵虚老道一样,开始进入一种借鉴参考的感悟之中。 两头妖兽的战斗并没有因为数十里外的四头飞行妖兽和两个人的观看而稍有停歇,依旧在不停的互相攻击着,惨烈无比。 很快,王胜就睁开了眼睛,他在双方鼓荡的气息对抗中,敏锐的发现了一点,两头超级妖兽,似乎已经很疲倦了。 第1244章两败俱伤,下 也不知道两头妖兽战斗了多长时间,但既然上一次王胜和老道经过的时候超级大王乌贼就已经出现在海面,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大王乌贼就已经被抹香精带出来了。 那表明至少在此之前,两者就已经战斗了不短的时日了。 想明白这点之后,王胜一阵后怕。 幸亏当时只有超级大王乌贼一头海妖现身,王胜和老道才得以有惊无险的只是被一根万足攻击了一下侥幸脱身。 要是两头超级妖兽都在的话,恐怕没人能够逃脱。 那个时候王胜居然拿着重鞠弩射了这头超级大王乌贼十几箭,现在想想,那当真是在找死啊。 没见过那么上赶着送死的举动,王胜这时候想起来都后怕,一身的冷汗。 要是那个时候大王乌贼几只万族同时攻击,恐怕王胜和老道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头超级妖兽就已经对抗上了吧。 如果不是超级抹香精在水下牵制着大王乌贼,王胜和老道那个时候肯定没那么容易走脱。 这么说起来,王胜的十几箭恐怕还是帮了超级抹香精一把,至少伤了一根大王乌贼的万族。 至于射到海里的几箭有没有伤到大王乌贼的身体,那就不知道了。 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也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两头大家伙在海里战斗了整整一个多月,感觉到了疲惫,那就好解释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之前王胜老道经过的时候还风平浪静,这会却如此的大动静了。 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疲惫至极,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攻击防守的动静,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场面。 想到这里,王胜呼的心中一阵激荡,也许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两头超级妖兽奋出一个胜负了。 你说,他们两个谁赢的可能性大? 老道的声音穿过海浪和空间,传进了王胜的耳中。 能问这个问题,说明老道也看出来两头妖兽已经战斗到了最后了。 那头大精。 王胜不假思索的说道,大精胜利的可能性更大。 在地球上,抹香精和大王乌贼的战斗肯定是抹香精占据上风。 这是天敌一般的存在,天生就能克制大王乌贼的,战斗胜利的可能性超过了99%。 当然,事事无绝对,大王乌贼也有翻盘的可能性,但是那种可能性实在太低,低到了王胜都不敢相信。 老道没有问王胜为什么回答的这么有信心。 王胜身上的秘密很多,比如这海洋中的生物,老道这样修为的人都不敢轻易下水,王胜就敢在那个时候带着老道跳入水中观察那巨大的鱼群,这已经不是胆量的问题了,而是箭矢。 王胜说鲸鱼能胜利,那么鲸鱼肯定可以胜利的。 可老道刚刚才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打算看超级抹香精如何干掉超级大王乌贼的时候,却听到王胜那边发出了一声不可思议的惊呼,不会吧? 怎么可能?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道马上看向了战场那边。 战场那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王胜看到了什么才会如此的不可思议。 地球上,大王乌贼和抹香精的战斗,想要胜利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王乌贼的万族堵住了抹香精的呼吸孔,让抹香精最终窒息而死。 这种情形,在地球上也极为罕见,除非是和抹香精体型差不多的超巨大的大王乌贼,而且抹香精把大王乌贼带出水面之后,大王乌贼还有余力反击。 可现在的情形,实在是太符合了。 体型大小差不多,实力差不多,最让王胜惊讶的是,刚刚超级巨精的一次翻身,王胜看到了,他脑袋上的呼吸孔,正好被两条万族死死的缠绕着,根本就没有露出来。 不久前巨精跃出水面的时候,王胜还看到了他的呼吸孔,可就这么一会,局势居然就变成了这样。 老道,海里的超级妖兽,会不会变成人形? 王胜呼的想到了一个问题,冲着不远处的老道问道。 反正两人都用九字真言,不用担心对方听不到。 海里的妖兽和陆地上的完全不一样,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 老道直接摇头。 连王胜都不知道的东西,老道怎么可能知道? 就连这个巨兽叫精还是王胜刚刚才告诉他的。 看着那两头超级妖兽加起来恐怕要超过数十万吨的体型,王胜觉得那两个家伙想要变成人形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没有了海洋的福利,他们变成人形之后的腿能支撑起他们的体重吗? 两头超级妖兽依旧还在战斗,王胜也知道抹香精可以潜水很长时间,可现在王胜却好像已经看到了抹香精正在消耗完自己体内积存的氧气,慢慢窒息的情景。 缠斗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之后,超级抹香精终于找到机会,一口咬住了超级大王乌贼的五六根万族的根部,连同万族相连的身体,都被他咬住。 超级大王乌贼发出了一声尖利无比的利笑声,百里方圆之内的海水,轰一声炸开来,各种颜色的水柱冲天飞起。 王胜和老道连同飞行坐骑已经是在两千米的高空,依旧还是被无数的水花给淋成了落汤鸡。 眼看着大王乌贼慢慢的失去了反击能力,老道对王胜的眼光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果然是巨精胜利了。 可是为什么,巨精会攻击自己头上的那些万族呢? 无数的水箭轰在了缠在自己头上的巨型万族上,可是两条万族却是纹丝不动。 王胜用瞄准镜看得很清楚,数百个吸盘紧紧的吸在了那头抹香精的头顶,有一个巨大的吸盘,正好将巨精的呼吸空堵得严严实实。 任凭巨精如何的动用水箭轰击,如何的用灵气外推,都无法摆脱那两条万族的缠绕。 超级大王乌贼还在动,死死的用自己仅剩的几根万族缠着巨精,任凭自己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 超级抹香精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水箭已经越来越弱,眼看着就无法对准目标了。 老道,那些空白魂牌还能用吗? 此刻,王胜呼的想起了什么,冲着老道飞速的问道。 第1245章 抢战力品 1 朱星生的藏宝之中,有一块九星元魂的魂牌,还有四五个空白的魂牌。 那几个空白的魂牌,用的也是最上层的材料,非但如此,上面的阵法也都是完整的,都是可以直接吸收元魂的阵法,只要炼魂师在合适的时机启动就行。 当年王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见过炼魂师。 那个帮助带欢收取了九星元魂的高手,至少也得是四重镜巅峰的高手。 当然能用。 老道也被王胜这个问题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句之后,看到前方的情景,呼得惊问道,你不会想要在这里用吧? 他们两败俱伤,都要死了。 王胜目光盯着远方的战场,口中冲着老道回答道,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用? 老道愕然,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反驳。 以前在千绝地核心内圈之内老道也杀过传奇境界的妖兽,但是那个时候老道也想得很单纯,从来没想过要用魂牌收取元魂,甚至身上就没有带过魂牌。 可现在,手上突然有了几个空白的魂牌,而且眼前就有两头可能是十三重镜甚至可能是十四重镜的强悍妖兽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不用? 练魂师的手段 对于一个十二重镜的高手来说,有什么阻碍吗? 别说老道,就连王胜用起上面的阵法都不费吹灰之力。 且不说修为的问题,光是王胜和老道为了修行九字真言行字诀,就得对阵法的基础知识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为了修行更深,就需要对阵法的了解更深。 魂牌上的那区区阵法,对两人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嗖嗖,空中传来两道破空声。 老道手一伸,就接住了王胜扔过来的两个空白魂牌。 王胜的手中,也多了两个空白魂牌,远远的冲着老道挥手示意。 一想到很快就要收取两个十三十四重镜的元魂,饶视老道这样的不是高人,也觉得浑身颤抖,那种感觉,无法形容。 两头超级海妖已经奄奄一息了。 王胜和老道都能够察觉到这两股越来越弱的气息。 走。 王胜冲着老道打了声招呼,然后催动坐下的飞行坐骑向着战斗的中心慢慢的飞去。 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小心翼翼的。 胡死雄疯在,那两头恐怖的超级妖兽,哪怕奄奄一息了,巨大的体型随随便便动一动也能干掉两人,绝不能掉以轻心。 那头大鲸鱼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老道一直不明白,这个时候也不由的问了出来。 大鲸鱼的头顶上有一个呼吸孔,每隔一段时间,它就必须浮出海面呼吸。 王胜不隐瞒,直接向老道解释道,但一个多时辰前它的呼吸孔被两条大触手给堵住了。 再强大的高手,也免不了窒息而死。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 老道大惊。 能掀起百里方圆的巨浪,能傲视天下群雄的超级妖兽,就因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要死了。 老道,这世上因为小小的失误丧命的事情数不胜数。 王胜这时候好像想到了什么,说话中带了点与众心肠的味道,就算是你修为通天,也要时刻小心。 当年带无忌七重镜的高手,不也是死在我从千绝地带出来的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豆丁的毒牙下吗? 灵虚老道听着王胜的话,好一会没有言语。 老道,有一段时间,你有点拖大了。 王胜的声音继续传来,就像这次,你身上连把合适的武器都没有带。 这样很凶险。 我知道了。 老道想都没想的答应了一声。 老道自从进入到十二重镜一来,疲逆天下,心态的确是有些拖大。 王胜也一直没有找到好机会和老道说这些话,这次出海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两头修为境界绝对比老道高许多的强悍妖兽,就在自己面前几十里远的地方奄奄一息,等着最后的死亡,老道和他们一比,又能有多少的优势呢? 连他们都难逃疏忽之下的意思,那老道自己呢? 老道这次是真的听进句了,也想明白了。 这就是王胜喜欢和老道做朋友的原因,老道虽然修为高,但是能听得近句话,知道好歹。 百族之虫尚且死而不将,何况两头长达千米,加起来重量超过几十万吨的庞然大物。 哪怕在濒临死亡的关头,身上的气息依旧还是让周围百里之内的海洋生物连靠近都不敢。 仅有的几个正在靠近的生物,就是王胜老道加上四头飞行坐骑。 飞行坐骑是被王胜强悍的六字绝控制,一路克服着恐惧,一点一点的磨过来的。 要是让他们自己决定,那肯定是有多远非多远,绝不回头。 两头冰死的妖兽都漂浮在水面上。 这很正常,超级抹香精的呼吸口都被堵住了,体内的气体根本就呼不出来,不飘着才不正常。 王胜和老道这次靠近到了十里之内就不再前进,静静的等着,等着两头超级妖兽慢慢的死亡。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两股气息终于快要消失了。 催动飞行坐骑,这次再往前靠近了几里地,进了五里之内,就继续停下来等着。 只要两头妖兽还有一点点的生命气息,王胜就不可能继续往前。 这是出于狙击手的谨慎。 老道刚刚才接受教训,自然是紧跟着王胜的步伐。 终于,五里之外的两人再也感受不到两头超级妖兽的生命气息了。 老道正要问王胜要不要靠近,却看到王胜直接拿出了重鞠弩,然后冲着两头妖兽各自射了一箭。 长达一千米的体型,王胜都不用瞄准镜,直接攻击也不可能射偏。 轰轰两声,重鞠弩击中了两头超级妖兽的身体,上面的阵法爆炸,发出了响声。 可是,两头妖兽一动不动,也没有任何气息,显然是死透了。 赶紧。 王胜冲老道吆喝一声,控制着四头飞行妖兽就往前飞,两只手已经各自拿着一个魂牌,飞速的渡入灵气,启动了上面收取元魂的阵法。 第1246章 抢战力品 2 老道也不怠慢,同样失位,两只手启动了两个魂牌,飞速的赶到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所在。 不是王胜和老道故意浪费,而是老道和王胜都不知道,这种看起来貌似最高只能收取九星元魂的空白魂牌,能不能收取这两个超级妖兽的元魂。 多用两个魂牌,多增加一点成功率。 阵法一启动,王胜和老道双手都是一紧,立刻全都察觉到了有一股强大的吸力似乎是想要把自己手上的两个魂牌拉走一般。 两人谁也没用过魂牌,不知道使用了以后会是什么情景,但是很显然,这肯定是阵法有效了。 普通的元魂肯定不可能,传奇境界的以王胜和老道的修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之所以会有这种抗拒的拉力,原因显而易见,除了刚死的两头超级妖兽之外,不太可能有别的原因。 一般来说,如果是想要从妖兽身上收取元魂,最好的办法是在妖兽刚死的时候。 现在这里刚死的妖兽,就只有两头超级妖兽,超级抹香精和超级大王乌贼。 百里方圆之内,死掉的海洋生物不计其数,不过,那些都是在这两个大家伙战斗期间死去的。 这个范围之内,就没有能够坚持到现在才断气的活物。 所以除了两头超级妖兽的元魂,不会有别的可能。 强大的吸力差点让王胜猝不及防的把魂牌扔出去,但王胜反应极快,瞬间用力握住了魂牌不至于脱手,手上灵气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平稳而持续的输入了进去。 转头看老道那边,老道也是一脸的凝重,双手握着魂牌,小心的应付着。 这股力量很突然,但是并不是异常强大,只是一会之后,就没有那么强力,王胜可以轻松的握住魂牌,不用担心脱手飞出。 虽然看不到,但王胜有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似乎什么东西正在往自己手中这两个魂牌之内钻。 这就是收取元魂吗? 王胜闭着眼睛,感受着这种神奇的过程,忽然之间脸色大变。 元魂只有两个,王胜这边两个魂牌都在吸收,老道那边两个魂牌也在吸收,那两个元魂到底会进哪一个魂牌? 之前一直考虑生怕当个魂牌无法承受超强的元魂,而且无法断定每个魂牌都能够吸收成功,所以才用了两个魂牌,两人一共用了四个魂牌,用以增加收取元魂的成功率。 四个魂牌就算是每个只有50%的成功率,也能成功吧? 如果只有25%,或许两个元魂只能收取一个。 可是这样一来却又有了现在的新麻烦,怎么办? 王胜和老道,谁也没想到,用这么简单的魂牌,就能对付如此恐怖的超级妖兽的元魂。 怎么办? 让其中一个停下来。 王胜果断的做出了决定,然后停止了左手的灵气输入,只剩下右手上的魂牌依旧还在输入灵气。 同时冲着灵须老道大喊一声,停下一个魂牌。 老道那边显然也察觉到了这种情况,正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呢,王胜的话音已传过来,老道立刻如同找到了主心骨,马上停了一个魂牌的灵气输入。 在海上,老道几乎对王胜言听计从,从没有过一点不同意见。 就算是不明白,也会先问,而不会质疑。 因为老道很清楚,论修为自己能打王胜十个,可对于大海的认识,王胜一个能顶自己十个一百个。 效果十分的显著,那股无形无质的东西疯狂的往一个魂牌之中涌入,魂牌上开始慢慢的显现出一团模糊不清的影子,而周围也开始多出了一点点的花纹。 花纹一出现就是黑色的,这是九星级别吗? 王胜觉得,这恐怕是因为魂牌最多指标记九级元魂有关。 这两个超级元魂,绝不可能只是九星级别的。 疯狂收取的过程很快,王胜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到元魂涌入魂牌的动静,按照这个情形下去,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完成。 刚刚才泛起这个想法,王胜手中的魂牌就猛的发出一声轻微的啪的一声,王胜的目光瞬间盯了过去。 用最上等的木料打造的魂牌,此刻上面竟然出现了一条小小的裂纹。 更恐怖的是,王胜已经察觉到了,如果继续收取的话,这裂纹会越来越大,魂牌的最后结局,不外乎就是裂成两片。 怎么办? 电光火石之间,王胜猛的看到了左手上的那另一个魂牌,想也不想的,马上启动了左手的魂牌,右手却停止了输入灵气。 同时不忘记叮嘱老道一声,两个魂牌交替使用。 老道这边比王胜的动作始终慢一步,但刚刚发生了什么,距离没多远的老道却听得清清楚楚,王胜这边一发出响动,老道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胜还没提醒的时候,老道就已经按照王胜的手法,启动了另一个魂牌,停下了当前的魂牌。 果然,吸收元魂的过程开始在另一个魂牌当中持续起来,刚刚的那个魂牌暂时停止了吸收元魂,也没有了马上裂开的危机。 一只手控制着另一个魂牌持续收取,王胜抬起手看着这个已经开裂的魂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魂牌的周围,已经被一圈浓密的无法看出花边的花纹笼罩,纯黑色,比王胜刚来这个世界见过的那个魂牌边缘花纹要粗大许多,颜色也同样深了许多。 中央的区域,按照一般的魂牌,通常是显示元魂的模糊形体的,这个魂牌也不例外。 可王胜怎么看,这个魂牌也只是显示了半个超级元魂的形体。 因为上面只有半条鱼,超级抹香精后半身的轮廓,精尾巴一眼就能认出来。 之所以只有半个,那是因为超级抹香精标志性的大头根本就没有显示,王胜的眼力,怎么可能认错。 拿起依旧还在吸收元魂的另外一个魂牌,王胜马上看到了模糊的抹香精大头的轮廓,那形状太显眼,根本就不可能认错。 这下王胜彻底明白过来,一个魂牌根本就放不下超级元魂,所以会被称列。 两个魂牌也许能放下,但王胜不知道,两个魂牌,还能保证超级元魂的完整吗? 第1247章抢占力品,3 两个魂牌并排放到一起 王胜这边还没琢磨明白,那边老道已经冲着王胜喊了起来。 王胜一愣,然后毫不犹豫的照做,将两块魂牌并排放到了一起。 当两块魂牌并排放到一起的刹那,互相接触的两个边缘上的黑色花纹就陡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两个魂牌合成的一个大魂牌的整体边缘出现了一圈深黑色的花纹,浓密的让人无法不被吸引。 大魂牌的正中央,超级抹香精的身体轮廓似乎已经变得完整,身体的前后部分各自在两个魂牌上,但也借助并排在一起的魂牌而连接到了一起。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王胜就察觉到,魂牌已经停止了吸收元魂。 这是完成了吗? 王胜有点惊疑不定的冲着灵须老道问道。 这方面,王胜的经验不足,只能问老道。 完成了。 老道的声音从头顶上响起,却是他已经忍不住,让自己坐下的飞行坐骑飞到了王胜头顶,然后直接跳了下来。 别动。 王胜正要把两个魂牌让老道看,老道却警告了一声。 王胜瞬间停止了动作,他知道,肯定是自己这个魂牌有了什么问题。 看老道,却发现老道手里空空如也,两个魂牌已经不知道放到了哪里。 老道低下头,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番之后,才抬起头探道,可惜了。 怎么了? 王胜冲着灵须老道问道。 一开始我们都没经验,没控制好,你这个裂开了。 老道指着最开始那块魂牌上的小裂缝说道,除非现在不停的持续稳定的输入灵气,否则这里面的灵气会慢慢的消散,元魂也会消散。 一边说着,老道已经从那界中找出了一块木板,也不知道是雪橇板还是别的,让王胜小心的把两个魂牌相对位置不便放到了木板上,小心的用皮绳固定好,这才冲王胜问道,你拿还是我拿。 王胜知道老道的意思,老道不是要摊掉这两个超级元魂,而是怕王胜持续输入灵气的时候再次出现上次吸收元魂的事情。 你拿着保险。 王胜飞快的回答道,下面还有好东西,我们得想办法收集一点。 下面是什么好东西,老道心知肚明。 两条超级妖兽的尸体,十三重镜甚至可能是十四重镜的恐怖妖兽,他们的尸体本身就是这天底下最珍贵的宝贝。 老道已经固定好了魂牌,不怕折腾,所以毫不犹豫的点头。 指挥着飞行妖兽下降,距离差不多,两人很痛快的跳了下去,跳在了巨大的抹香精的尸体上。 你们四个,赶紧去找伤口的嫩肉去吃。 王胜指挥着四头飞行坐骑,让他们去吃这两头超级妖兽的肉。 一千多米长的身躯,打死王胜和灵须老道也拿不走其中的万分之一,所以,能吃多少是多少,能带多少是多少。 那界里面原本给飞行妖兽陆上准备的食物,全都是妖兽肉,这会全部拿出来扔掉,腾出地方来割超级抹香精和超级大王乌贼的肉存放。 皮子 老道指了指那头巨大的超级抹香精,冲着王胜提醒道。 大王乌贼是软体动物,他的皮子不像是能够使用的样子,但抹香精的皮绝对是好东西。 别说超级妖兽皮的超强防护能力,用这皮子做一件潜水服,那可比王胜现在身上的那件不知道要高明到了哪里去了。 如果是超级抹香精活着的时候,别说王胜,老道过来也不敢保证能割下超级抹香精的皮子,可现在,超级妖兽死了,没有了灵气护体,王胜手上有神兵利器,还是能够切下来的。 在几十里外的时候,看着超级大王乌贼的超大吸盘在抹香精的身上一吸就是一个伤口,王胜和老道总觉得包皮很简单。 可是当真的轮到两人操作的时候,却傻了眼。 地球上的抹香精表皮厚度差不多是四到五厘米,而这头超级抹香精的身体长度超出地球上六十倍有余,皮肤的厚度同样也是如此的比例。 也就是说,这头超级妖兽的表皮就有两米四到三米的厚度。 从抹香精脑袋上一个被大王乌贼吸盘吸出来的伤口开始,王胜拿着一把五尺长刀,抡着开始往后面砍。 也就是王胜的力量,加上长刀的质量相当的不错,这才能够慢慢的挤刀之后砍开。 不过,这个厚度显然不足以完全切开抹香精的表皮,所以,上面砍开之后,还得跳进去继续砍一遍才行。 这就是个苦逼的力气活,老道还要保护大魂牌不被损伤,所以出力的事情只能王胜来做。 对此王胜也没有意义,老道就算是不干活,他也不能让老道动手,尊老爱幼的礼貌王胜还是有的。 但很快就有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皮肉的存放问题。 王胜和老道的纳戒都塞满了,皮子也没塞下多少,何况还要带上一批超级妖兽的肉。 老道,相信我,这些触手绝对好吃。 王胜在老道挑选要带的肉的时候,飞快的向着老道解释道,鲸鱼肉很一般,还是这些海鲜好吃。 海鲜? 老道看着王胜兴高采烈的往下砍触手的样子,忍不住无语其来,你管这个叫海鲜? 要是超级大王乌贼知道在王胜眼中,他的身体只能是美食中的海鲜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么新鲜的刚死的乌贼,不是海鲜是什么? 王胜冲着老道振振有词的反问道,一边还不忘记奋力的往下砍那一根直径足有三四米的万族的最尖端。 口中不忘嘀咕道,算了,别的地方拿不了,还是拿点这个当做鱿鱼虚吃吧。 你动作快点吧。 老道听着王胜的嘀咕,忍不住哭笑不得,只能提醒道,已经有一些强大的海妖要过来了。 来就来呗。 王胜确实一点都不在乎,这么大的尸体,我们两个才能拿多点。 万分之一都拿不了,还不是便宜了海里的那些家伙。 他们肯定不会搭理我们的,先抢宝贝要紧,谁理会我们两个穷鬼。 第1248章抢占力品 4 王胜说的宝贝,自然是这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 在那些察觉到这边动静赶过来的超强海妖眼中,这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可比王胜和灵须老道两个人加起来都重要。 且不说两头超级妖兽的修为境界原本就比王胜和老道要高许多,更关键的是,这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能让他们吃饱,而王胜和老道,充其量也就是塞个牙缝。 就算是妖兽,也没有傻到喂了两根牙签肉,丢掉几十顿丰盛大餐的。 好东西不能浪费,王胜和老道在水上面动手,不知道有多少凶猛的还要在水下面撕扯,连续几天之后,超级抹香精和超级大王乌贼的尸体终于无法保持漂浮在海面上的状态了。 老道,该走了。 感受着两具尸体缓缓下沉,王胜冲着还有些恋恋不舍的老道叫道。 老道恋恋不舍不是因为两具超级妖兽的尸体,而是被尸体吸引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超强的海妖。 这几天老道感应到的强大海妖气息,比之前一两个月加起来的还要多。 这给了灵虚老道极大的参考,让老道感应这些气息感应到舍不得离开。 不光是海妖,还有无数的飞行妖兽,从四面八方赶来,不过庆幸的是,海上的飞行妖兽都不是很强大,最强也不过就是传奇境界而已。 巨大的尸体吸引力他们的到来,和王胜以及飞行坐骑一起,在海面上分享两具超级妖兽的尸体。 老道和王胜踏上了一头飞行坐骑的背上,控制着四头飞行坐骑起飞,然后不理会那边依旧在抢食的大动静,向着第四座岛平稳的飞去。 四头飞行坐骑的背上,此刻满载着超级妖兽的肉,这些都是未来飞行坐骑的食物,他们背着飞得十分的起劲,一点都没有觉得累的模样。 我以前低估了更高境界的能力。 老道在飞行坐骑的背上,和王胜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 先决地核心的冰川盆地吗? 王胜知道老道在说什么,反应极快,马上回应了过去。 这两头超级妖兽能够搅动百里之内的动静,冰川盆地也不过才三四百里方圆。 灵虚老道点头道,把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说不定,真的有可能是。 不可能。 不等老道说完,王胜直接摇起头来,老道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在海里,搅动百里方圆看起来动静很大,可那是因为海洋当中全都是水。 王胜很认真地看着老道说道,冰川盆地不一样,三四百里方圆,而且还都是坚硬无比的岩石。 说不定有更高境界。 老道自从见识到了超级抹香精和超级大王乌贼之后,就已经有些不淡定,此刻更是对自己追求的远方有了更高的要求。 人类的高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体型的。 王胜摇了摇头。 能够搅动百里方圆的海浪,可不仅仅是靠着修为境界,最重要的还有两头超级妖兽超大的体型。 没有那么大的块头,做不出那么大的事情来。 可那冰川盆地,仙人的记载上的确是没有的。 老道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老道,真要有那种强悍的高手,各大家族加起来,能灭了林家。 王胜笑了出来,冲着老道反问道。 老道这是有点钻牛角尖了。 在修行上,老道以前一直是傲视群雄的,在海上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居然什么都不是之后,那种强大的落差,让老道心态大大的失衡。 要不是老道之前一直修行到门第功法,说不定早就强烈质疑自己了。 即便如此,这些日子里老道先是很诚恳的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拖大,带上了武器。 在看到两头超级妖兽战斗之后,又仿佛把高手的能力想象得太高了。 王胜的话让老道再次开始沉思。 的确,如果真有那般恐怖的能够人力制造出冰川盆地的高手,别说各大家族加起来,哪怕全天下一起上,恐怕也不是对手吧。 按照自己的修行节奏来。 王胜看老道的表情,知道老道是又想通了,笑着说了一句。 说实话,别说老道惊讶,王胜自己何尝不是。 只不过王胜从地球上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惊讶过一次,所以这一次就没那么强烈而已。 前面的岛上,我们恐怕要多停留一段时间了。 老道从那种牛角尖的状态中拖出来,立刻恢复了睿智,看着已经在视野中出现的第四座岛,那座火山岛,老道不动声色地冲王胜说道。 为什么? 王胜不解的问道。 因为这几头畜生要突破了。 老道示意王胜注意观察四头飞行妖兽,他们吃了不少超级海妖的肉,炼化的差不多,也该突破了。 不入流的普通人吃了高级妖兽的肉,因为无法炼化,也不会炼化,只会导致浪费。 能够被普通人消化吸收的部分太少,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被吸收,但这也足够让普通人的身体素质得到极大的改善。 人类毕竟和妖兽不同。 七重镜八重镜的飞行坐骑,吃了十三重镜十四重镜的超级妖兽的肉,他们已经学会炼化,稍微花费点时间,就能够将超高级妖兽肉当中的精华吸收,造成妖兽晋级十分的正常。 平常这些妖兽根本没机会吃到比自己境界高的妖兽的肉,这一次四头飞行坐骑简直是走了超级狗屎运,才会有这么大的机缘。 好事啊。 王胜笑了起来,让他们晋级,多待几天又如何? 降落在火山岛上,王胜和老道也不怕火山喷发,直接就在环形的火山口内安顿下来。 卫食了那些飞行坐骑他们自己背上驮着的超级抹香精肉之后,王胜和老道就坐在火堆边上一边烧烤着王胜说的鱿鱼须,一边聊起天来。 你说,那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最终会如何? 老道想象着两头超级妖兽的尸体沉入大海的情景,至今都觉得有些可惜,忍不住冲着王胜问道。 那头大王乌贼恐怕很快会被吃得干干净净。 王胜想了想后回答道,那东西没什么硬骨头,留不下什么。 另一头大鲸鱼呢? 老道好奇起来,难道大鲸鱼会有所不同? 第1249章 无奈的选择,上 鲸鱼的肉会在最多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被那些大鱼小鱼大海妖小海妖吃得干干净净。 王胜顺着老道的问题回答道,然后剩下的骨架就会慢慢的沉入很深的海底。 这个老道能够理解,就如同千诀地里那些妖兽死了之后,不也是被周围的重置吃光血肉,只剩下骨架吗? 鲸鱼的骨架会滋养一种海洋中肉眼看不到的小东西,那些小东西又会滋养另一批更大一点的东西。 王胜知不知道怎么给老道解释细菌和微生物这个概念,只能用肉眼看不到来表述,大吃小,强吃弱,总归,会在鲸鱼的骨架周围形成一个循环的生物圈,我把这个叫做鲸络。 鲸络 老道无法想象肉眼看不到的小东西是什么模样,但道理却是能明白过来,忍不住咀嚼着经络这两个字,若有所思。 大概这个经络会存在数百年的时间。 王胜想象了一下地球上的知识,把这个时间也增加了几倍。 看老道思索的样子,笑着说道,其实就是在海洋里的尘归尘土归土的另一种说法。 有意思。 老道笑着说道,这么说起来,其实海洋里面,有时候和陆地上也是相通的。 万变不离其宗。 王胜点头道,生物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自然知道,莫过如此。 自然知道吗? 老道眼中的光芒闪烁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许多。 熟了。 王胜转动着手中的巨大的鱿鱼须上砍下来的肉团,递给了老道一块,自己拿着一块,大块朵一起来。 老道也不客气,更没什么不识昏星讲究,也是大口的啃事起来。 王胜可是美食的专家,他亲手烤制的东西,味道会差。 感悟自然知道那是天大的事情,但吃饭也是天大的事情,况且,吃饭喝水,不也是自然之道吗? 两人吃得痛快,但还没等两人吃完,一头飞行坐骑就已经开始了进击的过程。 妖兽和人类不一样。 人类要进击的时候,会有长时间的灵气脆体,这段时间内,进击的人其实是相对危险的,必须要在安全的地方进击或者有人护法的情形之下才行。 但妖兽不一样。 妖兽生存的环境更加的恶劣,这也导致了妖兽必须要尽快的进击,否则就只能被周围虎视眈眈的各种妖兽干掉。 至于灵气脆体,会在进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完成。 王胜还是第一次看到妖兽进击,所以很好奇。 可当王胜看到那头飞行坐骑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切的时候,忍不住傻了眼。 这就完了。 王胜简直不可思议,这也太快了吧。 正常。 老道把妖兽进击的过程说了一遍,也算是给王胜扫盲。 同时老道也觉得心中尝出了一口气,王胜总算是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原来如此。 王胜点了点头,这就是环境不同所以导致的进化方向不同。 逝者生存的道理还是通用的。 逝者生存? 老道想了想之后,琢磨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皱着眉头又问了一句,这也是自然之道。 当然。 王胜不假思索的回答道,这是最纯正的自然之道。 进化论在地球上已经是生物学当中最主流的理论,虽然偶尔会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下有些例外,但可以说,99%的适用。 这是从遗传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印证的。 有些东西,即便是放在这个新世界,也是通用的。 这头七星级的飞行坐骑,提升到了八星级。 它会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之内,不停的提升实力,缓慢的完成灵气脆体的过程。 第一头提升之后,第二头是在第二天开始晋级的,同样也是从七星级提升到了八星级。 不过,剩下的两头就没那么快了,他们本身就是七星级的,在岛上连续的吃了七八天的超级抹香精肉之后,总算是陆续晋级了。 连续的两天内,王胜和老道就多了两头传奇境界的飞行坐骑。 飞行的速度和距离更远,耐力更好,同时战斗力也大增。 只要等着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拥有真正的传奇境界的实力。 这次出海一趟,王胜和老道赚大了。 增加见识不用说,这是必然的,肯定的。 光是能看到摸到的好处,朱星生的藏宝,王胜吸收了一头九星元魂,魂牌收取了两头超级妖兽的超级元魂,数以吨计的超级妖兽肉,以及两头传奇境界的飞行坐骑,还有两头八星坐骑,这就快数不过来了。 老道的道门的至虚守静心法也有了提升的领悟,老道对自然之道更是多了许多的体悟,详细的海图,随便哪一个拿出来,都能让任何一个高手垂涎三尺。 原以为等到飞行坐骑突破之后就可以走了,可是王胜没想到的是,老道居然想东西想入迷了,直接在这里闭关开始感悟。 这下肯定是没办法走了,不光如此,王胜还得帮忙护法。 这里可不是老军罐里面,有安全的境势,就在火山的环形山口里面,上头不时的会飞过一些飞行妖兽,动静可不小。 还好,两头已经是传奇境界的飞行坐骑这时候充当了保镖,他们在环形山口的上方环绕飞行着,一天一天更加强悍的气息宣布着他们是这个地方暂时的主人,倒是没有什么飞行妖兽敢轻易的靠过来,老道的短暂闭关也算是风平浪静。 老道的这次闭关,完全是王胜的原因。 这一路上王胜已经好几次说起自然之道,不管是经络还是后面的生物圈循环,或者是逝者生存这些,都给了老道极大的启示,能在这个时候闭关,王胜功不可没。 足足五天五夜的时间,老道就没睁开过眼。 终于在王胜一直熬着海鲜粥辛苦等着老道出关的时候,老道清醒了过来。 粥给我盛两碗。 老道一醒过来,马上毫不客气的冲着王胜吆喝起来。 王胜听到老道的声音,立刻笑了起来。 只不过,当王胜刚盛好粥,就听到老道一声惊叫,糟了。 第1250章无奈的选择,下。 怎么了? 王胜大惊,以为老道有了什么意外,急忙冲到了老道的身边。 总算是太极手法同时发动,手里的粥碗才没有轻覆。 老道轻轻巧巧的接过了王胜手中的粥碗,却顺手把一块木板放到了王胜的手中,你自己看看。 那块木板王胜很眼熟,因为这么多天来一直就拿在灵须老道的手中,从来没有放开过。 上面是固定好的两块并排放置的魂牌,里面是超级抹香精的元魂。 因为之前王胜操作的不够精细,所以在吸收元魂的时候,有一块魂牌上裂开了一个小口子,导致平常魂牌内的灵气会缓慢消散。 老道整天把魂牌拿在手中,就是为了每天持续的输入灵气,用来弥补灵气消散的损失。 但是,王胜现在看到的两个魂牌上,那个超级抹香精的虚影却是很明显的变淡了一丝,再不是之前那种浓密的黑色。 这是怎么了? 王胜猜到了一点,但没敢肯定,灵气消散了。 我闭关最后两天的时候,想得太入神,忘记输入灵气了。 灵虚老道有点很不好意思的冲王胜说道,灵气消散了两天,再不使用吸收,恐怕就要降级了。 猿魂在魂牌中如果长期得不到灵气滋养,会慢慢的降低星级。 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的慢,是以十年为单位发生的,所以朱星生敢放心大胆的把九星猿魂的魂牌留在那界中,等着他儿子过来取。 但那个的前提是魂牌完好无损,本身就具备封锁灵气的功效。 王胜收取的这两个魂牌,本身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魂牌,而是两个魂牌拼凑而成,自身就会有泄露灵气的危机。 不过两个魂牌都完整,只要隔一段时间输入灵气就能保证圆魂灵气不消散。 可是,超级抹香精的魂牌本身裂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简直是致命的。 因为这个裂口,导致两个魂牌的灵气消散速度达到了正常完整魂牌的数万倍。 老道闭关,想的入神很正常,顾不上输入灵气也很正常,于是,就出现了现在的结果,超级圆魂可能要降级了。 继续输入灵气不行吗?王胜这个问题刚一问出口,就知道自己问了啥问题。 要是行的话,老道怎么可能会说糟了呢? 极致虚弱的人,你给他吃一顿饱餐会如何? 果然,老道用了一个比喻,反问着回答了王胜的问题。 极致虚弱的人饱餐一顿显然会死,哪怕用药稍微正常一点都承受不起。 这个超级圆魂,恐怕是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十三重镜,甚至可能是十四重镜的超级圆魂,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废掉。 掉级会掉到什么级别? 王胜心中带着一丝侥幸,冲着老道问道。 如果只是掉一级的话,十二重镜十三重镜的圆魂也是可以接受的呀。 不会超过七重镜。 老道摇了摇头,很惋惜的说道。 他知道王胜的想法,可是这种魂牌之中灵气消散掉级,不是简单的事情,至少是折半的掉级。 而且魂牌并不是一整块,所以可能掉的更多。 如果掉级一半,变成一个七星级的圆魂,那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可能还掉的更多,四五六星级的圆魂,值得用两个最高等级的魂牌和老道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吗? 问题摆在了眼前。 要么眼睁睁的看着超级圆魂掉级,变成大陆货色中的垃圾,要么,就是灵虚老到此刻看着王胜的目光中的用意,让王胜试试。 王胜的灵气也好,圆魂也好,和别人似乎都不一样。 也许王胜的灵气能够弥补这个超级圆魂的灵气损失,但更大的可能,却是王胜会收取这个超级圆魂。 要是普通的圆魂,哪怕九星级,王胜也不会担心什么。 因为已经有过一次吞噬九星级狂杀圆魂的经验,再来一个也是送菜而已,还能通过圆魂空间反过来反补王胜的身体,这是大好事。 可问题是,这个圆魂是超级圆魂,十三重镜是最低的估算,级别可能会更高。 王胜的圆魂空间能够承受吗? 我试试。 王胜深呼吸几口,飞快地做出了决定,冲着老道说道,老道你帮我护法,必要的时候,再给我一颗丹药。 老道点点头,示意都记住了。 不过他眼中还是有些许的担忧和歉疚,毕竟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导致王胜不得不冒这个险。 不用担心。 王胜对老道笑了笑,这是我之前操作手法的失误,我来弥补。 相信我,最多就是耗费时间长一点。 老道再次点头。 他知道,王胜这是让自己宽心,减轻自己的责任。 心中感念这份好意,但担心却未必会减少多少。 找了个合适的地方,王胜铺好皮子,舒舒服服地躺下来。 上次吞噬狂杀猿魂都用了两天两夜,这次肯定时间会更长,王胜不是受虐狂,自然要给自己弄得舒服一点。 一切准备停档,王胜双手拿着绑着魂牌的那块木板,双手两个大拇指齐齐地按在了两个魂牌之上,然后输入了灵气。 灵气一输出,王胜就察觉到了魂牌中传来一股强大的犀利,似乎要将自己体内的灵气疯狂地吸进魂牌中。 王胜一喜,马上全力地输入灵气,莫非不用吞噬元魂,自己的灵气能够弥补超级元魂的不足。 这个念头只维持了不到五秒钟,王胜就知道,自己错了。 疯狂吸进灵气的魂牌,似乎只是为了吸收到足够的启动能量而已,然后光芒一闪,一个小巧玲珑的抹香精的影子在王胜面前闪烁了一下,随后就直冲进了王胜的身体。 熟悉的场面,熟悉的过程,王胜有点无奈地将自己的意识切进了元魂空间之中。 只是,意识刚进入到元魂空间,王胜就被吓了一大跳。 原本自己的元魂空间是大部分的空旷,雅字元魂在中间,战斗意识小人在边缘,互不相干的。 可是现在,不管是雅字元魂还是战斗意识小人,都在云气团的边缘。 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元魂空间当中的大部分的空间,都已经被一头超级大的抹香精给占据了。 第1251章 谁吞谁,上 那头抹香精,不是一般的大,而是超级大。 大到把整个元魂空间的十分之久的空间都占据的情形之下,居然还被挤得满满当当的。 上次那头狂杀进来的时候,可是悠哉悠哉的在元魂空间中游荡,如同巡视领地一般的架势。 现在这头抹香精,可怜的大家伙,被挤得动都没办法动一下,别说巡视领地了。 剩下的十分之一的空间,除了雅兹元魂和战斗意识小人之外,还有之前本来在元魂空间正中央的水池,各条云气小径,现在全都被挤到了一个角落当中。 抹香精的那张巨口,此刻就整面对着雅兹元魂,巨大的脑门声声地顶着被挤到这个角落里的一切,金木中却闪现出一股不屑一顾的目光。 王胜的雅兹元魂,随时随地的可以完成雅兹变,达到传奇境界的实力。 严格说起来,雅兹元魂怎么也能算得上是九星级的元魂了。 可是在这头抹香精的眼中,根本就属于微不足道的那种,完全没看在眼里。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抹香精和狂杀的级别差距了。 狂杀进了元魂空间的时候,看到雅兹元魂,马上就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因为他下意识的就知道雅兹会对他产生威胁。 可抹香精进来,却连正眼都没看一眼雅兹。 加上战斗意识小人也没能让他多注意击下,他在意的,恐怕就是王胜这个元魂空间实在是有点小了,让他腾挪不开。 下一刻,王胜就看到超级巨精的身体猛的一正,然后脑海中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传来,瞬间王胜连意识待在元魂空间中都做不到了,眼前一黑,就被推出了元魂空间。 王胜在地球上,承受过严格的训练,甚至接受过酷刑拷问的训练,对于承受痛苦,王胜有着很独到的经验。 来到这个世界以来,还从来没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让王胜觉得无法忍受的,可现在他却终于感受到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了。 头痛欲裂,王胜现在算是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 脑袋里面,仿佛有一个正在膨胀的炸弹在疯狂的爆炸着,却又不会炸开王胜的脑壳,只是把脑壳的容量不停的撑大不停的撑大,那种比顿刀子割肉还要痛苦一万倍的过程,简直让王胜痛不欲生。 体内的灵气忽然之间就开始疯狂的往圆魂空间中狂勇,甚至根本不听王胜的指挥。 这些日子里王胜几乎从来没有修行,只是任由身体自发的吸收外界的灵气,但这突然之间,全身灵气就被吸干的感觉,让王胜差点就要行弓来吸收灵气了。 还好,这个时候王胜听到了老道的声音,张嘴。 二话不说,王胜立刻张开嘴巴,一颗丹药就滚进了王胜的口中。 不只是一颗,吞下一颗之后,老道继续让王胜张嘴,王胜一连吞下十五颗丹药之后,老道才停止。 丹药一入腹,就化为精纯的灵气,进入了王胜的身体。 要是以前,这些灵气会滋养王胜的身体一变之后,慢慢的汇聚到翘穴之中。 可是现在,根本来不及这个过程,灵气刚一进入王胜的胃部,马上就被强大的吸力直接抽到了元魂空间之中。 而这个过程中,王胜始终头痛得如同要裂开来,再怎么集中精神,也无法进入到元魂空间中。 对王胜来说,这种无法掌控的局面才是最要命的。 身为一个狙击手,却忽然无法掌握环境变化的形式,真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意味着一个结果,任务失败,狙击手九死一生。 正在元魂可能会面对被吞噬结果的时候,自己的意识竟然进不了元魂空间,这简直让王胜要抓狂。 和自己的性命修为相比,些许的痛楚算是什么。 王胜强忍着非人的痛苦折磨,拼命的想要将自己的意识探入到元魂空间中。 这时候,王胜不忘记感受体内的状况,一颗丹药下肚的灵气,根本无法支撑被狂吸收的速度。 还好,紧接着十几颗丹药进了肚子,疯狂涌出的灵气,总算是能够支撑元魂空间吸收的速度了。 幸亏如此,否则王胜怀疑,自己会不会被元魂空间吸干全身灵气之后,整个人被吸成人干。 怪部的朱星生准备了一个九星元魂的魂牌,却又准备了好几颗极品的固本培元丹药,这九星元魂,恐怕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吸收的。 一般人就算是得到了九星元魂,要是没有大家族大势力在背后帮忙,恐怕也无法承受收取元魂时的消耗。 怪部的散修当中传奇境界的高手几乎没有,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背后有靠山的,原来如此。 好在王胜当初吸收的只是不入流的藏魂,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故。 那个时候连宋燕自己都自身难保,王胜并不觉得那个时候真要是吸收了所有的元魂王胜就能在带欢一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下来。 真要那样,人家都不用动手,光看现在这架势,王胜当年就能被吸成人干。 王胜很感谢老道在身边,老道经验丰富,时刻关注着王胜,知道王胜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这才能够保证王胜的身体不至于出问题。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王胜已经感觉身在地狱中了。 无边的头疼好像是有两个小鬼在拿着钢锯把自己的脑袋锯开。 值得庆幸的是,王胜的忍耐力是相当的不错,一直没有因为痛苦而昏迷,可这也导致王胜要承担更多的痛苦。 昏迷有时候并不是坏事。 而是人体的正常保护机制。 问题是,王胜现在根本就不敢昏迷,他生怕自己一昏迷过去,就再也无法进入元魂空间中帮助牙字元魂了。 尽管超级抹香精的元魂很厉害,级别也足够高,可王胜并不觉得那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再厉害的抹香精,最后能和传说中的巨龙相提并论吗? 这个选择,其实很容易就能做出来。 终于,当王胜再次承受了一波强烈的痛苦之后,痛苦好像是突然减缓了许多。 再接下来,王胜一努力,发现自己的意识终于能够再次进入元魂空间了。 第1252章 谁吞谁,下 意识一进入元魂空间,王胜就发现,空间变大了许多。 最明显的参照物就是超级抹香精了。 王胜的意识被推出来之前,抹香精被挤在王胜的元魂空间中,动弹不得,可现在,元魂空间当中,至少能够让抹香精缓缓的游动上那么一圈了。 尽管游动这一圈就如同一条金鱼在鱼缸里游那么一圈一样,空间还是局限的可怜,可至少抹香精是真的可以动起来了。 但这已经足够王胜惊喜了。 虽然头依旧还在疼,可是光看这元魂空间,就已经足足扩大了至少十倍。 牙字元魂和战斗意识小人,此刻站在一个小角落里,只是一个极小的区域,和整个巨大的元魂空间比起来,真的是小到让人不会注意了。 超级抹香精缓缓的游动着,这时候真的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了。 抹香精很骄傲,骄傲到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小角落里的牙字元魂和战斗意识小人,他此刻的眼中,似乎对元魂空间的大小仍旧不满,要不是王胜的身体里已经无法让他抽取灵气,说不定他还会继续。 王胜不理会超级抹香精,他只在乎自己的牙字元魂。 这个时候,牙字元魂依旧还是虎牙军刀的模样,但已经不再是迷彩的颜色,而是通体雅光黑色,充满了杀戮的味道。 此刻的牙字,满身的斗志,含着刀刃的大口不便,可双眼却紧紧的盯着抹香精这头不速之客,随时准备动手。 上一次进来的狂杀就是被牙字收拾的,这会牙字丝毫没有被抹香精的强大气息压制,始终在等待着机会。 整个圆魂空间中,充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股气息,和王胜老道在数十里外观看两头超级妖兽战斗的时候其中的一股一模一样,想不到都已经成了圆魂状态了,依旧还有这种强大的感觉。 猛的,就在抹香精圆魂正在游异的时候,牙字元魂主动的发起了进攻。 黑色的军刀凭空飞起,如同离弦之剑,冲着抹香精的脑袋飞了过去。 抹香精根本不在乎小小的牙字,锯口一张,牙字就好像字头罗网一般,飞进了抹香精的锯口之中。 然后大嘴一力,仿佛吞掉了原本的圆魂,只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一般,继续悠哉悠哉的在自己的领地中游异起来。 王胜能感觉到牙字元魂的动静,尽管进了抹香精的锯口,可是并没有就此屈服,刀刃深深的切近了巨精的舌头。 可惜的是,巨精的舌头太大,肉太厚,牙字幻化的军刀一刀插进去,就如同一根小牙签一般插在了厚厚的舌头上,可能连最上面的那层表皮都没有刺穿。 至于说痛苦,抹香精仿佛根本感觉不到。 或许是觉得吞了牙字以后心情好了点,抹香精游了一圈,看了看偌大的圆魂空间之后,发现战斗意识小人有点碍眼了。 对于碍眼的东西,抹香精就只有一种方法来对待,那就是一口吞下去,炼化成最精纯的灵气来滋养整个圆魂空间。 所以,他慢慢悠悠的游到战斗意识小人旁边,也不管战斗意识小人始终没动只是看着他,一口咬下。 在生前,抹抹香精可能见多了这样的情形,海洋当中的什么东西在他游到了附近的时候还能动弹? 不都是任由他张开大嘴一口吞下吗? 战斗意识小人也不例外。 可惜,圆魂状态的他并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一个致命错误。 对战斗意识小人来说,圆魂空间存在就行。 至于里面的圆魂是什么,和他无关。 可是,巨精的这种无法容忍一切的举动,激怒了战斗意识小人。 大嘴和尚的刹那,王胜就感觉到,一连串的攻击从战斗意识小人身上发出,轰向了巨精的一颗大牙。 只是王胜几个呼吸的时间,那颗大牙明显的就发生了松动。 王胜的意识能够近距离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牙刺又不是傻子,瞬间冲了过来,然后沿着松动的大牙的缝隙, 一刀刺了进去。 整个身体都钻进了牙银之中后,牙刺的身体一晃,2048个饕餐现行,沿着那颗大牙牙银的周围,开始疯狂吞噬了起来。 超级抹香精再厉害,也是在外面的强势,在圆魂空间中,他除非把牙刺和战斗意识小人吞入腹中炼化,否则的话,根本没办法对付。 灵气攻击没有,牙齿倒是可以攻击,可问题是,他的牙齿能攻击到自己的牙银吗? 战斗意识小人则变成了一个灵活的战士,不停的在巨精的口中来回的游动着,躲避着他巨大的舌头的搅拌和牙齿的攻击,没一会的功夫,巨精的大牙就松了好几个。 抹香精的几次张嘴动作之后,战斗意识小人很聪明的直接窜到了抹香精的大头头顶,然后在他鼻孔的位置待住,再也懒得动弹了。 战斗意识小人暂时不用理会,可抹香精却并未就此轻松下来。 因为他松动的几颗大牙的牙银之内,全都有了小饕餐的存在。 这些小饕餐,比千绝地里面的食人蚁还要恐怖,大嘴一张,就没有他们咬不下来的东西。 只要能够张嘴咬下来,那就没有他们吞不了的东西。 看到这一幕,王胜终于彻底放下心来。 只要抹香精元魂身上有了伤口,而且小饕餐开始吞噬了,那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不会再有什么别的变故了。 抹香精的体型太大,可在元魂空间中,他有没有多少的反击手段,死定了。 没有经过一系列的从低到高升级的蜕变,生前再强大的妖兽死后变成元魂,其实也都只是花架子,级别高归级别高,可战斗力,只能是渣。 王胜眼看着抹香精的几颗大牙的牙银开始变成大洞,连那几颗牙齿都开始一点一点的被小饕铁们吞噬,彻底的旁观起来。 头疼的感觉已经慢慢的消逝,王胜倒是十分感谢这头超级抹香精帮自己撑开了元魂空间,否则到时候真正变成巨龙的时候。 少不得也要来上这么一次。 第1253章晋级传奇 上 吞噬的过程想来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王胜的意识索性直接退出了元魂空间,回到了现实世界。 完了。 老道看王胜睁开眼,顿时间大吃一惊,这么快。 你的元魂被吞了。 没。 王胜眼点意该的回答了老道一句,然后反过来慢悠悠的问道,多长时间了? 才一天一夜。 老道同样用了一个才字,很精准的表达了此刻自己的心情和时间的短暂。 时间也不短了。 王胜想了想,估计是抹香精撑开元魂空间的时间用得长。 从老道手里接过海鲜粥,王胜喝了几口,才把自己目前的状况说了出来。 当然,具体分裂成饕餐什么的王胜没说,只说自己的元魂在慢慢的吞噬超级抹香精,因为抹香精太大,要等一段时间。 老道听完之后,一言不发,甚至看着王胜的目光也没有什么变化,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一般。 你不奇怪? 老道不惊讶,王胜反倒有些惊讶了,很奇怪的反问道,大惊可是至少十三重镜啊。 发生在你身上,什么事情都不意外。 老道笑了笑,要是你的元魂被吞了,那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 王胜忽然发现,老道是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有点太足了。 这么大的事情,老道竟然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九重镜元魂会失败。 尽管王胜看起来很放松,但实际上,休息一番,清理一番之后,王胜还是马上让意识进入元魂空间,盯着里面的变化。 元魂空间并不稳固,恰恰相反,因为被抹香精疯狂的给撑大,导致王胜感觉中有一点摇摇欲坠马上就要崩溃的感觉。 幸亏没有继续变大,否则一定出事。 这道理就如同吹气球,吹得越大,内部压力越大,气球壁越薄,越容易爆炸。 超级抹香精已经注定悲剧了。 当他被小饕铁开始一颗牙一颗牙的给吞掉的时候,身上的攻击手段就在被一点点的卸除。 巨大的舌头虽然有时候能够对小饕铁们吞噬造成一些影响,可是鲸鱼的舌头毕竟和人类的舌头灵活度不同,造成的影响有限。 只要那些小饕铁多在牙银之中,巨鲸就是有通天的手段,也拿它们无可奈何。 他已经再也无力扩大元魂空间,或者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扩大的极限是多少,谁知道呢? 现在王胜担心的是,吞噬过程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麻烦。 王胜的意识在元魂空间中一直待到2048个小饕铁因为吞噬抹香精变大,再次分裂,变成了4096个的时候,王胜就彻底的退出了元魂空间。 超级抹香精元魂死定了,特别是王胜发现,自己控制4096个小饕铁竟然游刃有余的时候,王胜就越发的肯定了这一点。 不光死定了,而且死得越快了。 再大的抹香精,也挡不住这种识人蚁的战术。 从控制1024个小饕铁到现在控制4096个,王胜自我感觉,脑力提升了不止一倍。 按照数量计算的话,至少也是四倍,可这并不是王胜的极限。 这是不是表明,皇家的守静心法,王胜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精修了。 王胜把这个问题向灵虚老道请教了一番,老道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形,对此也无法判断。 毕竟老道修行的道路很正统,一路修行到现在的地步,从来没有半点的偏差,不像王胜这般,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 但这种情形对王胜肯定没什么坏处,脑力提升是坏事。 老道修行到了第二阶段的皇家守静心法,不也是表现正常。 老道猜测这和王胜吞噬了狂杀元魂有关。 不是每个人都有王胜这样的际遇,老道也羡慕不来。 还是那句话,不管什么事情,不管有多离谱,发生在王胜身上,就没有什么无法理解的。 暂时不用担心脑力提升的事情,王胜却想到了另外的一件事。 自己身上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恐怕吸收了另外九十九个元魂碎片的代效,应该也一样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甚至可能会比自己的更极端。 当然,这只是猜测,王胜从来不会小看任何人。 不过王胜也不会看清自己,龙生九子之一的饕餐,绝不会输给一条可以互相吞噬的鲤鱼。 九十九条鲤鱼,也绝不可能和四千零九十六个饕餐相提并论。 饕餐在持续的吞噬着超级抹香精,王胜反倒是成了闲人,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王胜帮助,好像上次吞噬狂杀已经给王胜的元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只是重新来一次而已。 王胜也不敢轻易的挪动地方,元魂空间里正在发生这种巨变,谁知道路上出发会遇到什么突发状况,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完成整个过程为妙。 可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 没办法,超级抹香精实在是太大了,哪怕饕餐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也依旧还是不够看,只能够用蚂蚁搬家一样的手法,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吞噬。 前半个月的时间,小饕铁门吞噬了抹香精所有的牙齿和牙银外加舌头。 后面抹香精就再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也许活着的时候超级抹香精有一万种方法弄死小饕铁门,可他既然变成了元魂,那就失去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灵气攻击手段。 被称大的元魂空间,有一段时间很是不稳定。 也幸亏之前王胜的元魂吞噬了狂杀,夯实了元魂空间的基础,否则的话,光是抹香精称大的那个过程,就会引起元魂空间的坍塌。 王胜和老道说过这个问题,老道也是觉得王胜简直是有如神助,不然的话怎么就会在得到一头超级抹香精元魂之前先吞噬了一条狂杀呢? 随着小饕铁门不停的吞噬抹香精再次变成大饕铁,有点摇摇欲坠的元魂空间总算是慢慢的稳固了一些。 王胜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心中的担忧终于彻底放下。 当抹香精的大嘴和半个大头被吞噬之后,王胜就再也不担心元魂空间的稳固了。 第1254章 晋级传奇 下 每头小饕餐吞噬一口抹香精的身体,王胜的元魂空间就仿佛得到了一股强力支撑,眼看着支撑不住的元魂空间,就那么一点点的变得坚实。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正常,然后又变得如同吞噬过狂杀之后那般的坚固异常。 老道对王胜吞噬元魂十分感兴趣,每天都会问王胜新的感受,王胜除了不把自己具体的元魂状况透露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是有什么说什么,让老道欣喜不已。 等到元魂空间稳固之后,王胜元魂的吞噬过程就已经算是彻底安全了。 因为王胜并不是很需要随时护法,加上两头传奇级别的飞行妖兽也越来越强悍,老道有了空余的时间,再次找机会闭关了一次,仔细的思索了一番自然之道。 又多待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总算是只剩下一条尾巴。 而现在每一头小饕餐,也至少有以前尺寸的八倍大小。 只不过王胜考虑到脑力控制的极限,并没有继续让饕餐分裂。 上次吞噬狂杀的时候王胜有经验,当吞噬完成之后,会有一次疯狂的元魂空间反补身体的过程。 不光是王胜,连老道都做好了准备,从朱星生的藏宝当中得到的那一批丹药,除了和魂牌放在一起的那几颗之外,其他的全都在这段时间里打开检验了一遍,数以百计的不同丹药足够弥补王胜到时候的灵气需要。 王胜上次的十五颗丹药,就是这批丹药中的一部分。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和魂牌放在一起的那几颗,王胜吞噬狂杀的时候吃了一颗,抹香精扩充元魂空间的时候又吃了一颗,现在还有三颗,必要的时候,这三颗也会给王胜准备好。 在老道和王胜的期待中,终于等到了抹香精最后一部分被吞噬的时候。 一如王胜和老道所料,当吞噬完成的一刹那,元魂空间轰然震动,一股磅礴到无以复加的灵气,从元魂空间当中喷涌而出,向着王胜的身体外疯狂的冲刷起来。 甚至都不用王胜服下那些准备好的丹药,那股疯狂的灵气就已经彻底的将王胜的身体淹没。 王胜还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元魂空间中竟然会有如此恐怖的灵气。 不过想想也正常,连一头九星级的狂杀元魂都能有那么庞大的灵气,别说这头超级抹香精了。 就算是已经灵气消散到了快要降级的边缘,可终究级别上差出来好几级,相对的灵气差距恐怕要以几何级数提升。 又一次自发的从元魂空间反补身体的过程,终于在老道小心的监控下,王胜顺其自然的享受之下,完成了所有的过程。 这一次和吞噬完狂杀之后略有不同,元魂空间扩大了十几倍不说,整个元魂空间中,竟然还有一种急掌的感觉,仿佛空间当中已经充满了无形的灵气,却得不到宣泄。 王胜的元魂已经恢复了牙子的模样,巨大的虎牙军刀比起原先来足足大了十几倍。 依旧还是维持着黑色哑光的外貌,但上面飘散着的丝丝寒气却清晰可见,一缕一缕的升到空中。 身体之中也是同样,浑身上下都有一种灵气充益的感觉。 不光是俏学,连带身体各处都是如此。 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王胜知道,恐怕自己要晋级的时刻到了。 老道,帮我护法。 王胜在连续几天的灵气反补之后,面色不变的休息了几天,养好了身体,然后静静的对老道说道,我要晋级传奇了。 也该差不多了。 老道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微微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连续的两次元魂空间灵气反补身体,这效果可比正常状况下不修行要强数百倍。 那还只是狂杀,超级抹香精更过分,数千数万倍都不止。 到了这个地步,王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一切都顺其自然到了极点。 对老道来说,王胜这个过程,完全可以用顺应自然之道来概括。 轰,王胜只是一动面,就仿佛点燃了整个元魂空间,无数的云气从已经扩大了十几倍的元魂空间边缘一散而出,将牙字军刀整个的包裹在了其中。 天空中,火山倒的上空数千米的地方,瞬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卷,如同海上巨大的龙卷风暴一般,疯狂的席卷着周围的云彩,直接在天空中旋转出一个壮观的风暴云图。 事实上,在更高的天空中,数万米的地方,同样有一个类似的风暴卷,只不过,那个高度上并没有云彩,而且早已经被下面的云彩遮蔽,所以谁也看不到而已。 一道细细的旋转着的漏斗,从天而降,正好准确的落在王胜端坐着的头顶上,如同天地在为王胜醍醐灌顶一般,无数的灵气沿着这个旋转的漏斗,冲入了王胜的体内。 王胜已经很久没有动用盗藏心法了,这个时候,却是再也不用如以前那般隐忍,主动的开始引导灵气,沿着行宫的路线,开始流转。 熟悉的灵气粗体的感觉,但对王胜来说,却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就在几天前,王胜才享受了一次元魂空间反补身体的滋味,那种滋养的过程,和现在天地灵气粗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边王胜在天地灵气粗体,可是整个火山岛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么风平浪静。 狂暴的灵气龙卷影响了周围的气候,竟然真的在这片区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区,狂风呼啸,灼浪滔天,周围狂暴的海浪直接掀起了树杖高,狠狠的拍在岛上。 要不是环形伤口足够高,海浪还掀不到那个高度,说不定此刻王胜早已经被海浪淹没。 四头飞行坐骑,此刻全都乖乖的蜷缩在火山岛的环形伤口内,一动不敢动。 哪怕是传奇级别的那两头,面对此刻这种天地之威,也不敢有丝毫的对抗,低着头瑟瑟发抖,完全没有半点传奇境界妖兽的威风。 王胜的心情却十分的平静,他也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动静,只是平静的等待着云气消散。 经历了两次吞噬元魂之后,元魂空间中的任何变化,王胜都能够平静对待了。 第1255章 新奇典 上 老道也没想到,王胜晋级传奇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早知道这样,就让王胜跌回京城,聚齐长盛功夫和老军官的高手,带动他们一起晋级才对呀。 这可不是普通的晋级,王胜在八重境的境界当中足足待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还吸收了一头九星元魂,一头至少十三星的元魂,灵气反补自身反补到内外鼓障。 老道修行这么多年,就从来没见过修行到这种程度才晋级的主。 哪怕王胜之前废掉修为重新来过,每一次重新晋级的时候,也都是超过了正常水准就晋级,还从来没有忍到这种极限的地步。 现在的状况,用风云变色来形容都不为过。 巨大的风暴对王胜和老道所在的这个环形火伤口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里本来就是风暴的中心区域,在这里,反倒是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 狂暴的海浪在环形山外面疯狂的翻涌着,如同配合王胜此刻体内的状况一般,每一次的浪花起伏,和王胜体内灵气的鼓荡节奏完全一致。 天空中的灵气在疯狂的涌入王胜的体内,和现在王胜身体内本来就鼓荡不已的灵气融合在一起,滋养王胜全身的同时,仿佛也在慢慢的等待时机,等待着灵气被压缩到极限反弹的时机。 圆魂空间中的云气团也在翻涌,王胜平静的看着云气团,等着真正的牙字现行。 这次晋级,就是完成牙字变了。 好像忽然之间,王胜脑海中就涌进来很多的东西,全都和战斗有关。 就如同上次在道门的传承之地接受传承的时候,王胜所有接受的战斗训练,所有经历过的战斗,全都在脑海中重新播放了一遍。 牙字就是主管战斗的,王胜对此波澜不惊。 此刻王胜的心境,真的是有点心弱冰青天塌不惊的架势。 这一次训练和战斗的重演,并不仅仅是让王胜重新总结,而是直接在战斗技巧上大幅度的提升。 狙击枪的使用,如果说之前王胜可以击中五里之外的目标,那么现在加上王胜大脑的计算,对狙击枪使用方法优化,王胜用自己的狙击枪绝对能够击中八里之外的目标。 重狙弩的瞄准也一样提升。 二十五里之内,王胜可以完全不用担心拖把,指哪打呢,毫无问题。 战斗经验同样如此,如果现在王胜再次以不入流的实力对抗当年的三重镜的宋老鱼,不用动刀子,赤手空拳王胜也能把宋老鱼杀几百次。 太极拳的权力,王胜经历两个世界的熏陶,可以说已尽大成。 灵虚老道如果和王胜控制在同样的修为境界上,老道绝不是王胜的对手。 军方搏杀术不用问,经历了梦中女孩强化过一次,又经过道门老祖传承的强化,这次又被牙字变强化,早已不是当年的军方搏杀术,拿出来就是配合着王胜的虎牙军刀所向披靡的杀招。 最让王胜开心的,就是九字真言了。 只是在这晋级的灵气脆体时间内,牙字变的同时,战斗意识小人也是战力全开,帮助王胜疯狂的将七字诀演练了至少一半的可能性。 虽然还不能完整的使用七字诀,可是至少已经能帮王胜节省下来至少数年的时间。 以前要是发生这些,王胜一定会惊喜万分。 可现在王胜却是一种无喜无悲的状态,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灵气越来越强,身体内也好,圆魂空间也好,积累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怦然一声,好像突破了什么极限,所有的灵气被压缩成了一种粘稠的半叶态,体积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但是浓度却高出百倍有余。 光是王胜体内的灵气转变的过程,就持续了好长的一会。 这段时间内,王胜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突然之间被掏空,一下子空出来许多。 只能借助天地灵气脆体的大好机会,疯狂的吸收外界的灵气,然后压缩精炼填充自己身体和教学中出现的空白。 一直等到那种空虚的感觉彻底被填满,圆魂空间内云气才缓缓的散开,真正的牙字展现出身形。 依旧还是虎牙军刀的模样,可是刀刃已经变成了正常的金属光芒,刀柄则更加的内敛沉稳,看起来就是一把很平常的武器。 也正是这个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达到了反扑归真的境地,不炫耀什么迷彩,不炫耀什么哑光,完全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虎牙军刀的模样。 内里是这样的情形,外面的表现也同样如此。 在老道的眼中,王胜本来锋芒毕露的一个人,却在疯狂吸收了灵气之后,慢慢的变得沉稳不说,整个人也仿佛从那种光芒万丈的状态缓缓的收敛起来,乍一眼看去,就仿佛一个普通人一般。 看到这一幕,老道很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才对,真正到了某个境界之后,如果还是那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况,那么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进境了。 这样才对,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老道和皇家三大供奉认可的那种传奇境界。 如果非要用普通的境界来定位的话,可以说,王胜刚一晋级,就达到了普通的修士所说的传奇巅峰的境界。 多长时间了。 云霄封住,王胜睁开眼睛,精神十分的振奋, 冲着旁边的老道随口问了一声。 五天五夜了。 老道想都没想的给了王胜一个答案。 王胜一正,随即了然。 自己的灵气脆体时间长已经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情,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五天五夜下来,王胜竟然还是如此的神采奕奕,就连肚子都没怎么饿。 那是因为你在八重镜的时候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问题一问,老道就冲着王胜回答道,你一晋级,就是普通人眼中的传奇境界巅峰。 这段时间灵气撑都能把你撑饱了。 不过很快就会饿的,用不了太久。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灵液,王胜随手做了几个动作,然后笑着对老道说道,老道,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你说到了传奇巅峰才是真正的打基础了。 第1256章新奇点,下 很久之前,王胜曾经问过老道一个问题,那就是到了什么境界才算是打好基础了。 当时老道的回答是,传奇境界之前全部都是在打基础。 现在王胜是真的明白了。 而且王胜很清楚,老道说的那个传奇境界,就是指自己现在的状态,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奇巅峰境界。 没有把灵气液态化的时候,王胜也觉得八重境的时候就已经强悍无匹了。 有灵气的支撑,这可比地球上九经训练的超级战士都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倍。 可是,当灵气沉淀凝聚成灵液的一刹那,王胜才明白,真正的修为突飞猛进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刻,王胜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皇家三大供奉当年明明也是号称传奇巅峰的境界,却能够秒杀同样也是传奇巅峰境界的那么多的高手。 灵气的强度足足比原先提升了百倍有余,同样的攻击,一对一百的对抗,那些自以为已经是传奇巅峰的家伙们不被秒杀才怪。 举手投足之前,仿佛有着通天的力量,自我的感觉中,几乎无所不能。 王胜当然知道这是错觉,但是那种实力突然提升上百倍的感觉,让王胜忍不住的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如果是在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王胜肯定会以为这一定就是修行的终点了。 甚至于连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包括皇家三大供奉在被王胜提醒晋级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谁能想到,这上面还有让人无法想象的境界。 老道,当年你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是不是以为自己是神仙了? 王胜一边挥舞着双手,慢慢的习惯突然增加的强悍无匹的力量,一边冲着灵须老道笑问道。 不一样。 老道笑着摇摇头,我用了六十年时间从传奇境界初期进入这个境界,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无法寸进,后来总算是熬过了那种几乎绝望的时间,才一点点的提升修为。 和你这五天之内就突飞猛进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感觉不是用在我身上。 也是,每天提升一点每天提升一点的修行上来的,和突然之间增加百倍实力,完全是两回事。 王胜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也就可以理解了。 饿了吧? 老道看王胜很清楚这个道理,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只是冲王胜问了一句。 刚刚还被灵气称宝的王胜,没有了天地灵气近乎无限制的填补,很快就感觉到了饥饿,肚子更是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响声。 毕竟五天五夜水米未尽了,从那种亢奋的状态中脱离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饥渴难耐。 海鲜粥早已经备好,反正是熬了很长时间的足够滋补的好东西,王胜只是稍稍的吹了吹,就狼吞虎咽的将一碗粥倒进了肚子里。 一碗粥对王胜这种飙形大汉来说,绝对就是尝个味道的量。 可是不管老道还是王胜自己,都没有要吃更多的打算,最多王胜就是稍稍的喝点水,让肠胃有个缓冲的时间。 事实上,王胜在晋级之前,已经来过一次元魂空间灵气反补自身的过程,那个同样也是几天几夜的消耗。 连续两次,王胜的肠胃肯定已经受到了影响,王胜可不想因为一点口腹之欲,就坏了自己的身体。 如皇家三大供奉那般刚刚晋级之后固步的休养马上外出脚风脚雨动手的事情,王胜肯定是不会干的。 刚刚喝完那一小碗海鲜粥,王胜就给自己来了一个七次绝的保养,亏待谁也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身体。 有灵须老道这个引路人在,王胜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根本不用担心什么,老道会帮王胜准备好一切。 比如,哪怕已经在这个火山岛上整整待了一个多月了,可老道一点要离开的心思都没有,全心全意的为王胜考虑。 对灵须老道来说,王胜修行的过程,也是对他以往修行道路总结的一个实际操作的实验品。 王胜的修行成功就代表着他思路的正确,这是可以传世的东西,他是绝不会愿意看到王胜在一些旁之末节的地方被影响到的。 一直用鱿鱼虚熬的海鲜粥给王胜补了一个月,让王胜也在这一个月当中总算是缓慢习惯了那种实力突然激增带来的不适应感,老道才和王胜一起踏上回家的路途。 这一个月之中,王胜还不忘记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陆续给新教学开辟出太极阴阳气旋。 既然已经晋级了,那么王胜体内当然依照常识,开发出了新的教学。 当然,这次依旧还是翻倍,从256个教学变成了512个。 灵气脆体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王胜肯定不可能一点都不休息直接完成教学气旋的开发。 足足256个教学,全部要开发出阴阳气旋,那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 只是,王胜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自己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灵气已经变成了灵液,导致开发阴阳气旋出乎意料的简单。 事实上,现在翘学中已经不是太极阴阳气旋,而是太极阴阳液炫了。 之前灵气状态的时候,想要旋转起来,至少要推动教学中的灵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行,可现在灵液状态,稍微的推动起来,灵液就会在强大的粘性作用下自发的旋转。 王胜只要稍微的悄悄边鼓,增加一下旋转的速度,很容易就能完成。 虽然每一个形成太极阴阳液炫容易了许多,可架不住要开发的窍学数量多。 整整256个,依旧还是陆续耗费了王胜加起来差不多五六天的时间才算是完成。 至此,王胜已经身具512个窍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道门的道藏心法,最正统最中正平和也是道门修行的最高等级的修行功法,也只需要9981个窍学。 这世上,超过这个窍学数量地功法,除了王胜让战斗意识小人模拟出来的超级功法,也就是只有灵虚老道的那种修行方式才能够超过这个数量了。 对王胜来说,全新的灵液,前所未有的窍学数量,这一切,注定王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 第1257章有人要搞事,上 下一个元魂变化,王胜暂时还没选好对象,现在王胜能数出来的,还没有经历变化的,貌似就只有弊暗,朝风和焦图了。 弊暗好送,朝风好险好望,焦图守门,各有特点,王胜一时之间还没有选好。 好在才刚刚完成牙字变,没有必要马上就要选择出一种来。 道士修行帝功法,需要重新规划一下了。 道门的道葬心法的确是最合适的,中正平和,随便王胜怎么折腾,都不用有走火入魔之语。 512个窍学,足以把全身上下都覆盖一遍了。 这也是王胜为什么八重镜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就能圆满的晋级到传奇巅峰的原因之一。 正常人的窍学,最多也就是九十个,老到这样精彩绝艳的,才一百二十九个,这还是十二重镜的状况下,八重镜的时候,最多也就是八十九个。 八十九个窍学分布全身,和二百五十六个窍学分布全身,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窍学因为容纳灵气,所以窍学附近的身体,都能被连带的滋养到。 这部分占据的比例不低,王胜八重镜的时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并吞了两个圆魂灵气反补身体,事实上就比正常人少滋养了近一半。 到了现在,王胜五百一十二个窍学,可以说,浑身上下,平均分布下来,窍学覆盖的面积,也足以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囊括在其中了,根本不用担心身体的滋养不够。 事实上,正常人修行到了灵业的境界,基本上就已经不用担心身体滋养不足。 灵业的覆盖面积更大,平常的修行足够将全身包裹,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才是奠基完成的原因。 道藏心法需要九九八十一个窍学,王胜的五百一十二个窍学,足够一次让道藏心法循环六个周天,那才四百八十六个窍学,还剩下二十六个窍学。 这二十六个窍学,王胜暂时只用来存储灵业,以备形式不妙的时候逃跑消耗,平常不管是干什么,都不会动这二十六个窍学当中的存储。 当然,这二十六个窍学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每次王胜从头开始修行道藏心法的时候,起始的窍学都会变化。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把全身所有的窍学都修行到。 旁人肯定想不到,王胜的窍学数量之多,当王胜使用龟元首的时候,攻击加成将会达到二十五点六倍之多。 这还是在王胜晋级传奇境界,灵气化为灵业,本身的攻击力就成百倍提升的情形之下。 也许除了灵虚老道,哪怕是皇家三大供奉,哪怕是吴忧城的黎叔,恐怕真的要接下王胜这一招归元首攻击,不死也得重伤失去活动能力。 至于普通的高手,王胜都不用归元首,直接就能干掉。 算算日子,王胜从离开京城到宋国再到海外,留在这个岛上,算起来已经有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赶回去恐怕还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差不多也就到了千绝地核心地图公开发售的期限。 现在该回去做准备了。 当然,一路上老道还没有看够,回去还要路过三座岛,老道肯定要每座岛周围都要仔细观察一番的,这就要耗费不少时间。 不过很显然,老道的观察对于他领悟自然之道是很有帮助的,王胜肯定大力支持。 唯一不足的,就是两人只能在潜海附近潜水观察,深海那边,还是静泻不敏。 强大的海妖太多,这可是在大海之中,王胜和老道加起来,都不够送菜的。 晋级之后,王胜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适应,但真的适应之后,王胜就发现,以前很多常识性的东西,到了这个境界,就好像突然间就变了,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应当。 而很多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反倒是得心应手起来。 正常。 老道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你这不过才是开始,至少要适应上三四个月,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境界,稳固下来。 不用着急,慢慢摸索,这个东西别人教不了你,只能你自己一点一点的了解。 每个人有每个人修行的原法,每个人晋级的方式也不一样。 就算是老道,也没有过从八重镜的时候全身灵气鼓荡必须要晋级传奇境界的经历,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指点不了王胜。 王胜的道路,和老道的不一样。 那我以后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适应性的东西老道帮不上忙,但高屋建灵的方向,老道应该是能帮上忙的吧? 以后怎么修行,就得完全靠你自己了。 说这话的时候,老道显得又是骄傲,又是遗憾,真正完成了灵业奠基,以后你的修行方向,肯定和我不一样。 修行方向谁也帮不了你,就算是皇家三大供奉,基础修行的都一样,可每个人的擅长之处还是不同,我很期待你以后的成就。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王胜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的状态,相当于王胜走到了理论研究的顶端,以后每走一步都是开拓性的。 王胜也从来没怀疑过老道不想指点他,否则的话,之前那么多的指点难道是虚幻的梦境? 没错,修行在个人。 老道很满意这句话,摸着胡子点了点头。 王胜的悟性之高,是他生平谨见。 这么多年来,老道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从不入流修行到传奇境界巅峰,只用了不到六七年的时间,哪怕现在修行速度都提升了,可也没见过这么离谱的。 现在老道无比期待,王胜要是真的突破到了他这个境界,那该是怎样的光辉夺目。 可惜。 一想到王胜的目标,老道也有点颓然的感觉。 甚至老道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卖力的帮助王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谁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总要回去了。 一路上在三座岛上各自停留了十天之后,王胜和老道总算是回到了山岳之地出发的那座山崖。 到了这里,也就是陆地,两人瞬间恢复成了那种可以叱咤天下的大高手。 第1258章有人要搞事,下。 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 老道落地后,呼的感慨了一声。 王胜也有类似的感慨。 事实上,别说在这个元魂世界,哪怕是在地球上,人类已经可以上天下海了,可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上天或者下海,都有不可避免的非敌人导致的伤亡。 王胜上过战斗机,进过潜艇,每次落地之后,其实都有同样的感慨。 这个世界又略有不同,老道肯定不是怕掉下来,而是在大海之中,曾经无敌的高手却显得那般的孱弱无助。 这对老道来说,既是无情的打击,却又是让老道警醒的宝贵经历,他的感慨,其实坚而有之。 山岳之地不知道这几个月打成什么样子了,王胜不关注,也不想关注。 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王胜管他们去死。 两人乘坐着飞行坐骑,一路往京城飞去。 反正也不挑人多的路线,只管走最偏僻的地方,加上现在飞行坐骑各自提升了一个品级,能飞得更高,根本不会惊动什么高手,很轻松的就赶到了京郊的老军官。 大关主闻讯赶来,自然又是一番惊讶。 四头飞行妖兽全都提升了一个等级不说,连王胜都晋级传奇境界,老道和王胜到底外出去了什么地方? 有了什么境遇? 要知道,大关主现在的眼光,一眼就能看出来王胜的状态,那和普通的传奇境界可完全不同。 这才多长时间。 就连大关主本人,在八重镜也是困了整整二十年,才有了后面的突飞猛进,直冲石重镜的奇迹。 现在王胜总共修行也没到二十年的时间,期间还重新修行了一次,难道就这么厉害? 不过,现在可不是听王胜和老道讲述外出经历的时候,就在最近,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恐怕需要和王胜知会一生。 老军官接收了一批飞行坐骑,这并不是什么绝逆的事情。 最近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暗中盯着老军官,当老军官的那批飞行妖兽被王胜和老道带着一起飞的时候,肯定已经被人看到。 自然,几乎所有的势力很快都知道老军官得到了一批飞行妖兽。 还好,老军官可不是王胜势力最弱的时候,有点好东西都怕人抢走。 没人敢抢老军官的东西,更没人敢打老军官的主意。 自从老道和王胜去了带国王宫走了一趟之后,就没人有这个胆子了。 何况现在老军官还有飞行妖兽,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任何人的头顶,这时候还有人敢对老军官不敬。 害怕归害怕,各方还是很礼貌的来老军官,恭恭敬敬的请教这些飞行坐骑的来历。 老军官自然也没有如何的隐瞒,只是告诉各方,这是老军官接收的一批山岳之地的投降的训兽师。 接下来的日子,老军官就忙碌起来,各方都请动了能和老军官说上话的一些名士前来老军官游说,看看老军官能不能公开一下飞行坐骑的培养和训练方法。 飞行坐骑的方便,让各大诸侯果眼馋到无以复加。 和山岳国对战的时候,就从来没能够获得任何一头活着的飞行坐骑,更不用说训兽师。 那些家伙被洗脑的厉害,一旦形势不对,要么马上飞走逃掉,要么果断的杀死飞行坐骑然后自杀,各方空有想法,却始终没办法得到哪怕一头。 眼见老军官居然有十击头,而且还有配套的训兽师,这些家伙们立刻动起了脑筋。 要是这是盗门的典籍不传之秘,打死各大诸侯果也不敢对老军官的东西起歪心思,可这不是老军官从山岳之地抢到的吗? 山岳国的东西,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商量着来? 各大诸侯愿意高价购买。 大官主当然知道这是魅儿的战利品,所以和魅儿简单商量了一下之后,就把各大诸侯果的人都往魅儿那边一推,让他们和魅儿谈。 用的名义,自然是魅儿作为老军官的谈判代表。 各大诸侯果没想到老军官还有这招,和魅儿谈,那肯定不出血不脱一层皮绝不可能得到任何的东西了。 没办法,只能派出长老硬着头皮和魅儿去谈这些事情。 大官主你也是不厚道,让魅儿做这个恶人。 王胜了解了情况之后,笑着打去大官主。 王胜并不是责怪大官主,本来就是魅儿的东西,自然是要魅儿点头。 大官主给出了魅儿老军官谈判代表的名头,其实已经是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魅儿,王胜怎么可能不满意? 只是借此和大官主平等交流一番而已。 对大官主来说,除了王胜,灵虚老道都不可能给他这种平等的感觉。 老道士长辈,其他的大小道士们甚至师兄弟们都当他是领袖,唯有王胜,才会没把他当领袖,也没把他当晚辈长辈的看待,聊起来很舒服。 这种感觉,能让大官主积累了很长时间的一些情绪缓慢的释放,对于大官主的修行,也有极大的好处。 这是和老军官直接相关的,其他的,则是和老军官联系没那么紧密的。 山岳之地因为王胜一张千绝地核心区域地图的出现,直接被各大诸侯联手按在地上狂走,基本上除了一些最偏远,密邻最深处的部落,连诸兴生都没有掌控的地方外,其他的已经全部都被各大诸侯瓜分。 各方似乎都得到了好处,唯有夏国,却被死死的压在夏国的境内,四座被诸兴生拿下的城,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收复,依旧还被山岳之地满足的高手们死死的控制着。 甚至于几次夏国想要发动高手集中拿下其中一座,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故给当个。 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关主一直是笑着说的。 不管是王胜还是灵虚老道,都明白这其中肯定是有缘故的,而且大家心照不宣,绝对是其他几个诸侯国使坏。 谁让夏国买了千绝地核心地图一年的先机呢? 大家也都默契,使劲的从大后方拖后腿,夏国的高手再多,也不敢轻易的全都派到千绝地核心。 人不够,那就别想着从里面能找到什么。 不过,大关主说起最后一件事,还是让王胜警惕起来。 有人想要对强威和大关园中的众女不利。 第1259章我不喜欢杀人,上。 怎么回事? 王胜皱着眉头问了起来。 要说针对妹儿,王胜并不意外。 妹儿掌控了数百亿的财产,被人觊觎那是正常的事情。 不过只要妹儿一直待在京城,外出的时候小心一些,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强威和大关园中众女,招谁惹谁了? 居然有人想要打他们的主意。 虽然梦之房的收益王胜是用在大关园众女身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梦之房就属于强威和众女所有。 所以想要屠材的话,找强威他们肯定是找错目标了。 寻仇 如果真要说仇家的话,众女的仇家应该是凯旋国的那些高层大人物们,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实际的参与到消灭凯旋国的具体战斗中,谈和仇恨。 至于说被当作礼物送到了王胜这里,那更是谈不上什么仇恨了。 真要寻仇的话,也应该是找王胜才对,找大关园众女算什么。 想来想去,似乎唯一的解释就是图谋他们的美色了。 身为梦之房的专职超模,众女现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燕鸣远波。 不过,见过他们美丽模样的,除了王胜和长盛公府的一些人之外,就只有梦之房的那些女性贵宾了,别人是没机会的。 哪里的消息? 王胜耐着性子问了一句。 大关园中众女现在没什么战斗力,重修了咏春心法,不到传奇境界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他们很雷若。 所以长盛公府上一直把他们保护得很好。 竟然有人打他们的主意,不要命了。 有几个女香客。 大关主毫不隐瞒消息的来源,冲着王胜说道,上次按照你的建议,搭建了几个可以让香客们倾诉的屋子,并且派了一批能言善变的弟子隐藏在隔间开解重香客之后,有很多人在里面倾诉。 其中几个弟子,听到了几个女香客说他们的丈夫想要打强威他们的主意。 不是一两个,是一群人。 这个所谓的倾诉屋的做法,是王胜参考了地球上基督教的告解的做法,同样在道门老军官实行的,结果效果很不错。 这种可以不暴露身份但又能倾诉一些担忧或者做错的事情求得老军谅解的做法,很是引发了一批人成为老军官前程相客。 因为房间是有隔音阵法的,而且进去之后黑乎乎,隔间负责开解的倒是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不仅如此,里面还有变音的阵法,这也导致安全性大增,不管在里面说了什么,只要不犯傻自己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别人都不可能知道是谁在说话。 而老军官也承诺,不管听到了什么,都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 无数人有心里的阴暗面,总是得不到排遣,现在老军官专门用整整的一座大殿,作为倾诉的窗口,有人试过之后,立刻一发而不可收拾,心里面有事,不想找别人倾诉的时候,就会来这里。 现在才开始几个月,事情的人当中,女相客居多。 正常,王胜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种状况,男人有事大多都憋在心里,但女人有事最愿意找人倾诉。 有些事情即便是闺蜜也张不开嘴,那么老军官的告诫屋立刻就成了不二选择。 估计是京城里的一批权贵动了心思。 大官主冲着王胜解释道,毕竟我们也只能是猜测,但至少知道,应该是你家梦之房的某些贵宾的丈夫们,可能想要集合起来搞点事情。 如果只是京城内的某些权贵,王胜一点都不担心。 只要天子还是天子,那么一切就没有问题,京城里的权贵再大,能大的过天子。 大官主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并不觉得这事情有多急迫,也不觉得那些家伙能成功,所以和王胜说起的时候,并不是以那种十分紧急的态度来表达,只当是小小警告一下,给王胜的生活增加一些波折而已。 妹儿知道了吗? 王胜多嘴问了一句。 没告诉他。 大官主似乎很惊讶王胜竟然第一反应是妹儿知道不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瞒着大驸马。 好吧,我回去多注意一下。 王胜无语,对大官主的惊讶十分的无语。 老道,要不要和我回京城? 最近发生的事情王胜了解的差不多,准备回京城长盛功府,顺口问了老道一句。 他已经习惯和老道同行。 我要闭关消化一段时日。 让王胜惊讶的是,老道竟然没有再次要和王胜同行,直接摇头拒绝了王胜,你现在的修为,已经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真正的传奇巅峰,能奈何王胜的恐怕只有皇家三大供奉和黎叔了。 论战斗经验,王胜绝不比任何人差,甚至老道都自愧不如。 这样的王胜,还需要老道没事贴身保护吗? 想明白这点,王胜笑了笑,不再坚持。 和老道大官主作别,王胜也没有骑着飞行坐骑招摇,随便让大官主找了匹马,慢慢的回城。 飞行坐骑飞回来,那么大的目标,附近盯着的人肯定都已经看到了,那么王胜回京城,自然也有很多人看到。 老道不在乎被人知道行踪,王胜同样也不在乎。 拒绝了大官主派人护送的好意,王胜一个人骑着马慢慢吞吞的往城里赶。 这个速度,最多到黄昏就能够回到京城。 不过,王胜还是低估了自己对于某些人的吸引力。 王胜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任何一个势力的人,都想要控制王胜,想要独家享用王胜掌握的秘密。 王胜只走了一半的路途,呼的脸上就露出了苦笑。 周围的动静一丝不落的传到了王胜的耳中,有多少个人呼吸多少个人摒弃王胜都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距离远近每个人在什么位置王胜都知道的明明白白。 这是多么处心积虑。 王胜回城的路最多三个小时,却有人已经能够组织这么多的高手埋伏,可见早就打着这样的主意。 难道当年干家的教审,他们不记得了吗? 我其实并不想惹麻烦。 王胜苦笑着自言自语起来,我也不喜欢杀人,别逼我。 第1260章我不喜欢杀人,下。 很多人都听到了王胜的这句话,但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想笑。 王胜不喜欢杀人。 从王胜被各大家族追杀开始,现在能算在王胜头上的人命,绝对超过两千之数了。 这叫不喜欢杀人。 那喜欢杀人是什么? 不过,既然王胜敢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路过,那就不要怪别人算计。 谁让你有强大的老军官的护卫不用,被人设计生擒也是活该。 这个念头,在埋伏刚一发动的时候,所有那些参与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没等几分钟之后,那些人就全都换了想法。 23个传奇境界的高手埋伏,对付王胜一个人,埋伏的路段,出手的时机,都是精心设计。 前后十里之内,都有人偷偷观察有没有什么高手暗中保护,没有任何异动的时候,才放心出手的。 本以为二十多个对一个,十拿九稳的事情,可是一动手,这些高手就傻了眼。 王胜太恐怖了,恐怖到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高手上前,当凶一拳,结果被王胜一拳轰出,两人对拳之下,高手直接倒飞出去竖杖,手骨望骨持骨脑骨全都碎裂,躺在地上狂喷鲜血,人是不知。 几个用刀用剑的高手,面对王胜手中的一只短匕首,无论他们如何密集的攻击,王胜只用一只匕首从容的拦下。 动作一点都不快,但却十分的有效,看起来举重若轻,轻轻的一刀划过,动手的十有八九都得当场躺下哀嚎,站不起身来。 每一个都没死,可每一个都失去了战斗力。 旁人看着觉得还好,但被王胜虎牙划过的那些家伙却一个个满脸的惊惧。 生命力正在随着血液疯狂的从体内流逝,他们之前赖以生存的修为在此刻却没有半点的作用。 王胜用的是军方搏杀术,每一刀下去,都是经过现代医学解剖学确定的致命之处,不是大动脉就是神经从聚集的地方,没有当场一刀毙命已经算是王胜手下留情了。 但并不是说王胜心慈手软,王胜不喜欢杀人是真的,可有人已经杀到自己眼前了,王胜怎么可能放过? 暂时留着他们的性命,不过是想要知道这些人的身份而已。 被攻击到大动脉的人,只能徒劳的按着自己的伤口,期待着自己的修为能够修复一些损伤,再也没有了动手的可能。 除非不要命,但只要稍微运动没有按住,体内的鲜血就如同喷泉一般的喷出来,不用王胜动手,他们也会死在失血过多上。 王胜的动作真的很简单,简单到让人简直无法置信的不可思议。 动作又慢,可偏偏不管是什么对手的攻击,都会被他临击体之前就带歪,轻轻松松的反击,却又那般的无奈,根本就躲不过。 光是胳膊和膝盖被王胜反关节扭断的就有四五个,现在被王胜一只手抓着脸的家伙,已经彻底的放弃了抵抗。 事实上,他已经昏迷了过去。 没错,这个用剑的高手攻击过来的时候,王胜刚好让过他的剑锋,反手一抓,就抓在了他的脸上,捏着这家伙的两个拳骨,稍微一用力,拳骨发出咔嚓的声音,被抓住的敌人就已经丧失了知觉,整个人挂在了王胜的手上。 如果让老道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会很满意。 因为王胜是把太极的手法运用到了军方搏杀术当中,而且结合得天衣无缝。 整个人看起来举重若轻,所有的招式都不是多狠辣的模样,可是效果却是毫无烟火气的催枯拉朽。 一开始埋伏的高手并没有觉得多神奇,可是当连续十几个高手全都这么看起来轻松无比的折在王胜手上的时候,剩下的七八个高手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就算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不可能胜利的如此轻松,不用说修为根本就不如他们的王胜了。 这种情形,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胜的修为远超过他们,才能这般的轻松血液,如入无人之境,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 越级杀敌很正常,但你可以越级杀敌一个,两个,三个,但同时要面对二十几个高手的攻击还能如此的闲庭信不一般愤出先后主刺,分批击倒,那是一个修为不如人的高手越级杀敌。 得要多蠢的人才会这么想。 发现这一点之后,剩下的几个人都傻了眼。 二十多个高手埋伏王胜一个,结果现在才发现王胜的修为远超过他们,被埋伏的主熟的鸭子忽然变成了要命的霸王龙,这是什么感觉? 后面的几个高手齐齐的停下了脚步,互相对望了一眼,靠后的两个高手目光中顿时间多了一股狠辣。 前面四五个高手猛的从几个方向上向着王胜冲过来,牵制住王胜的同时,后面两个交换目光的高手,却飞速的动用最快的身法,向着已经被击倒的那些同伴们身边冲去。 王胜一开始还不以为意,对方想要救人那就让他们救,反正救回去也没有行动能力,一两个人也带不走,王胜根本不担心。 可是,当这两个高手开始用最快的手法对自己的同伴下杀手的时候,王胜才算是知道了这两个家伙的打算。 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救人,而是要灭口。 一旦这些受伤的人落在王胜的手中,那么不管多心如铁石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说出来主使和自己的身份,带给他们幕后人的说不定就是灭顶之灾,没人感冒这个风险。 王胜稍稍的惊讶了一下,然后就平静下来。 灭口就灭口,反正那些人王胜也没想着要活着留下来。 这些家伙既然敢动手,而且还是在有干家的前车之鉴的情形之下,不做好准备,怎么可能动手? 王胜坚信,就算是把他们全部生擒,他们的身上也不可能有任何一样能够代表他们身份的东西。 我其实真的不喜欢杀人。 王胜说话的同时,已经将自己面前的最后一个高手按住后颈直接按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那个高手的脑袋,软绵绵的如同烂泥一般,变成了一片,红的白的不停的往下流淌。 第1261章 不客气,上! 两个负责灭口的高手,尽可能的动手杀了几个已经没希望的同伴之后,眼看王胜如此催枯拉朽一般的干掉了最后的几个同伴,再也不敢多当个时间,呼哨一声,疯狂的向着两个方向拼命逃去。 崩,当第一声弓弦声响起的时候,奔逃中听到弓弦声音的那个高手就知道,另一个同伴已经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哼,这个念头才刚泛起,那边果然就传来了爆炸的声音。 只要对王胜有深入了解过的人就知道,王胜手上的重鞠弩,绝对不是吃素的。 从玲珑阁那边隐约传出来的风声,重鞠弩发射的弩箭竟然比声音还快。 听不到弓弦声,重剑就已经射中了目标。 能听到弓弦,意味着王胜的目标不是自己。 活着的高手庆幸的同时,脚下飞快的加快了速度,向着远处跑去。 在他浅薄的认知当中,对待弓箭,只要能够及时的躲避开来箭的方向就行,然后这段时间之内,足够他逃出弓箭射程了。 当然,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前方不远处就是一片密林,只要能逃进密林中,王胜的重鞠弩威力再大,也不可能射中自己。 可惜,幸存的高手并没有学过对付狙击手的折向变速跑,在王胜的眼中,用最大速度匀速跑的他和静止的靶子之间的区别,难度也只是提升了不到百分之十。 嘣,嘣,连续的两声,在王胜的耳边响起,距离密林只有十步之遥的地方,最后的那个逃跑的高手已经变成了一具无头的尸体。 尸体因为惯性,还往前跑了几步,这才彻底的跌倒,跌倒的地方,已经是在密林的边缘。 二十三个传奇高手,伏击王胜一个人,现在死的只剩下三个。 一个脸上的颧骨被捏碎,还有一口气,另外一个骨动脉出血,躺着半死不活,还有一个双臂骨折,一条腿被折断,可要说伤势,他还算是最轻的一个。 王胜看了看那个骨动脉出血的,已经湿血昏迷,瞳孔都已经有了扩散的迹象,显然就不活了。 摇了摇头,随手扭断了他的脖子,与其等死,不如痛快点。 果断的动作让鞋靠在一块石头上的那个多处骨折的高手心中一柄,看着王胜的目光往他的方向看过来,脸上呼的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然后想都不想的一咬牙,然后脑袋猛的往后撞去。 哼,脑袋狠狠的撞上石头而且没有灵气保护,结果就是瞬间变成了一颗碎裂的血葫芦。 死士 王胜眉毛跳了跳。 这些家伙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只求完成任务。 一看已经彻底失败,马上毫不犹豫的自杀,够果决。 现在,唯一的活口,就是这个颧骨已经被王胜捏碎,还在昏迷中的家伙了。 王胜过去二话不说,强大的灵液直接涌进了对方的身体。 对方体内的灵气无法排挤出去,但王胜能够沿着对方的灵气找到对方的翘穴,随意的击下,那家伙体内至少一半的翘穴就已经被王胜的灵液撑爆。 翘穴被撑爆,就意味着灵气无法调动,只剩下肉体的力量,王胜可以轻松的控制住对方。 趁着他昏迷,王胜捏开他的嘴巴,检查了一下没有毒牙。 灵口袖口周围摸了摸,也没有什么毒针之类的东西,王胜这才尝试唤醒。 一团水球毫无征兆的出现在对方的头顶,哗啦,浇在了那个家伙的头顶。 对方扭动了击下,然后口中发出了一阵咳嗽,醒了过来。 谁要动我? 王胜一只手就轻松的将对方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也不管对方是不是舒服,王胜冷冷的问道。 宋家? 那个家伙挣扎了好一会,见无力反抗,十分利弱的说出了一家势力的名字。 因为颧骨被捏碎,所以脸变形得很厉害,连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漏气的感觉。 再给你个机会。 王胜笑了笑,冲着那家伙说道。 其实是唐家。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马上很配合的又说了个名字。 只不过,变形的脸想要展现出笑容,可王胜看到的却是如同鬼脸一般的恐怖面孔。 就连那家伙试图发出笑容脸部肌肉牵扯到碎裂的颧骨引发的抽搐都看得一清二楚。 说实话,我很佩服不怕死的人。 王胜很遗憾的摇了摇头,冲着这个诡异笑容的死士说道,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有一万种方法能让你说出来你知道的一切。 代加,真的是代加。 对方好像是被吓住了,目光中流露出一股恐惧,然后再次说出了一个答案。 只不过,表演得很好,但目光深处那一抹嘲讽却逃不过王胜的双眼。 王胜明白,这个答案,也只是这家伙随口一说而已。 从现在的情形看,八大诸侯国每一家都有可能派人伏击自己,甚至于那些小诸侯也都有极大的可能。 谁能抓住王胜,谁就能独享那许多的秘密,这个诱惑绝对能让许多人动心。 要不,你用真言丹试试。 看王胜依旧还在慢慢的摇头,对方再次诡异的笑了起来,脸上的肌肉牵动了骨头茶字,越发的痛苦,可他依旧还在笑,甚至还给了王胜一个听起来很可行的建议。 算了。 王胜微笑着摇了摇头,你们也不容易,给你个痛快吧。 这家伙既然敢这么建议,那就肯定是有恃无恐,王胜从他嘴里真的得不到什么。 这十分有可能,有些家族秘密训练的死士,从小到大完全和家族无关,只管修行以及到时候出任务,就算是再怎么拷问也问不出来,显然这家伙就是这种。 多谢。 听到王胜愿意给他个痛快,对方竟然居然还忍着痛冲王胜道了一声谢。 不客气。 王胜无语的笑了笑,手中用力,轻松的折断了死士的脖子。 既然问不出来,那也没必要如何折磨,王胜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 一地的尸体,王胜仔细的搜查了一遍,这些家伙果然干净,衣服都是自己大路货,兵器也是,竟然找不出来一点痕迹能证明是哪家人。 看来上次干家的经理,让很多人都记住了教训。 第一,1262章不客气,下。 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什么,王胜摇了摇头,继续上路。 来的时候骑的马还好端端的,发动攻击之前,王胜已经跳下了马并将马赶到了一边,战斗过程并没有对马匹有丝毫的损伤。 其实王胜刚刚也是存心试验自己的战斗技能,否则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招式,强大的力量和强大的灵业,足以让王胜如那次皇家叛乱的时候三大供奉秒杀那些传奇巅峰高手一般,将他们轻松干掉。 一力降实惠,当实力强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什么技巧什么招式也没有用。 只不过王胜还在适应期间,并不想荒废掉自己学到的技巧,所以才会这么战斗。 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适应过程,因为到了这个地步,你会发现以前学到的东西似乎完全没有了用处,很多以前看来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伸伸手就能办到。 以前用尽全力也无法战胜的对手,现在可能一根小指头就能摁死。 在认知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老道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指点王胜前进的道路,就是因为这一点。 王胜面临的是选择,是选择靠着强大的实力硬汉敌人,还是继续用以前的技巧很没面子的对敌,需要王胜自己来判断。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事实上,前路的选择很多,多到让人足以把之前几十年所学所修行都彻底的扔掉,然后从头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老道说才刚刚打好基础而已,真正的学习修行还在后面。 路上是尸首也好。 王胜并没有因为被人伏击而破坏自己的好心情,干掉敌人之后,依旧悠哉悠哉的回城。 至于说那一地的死尸,恐怕派出去的主家也不会管,只能等着京城的城卫军来收拾了。 当王胜骑着马的身影出现在京城城门的时候,无数的眼线已经开始疯狂的送消息。 在无数人有心无心的注视下,王胜骑着马,大摇大摆的进了城,沿着立真房前不久才修好的京城主路,一路进了内城,赶到了长盛公府。 时间已经是黄昏,可能早就得到了风声,整个大官员的美女们都在,都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大官员的大门和前院当中。 看到王胜进来,众女娇滴滴的冲着王胜行礼,恭迎老爷回府。 一群念绝天下的美女穿着各式各样新潮的服装,将自己的身体线条衬托得完美无瑕,加上精心化妆过的完美面庞,以及凯旋公不知道从多少人当中选出来的带着各种诱惑的声线,带给王胜的绝不仅仅只是感官刺激。 每个美女都是发自心底的迎接王胜的归来,这种家里有人惦记的感觉真好。 王胜冲着大家笑着回礼,一起回到大官员。 这一幕,也不知道让多少听到的人心酸落泪。 那么多超模级别的美女,居然全都被王胜这一个家伙霸占,当真是暴殲天物啊。 为儿和强威还没有回来,他们不知道王胜今天回来,恰好有一批比较重要的货物送到了库房,但有些瑕疵,为儿和强威一起赶去处理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过他们肯定很快就能得到消息,到晚间一定会赶回来的。 王胜和老道在海上待了好几个月,从宋国离开之后就没好好洗过一次澡。 虽然每次下海上岸之后总会拿淡水冲洗一番,但毕竟带着的淡水有限,而且只有两个大老爷们,也没那么多讲究,都是草草把盐分冲刷一番了事。 回到家里,总算是可以美美的洗个热水澡了。 王胜刚刚才说了一句,就被几个美女拥促着推到了巨大的浴室之中。 十几个美女伺候王胜更衣,然后身披薄杀,服侍王胜沐浴。 以前王胜不习惯这一套,可现在,王胜却早已经不排斥这种享受。 习惯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力量,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看法想法和做法。 至少现在,王胜就能心安理得的躺在美女的大腿上,手都不用动一下,享受着几个美女给自己洗浴按摩,毫不脸红。 要是让人看到这一幕,估计那些人能极度的吐血。 王胜躺在一个美女赤裸的大腿上,那个美女同时还在帮王胜轻柔的洗脸。 身边有一个人正小心地帮王胜洗头,四肢基本上都是放在一个美女的腿上让美女帮忙揉搓,不远处一个美女正拿着极品金金打造的剃须刀慢慢地擦拭着,另有一个美女则细细地打着肥皂墨,那感觉,天子也不外如是了。 足足一个多小时,王胜的头发被细细地几乎一根一根地洗过,手脚指甲缝里的污垢都被美女用精致的小刀修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下巴和脸上的胡须也剃得光光溜溜,换了一身众女之中学材质的几个专门为王胜亲手缝制的里外一新的居家衣袍,整个人立刻就换了一副模样。 王胜之前那个刚从海上回来,身上还带着海上咸腥味,头发里还有海盐颗粒,胡子拉茶的狼狈形象,彻底地焕然一新。 当王胜全身香喷喷的再次出现的时候,众女都是奇奇的一生喝彩。 晋级传奇巅峰之后,王胜的气质又有了一次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神光内敛,温润如玉,却又不失公喉的气度,让人凭空有一种想要亲近的感觉。 关系一般的人看尚且如此,何况早已经新属王胜的大官员众女,看着王胜,全都是一片桃花眼,恨不能就此扑在王胜怀里,赖着再也不起来。 可惜,大家都是这个心思,却是谁都没有这个动作。 就在众女弥醉之际,王胜呼得眉头一皱,长胜公府的大门外怎么有一阵骚乱。 凝神一听,王胜脸色大变,大叫一声,准备好手术台。 准备伤药。 留下这一句之后,王胜的身形已经如同离弦之剑,直接窜出了大官员,向着长胜公府的府门外飙飞而去。 众女大惊,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现在的修为境界,完全没有战斗力,自然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形。 但还是遵照王胜的吩咐,飞快的准备起来。 王胜已经冲到了府门之外,迎面看到的就是满身是血的媚儿,以及他身边同样满身是血,但却仍是不知的强威。 第1263章急救,上。 轰,王胜脑子里仿佛引燃了一颗炸弹,瞬间膨胀了。 谁敢伤媚儿? 谁敢伤强威? 不要命了。 只是,这股愤怒瞬间便被王胜给压了下去,媚儿和强威满身是血,周围的护卫也全都是如此,当务之急不是找到谁是凶手,而是救治媚儿和强威,救治这些忠心耿耿的护卫。 七字诀连续的出口,虽然只是有一半的熟练度,但七字诀怎么也比六字诀的效果要好一些。 每个人的身上,王胜都给施展了一遍,伤势比较轻的,几乎瞬间就察觉到了自己体内的伤势飞速豪转的感觉。 老爷! 快救强威! 媚儿看到王胜,根本来不及惊喜或者其他,感觉到王胜嘴巴张了几下自己体内就一阵暖流激荡,全身舒服,立刻好像找到了主心骨,冲着王胜焦急的哭诉了一声。 这时候王胜才发现,媚儿的身上虽然到处是鲜血,但媚儿并没有受伤,她身上的鲜血,几乎全都是身边强威的。 强威的状况很差,口中狂吐鲜血,半边脸蛋和脖子里全都是吐出来的血液。 身上还有一个对穿的窟窿,一柄长剑还插在强威的身上,并没有拔出来。 此刻的强威,已经是奄奄一息,眼看着尽气多出气少了。 王胜一把抓住了强威的手,一道灵气飞速的渡了过去。 这次可不是拷问杀手,用灵液撑爆对方的窍穴,而是探查他体内的伤势。 灵气在强威的体内飞速的流转一圈,王胜的心不由的往下沉了一截。 强威的状况,远比肉眼看到的还要差,体内的五脏六腑,全都受伤,应该是被人灵气攻击所致。 七自觉疯狂的冲着强威施展开来,以兵自觉者自觉这两个恢复为主的自觉,加上其他几个辅助自觉,不要命的冲着强威施展。 有几个组合王胜还不熟悉,索性换成了自己已经彻底掌握的六自觉,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王胜就给强威施展了不下一百次。 一边施展,王胜一边横抱着强威往府中走去。 当然,还不忘记给王管事一个眼色,让王管事照顾好那些同样受伤的护卫们。 刚刚王胜已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探查过一遍,回来的人当中,就强威的伤势最重,护卫们有重伤的,但是王胜一个妻子绝下去,已经初步稳定住,只要有足够的疗伤干药,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能缓慢的恢复。 可强威却是等不下去了。 老爷,快治好强威。 为而跟在王胜的身边,冲着王胜哭道,强威是为了救我才被那些贼子所伤的,老爷你一定要治好他。 具体是什么人动手的,王胜暂时不知道,现在只知道是强威为了救妹儿,才会被伤得如此之重。 负责保护妹儿和强威的护卫,死了十几个,剩下的人人带伤,绝不能说他们不尽力。 哪怕是一百多个六字绝七字绝下去,强威的伤势也并没有好转,只是维持住没有继续恶化而已。 但王胜知道,强威已经很危险了,那把长剑还透胸而过,如果不把长剑取出来止住血的话,王胜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强威也得死。 好消息是尽管长剑穿透了强威的胸膛,可是并没有伤到心脏,只是刺穿了一侧的肺部。 坏消息是,强威的五脏六腑,全都被灵气震伤,不停的吐血,内脏也在缓缓的衰竭中。 六字绝七字绝能够调动伤者本身的身体潜力,来快速修复身体的损伤,但是却建立在伤者还有生机潜力可挖的情形之下。 现在强威的生机都要快断了,哪里来的潜力修补身体? 里面已经按照王胜的吩咐准备好了一切。 雪白的床单,一排消毒过的手术器械,坏人看了,肯定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一进来,王胜就把强威横着放到了手术台上。 学过智商包扎的几个姐妹,就等在这边,穿着白色的护士服做好了准备。 看到强威的情形之后,全都大惊。 可是,仔细检查过一遍之后,几女全都露出的悲戏的神色。 老爷,强威姐没救了。 一个看起来算是比较权威的美女护士在和大家交换过意见之后,冲着王胜禀报道,刚说完,就已经忍不住哭了出来。 不可能。 王胜摇摇头,看着奄奄一息的强威,准备把剑拔出来,准备包扎。 几女都已经不忍看到王胜的悲伤,可还是按照王胜的命令做好了准备。 王胜的心智毫不动摇,再次施展几次六字绝后,给几女一个信号,然后手抓着剑柄,用最快的速度将长剑拔了出来。 长剑一拔,身前身后就好像开了两个龙头,鲜血疯狂地冒了出来。 王胜此刻也顾不得消毒,直接拿了两个血管钳,探入了强威的伤口当中,在已经输入强威体内的灵气帮助下,准确地夹住了出血点的动脉血管,出血量立刻大减。 老爷,强威姐心跳越来越弱了。 毕竟之前湿血过多,虽然王胜夹住了贯通伤口的出血点,但是强威的心脏却已经承受不住了,越来越慢。 旁边帮忙的那个一直在搭着强威脉搏的美女冲着王胜惊叫道。 王胜翻了翻强威的眼皮,很不妙,强威的瞳孔也有了消散的迹象。 魅儿在不远处看着,只是流泪,手术台边上几个全档护士的美女,此刻更是流着泪在干活。 在他们心中,强威已经是真的没救了。 别放弃。 强威。 王胜冲着昏迷不醒的强威大叫一声,同时也是在提醒众女。 叫完之后,王胜手中出现了一个密闭包装的塑料针管。 这是当年和装备仓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三支急救真剂的其中一支。 飞速的拆开,王胜果断的一针扎进了强威的体内。 王胜所在特种部队的高级急救真剂,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提炼而成,对于出任务的战士来说,真的到了重伤失去战斗力的情形之下,一支真剂,能够让一个暂时失去战斗力的特种战士再次拥有二十分钟的正常状态,不管是用来杀敌或者逃跑,都是最后保命的手段。 很显然,里面一定有高浓度的兴奋剂和足量的肾上腺素以及其他不知道的东西,能够短时间内加强人的生机。 第1264章急救,下 强威现在缺乏生机,王胜就用这支急救真剂把他的生机先换回来。 至于其他的救治,接下来再说。 出任务的时候,如果用一支真剂,消灭敌人或者脱离战斗之后,一天之内如果能得到救治,一两个月之后依旧还是一条生龙火虎的好汉。 如果用了两支真剂,除非一小时之内就能进医院抢救,否则就只能等死了。 至于说用了三支真剂,对不起,那是必死之局。 第三支真剂,基本上就是在等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用的。 虽然王胜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六七年,但是这些真剂一直是真空保存,而且存放在那界中,不用担心有变质的问题。 一针下去,只过了三秒钟,刚刚众女已经认定无药可医的强威,呼的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呻吟,然后整个身体就在手术台上猛的绷紧,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强威的身体拎起来,头脚还在手术台上,胸腹却已经悬空挺了起来。 好一会之后,强威的身体才放松,再次平躺在手术台上。 看着这一幕,众女直接惊呆了。 怎么可能? 生机已经涣散的强威姐,怎么可能还有自己挺起来的力量? 可眼前看到的情形怎么解释? 刚刚王胜拿出来插进强威姐身体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强悍的药性? 能把人硬生生的从死亡的边缘拖回来,简直堪比当年传说中的神丹了。 王胜对此却是见怪不怪。 大剂量兴奋剂和肾上腺素进入身体,开始的时候全身肌肉紧张是正常的。 眼看着强威的心跳越来越强,王胜不敢怠慢,飞快地拿出了急救包。 这也是当年装备仓里的东西,其中有一根输血管,现在王胜能用得着。 强威失血过多,这是致命的问题,王胜可以让强威先有一部分生机,甚至能够止血并且有后续的完美调理过程,可是失血的问题却一定要解决。 拿出输血管,针头在酒精当中消毒之后,王胜想都不想的,一针砸到了自己手臂上的静脉之中,冲着旁边的一个美女护士吩咐道,扶住。 美女护士二话不说,立刻按照王胜的吩咐扶住了针头和一部分输血管。 王胜的静脉太好找了,脂肪含量低,胳膊上一用力就能鼓起好几根。 输血管的另一头,王胜扎到了强威的胳膊上,同样也让人固定好。 然后王胜催动灵气,将自己体内的血液缓缓地往强威体内逼去。 王胜不知道强威是什么血型,但王胜自己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这种紧急的情形之下,已经顾不上找和强威血液相合的陷血者了,直接就用王胜的。 一边输血,王胜一边给自己和强威使用六字绝七字绝。 给自己用,是刺激自己身体的造血机能,迅速地补充自己失去的血液。 给强威用,则是巩固他此刻的生机,顺便缓缓治疗他受伤的内斧。 同时王胜的双手不停,一连串灵巧之极的飞针走线缓合伤口,看得人眼花缭乱。 众女已经彻底惊呆了。 谁见过如同缓衣服一样的缓合伤口的情形? 谁见过把自己体内的鲜血补给别人的法子? 别说见过,连想都没想过。 可是强威姐那边心跳已经越来越强,身体的肌肉都有了力量,伤口出血也在迅速地消弥,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却是真的。 眼看着王胜这套法子,居然就能把已经濒死的强威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简直太神奇了。 不过,哪怕心里面再好奇,众女也都知道,此刻并不是说话的最好时机。 有天大的问题,也等着把强威姐救回来再说。 急切的输血虽然是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的是,王胜此刻的血液相当的与众不同。 传奇境界巅峰的高手,血液当中蕴含着的灵液哪怕再稀释,进入到了不到八重镜的强威姐的体内,依旧还是迅速地弥补了他体内灵气的缺失。 这是随着血液进来的,并不是王胜输入的灵气,而是直接蕴含在细胞之中的,可以完全被强威吸纳。 没多长时间,强威的脸色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好看。 不光如此,强威的心跳已经不再是那种虚弱的不像化,开始缓缓地变得有力,呼吸也正常起来,就是每呼吸一次,好像都能够牵动肺液的伤势,让他即便在昏迷中也要抽搐一下,显然是十分的痛苦。 王胜也注意到了自己血液的强悍,不但没有强烈的排斥反应,还能带给强威这样的帮助,王胜很开心。 一边持续地催动血液往强威体内流去,王胜一边用六字诀七字诀梳理强威的身体,特别是肺液的伤势,尽快刺激伤势长好,不再那么剧痛。 当然,也不是无限制地往强威体内蹦血,而是持续地匀速输血,否则强威根本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强悍血液。 终于,在四十多分钟之后,强威的心跳和呼吸彻底的稳定了下来。 身体的状况也大幅度的好转,至少在几个护士美女的眼中,强威这样的状况,已经算是彻底的脱离了危险,不用再担心有性命之忧了。 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王胜见状,也是心中一松。 这时候王胜才发现自己有些头晕,忍不住摇晃了一下。 旁边的美女护士眼疾手快,立刻扶住了王胜。 王胜摇了摇头,将输血管拔下来,给自己用了一次六字绝之后,让美女护士扶着,缓缓地坐到了后面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 刚刚一系列的输血,王胜大概给强威输了接近三千毫升的鲜血。 换个正常人,早已经晕了。 也就是王胜修为高绝,而且不时的用六字绝七字绝调理,才不至于昏迷。 可在众女的眼中,王胜此刻却是满脸的煞白,摇摇欲坠的样子。 再加上刚刚他们亲眼看到的王胜把自己的血逼进强威体内,显然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众女心疼的恨不能以身代之。 别犯傻,你们的血不一定能让强威承受。 王胜一句话打消了众女的念头,等我有时间,再给你们解释。 现在我要好好睡一觉,妹儿,你也是,好好休息,等我醒来,再给你们讨还公道。 第1265章 谁干的? 上 一路赶路,半路还被人埋伏攻击,刚才回府清闲了不到两个小时,就马上紧张的给强威做手术抢救,王胜这一天可谓是相当的充实,充实到连他自己都没时间和精力回味,就彻底的陷入了沉睡之中。 再强大的修为和六字绝七字绝,也比不上深度睡眠对于精神的修补,何况王胜这次输血差不多输出去自己身体的一半血液,疲累之下,连妹儿和强威为什么会被攻击都来不及问,就直接在椅子上闭上了眼。 众女大惊,有两个赶忙过去诊脉,好一会之后才长出了一口气。 王胜这是虚耗过度,说是睡着,其实还不如说是保护性的自我昏迷,只要大睡一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至于损耗倒是简单了,长盛公府难道没有强悍的补药? 妹儿也总算是平静下来。 已经回到了长盛公府,如果还会遭到袭击的话,那么八大诸侯加上天子估计就会成为全天下的笑柄。 长盛公府坐镇的十几个青字辈的老道早已经在妹儿回府的时候就在府中各个方向上开始戒备。 这个时候,谁敢有一丝对长盛公府的敌意,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都不用府中的人出手,有的是人愿意截下这个善缘。 平静后的妹儿,立刻就变成了那个挥斥方球的女强人,一连串的命令发布下去,整个长盛公府都开始转了起来。 城里城外,无数人开始连夜奔走,整个京城,瞬间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长盛公府门口之前的动静瞒不了人,特别是一路从城门进来的一对血人,也不知道多少人看到了。 这个夜晚,包括皇家天子在内,就没有几个势力的人能睡得着。 天子一接到消息就早早的派了周管事到长盛公府上来问询,那会王盛在抢救强威,妹儿也在一边看着,除了王管事,根本就没人接待周管事。 周管事倒也不因此而生气,反倒是和王管事一起,安顿了那些受伤的护卫,甚至从那些护卫口中知道了不少的东西。 然后周管事就先打发了一个随从内试回公禀报皇上,自己却在长盛公府上住了下来。 名义上是要等着见长盛公和公主,可实际上却也有待在长盛公府上坐镇的意思。 各大家族各自心怀鬼胎,都在从一路上看到的情形中判断这次妹儿他们被袭击的损失有多大,并且猜度会有什么样的报复手段,各家能在此事当中得到什么好处,无数人都在担惊节律的琢磨着,等着进一步消息的传来。 平常的时候没什么动静,偏偏早不动手晚不动手,非要在王胜刚刚回来的第一天动手,这事情要不是冲着王胜来的那就怪了。 从看到的情形分析,妹儿有五成的可能受伤了,那个强威必死无疑。 无数人看到强威胸口透胸一见,外加吐血那么多,从城外赶回城里,这么长的时间,神仙都救不了强威。 这是谁或者哪个势力在挑衅王胜? 还用了这么极端的方法,直接要了王胜女人的命? 这是打算直接翻脸吗? 谁干的? 无数人都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王胜昏睡的这段时间内,无数人也在调查这个问题。 不过,当答案揭晓的时候,各大诸侯国的人惊喜万分,还有这等好事。 上天居然开了眼,居然会往他们脑袋顶上扔馅饼。 和各大诸侯国相反的是,知道结果之后,皇宫那天子满脸的怒火,整个人都因为愤怒而颤抖了起来,他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干什么? 不远处是一言不发的皇后娘娘。 虽然一句话没有说,可是双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靠近他身边几丈之内,都能感觉到皇后娘娘那滔天的怒火。 为而可是他失散了二十多年的亲生女儿,刚刚才认下,就有人如此容不得他吗? 御书房的门口,李总管和神老太监眼观鼻鼻关心的站在那边,把所有能赶走的小太监和宫女全都赶走了,只留下他们两个亲自伺候,顺便发动独特的屏蔽功法,将所有的声音都屏蔽在御书房之内。 要是别人动的手,不管是哪家势力,天子在京城,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合法调动大军剿灭对方的人。 哪怕是八大诸侯,天子也一定能够把在京城的八大诸侯的长老以及所有定居的人全都拿下,砍了脑袋送到王胜府上去。 可偏偏查到的结果,动手的竟然不是别家,正是皇家本身,而且还是最近天子最看好的三皇子。 大皇子,二皇子,四皇子因为上次二皇子谋逆的事情,三个皇子被砍了脑袋。 七皇子则更早,一开始想要强占天子赏赐给王胜的府邸,也是被天子砍了脑袋。 现在天子还有五个儿子,日后的继承人,也会从这五个人当中选出来。 三皇子是天子最看好的一个。 自从那几个谋逆的家伙出世之后,三皇子就经常以探视父亲的名义进宫来陪天子,这也让天子心中还是有了一些温暖,对于三皇子也是另眼相看。 甚至于为了培养他,天子不惜给三皇子安排了一些政务让他参与,已经充分的体现出了对他的看好。 要知道,天子给三皇子安排的可是和立真坊合作,有名有利的事情,只要跟着妹儿走,就能大把的金币给皇宫赚到手,还能刷大把的声望,这种好事,简直就是在给三皇子铺路了。 不用三皇子如何的费心,只要萧归曹随的跟着妹儿的方向走,在天子眼中绝对就是巨大的成绩,然后太子之位唾手可得呀。 三皇子这是脑子里进了水了。 还是突然之间袖斗了。 居然能干出在京城外袭击妹儿的事情来。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想要这么干? 天子愤怒了一通,无处可以发火,直接冲着在御书房门口的李总管和沈老太监喝问道。 陛下,奴婢不敢。 李总管和沈老太监二话不说,进门就跪倒在地,砰砰磕头。 说。 天子大怒,冲两人再次命令道。 奴婢只知道三殿下想要往立真坊插几个人手,被公主殿下拒绝了。 李总管飞快地汇报道,其他的,奴婢真的不知道。 第1266章谁干的,下。 李总管是皇宫的内务大总管,有些事情他还能知道一些。 可沈老太监纯粹的就是负责保护天子安全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听到李总管的话,天子当场就皱起了眉头。 往立真坊安插人手。 连天子想往立真坊安插几个人手都要偷偷摸摸,而且还只能是在那些不怎么重要的护卫仆役身上,老三凭什么就想要往立安插人手? 他要插几个什么人? 在什么位置? 天子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冲着李总管问道。 他知道李总管一定知道。 三殿下想安排的人手有五个。 李总管果然知道,跪在地上飞快地禀报起来,立真坊的大掌柜,以及金库的大掌柜和护卫首领,此外还有钱生元和孟之坊的大掌柜。 李总管的话是越来越低,可是御书房的几个人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皇后娘娘当场就冷笑出声,我怎么不知道,这立真坊,钱生元还有孟之坊,什么时候成了皇家的产业了? 三殿下居然想换大掌柜就要换大掌柜,好大的威风啊。 别说天子,连皇后娘娘也瞬间就明白了三皇子的心思。 甚至天子十分能理解自己这个儿子的心思,他就是看着立真坊赚钱赚的盆满钵满,所以红了眼,想要把这一笔天大的财富攥在手中。 如果只是这么一个心思的话,那完全正常。 不用说三皇子,加上天子加上各大诸侯,哪个知道的人不是这么想的。 日常想想都属于不正常的,正常的应该是日思夜想,做梦都在想啊。 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也就只能想想而已,动不了。 当这么庞大的财富独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其他人被互相牵制,谁也动不了。 反倒是立真坊站在大家制衡的中心,该发财发财,该数金币数金币,稳坐钓鱼台。 天子派三皇子到立真坊,那是有私心的,他是想要三皇子好好的学一学,看一看,知道知道这天下最精深的精士己民的学问,可不是让他过去冲大爷的。 为什么不早报告? 天子怒视着李总管,既然李总管知道这事情,想必也清楚这其中的干系,这么大的事情,李总管居然没有及时报告,绝对是李总管的失职。 启鼎陛下,这是昨日下午发生的事情,昨日晚间才有消息送进宫里。 李总管急忙分辨道,今日上午就接到了长盛宫回到了老军官的消息,一直在关注,谁曾想,下午就发生了此等骇人听闻的事情。 奴婢有罪。 相对于王胜的消息,那么三皇子这边的事情显然优先级不够高,负责分发情报的人有轻重缓急也是正常的事情。 可谁能想到,三皇子昨日李安插大掌柜不成,今日李就趁着媚儿强威出城的机会下杀手。 天子很头疼,同时也很疑惑。 三皇子一向是温良敦厚的人,怎么就能做出这等事情来? 可是各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就是三皇子安排的人手,不容抵赖。 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天子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样子,他记得很清楚,在安排三皇子去立真房的时候还特意叮嘱过他,让他去了少说多看,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刚说完这句,旁边的皇后娘娘就冷哼了一声。 天子顿时间改口,去把老三给我绑来。 李总管答应一声,起身退出了御书房。 天子长叹一声,无奈地转向了皇后娘娘这边。 我去看我女儿。 皇后娘娘冷着脸,站起身来就往外走,也不管天子脸上的尴尬,你最好期盼妹儿没受什么伤害,否则我不介意和妹儿一起出宫去生活。 反正我们有的是金币,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很好。 说完,皇后娘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御书房,只留下苦笑着的天子和沈老太监在书房当中。 皇后娘娘连夜出宫,沈老太监当然是赶忙到门口安排。 等他回到御书房的时候,才看到天子正一个人坐着生气,愤怒中,似乎还有那么一丝的不舍和悲哀。 沈老太监能明白天子的想法,对于三皇子,天子肯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大好的局面,却被他自己亲手打成了一把烂牌,还有比这更让天子难过的事情吗? 看着天子孤独的身影,沈老太监也不敢多话,静悄悄地站在门口,随时等着吩咐。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三皇子就被李总管带着人从他府上的寝殿中拿货,按照天子的吩咐,绑着带到了御书房。 三皇子的府邸,整个的被御林军包围,府中的所有人都在等候天子的处置。 父皇! 父皇! 见到天子,三皇子顿时间哭叫着跪倒在地,冲着天子连连地发问,为何要如此处置孩儿? 你不知道。 天子顿时间被极乐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连远在各地的各大诸侯这个时候也都应该得到消息了,三皇子居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绑过来。 难道是因为那个贱壁的事情? 三皇子也不是傻瓜,见天子是要真的处置他的样子,赶忙问道,父皇,那贱壁不过一戒区区商骨,父皇为什么要如此重视? 一戒区区商骨? 天子听着这话就感觉到味道不对,这个三儿子什么时候心中有了这种认识了? 忍不住天子冲着三皇子问道,我有没有和你说过,到了立真房,少说多看,尽可能的学习? 父皇是有说过这些? 三皇子跪在地上飞快地回答道,孩儿也是一直遵照父皇的指示,学了两个月,自觉学有所成,这才打算小事伸手的。 小事伸手? 天子再次从三皇子的话语中听出了不对劲的地方,我什么时候要你小事伸手了? 父皇的确是没有如此要求。 三皇子跪坐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孩儿只是觉得,只学不做,终究学得不够透彻。 孩儿的老师也支持孩儿实际操作一番,所以。 第1267章一群文人老师,上 老师 天子又从三皇子的话语当中,听到了一个全新的人物,急忙问道,是正给你找的老师? 林大学士 是的,父皇 三皇子飞快地点头道,此外,还有林大学士的几个同朝为官的学生给孩儿出谋划策,另外还有几位孩儿辛请的大学问家,也是这般以为。 恩,具体是每几位,真倒是想和他们谈谈。 天子点了点头,闻了一声接着问道。 三皇子倒是没觉得有什么问题,飞快地将临大学士的几位学生的名字说了出来,几个大学问家的名字也说了出来。 天子抬起头,微微扫了一眼门口的李总管。 李总管顿时间会议,躬身冲天子无声的失礼之后,悄然离开。 从始至终,三皇子就不知道李总管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们怎么说,你先和我说说。 天子总算是给了三皇子一点好脸色,在天子的示意下,神老太监也解开了绑着三皇子的束缚,让他得以在御书房坐着和天子对话。 只不过,神老太监做完这些的时候,心中却在长长的叹息。 三皇子真的是读书读傻了,或者是被那些大学士支流的给叫傻了,可惜啊。 又一个。 立真房获利巨大。 见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也有改观,三皇子以为自己刚刚的解释已经被天子听取,顿时间兴奋了起来,飞快地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孩儿以为,此等事关天下民生的生意,应该由朝廷专营才对。 宁国公主,也算是镇亲口册封的公主,她出面,应该也算是朝廷的名义吧。 天子没有表达反对,也没有同意,而是顺着三皇子的话说道,何况,这立真房的生意,又没有出京城之外,该上税的上税,一直守着规矩做生意,并没有表现出过什么不轨吧。 父皇此言诧异。 三皇子听到天子这么说,精神更是一阵,似等关乎国际民生的产业,岂能执掌于妇人女子之手。 那应该由谁来掌控? 天子很平静地问道,你? 还是你那些老师们? 自然是朝廷重臣优先。 三皇子毫不犹豫地飞快回答道,他还以为这是天子的一次考笑,回答得十分认真,不过既然立真房里有我皇家的股份,那自然是由我皇家之人掌控为家。 孩儿已经和宗人府的几位长辈们商量过,他们也愿意让孩儿暂时带馆立真房。 宗人府的长辈也是这个意思。 天子有点意外,这里面还有宗人府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三皇子竟然已经和宗人府的某些人勾搭上了,却没有一个人来和他这个天子多说一个字,有意思。 是的,父皇。 三皇子看似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意思,长辈们也觉得,此等财富士官重大,绝不能掌于妇人女子之手。 连着两次说了掌于妇人女子之手,天子算是听出来了,这是针对妹儿,可真正针对的应该还是皇后。 不管是润姿房也好,还是孟之房,立真房,都是以皇后娘娘的名义和妹儿合作,而不是以皇家的名义。 虽然每次皇后娘娘都会很大度的拿出大批的收益交给天子充做天子的内堂,整个皇室家族也因此而得意,但是,有人肯定还是不满意这一点的。 数以百亿金币计算的财富,他们居然只能分润到一点点,这岂能让一批皇宗室们满意? 正好三皇子还被天子送到了立真房,这岂不是天大的好机会? 先学到立真房的盈利手段,然后再取而代之,名正言顺啊。 说到底,还是利益啊。 天子修行皇家守敬心法已经到了传奇境界,怎么可能还想不明白这点最根本的原因? 只不过,越是想得明白,天子心中的那股火也就越胜。 他们不知道妹儿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就算了,可他们竟然连皇后都容不下。 这让天子也忍不住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当年杀人杀得少了,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忘记了自己曾经为了现在的皇后娘娘血洗过几个家族。 不动声色间,天子再次以一种商量的口吻说道,你才去了两个月的时间,你确定你已经学到了立真房的精髓。 那有什么可难的? 三皇子笑了起来,脸上露出了一片骄傲的表情,孩儿我不敢说多天才,但立真房这生意,还真没什么难度啊。 那你说说看,都学到了什么?天子似乎很欣慰,至少三皇子这么说,说明他是真的学到了东西。 三皇子文言更是大喜。 马上开始滔滔不绝的冲着天子解说起来。 不能不说,三皇子的确是个聪明好学的人,在立真房的前两个月,也的确是做足了功课。 立真房的一套房贷流程,三皇子已经十分精通的掌握,天子问了其中的几个细节,他都能如蜀家珍一般的回答上来。 在问立真房的生意手法的时候,三皇子显然就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了。 但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因为立真房的手法看起来太简单了,简单到有些粗暴。 不就是低息贷出,收取抵押,然后慢慢等待接贷的人还钱吗? 这么简单,谁不会。 至于金票的生意,三皇子最是热衷,在他设想中,或者说在他的那一系列师长幕僚和宗室的人眼中,这个是最应该被朝廷专营的。 只要有了这个金票的印刷权,以后岂不是想要多少金票就有多少金票? 反正有力真房都抵,再多的金票也能够发行出去。 至于说买地建房卖出的这一系列房地产的操作,三皇子却是十分看不上眼。 这些东西得要很多人辛苦,不但劳心劳力,而且赚的不是那么理想,最好的地段已经迈出去,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地方暴力发财了。 在三皇子眼中,如果妹儿合作的话,这部分倒是可以扔给妹儿,让他知道皇家对他已经是足够仁慈了。 那你打算用多长时间,用什么手段来接管立真房? 天子听着这一切不置可否,只是淡淡的问道。 第1268章一群文人老师,下 三皇子真的是把天子的话当成搞笑的。 之前自己在睡梦中被绑到了皇宫内域书房当中,现在确实让他坐着和颜月色的问答着,这待遇的变化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三皇子当然是要在天子面前卖力表现,彻底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天子也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孩儿打算用三步走。 三皇子兴透起来,开始给天子详细的讲述他的计划和步骤,首先就是先把立真房的大掌柜换人,金库的大掌柜和护卫首领也换掉,换成皇家的人手。 接下来呢? 天子很配合,看不出喜怒,但三皇子却分明从天子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光芒。 这一丝闪烁的光芒对他来说无疑是鼓励。 接下来,等这几个大掌柜熟悉一段时间,拉拢了一些人之后,就陆续安排人进去把原先的老人都顶替出来。 三皇子飞快地将自己的主义合盘拖出,甚至不等天子继续追问,就把下一步的计划说了出来,等到人顶替得差不多,全都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手,那也就掌控得差不多。 到最后,父皇你再给那个贱婢随便一些赏赐,保他富贵一生,这立真房就彻底落在我皇家手中。 妹儿的背后,还有长盛宫。 你打算怎么应付长盛宫? 天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三皇子了。 他这计划简直太直接了,直接到连沈老太监在御书房门口都一直摇头,这么简单就能把立真房拿下。 真当八大诸侯是吃干饭的? 还是真以为长盛宫不敢在京城杀人? 父皇,那个蛮子能当长盛宫,还不是父皇你的恩典。 三皇子很有把握的说道,他现在自身难保,按照孩儿几个老师的分析,再过几个月,恐怕他就是相当长盛宫都当不了。 所以,孩儿觉得,得要提早准备,免得他见识不妙,做出一些有损我皇家名声的事情来。 他要是打上门来呢? 天子笑了笑,和蔼的问道,你也知道,他可不是一个人, 如果他愿意拿千绝地核心的地图,向八大诸侯换你的脑袋,你怎么办? 呃。 三皇子似乎并没有想到这许多,听天子问起,直接傻了眼,好一会之后才到,人无信而不利,八大诸侯既然已经答应父皇绝部在京城动武,岂会自食其言? 船将出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他们肯定不会动手的。 至于那个蛮子,如果他要动手,父皇你马上剥夺他长盛宫的风诀,立真坊已经在皇家手中,他一个人没有权势,没有金币,还不是任人宰割。 人无信而不利,说得好。 天子微微点头,对这句话赞不绝口,这是你的老师们教给你的。 对。 三皇子很骄傲,几位老师和师兄都教了孩儿不少,孩儿很感激他们的辛苦。 那他们对你的这个计划没有补充? 天子依旧还是和颜悦色的问道。 此刻天子已经开始反省,自己给三皇子配的老师,是不是找错了人? 林大学是学问不错,之前三皇子还不是太子候选人的时候,三皇子也得不到重视, 所以天子给他找了林大学是这个大学问家,教授三皇子一些做人的道理。 等到不久前看好老三的时候,林大学是已经教授了三皇子十几年,倒是不好找个理由就换人。 能成为大学是,林大学是学问上肯定没得说。 但就是有一点,文人通病,喜欢清谈。 高谈阔论的时候每每总是语出惊人,实际动手却总是眼高手低。 如果他只是教授普通的三皇子,那自然无所谓,这样培养出来的皇子没有大野心,各方面都放心,是教授的不二人选。 可是,他用他这套东西来教授现在的三皇子,未免就有些不足了。 比如现在,他们教授出来的三皇子,竟然相信八大诸侯答应了天子京城不动武的事情就是铁律,从此不会再犯。 这得要政治上多天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天真的人可以去做学问,那就别掺和政治。 可这些人先看到了三皇子可能会飞黄腾达的权势,又看到了立真房的金币,当真是爱好全面啊。 这些计划本就是孩儿和几个老师一起商量出来的。 三皇子很骄傲的说道,林师也给孩儿很大的指点。 宗人府的长辈应该没有指手画脚吧? 天子又问了一句。 几位长辈只是支持孩儿的想法,倒还没有要指点孩儿的地步。 三皇子很恭敬的说道。 你不是尝试过安排几个大掌柜吗? 结果如何? 天子已经对三皇子不抱任何希望了。 一个背书呆子还是贪婪的书呆子教授出来的傻子。 挺聪明个人,怎么就没看出来这世上光靠几个读书人是没什么用处的。 他们不识抬聚,居然敢抗止不尊。 三皇子一说起这个来,就满心的愤怒,在京城居然连孩儿的话都不听,这分明就是抗止不尊,大逆不道。 几位老师和孩儿一致认为,应当小城大界,以井校游。 所以你们派了人在京城外动手,要杀了妹儿。 天子继续平静的问道。 不是杀了那个贱婢,毕竟是父皇亲口册封的,饶他一命。 三皇子摇摇头道,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只杀他身边的那个贱婢,孟之房的大掌柜。 他死了,我们正好能名正言顺的安排大掌柜进去。 宗室的人支持三皇子,但他们是在一边看戏。 三皇子却以为自己和自己的那些师长幕僚们的策划已经万无一失,果断的派人动手,现在似乎就已经是坐等收获了。 还有一个问题。 天子长长的吸了一口气,缓缓的吐了出来,冲着三皇子问道,是谁交给你的,或者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命令就是圣旨,别人不听,就是抗旨不尊,大逆不道的。 三皇子只是被师长幕僚的吹捧头脑发热,但并不是真的蠢。 特别是牵涉到皇权的这一块,听到天子的问话,忽然之间如遭雷击,瞠目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1269章暗中的人是谁? 上。 这个问题很小,无非就是皇子在一个商家面前装了一把逼,仗着自己的皇子身份,自己说出来的话就代表皇家的意志,就是天子的意思,就是圣旨,你们敢不听,那就是抗旨不尊大逆不道。 对待一般的小老百姓,这样的装逼当然没有问题。 皇子代表皇家的意思,代表圣旨,那不是名正言顺吗? 哪个家伙敢多嘴? 就算是有些权贵,面对皇子的时候,不也得表达对于皇权的尊重,毕恭毕敬吗? 可是,放在小老百姓头上理所应当的事情,放到王胜和媚儿的头上,那可就是玩笑了。 媚儿根本就没当她是皇子,什么过分的要求直接拒绝。 开玩笑,媚儿自己也是正牌公主好不好。 自己的生母可是皇后娘娘,不比你一个嫔妃生的皇子尊贵。 且不说媚儿的态度。 光是三皇子的说辞,在天子这里就是大忌讳。 圣旨是什么? 那是从大礼仪以来天子最为重要的东西,只要圣旨一出,那就应该是天下共尊的命令。 天子为了维护圣旨的这个名声,这么多年来,发出去的圣旨就全都是给人升官封诀赏封地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各大诸侯对于天子对于圣旨并没有多少抵触的原因。 可以说,为了维护天子这个金口欲言的名声,天子这些年受了多少委屈,也只能是三大供奉和几个真正的心腹重臣以及皇后娘娘才知道,三皇子悠哉悠哉的享受着自己天然自带的皇子身份,内地里又能知道多少。 但身为皇子,三皇子却很清楚,刚刚自己的父亲,现在的天子说的事情有多严重。 怎么,我还没死,也还没传位给你呢,你就想要迫不及待的发圣旨了?你安的是什么心? 这件事真的要追究起来,特别的简单,一个假传圣旨缴诏的罪名,就能把三皇子给抄家杀头,都不用过堂的。 三皇子总算是在天子问出这个问题之后,立刻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绑着送到御书房了。 当然,这也是他自己这么以为的,换成别的皇子,肯定也都这么想。 当着天子的面说自己的话就是圣旨,这不是在挑战天子权威,假传圣旨,大逆不道,这是什么。 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 三皇子大害的同时,二话不说赶忙跪倒磕头求饶。 孩儿只是在父皇面前这么一说,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如此说过。 三皇子是真的被吓到了,自古以来,只要牵涉到军权,那就从来没有什么父子,父杀子子杀父简直如同过江之计,数不胜数,这条高压线,谁碰谁死,就没有例外的。 孩儿绝没有反心呢。 父皇 一边磕头,一边哭诉的三皇子,完全顾不得其他,死亡的恐惧已经让他彻底的丧失了理智,此刻他无比的后悔,怎么会在自己的父亲,真正的天子面前说出那种话来。 当然,三皇子也绝不会看到天子刚刚说话时的那些眼神动作,更不会多想什么。 那些话语是他真实的想法,平日里怎么想的,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出来,毫不保留。 也正是这个毫不保留,让他犯了天大的忌讳。 天子也绝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他自从达到了传奇境界之后,守境心法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让他在面对面的情形之下,不动声色的听到对方的真话。 不过,这需要对方不对他进行防范,在那种自然而然的状况下才能够施展。 三皇子不停的磕着头,一会的功夫,三皇子的额头就已经鲜血淋漓了。 可是天子却没有什么表情,手指轻轻的有节奏的敲打着桌面,仿佛在琢磨着什么。 好一会之后,天子才开口问道,如果你的计划成功了,你的那些师掌们,打算要分润多少? 林师他们说了,万万不敢沾手立真房,连润资房和梦之房都有皇家股份,所以绝不会插手其中。 三皇子听到天子问起这个问题,才算是心中的急切得到了一个缓和,赶忙冲着天子回答道,孩儿承诺,计划要成了,就把钱生缘交给林师他们掌控。 林师他们也说,这等风雅之物,却交给了一介女子伤骨来控制,有辱斯文,长辞以往,还有谁会专心潜修学问? 因此万万不可再让这些低贱之人给这些风雅之物沾染上铜锈。 嗯?天子并没有对三皇子解释,钱生缘换其时才是真正皇家有股份的,他只是想知道这些三皇子身边的读书人的想法,以便确定自己的某些想法。 想了想又问道,钱生缘交给他们,他们怎么和玲珑阁的大宗师们合作? 别告诉我你们不知道那些真正的精品都是大宗师之作。 钱生缘不能掌管于妇人伤骨之手,自然也不能被那些只有些奇迹银巧之被拿捏。 三皇子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轻易的就把那些师长们说过的话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他只是老老实实的交代道,到时候,连钱生缘现在的东家都要低头,别说玲珑阁的一些大宗师。 他们要不听话,就把他们抓起来,判一个罪名,让他们制作精品来赎罪,还能节省许多成本。 天子点了点头。 他现在总算是彻底看明白这批所谓的读书人的本质了。 一个个满口的人意道德,可是面对权势和财富的时候,却恨不能身上长出五只手,抢夺别人的产业也这么的大义凛然,真是亏了他们能想得出这么高大上的理由。 什么富人女子不能执掌立真房,什么低贱商骨,什么奇迹银巧,说来说去,就只有他们读书人才配。 别人要是不乐意和他们合作,就要给人制罪下狱,当真是比八大家族还狠啊。 至少八大家族还给皇家留一条活路,真要这些读书人掌了权,恐怕皇家这些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吧。 可惜,一群高谈阔论嘴炮无敌的老喷子,眼高手低却看不清大势的迂腐之辈。 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靠三皇子的诠释就想要拿下立真房。 做什么美梦呢? 第1270章暗中的人是谁? 下。 失望。 天子是真的是失望啊。 原以为,自己让林大学士教授三皇子学问,自己还让他去立真房学习京士己民之道,再过一段时间,就培养他大局观,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按照培养继承人的步骤来培养。 可惜啊。 从他让林大学士从小教授三皇子的时候,三皇子就已经慢慢的被一路带歪了。 这得要多愚蠢,才会相信这些只会轻弹不会实干的人的话呀。 就算是相信他们,也别一股脑的全信啊。 身边难道就没有几个合适的幕僚,帮他分析一下眼前的状况? 不对,这事情背后还有隐情。 你派了多少人去杀妹儿? 天子忽然想到了一点,马上问道。 孩儿只是给府中的护卫统领下令,具体操办是他去操作的。 三皇子赶忙回答道,到底派了多少人,孩儿也不知道。 答道的效果呢? 天子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具体操办过程,那结果总应该知道吧? 那个强威必死无疑。 还好,三皇子总算是知道详细的结果,飞快的说道,还有十几个护卫也被当场阁杀。 基本上,目的完全达到,杀了孟之房大掌柜,警告惊吓了那个贱臂。 他们也没有多做,得手之后马上撤离,也没有留下尾巴。 恩,总算还知道出手就要有目的。 天子淡淡的点了点头,算是少有的赞赏。 可是听到那个没有留下尾巴,天子气的直接抄起书桌上的一个笔筒就砸了过去,没留下尾巴。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 林大学是这么多年的老狐狸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他能把三皇子糊弄住这倒是轻松,可是难道他就不知道动了妹儿和强威之后会招致王胜的反扑吗? 京城天子自己杀了四个皇子,其中至少有两个是和王胜有关,只要稍微聪明点注意一下,他们就能知道,死了的四个皇子,抄家之后的财务奴仆可全都是送到王胜府上的。 这里面,三皇子能不知道? 林大学是他们能不知道? 可三皇子硬是被他们给忽悠的以为王胜没有任何的威胁,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能解决。 是,王胜可能几个月之后会面临各大家族的反扑,但是那又如何? 只要王胜愿意投靠任何一家大诸侯,王胜就能妥妥的继续当他的大爷。 立真房简单。 学了几个月三皇子就学了个皮毛,自己都没动手操作过,就以为能够掌控立真房了。 换个大掌柜就能掌控立真房。 那得多天真的人才能这么想。 林大学是他们如果不是太天真的话,那就是另有所图。 至于三皇子,肯定是最好的黑锅人选,而且还是让除了皇家之外所有人都开心的黑锅人选。 只是不知道这主意到底是林大学是的意思,还是其中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思。 正好这个时候,李总管无声无息的又站到了御书房的门口,显然,刚刚三皇子说过的那些名字,现在应该已经被请到皇宫了。 来人,带下去,给他找个地方清醒清醒,吃点东西。 天子冲着门口吩咐一声。 神老太监二话不说,带着人进来把三皇子带了出去。 一边走一边心中继续叹息。 三皇子还是好好吃点东西吧。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都拿下了。 等到人都送走,李总管进来的时候,天子很是不爽的问了一句。 李总管一个哆嗦,赶忙贵岛禀报道,启禀陛下,林大学是已然拿下,但那几个学生中,已经有三个身死。 三皇子的幕僚中,也有五个死在各自的府中。 其他人都已经拿下。 仔细拷问。 天子点了点头,人死了才正常,人要是不死,那才显得不正常呢。 死的人正好是八个,这个数量真好,简直和八大诸侯的数量一样啊。 把林大学士带过来,我亲自问。 天子终究还是想要亲耳听听林大学士的话,见识一下林大学士的内心。 成名几十年,而且还在朝廷中担任了大学士的读书人,不应该那么浅薄吧? 可惜,天子注定要失望了。 林大学士表现得比他想象的还要不堪。 尽管这天下还是以修行实力为尊,可是,林大学士这种修为不怎么高但是已经从学问上找到了获利之法的人,已经不是他一个,而是几代十几代人,他们已经成功地发展出来一套万般为下品为有读书高的自娱自乐的理论。 因为一直被那些修为高强的修行者们打压,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权势,渴望着财富,一旦有机会,他们会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的来攫取。 比如这次林大学士古董三皇子对付妹儿,根本的目的,就是如此。 当然,林大学士也聪明,知道立真房他不可能伸手,所以在三皇子面前做出一副什么都是为三皇子为朝廷为陛下考虑的样子,但他真正的目的,就是钱生元。 钱生元好歹也是一年上亿金币的产业,对于林大学士来说,已经足够满足他的胃口了。 玲珑阁的大宗师,林大学士也没有那么简单的考虑,有人暗中给他递过话,说有把握搞定那些大宗师。 不过递话的人,都是他的弟子和几个同样围在三皇子身边的人,宁自林大学士也没隐瞒,在天子面前知无不言。 当然,他也瞒不住。 一切都是算计,特别是这次针对妹儿。 本来他们没打算怂恿三皇子就这么动手的,可是林大学士有几个学生上午的时候就一反常态,拼命怂恿三皇子动手。 林大学士也没想明白,但那边有人直接送了他一百万金币,他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 直到下午知道长盛攻回了京城,他才知道事情不妙。 李总管去请林大学士的时候,林大学士好像已经知道了事情不妙,是穿戴好了一切等着的,并没有逃。 在这个大学士的心中,还是有忠君爱国的心思的,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天子会接纳林大学士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忠君爱国。 明天一早,把人给长盛公送去。 天子也累了,很疲惫的叹息着吩咐道,任由长盛公处置。 至于背后的人,让他自己挖。 第1271章 没死,上 王胜一觉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失血太多,王胜一直觉得虚冷,不过强悍的修为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出来,哪怕是王胜睡觉的时候,也在自发的流转着,一点一点的弥补着王胜的损耗。 周管事和王管事是仅有的两个允许被进入大官员中的男人,而且还是允许进入内宅。 当然,他们只能算是半个男人。 为而之所以让周管事进大官员,是因为皇后娘娘来了。 安全起见,周管事的修为可是连王胜和老道都赞不绝口的,这时候不让他多看着点什么时候用。 周管事当然乐得如此。 他可不是三皇子那种看不清形势的主,为而现在的产业有多恐怖,三大供奉还能不知道。 多好的八戒机会,不用才可惜。 只是,在大官员里坐镇没多长时间,周管事就发现了不对。 首先就是那个不该活着的人竟然活了,而且生机越来越强。 来之前,周管事就接到了消息,所有人重口一词的报告,都是强威死定了,伤势太重了。 以周管事的修为,只要在内宅之中,周围方圆石杖内的动静绝对是逃不过他的气息的。 魅儿为了保险,可是让周管事在大官员里寝宫附近坐镇的。 这个距离上,周管事能轻松感觉到魅儿和强威的气息。 魅儿很正常,这不用多说什么。 白天魅儿就是受到了惊吓而已,那边也没有打算真的要杀魅儿,就是给他一个叫声而已,所以周管事对魅儿并不是很担心。 强威的气息很弱,弱到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也正常,那么重的伤势,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在周管事的心目中,强威已经是必死之局,带他回来,也不过就是近人士听天命而已。 可是,强威的气息不仅没有进一步的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生机也越来越旺,分明就是已经从那种必死的状态中慢慢恢复,这怎么可能? 时重镜的周管事,绝不可能气息感应错误。 现在强威的气息,已经慢慢的恢复成了一个受了重伤的普通人的状态,伤势虽然重,但性命却绝对无忧了。 要不是现在这个时间不方便,周管事恨不能直接冲进强威养伤的房间里,仔细的询问一番,到底发生了什么? 更让周管事惊讶的是王胜。 他感应到王胜的时候,王胜已经疲累至极的睡着了。 不知道王胜受了什么伤,反正王胜的气息也很弱。 但这种弱不是生命力弱,而是气血两窥的那种,但绝不至于到致命的程度。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算了,可是即便王胜的气息弱,可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呼吸和心跳以及灵气环绕的动静,分明王胜已经是传奇境界巅峰的表现。 只差一步,王胜就可以突破传奇境界,迈入到十重境了。 这怎么可能? 传奇境界巅峰是那么好劲的。 王胜给周管事的感觉,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传奇巅峰,那种普通境界,很早以前三大供奉和老供奉对拼的时候就可以用气息秒杀他们了。 那是真正的传奇巅峰,可以和当年老供奉相提并论的境界。 三大供奉为了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光是伪装成八重境,就足足耗了几十年,加上跟着王胜进出千绝地核心,经历了超级妖兽气息的熏陶,最后才在大宗师级的音乐会上被引导得以突破。 前后加起来,从八重境到传奇巅峰的境界,他们至少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 哪怕现在感觉整个世界的修行好像都容易了许多,但也没有这么快的吧。 周管事异常的好奇,这次王胜和灵须老道乘坐着飞行坐骑飞走,到底是去了什么地方? 怎么就能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进步? 不管有多震惊,不管有多好奇,周管事现在也只能待在大官员当中老老实实地给宁国公主看家护院。 所有的一切疑问,只能等王胜睡醒,强威慢慢恢复才能问。 在皇宫里伺候了天子多年,这点见识周管事还是有的。 谁料想,王胜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 以至于当天上午,天子派了李总管把三皇子和一批三皇子的师长幕僚们送过来的时候,王胜还在睡觉。 为而也只是听到李总管说了一声那些人送过来的意思,呕了一声,就不再多理会。 于是,三皇子等人,就那么悲催的被暂时囚禁在了长盛公府中,因为实在没人理会他们。 强威比王胜还早醒过来。 有了王胜的急救,加上王胜输血的措施,恢复能力绝佳,等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强威就醒了过来。 状态很好,虽然有伤口,但在六字绝七字绝的功效之下,伤口表面已经结了疤,只等慢慢恢复了。 这种伤势,已经完全算不上致命,强威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让一众看到他当时垂死伤势的人全都是目瞪口呆。 当天下午,强威就已经能够稍稍的喝点西州吞下丹药了。 换成普通人,这样的伤势就算是不死,恐怕也得在床上昏迷十天半个月的。 等了半天之后,王胜在黄昏的时候醒来。 醒来之后,王胜也是狼吞虎咽的喝了几碗粥,然后就是给自己给强威再次使用六字绝七字绝帮忙恢复。 补气生血的丹药,妹儿已经搜刮了一大堆,全用最好的,淡饭一般的往王胜和强威嘴里塞,看着两人吃下去两颗之后才没多说什么。 王胜依旧还是有点虚,但在自己的府上,完全不用担心什么。 修为强悍,六字绝七字绝的功效也厉害,一天一夜的深睡,还是弥补了不少的损耗。 不敢说能有巅峰战斗力,但对付普通的小高手,却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直到这时候我,王胜才问起关于昨天妹儿遭到袭击的事情来。 还说什么?台前幕后都已经被天子主动送到长盛公府上等候发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过妹儿也从李总管那边得知,三皇子也是被人怂恿的,而怂恿三皇子的那些人,已经在天子动手之前就死了,死得很蹊跷。 老爷,怎么处置? 妹儿把情况给王胜说明之后,冲王胜问道。 把那些人带到你们遇袭的地方埋了吧? 王胜想都不想的回答道,让周管事去办。 第1272章 没死,下 天子一天一夜都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那恐怕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已经把所有的线索都切断,否则不可能这么无声无息的。 王胜对三皇子没有感觉,之前没见过,之后也没打算再见,和一个死人有什么可计较的。 见都懒得见,也懒得问什么,直接埋了,省得见了之后烦心。 之所以要到玉席的地方埋,也是王胜的一个心结。 毕竟死去的那些护卫是为了保护妹儿和强威的,埋在那边,也算是祭奠他们。 护卫们的抚恤妹儿早已经安排好,前所未有的优渥,让好多府中的护卫都有一种为什么当时不是我在的遗憾感觉。 相信下一次他们一样会卖死力。 前因后果也清楚了。 天子想让三皇子在立真房多学一些经济知识,结果这家伙起了不该起的心思,而且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大半算,被几个别有用心的家伙一怂恿就热血上头,想动立真房的主意,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你确定不是天子想动立真房? 王胜当着周管事的面就是这么问的,也不管周管事是不是尴尬,直言不会。 陛下绝不会用这种拙劣手段的。 周管事苦笑着对王胜回答道。 想想也是,天子要动手的话,怎么可能这么拎不清? 想换立真房的大掌柜就换。 是天子没吃饱还是喝多了水才能想出这种缺心眼的法子。 至于说动手杀人就更过分了,天子会狠心到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 就算天子同意,恐怕皇后娘娘也不同意吧。 不是陛下。 皇后娘娘就在长盛功夫,此刻也出面替天子辩解起来。 和天子生气归生气,可不是天子办的事情,他还是会帮天子说话,毕竟是共患难过的夫妻,而且天子已经毫不犹豫的把人送过来交给王胜处置了,他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 当然,最满意的就是王胜的态度。 也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动了媚儿,那就没得说。 看看王胜怎么处置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拉到动手的地方埋了吧。 多霸气。 这女婿,真是合眼的没地方找了。 自己受了委屈的时候,也没见天子多果断的给自己出气。 那就是有些人读书读傻了。 王胜从媚儿口中又听了一遍李总管转述的三皇子的口供,直接给出了判断。 得要多脑残才能在这个修为境界为尊的世界里坚信万般为下品唯有读书膏啊。 什么不能掌于妇人女子之手,什么奇迹银巧,这分明就是地球上中国古代那一批已经被证明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现在这里的这批本来自己都没什么地位的家伙还在牢牢的抱着,除了读书读傻了的评价之外,王胜还能说什么? 长盛宫,那些死了的家伙背后可能还有人推动,你就没什么想法。 皇后娘娘也不是擅长,自己和天子都生了气,三皇子也被处置了,可背后那些阴谋黑手还躲在黑暗中。 皇后娘娘身为皇家中人,自然不能看着只是皇家损失,各大诸侯国却都安然无恙。 不急。 王胜给了皇后娘娘一个回答,先容我恢复两天。 为而这几天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们两个都被人追杀受了伤心情不好,暂时不打算卖出地图。 动手的人已经扶诸,幕后主使还逍遥法外,这让我很不开心。 他们不会承认的。 皇后娘娘苦笑道,你这法子没用。 就算是他们自己干了,也不可能承认的,否则以后谁敢给他们出力? 谁让他们承认是自己动手了? 王胜笑了起来,他们可以找到别家是幕后主使的证据,或者直接杀几个别家人说那就是幕后主使啊。 谁还能反对不成? 又不是我杀的。 呃! 皇后娘娘没想到王胜打的居然是这个主意,文言顿时间一愣。 可是仔细琢磨,却又发现王胜这个目的依旧还是达到了。 现在谁是幕后主使,真的重要吗? 重要的是各家要互相攻击,折损人手。 想明白这点之后,皇后娘娘也开心起来,反正只要能给那些诸侯们找麻烦就行,至于是谁,每家都有,绝不会有漏的。 消息一出,各方就傻了眼。 王胜回来的路上杀王胜那是有人有预谋的想要生擒王胜,可是针对媚儿和强威,那真的是为了恶心王胜和皇家的关系,最好能让他们分崩离析,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动媚儿,也是为了试探,试探一下立真房的防护力量。 各方基本上或明或暗的都有参与,都是打算在王胜和皇家之间扎进一根钉子。 最终的目的,肯定是归结到如何谋夺立真房上。 说到底,一切都是利益,而立真房,已经利益足够大到让所有诸侯国动心。 可王胜让媚儿往外发这么一发话,各方都傻了。 如果王胜已经卖出了地图,那自然是在没有吸引他们的东西,可以随意拿捏了。 可现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的情况,不给出交代,王胜就不会卖地图。 这下糟了,难道承认自己人动手吗? 很快有人就反应过来,王胜可没说让哪家给交代,只是要幕后黑手,给他一个幕后黑手不就行了。 下家和邱家是两家已经先拿到了核心区域地图的,自然就成了眼中钉,理由太正当了,就是为了激怒王胜然后不给其他家地图,所以谋划动手的。 每两天的时间,下家和邱家就有至少二十多个高手的脑袋被送到了长盛公府,说是幕后黑手。 这两家当然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反应过来之后,马上反击,各方一通混战,足足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加起来死伤超过了两百多高手,这才慢慢消停下来。 等着看戏的这段时间,王胜就待在长盛公府当中以养伤的名义宅着,同时也精心地照顾着强威。 自然,强威没有死的消息,也从各种渠道传了出去,传到了许多人的耳中。 众人听到这消息,都是统一的反应,怎么可能? 第1273章 强威的麻烦 上 惊讶的可不只是外人,就连当时陪着王胜给强威做抢救手术的那些美女护士们,都一直不解,在等着王胜解释。 当然,一切都是以王胜的身体状况为最高优先,他们可以等,不用担心王胜不会告诉他们。 王胜也没有让众女久等,就在和几个美女护士一起看过强威的伤势恢复情况之后,手把手地告诉了大家一些外伤的急救方法。 缝合伤口之类的基础东西王胜完全没有保留。 但是输血这方面,王胜就只能谨慎的教育大家。 血型不同的话,原则上是不能正常输血的。 血型的区分,万能输血者和万能受血者,这些王胜都简单的讲解了一番。 为什么当时自己的血液能用而别人的就不敢用,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王胜讲解的都是简单的ABO血型,什么RH阴阳性之类的根本不可能讲。 就这也足够众女惊讶到无以复加了。 这世上,炼丹师很尊贵,医生职业也是一大把,可是从来没有人这么精细的研究过。 光是血液就有这么多的学问,那其他呢? 几个偏向医生职业的美女已经在王胜的指引下,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那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方向。 薔薇身上那么巨量的湿血,放在以前,根本就是无药可医,只能等死的必死之局,可是硬在王胜不计代价的疏血下抢救了回来。 道理很简单,既然薔薇是湿血太多,那就把血液补回来呀。 可是谁又能想到,能用别人身上的血液来补充? 一开始这种举动,在众女的眼中,那可是相当于王胜把自己的生命力蓄到了薔薇的身上,逆天蓄命啊。 现在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大家全都是一片恍然大物的同时,也对于这种超前的医术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相信接下来,他们会投入巨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妹儿和薔薇也绝对会播出大笔的款项,来支持这样的研究。 那根神秘的真迹,王胜也没有多隐瞒,但具体那些是什么东西,王胜自己其实都不清楚,只是告诉众女,真迹里面是刺激生命力的,具体的组成可能包含着一些令人兴奋的药品,以及身体内某些线体的分泌物。 最大的作用就是刺激垂死之人的生命潜力,争取最后的抢救时间。 总之,王胜的解说,给了众女一个全新的方向,让她们看到了一片无与伦比的精彩世界。 说不定就因为这个,以后这个世界会慢慢的多出现代医学的知识,也能够救更多人的性命,王胜对此乐见其成。 对于大官员里的美女,王胜没什么保留,可对于外面的人,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就连周管事,也只得到了一个王胜用了一种逆天续命的秘法,把强威给抢救回来的答案。 这一点上,妹儿都没对皇后娘娘多解释什么,哪怕是亲生的母女,妹儿也没让皇后娘娘多知道哪怕一句。 王胜和强威都没有完全恢复,众女也不缠着王胜,只是小心的伺候着他们,各种补药不要钱一般的搬过来。 强威恢复的慢,但王胜恢复的却是极快。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气血的损耗就彻底的补齐。 当然,除了府中的补药之外,由于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胜亲手熬制的海鲜粥,不仅让妹儿感觉大补,用在强威身上,也是最好的补气良药。 功效之强,让妹儿都瞠目结舌。 两天等到强威伤势彻底稳定,已经进入恢复期之后,王胜在陪着妹儿强威的时候,才给两女讲起了自己和老道在海外寻宝的过程。 海洋当中那些奇鬼美丽的景象以及强大的海妖都没有讲,只是讲述寻找朱星生宝藏的过程,就已经让妹儿和强威惊叹连连了。 谁能想到,朱星生居然安排的那么隐秘,把宝藏藏得那么的实在。 老朱分明就没打算让他儿子能找到藏宝。 王胜直接说出了和老道后来商量之后的结论。 藏得那么隐秘,除非是朱星生早早的和朱少东说过藏宝的事情,否则的话朱少东哪怕过去了,也不可能找到宝藏。 王胜完全不相信,朱少东一路上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海妖之后,以他的胆量,赶潜入水中去取宝藏。 收获的好东西当然要和妹儿强威分享,除了那些修行秘籍老道带回去分类鉴别之外,剩下的那些宝庆于堂的传家典籍,各种担要什么的收获,王胜全都给了妹儿。 妹儿在名义上还是朱星生的养女,继承这些东西,名正言顺。 值钱的东西,妹儿一眼都没看。 在值钱,也不过就是几百万上千万金币而已,妹儿现在能把这点数字看在眼中。 到时那些记载着宝庆于堂各种渠道各种经商经验的一堆卷轴,让妹儿如获至宝。 本来妹儿就当作宝庆于堂的大掌柜,整个宝庆于堂的运转手法门清,现在得到了这些东西,说句不客气的话,只要妹儿愿意,随时随地可以再组建一个宝庆于堂。 可以放给一些心腹去做,你没必要做食颜而肥的人。 王胜看到妹儿的兴奋表情就猜到她的想法,直接劝说了一句,宝庆于堂的规模,还是有点太小了。 王胜这句话如果传出去,不知道会让多少人痛哭流涕,其中就包括玉宝斋的吕温侯。 宝庆于堂的规模都小,那和宝庆于堂差不多的玉宝斋,岂不是也根本就看不在妹儿王胜的眼中。 妹儿得到了宝庆于堂的传承,开心地阅读整理着。 王胜也陪着强威再恢复。 强威伤势稳定得不错,王胜还特意找了清零清晨老道给复诊了一番。 不过,复诊之后,两个老道看起来没什么表情,可给王胜透露出来的一点眼神却已经告诉王胜,有麻烦了。 很麻烦。 借着送两个老道出去的时机,王胜带两个老道到了自己的练功房,这里说话方便。 强威夫人的伤势已经稳定,性命肯定是无忧的。 清晨老道对王胜肯定是无话不说的,停顿了一下之后才说道,不过,修卫恐怕要大受影响了。 第1274章 强威的麻烦 下 修卫受影响。 王胜一点都不在乎。 别说以前因为帮助大官员中的众女修行,强威就已经差点毁掉修卫了。 光是为了重修咏春心法,强威的修为就已经主动的废掉一次,重新修行过了。 没事。 王胜是真觉得无所谓,影响就影响了,只要人没事,活着就好。 大不了重新来过,又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长老,恐怕这次未必能够重新来过了。 清晨和清灵两人都是摇头。 王胜把强威的这次重伤想得太简单了。 有多严重。 王胜证了证,他的确没把这次强威的重伤想象得多么的严重。 命都能救回来,难道修行就不能重新恢复吗? 伤了根基。 清晨老道常叹一声道,简单的说,就是元魂也有了损伤,元魂空间也被破坏。 元魂无法修复,再怎么修行都不可能了。 王胜皱起了眉头。 其实无法修行在王胜来说并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事情,可是王胜知道强威好强,如果他知道自己不能修行的话,一定会有些不好的想法,王胜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女人郁郁寡欢一生。 用各种补药修补残魂呢。 王胜当年的元魂是残魂的时候,就可以用陪元丹之类的丹药慢慢的把残魂修补,想来强威的伤势也应该可以吧。 残魂不怕。 清灵老道接过话头回答道,问题是,这次伤的是元魂空间。 如果只是元魂受损,倒是还好办了。 王胜想起自己当时吸收残魂的情形,貌似元魂空间一直正常。 这么说的话,两个老道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强威的修为,以后恐怕都无法恢复了。 没事。 王胜冲两个老道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谢过他们帮忙,只要人活着就好。 哪怕强威以后一辈子无法修行,王胜也可以让妹儿养他一辈子,这不是大事。 暂时先不要让强威知道。 王胜叮嘱两个老道。 两个老道当然是忙不迭地答应着,谁会去主动把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不开心的事情告诉强威。 送走了清灵清晨,王胜回转,就看到了妹儿担心地站在那边等着王胜。 别人没发现清灵清晨有话要说,可妹儿三位天狐的元魂却极其敏感,早已发现了端倪。 放心吧,不是大事。 王胜不怕妹儿知道。 强威是为了救妹儿才受的重伤,妹儿不会动强威有看法。 就算强威不能修行变成了普通人,妹儿也会照顾好她的。 妹儿还是有些担忧,王胜也实话实说,把清灵和清晨老道的判断转述给了妹儿。 听到这结果,妹儿也是捂着小嘴无比的悲痛。 虽然妹儿自己暂时没什么战斗力,可是她也同样理解在这个世界本来有希望冲击传奇境界现在确修为禁毁那是怎样的打击。 不用担心。 王胜安慰着妹儿。 想起自己那界中的另一样东西,信心十足地对妹儿说道,相信我。 我能让强威在那么重的伤势下活过来,我也一定能让她重新修行。 嗯。 妹儿上前几步,缓缓地投入到了王胜的怀中,享受着王胜宽阔的胸膛的温暖,感受着王胜身体内的力量,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宁。 这不是妹儿盲目地信任王胜,而是王胜在之前已经做出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奇迹带给妹儿的安全感,再没有别人能够替代。 去查一下,大官主说,京城里最近有人打大官员众女的主意。 两人享受了一会相拥的温馨之后,王胜宽媚儿吩咐道,还不是一个两个,你去查一下,他们是打算怎么打他们的主意。 想要动力真防动你的,全都给我列一个清单出来。 本来就因为强威的事情不怎么开心,听到王胜说有人打大官员众女的主意,妹儿顿时间占了。 当即怒气冲冲地出去派人调查,这一次要是不把这些人贪心的爪子都敲断都剁碎,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伸手。 调查起来其实很简单,那些贵妇们既然是在老军官高姐的时候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的,那么自然是藏不住秘密有倾诉欲望的人。 只要让那些美女超模教练们在指导他们的时候多引导几句,很容易就能够套出话来。 特别是当美女超模教练站在他们的角度,痛斥负心人的时候,这些女子已经完全不顾其实眼前的超模们就是他们自己男人一银的对象,如同找到了知己一般的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了出来。 也有带着警惕没有说的,可是只是说出来的那部分,就已经让媚儿看得触目惊心。 打主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范围太广,几乎囊括了京城现在所有的势力。 皇家的宗室有,朝廷重臣有,各大诸侯在京城买了府邸常住的人有,甚至有些在京城做生意的大商号的掌柜之类的,也有人动了心思。 这其中,有合作的,有敌人,有朋友,总之,几乎能想得出来的势力,就没有不动心的。 可以说,大官员众女每天就生活在无数的强敌环视之中,稍不留意,就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估计也就只有三皇子那种人才会相信生活在京城高枕无忧,不用担心有人动手,常胜功夫的人,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幼稚天真的想法。 媚儿已经紧急通知了大官员众女不管在哪里都要千万小心,来回进出的护卫多安排了一倍,就这也不敢保证就能万无一失。 怪你们过分美丽。 王胜面对众女的时候,也是如此的苦笑着说的。 不可否认的是,众女在重修咏春心法之后,每一个人的气质全都有了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 特别是王胜给他们的尊重和爱护,更是让众女心有所属的同时,也乐意在王胜设计的一切能绽放他们美丽的方面极尽所能的做到最好。 可以说,他们把这个时代能够发挥出来的美丽发挥到了极致。 王胜也是男人,当然能理解男人的心思。 这么一大群这世上最美丽最性感最懂男人心思的游物,要是没人动心那才怪了。 公爷,我有办法。 魏儿头疼的时候,大官员中唯一的那个并不新属王胜的女人但台瑶站了出来。 第1275章 但台瑶有办法 上 有什么好办法? 魏儿正愁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但台瑶的这句话立刻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魏儿没有问王胜。 问王胜的结果,肯定是把这些动心思的人全都教训一番,教训道让他们再也不敢有这种心思。 可是,魏儿自己也清楚,就算这些人在王胜的威压之下暂时低头,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一旦王胜出事,众女肯定是首当其冲。 打铁还须自身硬。 但台瑶笑道,只要让姐妹们都有了自保之力,什么麻烦也都迎刃而解。 道理是没错,问题是,众女修行的全都是改良过的永春心法,真正拥有战斗力,是在传奇境界。 可现在,众女的平均修为是七重镜,还差得远。 怎么做? 王胜也冲着弹台瑶问道。 总觉得弹台瑶这时候跳出来,是有些其他的心思。 永春心法其实是可以速成的。 但台瑶面对王胜也不敢怠慢,飞快地回答道,只是消耗太大,所以开始没有提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但台瑶只是说让众女重新修行,加起来各种补药什么的需要五亿金币左右。 那个时候王胜毫不犹豫地点头,并拓展出来梦之房给众女作为安身立命的产业,算是完成了对众女的承诺。 那个时候,各大家族的收入一年也不过才是几亿金币的样子,但台瑶就是有天大的面子,也不敢对王胜多提其他的要求。 五亿金币的要求一说出来,他已经是尽可能的精减了需求的结果。 可是现在,立真房随随便便就是几百亿上千亿的盘子,当年壮着胆子才敢提出来的数字,现在但台瑶都有些不屑一顾了。 自然面对王胜和妹儿的时候,就敢提更多的要求了。 说说看。 王胜对于让众女提升修为拥有自保之力并不排斥。 众女修为提升了,妹儿才能更安全,这不是坏事。 至于说那些动心思的家伙,王胜肯定会给他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训的。 但不是马上,可以再解决了但台瑶的这些要求之后再说。 反正那些家伙也只是说说,只要王胜在,他们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 可能会比之前的消耗增加十倍。 但台瑶虽然知道王胜妹儿现在已经赚了许多金币,可是也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愿意把弱大的代价付出在大官员众女的身上,所以说话都有些怯生生的,小心的先给两人打了个预防针。 没有问题。 王胜直接点头,丝毫没把那个十倍的消耗放在心上。 如果只是金币的话,那就完全不是问题。 府中新建的那个大音乐厅,每个月至少要有四次大宗师级的演奏。 但台瑶建王胜毫不犹豫的点头,心中的担忧也随之一扫而空,也不在这个时候卖关子,直接开始提要求。 王胜离开之前,给妹儿留下了一张全新的大音乐厅的设计图,一千二百个座位的那种。 比外面正在兴建的五座大剧院要小,但对于长盛功夫内部使用来说,已经是足够了。 京城正在修建的五座大剧院,全都是将原先的音乐厅放大,舞台四面全都是上千座位,总共五千座位的大剧院,现在已经修建的差不多,近期就要开始首场演出。 五座大剧院两万多的座位,只要演奏的乐队足够,每天都有演出可以听。 皇家艺术学院现在招生招到手软,培养普通的乐师每期都上千。 也不知道有多少自绝前修阵法炼丹之类的没多少希望的人转为修行乐师这个新职业。 长盛功夫的这座大音乐厅已经完工,比外面那几座不知道精巧了多少倍。 开玩笑,施工的人当中至少有十个大宗师,其他的全都是大宗师的弟子,宗师级的也有上百了,外面那种能比。 更别说阵法大宗师,皇家艺术学院水平最高的大阵法师帮忙布置的阵法,别人详请都没这个资格。 光是这个大音乐厅的造价,按照试价算的话,就已经超过了两亿多的金币。 但抬摇一开口都没提这个造价,光是演奏的大宗师级的乐队,就是除了王胜以外,连天子和各大诸侯都没办法请动的。 以他们演出的成本算,现在每一个座位一次就是二十万金币。 一千二百个座位,就是两亿四千万金币。 关键不是金币,而是除了王胜,别人能不能办到。 这才是最昂贵的部分。 可以。 但抬摇以为王胜会斟酌一番,没想到王胜连犹豫一下都没有就直接点头了,简直让但抬摇惊喜到报,让大官员中的众女恨不能都挤到王胜怀里来感谢他。 除了大宗师级演奏,平常姐妹当中学习音乐的那些都可以正常演奏。 王胜紧接着又说道,另外,平常我可以让皇家交响乐团来家里演奏十场。 皇家交响乐团是于大师一手带出来的,虽然没有大宗师级乐队那么厉害, 但也是除了大宗师乐队之外首屈一指的乐团。 听他们的演奏会,也一样有大把的好处,只是没有大宗师乐队那么高深而已。 加上姐妹们自己的演奏,可以说,大家修行起来,天然就比没有音乐辅助的人要效率高。 姐妹们自己好说,可是不管是大宗师级乐队还是皇家交响乐团,每次演出王胜不可能让人家白演出,这个消耗,正常价格一个月下来就是十几亿金币。 另一个,姐妹们每天的食谱中必须要有高级妖兽的肉。 但台瑶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思,再次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可以。 王胜更是毫不犹豫的答应,反过来直接问道,要什么级别的妖兽的肉? 越高越好。 但台瑶赶忙回答道,永春心法与众不同,正常人修行吸收不了多少高级妖兽肉当中的灵迹,可修行永春心法的可以。 最好是传奇境界的妖兽肉,实在不行,也要比姐妹们的境界高一级。 没有问题。 王胜再次想都不想的点头,传奇境界,或者更高级的妖兽肉,对吧? 可以。 第1276章 弹台瑶有办法,下 王胜的这一句回答,不光是弹台瑶,连妹儿都有些惊心动魄了。 比传奇境界更高级的妖兽肉,那是什么? 现在整个王国内,大家听说过的超越传奇境界的妖兽全部都在千绝地核心之中,而且还是被超级阵法限制无法出来,更重要的是,千绝地核心的超级妖兽可都是人形妖兽,这是什么概念? 妖儿和弹台瑶都被吓到了,都不知道该如何接王胜的话头了。 放心,我有办法。 王胜给了妖儿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转向弹台瑶这边,还有什么要求? 不要日常用的就足够了。 弹台瑶听着王胜的话当真是心惊肉跳。 如果真的按照王胜答应的来做,六百多个姐妹一个月就要消耗接近二十亿金币的资源,想想都害怕呀。 拔中净妖兽的肉,现在就已经是上千斤币一斤了,可以想象传奇境界的妖兽肉有多贵,百倍都不止吧。 最可怕的是,六百多人,每个人每天至少要一斤的量。 一天下来,光是吃肉,简单算算就得六七千万斤币。 这还只是传奇境界的妖兽肉,真要按照王胜所说的更高等级,弹台瑶已经不敢想了。 真的要做到了,大官员的六百多个姐妹,每一个每天吃的东西都是用黄金直接铸成的吧? 需要几个阵法大宗师打造一个阵法。 都已经提了几十亿金币的要求了,弹台瑶在提的时候就已经不那么忐忑了,能把大家修行的时候都覆盖的一种特殊阵法。 阵法材料也需要一些消耗。 可以。 王胜再次爽快的点头。 阵法大宗师,王胜还是能够找到几个的。 至于阵法材料,买买买。 几十亿都花出去了,还在乎多一个阵法的消耗。 等到所有东西齐备之后,需要集中修行一段时间。 但台瑶再次开口道,我会用凯旋宫的秘法来帮姐妹们提升。 但这段时间恐怕孟之房就需要停止生意了,会给公爷和公主造成不小的损失。 无妨。 王胜依旧还是平静的回答道,不过就是个把一金币的少收入,开业之后还能再赚回来。 但台瑶提的所有的要求,王胜都答应的异常的爽快,这也让但台瑶有一种侍卫之急者死的激动,要是凯旋宫对但台瑶能有这样的信任和支持,但台瑶会离开凯旋宫毫不在意吗? 别说凯旋宫,就是换成各大诸侯任何一个,恐怕都不可能如此力度的支持。 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财力和魄力,能办到的,也唯有眼前的这一男一女王胜和妹儿了。 最后一个要求。 被王胜答应的爽快都有些害怕的但台瑶,提出最后一个要求的时候,都有些心虚。 什么? 王胜很平静的问道。 完好的强威。 但台瑶并不知道强威的伤势恢复情况,但他知道强威肯定是保住性命了,所以飞快的说出了这个最后的要求,公爷你也知道,众姐妹修行靠的是什么,要么是强威,说到这里,但台瑶停顿了一下,深呼吸了一下之后,才对王胜说道,要么就是公爷你。 改良过的咏春心法修行的要求,是要修行之人心属一人,至死不渝,然后才能够修行。 王胜当时并没有接受众女,所以最后只能是强威以身代之。 虽然和众女欢好的是强威,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众女心系的只能是王胜,不可能是别人,只是谁也不说,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相比其他几个条件,最后这个条件在弹台瑶的心中,应该是最简单的。 因为他觉得只要用最好的伤药补药,强威的恢复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长胜功夫上还怕没有好药。 何况还有那么多老道和王胜都能用九字真言帮助恢复。 可这个条件听在妹儿的耳中,却是脸色大变。 强威的伤势倒是好说,可问题是,强威的圆魂空间也被破坏,修行的根基都坏了,难道为了众女的安全,就让王胜去现身? 尽管众女都陪着妹儿强威和王胜一起拜过天地,理论上按照妹儿强威的说法,她们都是王胜的通房丫头,和王胜上床也应该是没什么的。 可一想到那么多姐妹们和王胜缠绵的情形,妹儿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难道这就是吃醋吗? 可明明她们姐妹们根本无法对妹儿造成威胁呀。 妹儿的目光转向王胜,等着王胜如何回答。 王胜也只是略微惊讶了一下,然后好像思索什么的样子,一会之后,再次点头,强威的伤势,可能需要十天左右才能恢复到能正常行动,接下来我还需要十天时间让她恢复。 那就是二十天的时间,但台瑶对此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重的伤势,二十天的时间就能够恢复到正常修行,这恢复速度绝对已经是惊世骇俗了,她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 何况,提前寻找高级妖兽的肉,和大宗师乐队以及皇家交响乐团以及那些阵法大宗师提前沟通,采买各种材料,包括但台瑶自己的准备,这些都需要时间。 二十天时间能准备停档,这已经足够快了,但台瑶以为至少要两个月呢。 等到开始操作之后,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但台瑶有了王胜的保证,自己也似乎被激发出来那种做事的畅快,光是那种价值数十亿金币的信任,就让他感觉超越了这世上99%以上的人,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激动。 一个半月的时间提升两个境界,达到传奇境界。 快了点吧。 对修位可不利啊。 王胜皱起了眉头,这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王胜可是才和老道讨论过修行基础的问题,速度太快,并不是什么好事。 公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但台瑶笑了起来,妾身现在是彻底相信,公爷对姐妹们当真是关怀备至。 放心吧公爷,咏春心法修行方式特殊,前面八重镜完全没有战斗力,其实已经是不停的在给传奇境界打基础了。 这么多辅助手法,绝不会出现公爷担心的那种情况。 第1277章 上 媚儿,派人去老军官,请老道过来。 王胜等到了但台瑶的保证,点了点头,转身冲着媚儿吩咐道,让人告诉老道强威现在的状况,告诉他我要用那样东西,让他过来帮忙。 王胜的话莫名其妙,用哪样东西媚儿也不知道,但还是乖绝的点点头,马上派人去请人去了。 该采买的东西,但台瑶会列一个单子给媚儿,媚儿马上就会吩咐下去。 对了,妖兽肉不用采购了。 王胜提醒了媚儿一句。 媚儿和弹台瑶都不知道为什么,但王胜既然这么说,两人自然也不会多问。 除了灵虚老道,别人都不知道两人这次出去弄了多少鱿鱼虚回来。 出发的时候,两个人身上就带着四头飞行妖兽半年的肉食。 一头飞行妖兽都是数丈长的庞然大物,每一天没有几百斤肉食肯定是吃不饱的。 四头飞行妖兽一天的食量,恐怕就得两千斤朝上。 发现超级抹香精和超级大王乌贼同归于尽之后,两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戒中所有的飞行妖兽的肉食全都扔出去,然后趁着新鲜,把最好的超级妖兽肉收起来。 抹香精的皮子最好,可皮子下面是厚达数十米的鲸鱼脂肪,纯大肥肉外加工业脂肪,这东西可不怎么好吃,反倒是超级大王乌贼则是王胜口中的纯海鲜,从里到外都能吃的好东西。 两人把那戒里塞得满满的,一点都没客气。 就这,连一根鱿鱼须都没能拿下,充其量只是在上面挖了一小节而已。 后来四头飞行妖兽吃的,全都是那戒里塞不下,然后放到了飞行妖兽背上的,四头飞行妖兽辛辛苦苦的来回飞了好几趟,背到那个上数万斤。 飞行妖兽是吃了不少,但绝对算不上多。 因为他们吃完还要消化吸收其中蕴含的强大灵气,后来还晋级,反倒是食量比平常的时候少了至少十倍。 没办法,光是里面的灵气就够他们消化吸收很多天了。 一直到回来,王胜的那戒当中,按照每天六七百斤的消耗,鱿鱼须剩下的部分足够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但抬摇只要一个半月的消耗,足够了。 要不是担心营养均衡的问题,王胜能让姐妹们把鱿鱼须当饭吃。 传奇境界的妖兽就足够姐妹们使用,也不知道这些鱿鱼须能提升几倍的效能。 不过肯定对众女有好处便是,王胜还不至于舍不得这点东西。 先拿出一大块来送给妹儿和蛋台窑,妹儿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她最近常吃的海鲜,所以不怎么稀罕,主要还是给蛋台窑的。 你先试试这个顶用不顶用。 王胜是这么和蛋台窑说的。 毕竟他才是最有资格做出判断的人,王胜可不是一个想当然的人,觉得行就行,肯定要试验一下的。 这是什么肉? 蛋台窑一愣,没想到王胜随身就带着妖兽肉,不过这并不奇怪,王胜经常外出的,身上要是没有肉才怪了,问了一句之后觉得还不够,又补充问了一句,什么品级的? 因为超级大王乌贼已经超越了众人的认知,而且过了某个境界之后,外人已经很难从表现上看出来妖兽的品级,就如同王胜一样,现在他是真正的传奇境界巅峰,但是外表看却是反扑归真,丝毫没有气息的外泄,不是熟悉他的人,根本没办法判断王胜的修为境界。 由于须也一样,超过了蛋台窑的认识范畴,却又没有丝毫的气息外泄,所以蛋台窑才没办法判断。 但他又坚信王胜不会拿出普通的东西给他,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妹儿其实也很好奇,他是吃过,很美味,吃完之后也很舒服。 不过妹儿并不是修行咏春心法的人,只是觉得对身体很好,能吸收一部分,却无法彻底的消化吸收其中的灵气。 没办法,人类和妖兽的进化方向不同,这方面的优势也不一样,做不到如同妖兽一样直接能吸收其他妖兽体内的灵气。 但人类却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比如发明出咏春心法这样的修行功法,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这是一头超级海妖身上的肉,我叫它大王乌贼,其中一条触手上的。 到了这个地步,王胜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冲着妹儿和淡台瑶说出了实情,品级的话,最低十三重镜,但我和老道都觉得应该在十四重镜。 巴搭,淡台瑶的手一松,那块肉炖时间掉到了桌上。 听到响声,淡台瑶才反应过来,急忙低头捡起来,还好桌上很干净,肉上没有丝毫的脏东西,绝不影响吃。 当然,就算是有些许的脏东西,淡台瑶也绝不会在意的,稍微洗洗就行。 这可是十四重镜的妖兽肉啊。 怎么可能? 可是王胜的话他不会怀疑,另外,还有一个灵虚老道,他的话更加不用怀疑。 道门之中辈分最大资格最老的大德高道,他会说谎。 他能判断错误。 两人说是十四重镜,那就一定是十四重镜。 你先试试效果,何用的话,我这里有能让姐妹们吃上一年的足够的肉。 王胜冲着淡台瑶叮嘱道,不用担心不够。 呼,一声长长的出气声从淡台瑶口中发出来。 他以为自己在京城已经算是见多识广了,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一个井底之蛙而已。 这世上难道还真有十四重镜的妖兽? 传奇境界并不是巅峰。 王胜似乎猜到了淡台瑶的想法,冲着他点拨道,已经有人突破传奇境界,进入到了更高的境界。 我见过的有六个,你们认识的有五个,所以,尝试一下,看看咏春心法能不能突破传奇境界进入更高级。 要有信心。 真的。 淡台瑶惊骇完之后,才意识到王胜刚刚说突破境界的人他居然也认识五个,忍不住惊喜万分的问道。 相信我,每个人都可以。 王胜点了点头,皇家三大供奉,加上老道和大关主,你们都认识,吴忧城还有个黎叔,他们都是。 以后,你们也可以。 第1278章肉,下。 淡台瑶已经惊喜得要打白子了。 这方面,反倒是媚儿表现更好一点。 当然,这也是因为王胜早就指点过他,而他也比淡台瑶更早知道老道大关主和皇家三大供奉的修为。 试验什么的,原本淡台瑶是要让厨房做熟之后试试的,可是自从知道这是十四重镜的超级妖兽肉之后,就再也不敢那样浪费了。 直接从身上拿出来一把小刀,就那么在那块肉上生切了一小片。 切的时候,即便是以淡台瑶咏咏春心法传奇境界的修为,也是全力的切了好几下才切下来那么一点。 如此的任性,绝对是超过传奇境界了。 刺身的吃法也不错。 王胜还很配合的给淡台瑶弄了一小碟酱料让他站着吃,反正调料都是随身带的,很方便。 同时也没忘记随口点评一句,淡台瑶此刻的吃法,可不就是海鲜刺身吗? 淡台瑶倒是也没客气,在王胜给准备的蘸料里沾了沾,一块肉送进了口中。 嚼了好长时间吞下去之后,还不忘记赞一句味道不错。 然后淡台瑶就在王胜和妹儿面前开始修行咏春心法,只是片刻,淡台瑶的脸上就浮现出一片烟红,身体都随之微微晃了起来。 好一会之后才恢复正常,慢慢的睁开眼。 好厉害的灵气。 淡台瑶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随之鼓笑起来,姐妹们恐怕一天能消化一两就不错了,一斤的量,等他们到了传奇境界之后再说吧。 人类不是妖兽,即便是有功法帮助消化吸收灵气,也不可能如妖兽那般。 首先一个体型上就差了不知道多少倍。 不过,淡台瑶却已经确定了,这绝对是至少十三重镜的超级妖兽,而且很大可能是王胜和老道说的十四重镜的妖兽肉。 有这些妖兽肉,姐妹们短期内晋级绝对不是梦想,就连淡台瑶,忽然之间好像也看到了前方的道路。 妖兽能突破传奇境界,也有人突破了传奇境界,而且还是自己认识的人,那凭什么自己就不行。 这时候,淡台瑶忽然想到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王胜卖出元魂升级方法的旧案。 好歹淡台瑶也算是凯旋宫高层,自然知道当年的详细消息。 回想起来,原来当年所有人都以为王胜在一开始说的那些靠着信心升级是开玩笑,现在淡台瑶才明白,原来并不是,后面大家以为是事实的那部分才是。 多谢公爷指点。 淡台瑶站起身来,冲着王胜恭恭敬敬的一个深深的福里。 这是真正的指点大恩,粉身碎骨都难以报答的那种。 要不是淡台瑶早已经心有所属,说不定很早以前也会属意王胜。 淡台瑶带着震撼惊喜以及感恩的心思离开了,他要尽快的先把需要采买的东西列一个清单,只留下妹儿和王胜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妖兽,十四重镜。 妹儿还沉浸在超级妖兽的级别之中。 哪怕她早已经知道人类能突破传奇境界,可是十四重镜还是把她吓到了。 走,到墙威那边,我给你们一起讲。 王胜笑着拦住了妹儿的欠腰,妹儿却是直接勾住了王胜的脖子让王胜横抱着,一路享受着王胜强有力的臂膀到了墙威这边。 墙威的恢复速度惊人,现在已经能够靠着软垫坐着,体内的疼痛也基本上消失,只等恢复了。 不过,现在墙威看起来情绪并不高。 这已经是王胜做过手术的第五天,虽然还不能正常的行走,但是墙威似乎已经隐约察觉到了自己体内的异状。 见过老爷。 见过夫人。 看到王胜抱着妹儿进来,墙威在脸上硬挤出来几分笑容。 她知道王胜为了救她付出了什么代价,哪怕在心里不舒服,也不想让王胜再为她担心。 好了,墙威。 妹儿从王胜怀里跳下来埋怨墙威道,你伤势还没好,就不要讲这些虚理。 王胜也在墙威床边坐下来,先给墙威一个六字诀,然后才抓着墙威的守灵器探查了一番。 墙威内府的伤势已经基本上到了。 快要痊愈的地步,外伤也在缓缓的恢复之中,恢复状况很好,王胜很满意。 是不是发现自己无法调动圆魂空间? 无法修行,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恢复。 王胜笑着冲墙威问道,刚刚是在为这些事情担忧吧? 让老爷见笑了。 墙威闻言一正,看王胜满脸的微笑,也知道自己瞒不过王胜,只能低头冲着王胜小声的告罪。 放心吧,你这个伤势,再等十天就能差不多恢复。 王胜很明确地告诉了墙威十天的时间,紧接着,把刚刚和弹台窑说的那些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听到弹台窑说有办法让众姐妹的修为快速提升,墙威也很开心。 但听到弹台窑提出来的那些条件,饶是强威也算是见惯了大钱的,可这么几十亿金币就砸在自己姐妹们身上,也让强威不由的心惊肉跳。 再往后,听到后面要有一个完好的强威的时候,强威哪怕已经早和王胜不知道行过多少次周公之礼了,也还是羞涩的娇颜泛红,不敢看王胜。 你的伤势我知道。 王胜想了想,还是觉得要和强威实话实说才好,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的修为已经废了。 圆魂空间损毁,圆魂损毁,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说到这里的时候,强威的脸色已经明显的难过起来,眼中也微微的泛起了泪光。 胎儿看着强威难受,气得差点要捶王胜一把。 不过,那只是在一般人眼中的看法。 王胜紧接着一个不过,就让强威的泪光都消失不见,期待万分的看着王胜,等着他给自己一个天大的惊喜。 我和老道这次外出散心,寻找朱星生的藏宝,还经历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王胜为了给强威信心,用很玄妙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其中有一些经历,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会明白,其实有时候,圆魂空间损毁,并非是无法修补的。 也许,这正是你的一场大机缘也说不定。 第1279章 希望 上 两女的好奇心被彻底的提了起来,魅儿都恨不能催着王胜赶快说的时候,王胜才笑嘻嘻的开了口。 寻找朱星生宝藏的过程,之前已经讲过一次,强威和魅儿其实都已经听过,并不是很新鲜。 可是王胜没讲的这些,才是真正的让人好奇不已的东西。 数以亿计的鱼群,无数强大海妖的饕餮盛宴,长达数百米的恐怖处须,一切的一切,听得两女如醉如痴。 大海中的瑰丽神奇,连灵虚老道都沉溺其中,更不用说两个生性就喜欢浪漫美丽的女子了。 从王胜开始讲述大海上的美丽风光,两女的小嘴就没有合上。 两双美丽的眼睛,闪烁着期待,好奇,想象的光芒,仿佛在与王胜一起徜徉在美丽的大海上。 我一定要去海上看看。 魅儿已经仿佛置身于大海之上,小嘴发出如同梦意一般的呢喃。 旁边的强威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身边就是数一条五重镜的海鱼然后被一大群狂暴的妖兽追赶的情景是怎样的壮观。 更加无法想象海底五彩斑斓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丽和魔幻。 最后,来到了大高潮。 两头超级妖兽矿石大战的场景让两女如痴如醉。 几十里之外气息让灵虚老道这样的高人都不敢靠近的恐怖,更是让两女浮想翩翩。 无论如何,两女都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场景。 这个时候,王胜却变气法一般的拿出了自己的单兵作战终端,当着两人的面,在上面点了击下,于是,那个看起来很一般的屏幕,瞬间闪烁出了鲜艳无比的颜色。 鱼群,数量多到两人根本无法相信的鱼群,在湛蓝的大海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布达到数十里数百里的鱼团,成群的传奇境界的海鸟,水下各种恐怖的海妖。 然后就是王胜和老道从空中跃入大海之中以王胜的视角看到的景象,海底清澈的海水,无数拥挤的鱼团,海鸟和海妖疯狂捕猎的残酷场面,就这么赤裸裸的呈现在两女的眼前。 除了在老道面前之外,王胜这还是第一次拿出单兵作战终端。 妹儿也好,强威也好,都是王胜绝对信任的人,所以她不怕让他们看到。 可是弹台窑就没有这样的好处,这就是区别。 两女已经被海洋中那和陆地上完全不同的美景所吸引,各种各样神奇的从未见过的海妖,让两女看得如罪如此。 直到看完这段海洋中捕猎的视频之后,两女才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 妹儿拿着那个单兵作战终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才能让自己看到这样的情景? 这是什么? 妹儿小心翼翼的拿着单兵作战终端,已经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次,依旧无法理解里面这么会有那么生动的画面。 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才小心的向王胜问道。 这是一种可以把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的小玩意。 王胜笑了笑,没有具体解释只是很简单的描述了一句,当然,这东西暂时来说只有我有,不容易做。 就算现在有这么多的大宗师,也不可能做出来。 那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 妹儿眼前已经看到了又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全都是用黄金铸造出来的那种。 这东西如果拿出来,放在市面上,能卖多少钱? 有多少人会倾家荡产的来买? 暂时不用想了。 王胜笑着摇了摇头,接过单兵作战终端,然后开始调出下一段视频,同时不忘记回答道,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全力的投入到制造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教授学生,研究其中的道理,慢慢的制作成品,估计得要一二百年的时间。 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中,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什么都没有研究,从最简单的光学电磁学开始,一直到能够研究出最终的成品,哪怕有王胜指路,恐怕也得把地球上王胜来这个世界之前的两个世纪的科学研究重走一遍才行。 这个有意义吗?至少对王胜目前来说,没有一点意义。 所以王胜直接告诉了梁女不用想了。 本来梁女还想说点什么的,可是马上就被显示屏上的第二段视频牢牢的吸引住了目光和所有的注意力,再也挪不开。 第二段视频,当然是两个超级大家伙的矿石大战。 身长超过了一千米的超级抹香精和更长的超级大王乌贼的战斗,搅起百里方圆的风云际会,激烈的战况和疯狂的场景让梁女看得差弹要惊叫出声。 这种等级的战斗,如果不是亲自在现场观摩,根本就无法想象。 大海之上的很多东西,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都是神秘的不能更神秘的超级谜团,更别说这种只有在深海区域才能够见到的超级大战。 光是这两个大家伙的体型,就足以秒杀这世上所有的陆生生物。 千诀地里面强大的超级妖兽在这两头大家伙面前,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尘埃,可以被他们在海洋中轻而易举的捏死的小自备。 不用说见到两个大家伙的战斗,平常就算是只看到他们的身影,就足以出去吹一辈子的牛了。 可现在,两女托王胜的福,借助地球上的高科技,足不出户的就看到了应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超级妖兽的身影。 军用单兵作战终端可以超长待机,而且王胜经常是让他处于满电状态的,所以录制的时间也很长。 两女挤在一个小小的屏幕面前,也不顾自己的姿势怪异,浑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要不是王胜关心强威的伤势及时提醒,两女恐怕都能在这个小屏幕前面不离开。 即便如此,看着王胜把单兵作战终端收了起来,两女的目光依旧还是那种恋恋不舍,仿佛能够透过那戒看到里面的屏幕。 不急,等强威的伤势好转了再看。 王胜笑了笑,告诫两女道,给你们看这些,只是想要告诉你们,这个世上,还是存在许多奇迹的。 而你们的老爷我,就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强威,等你伤势养好,再给你看另一个奇迹。 第1280章 希望 下 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强威估计能催她一脸。 什么招摇撞骗的家伙也敢到强威姐面前来现眼。 别说现在她可是掌管长盛工府一部分产业的强威夫人,就算是当年吴忧城的强威姐,也没人敢这么呼怒她。 可这话是王胜说的。 王胜现在是强威的老爷,也是长盛工,而且还是好几年一贯发生奇迹的神秘高手。 别说远的,光是他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海底的景色和两头超级妖兽惊天动地的大战,就足以给强威竖起雷打不动的信心。 老爷,谢谢你。 强威差点就要喜极而泣了,趴在王胜的怀中,都不知道该表达对自家老爷的感激之情了。 要不是现在伤势还没有完全好,说不定魅儿马上就会投怀送抱,让王胜享受一番极品的温柔风月了。 乖,好好养伤,等我给你个惊喜。 王胜好一会才把强威安抚好,总算是让他再也没有那种沮丧绝望,只剩下期待了。 魅儿似乎还沉浸在那种恐怖的超级大战之中,王胜看着他一个人拿着单兵作战终端目不转睛盯着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快去干活。 王胜一把抢过单兵作战终端,冲着魅儿笑着吩咐一句,一巴掌轻轻地拍在了魅儿的小屁股上,赶他去干活。 哦! 魅儿捂着被王胜拍过的地方,撅着小嘴,就如同手机被人抢了的现代小美眉一般,不情不愿地干活去了。 王胜也去干活,不过他不用干苦力,只要去卖人情找人就行。 大宗师乐队,阵法大宗师,皇家交响乐团,这些都需要王胜出面。 相对来说,乐队好说,可以先不用找,但阵法大宗师却是一定要先找好的。 布置阵法也需要时间,提前找好阵法大宗师,提前布置好阵法,能让弹台窑的把握更大一些。 皇家艺术学院的那两位负责音乐阵法的大宗师,王胜很快就找到了人。 和他们一说,两个大宗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开玩笑,给长盛公办事,哪一次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从他们和人合作以来,就没遇到过这么尊重人的合作者,各种超好的待遇不说,金币比外面市价还高两成,用的东西又是最好的。 说句不好听的,给长盛公干活,哪怕再累,干得也舒心呢。 何况,长盛公总有一些奇思妙想,能够给他们带来各种启迪。 否则的话,他们现在音乐阵法的大宗师是怎么来的? 原先两人当中只有一个大宗师,另一个只是宗师而已,即便是大宗师的那个,也只是普通的大宗师,泯然众人,哪像现在,音乐阵法方面,就再没有比他们更权威的主。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一听王盛还要找几个阵法大宗师一起动手,两人不用王盛开口拜托,直接主动请鹰,拍着胸脯保证,他们会帮忙找几个有交情的阵法大宗师过来。 绝不会当个长盛公办事。 长盛公亲自出面请人,还怕请不到。 玲珑阁多少大宗师每天都是眼巴巴的盯着长盛公府,期待着有一天长盛公会请他们过去帮忙。 只要王盛一开口,就意味着某个大宗师可能要名动天下了。 这一点,之前已经有上百位大宗师验证过了,只要帮王盛干活的,就没有一个不是某样东西的开山鼻祖之类的,那可比一个区区大宗师的名头要强上不知道多少倍了。 谁没几个好友? 两个音乐阵法大宗师马上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动的把邀请人的火抢了过来。 王盛点了头,只是给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真材实料,这次要布置一个能够囊括六七百人的大阵,一点不能出错。 两个音乐大宗师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请长盛公放一百个心,耽搁了长盛公的大事,愿意提头来见。 有两人的保证,王盛也省了不少事情。 同行之间,毕竟还是好沟通,也好找人,比王盛一个个托人去找肯定要轻松许多。 现在,王盛只要解决大宗师乐队就行了。 不过在此之前,王盛还是先去了一趟皇家交响乐团这边。 皇家交响乐团现在同样也在皇家艺术学院里面训练,他们当中的成员甚至各自都有教学任务。 王盛上门预定演出时间的时候,已经是皇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于大师的那个年轻弟子二话不说立刻点头。 要是没有王盛,皇家交响乐团的那些乐师现在能过得那么风光。 想啥美事呢? 还不是被人呼来喝去,在人家的饮宴之上给人表演助兴。 混到头也就是个隐居山野的如同于大师等人一般的出世高人大宗师了。 哪里如现在这般的风光无限。 几个在场的乐团成员同样没二话,爽快无比的点头。 别说只是给长盛公府上表演一个多月,就算是半年一年又如何。 何况,长盛公可是说了,让他们卖力表演,待遇尚服五成。 给谁表演不是表演。 别人能有长盛公懂欣赏。 还是能有长盛公之父报酬爽快。 皇家交响乐团也搞定,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大宗师乐队了。 他们并不在皇家艺术学院之中,虽然也有教学任务,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乐意在长盛公给他们专门准备的那个功能齐全的小剧院当中练习。 能成为大宗师,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至少全部离手区不离口这个简单的要求,他们是从来没有放下过的。 已经是大宗师的他们,就没有一天停止过练习,也没有一天放松过要求,更没有一天放下对音乐的追求,这才是他们能成为音乐大宗师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没有其他。 王胜特意把他们放到最后,就是因为王胜知道,想要靠着什么金币之类的打动这些大宗师,那是不可能的。 自从在京城皇家大剧院演过几场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缺过金币。 能影响他们的,只有对音乐的更高的追求,一般人根本给不了他们。 值得庆幸的是,王胜可以。 地球上无数经典的音乐,让王胜脑子里有源源不断的好东西拿出来,能让每一位大宗师音乐家都垂涎三尺。 第1281章 新驱 1 老道来得很快,比王胜想象中还要快。 还没等王胜回到原先的小剧场那边去和大宗师乐队沟通,老道就已经赶到了府上。 他是乘坐飞行妖兽过来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暴露了,那自然老道也不用隐瞒什么,大摇大摆的乘坐着飞行坐骑飞到了长盛公府中。 王胜也只能先找老道,要是先去那些大宗师那边,没有几天是出不来的。 普新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只把曲子记下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强威的山我看了。 王胜赶到之前,老道已经让人把强威给抬出来检查了一遍,仔细询问过了强威的各种感受,判断的比王胜还仔细,元魂空间有损毁,元魂也有残缺。 你打算用哪一招? 老道你觉得有戏吗? 王胜其实也不敢保证,所以才让老道来帮忙权衡的。 在妹儿强威面前的时候王胜话说得很满,那是为了树立两女的信心,在老道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实事求是的商量研究旧行,老军官的传承典集当中有没有治疗类似伤势的法子。 把你当时救治的情形仔细的说一说。 老道也皱起了眉头,长叹了一声,老军官有些办法,但前提是元魂空间不受损,或者受损不严重。 这次强威的伤势太重,必死之局被你硬生生从生死一线间给拽回来,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但肯定是有损根基的。 王胜对老道也没什么隐瞒,主要就是缝合外伤伤口,外加一个刺激生命潜力的真迹和输血而已。 王胜已经对有志于此的美女护士讲过原理方法,给老道多讲一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仔细的听完了王胜的方法。 老道对于输血的兴趣显然大过其他,仔细的追问了一番。 没办法,王胜只能又把血型之类的基础知识给老道介绍了一番。 不仅如此,这些天那一批美女护士们已经找了一批志愿者试验,ABO血型的四种血型已经全部找齐。 众女在王胜的要求之下,还特意的给王胜和老道演示了一遍各种血型的相容,以及不同血型的凝血反应等等,看得老道好奇不已。 这么说来,滴血认亲根本就不合理。 老道看着眼前的事实,不由的苦笑了起来。 何止是不合理,简直就是超级不合理啊。 王胜笑着回答道,如果我愿意,随便做点手脚,你想要和谁滴血认亲就滴血认亲,能和你的血液相容的人全天下能找出来几千万上亿,你莫非这些年来一直是不种天下? 呸! 老道当然能听出来这是王胜在开玩笑,脆过之后,还是让王胜表演了一番随随便便就能滴血认亲血液相容的戏码。 对王胜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在水里加上一些特殊的东西,无论每两个人的鲜血,都能随意相容。 一连串的事实摆在眼前,让老道也不得不瞠目结舌的承认,以前以为是正确的东西,的确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说正事。 王胜把话题又拉回了强威的伤势上,你觉得我用那个法子管用吗? 强威的身体里有你的血液,有你的灵气。 老道慢慢的琢磨道,现在谁也不敢说,不过,就算是管用,你确定强威能承受那种痛苦。 王胜要用的办法,是让强威收取超级大王乌贼的元魂,就如同王胜当时吸收超级抹香精的元魂一般。 抹香精元魂一进入元魂空间,因为巨大的体型,首先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吞噬原来的元魂,而是将原本的元魂空间称大了十倍有余。 称大的过程,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在毁坏原先的元魂空间然后重建的过程。 抓住这个本质,强威的元魂空间损坏不损坏,其实分别已经不大了。 只是,称大的时候,王胜当时头痛欲裂,差点就无法忍受。 以王胜这样钢铁一般的战士都差点忍不住,强威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女,能行吗? 老道,你说,这世上有没有一帆风顺的好事?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运气好的吓人,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出,就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 王胜没有回答老道的问题,反而反问了老道一句。 哪有这样的好事? 老道苦笑着摇起头来,真要有的话,先给我找一打来,我先尝试一下。 强威是个修士,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超级高手。 王胜十分坚定的说道,修行的路上不会有捷径,更不会一帆风顺。 所以,有些苦,她必须要吃,也必须得吃。 能不能承受,这个不是问题。 强威是我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承受。 那我去准备吧。 老道看到王胜的坚定表情,想想修行的苦,也不再说什么。 正如王胜所说,没有谁能不经历任何痛苦就成为高手。 强威要承受的虽然很痛苦,但也是成长路上毕竟的磨练。 不想付出一点代价就要什么都成功,那种人可能出现在这世界上吗? 要大量的赔援丹药,最好的。 老道毫不客气的冲着几个美女护士吩咐起来,距灵阵法要开到极限,造化丹仙准备击食科。 看着老道忙碌起来,王胜转身,直奔强威养伤的地方。 老爷,我能忍住。 王胜只是把刚刚和老道说的话给强威复述了一遍,强威就已经直接喜极而弃了。 冲着王胜连连的保证起来。 要是王胜告诉他很轻松就能好起来,强威肯定是不信的。 反倒是王胜过来告诉他,可能要承受剧烈的痛苦,却反而让强威斗志高昂起来。 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不天真,不想付出代价就得到好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强威是个聪明人,所以他现在才会更加确信,王胜和老道是真的有办法让他复原。 妹儿当时遇袭的时候强威想都不想的就挡在了妹儿身前,连死都不怕,还怕区区痛苦吗? 整个府中已经开始转起来的时候,王胜一个人来到了原来府上的那个小礼堂之中,静静的坐在观众席上,欣赏着那些大宗师们的表演。 第1282章 新曲 2 那些大宗师们练习的很用心。 连着几首曲子,有旧曲,有新曲,但不管哪首曲子,他们都练习得十分用心,哪怕已经知道了王胜的到来,但还是没有分心,认真的练习,直到练习完一次,余大师点评之后这才和王胜打招呼。 王胜已经有段时间没和这些大宗师们见面,再次见面自然是又有一方寒暄。 不过没说几句,王胜就被拉过去,点评他们刚刚演奏的曲子。 这世上,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在音乐领域内,唯一的一个能被这么多人同时接受的而且还言之有误,说出来他们信服的人,估计也就是王胜了。 面对这些在自己的专业上相当纯粹的人,王胜也没有那么多的虚伪的客套,该说什么说什么。 现在王胜已经不对这些大宗师说什么音准高低长短节奏的问题了,再说这些东西,那是侮辱他们。 王胜的修为已经今非昔比,进入到传奇境界巅峰之后。 再来感觉这些演奏的气息,就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 大宗师们的修为也不过就是正常状态下的传奇境界巅峰。 在王胜的感觉中,他们的灵气还不够纯粹,但是已经进入到了那种凝聚的过程中。 这个很正常。 每一次大宗师演奏会,除了王胜特意叮嘱过的几次,其他的演奏会全都有高手晋级。 而只要有人晋级,就从来不是一个人,至少也是数百人集体晋级的大场面,晋级的人经历灵气脆体的时候会在整个皇家大剧院凝结成一个巨大的灵气团。 灵气团的笼罩范围之内,包括那些负责在外面看守的御林军都是好处多多,更不用说身在灵气团正中的大宗师们了。 每一次有大灵气团形成,首当其冲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真正晋级的人,而是这些大宗师们。 也就是说,每一个大灵气团,都是先冲刷过大宗师们的身体之后,才会进入到那些晋级的人体内,进行灵气脆体。 王胜现在察觉到的就是,这些大宗师们其实并不是热衷于修行的人,可是他们每个人的修为,都未必会比那些外面号称的传奇高手们差。 他们的行为,其实就和王胜整整一年没有修行,用来让灵气滋养自己全身一样,这些大宗师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之前,已经达到了王胜之前的那个状态。 要不是这些大宗师们修行地功法真的很一般,他们现在绝对妥妥的传奇巅峰境界没得跑。 这种条件,简直得天独厚到了极点,哪怕王胜都能羡慕地流口水。 不说音阶高低节奏快慢,只说气息的协调。 王胜也是直说,并不因为一众大宗师们不喜欢修行就不说修行相关的事情,想必各位大师已经发现了,其实你们在配合上已经十分的默契,但是有些时候总是感觉别扭,所以才会不停地练习以求寻找不对劲的地方,对吧? 你的意思是,并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 虞大师对此最有感觉,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用演奏但是却又通关全局的人,所以也领悟得最快,马上问了出来。 其他人已经寻找了多次这样的问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每次演奏都让一个人旁听,其他人演奏,可是这个旁听的人总是能够察觉到有些不对的地方,却又说不上来是哪些不对。 王胜刚刚一开口说气息的协调,众人就都明白的确是有那种别扭的感觉。 现在与大师说并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那么很显然,就是他们这些演奏音乐的人的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丹大师脾气直,直接问道。 其他人也是一副要聆听的样子,他们已经寻找了很长时间原因,却始终找不到。 也许王胜能给他们点破这个迷津,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 两点 王胜一点都不客气,直接伸出了两根手指。 于大师一拉王胜,将王胜拉到了指挥台上,自己坐到了下面听着。 旁人也没觉得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对,都仰着头如同平常看着于大师这个指挥一般看着王胜,等着王胜指点。 首先,你们的修为还不够均衡。 王胜伸出了第一根手指,冲着众人说道。 这就导致各自在控制灵气演奏的时候无法完美地做到整体的平衡。 众人都在琢磨王胜的话语,几个人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却发现,还貌似真的有那么一定的道理。 因为大家修为不一致,有些地方该全力施展的,却因为修为不均衡而导致整体气息不均衡,那种别扭感一下就出来了。 当然,想要绝对均衡那是不可能的。 王胜也帮大家分析道,最好的状况,也就是能做到大家差不多,现在不会有大境界上的差距,但小境界上还是略有偏差,这个只能随着大家演奏次数足够多,引发的灵气团足够多次之后,才能慢慢的拉近。 非要说解决的话,这就得多练习,多找平衡。 谁都明白,这么多人是不可能修为一模一样的。 就算是每个人修为一样,但每个人具体使用的时候也有强有弱。 正如王胜所言,只能先给出一个标准然后大家使劲的练习以求一致了。 第二个问题呢? 于大师紧接着问道。 你们每一位修行地功法都不一样。 王胜言简意该的说出了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能理解,第二个问题王胜一提,众人立刻就秒动了。 修为不一样导致气息不均衡,功法不一样导致每个人的灵气都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不均衡的由来。 其实在普通人的耳中,至少在真正的传奇境界巅峰高手的气息感应下,他们是无法发现大宗师乐队演奏上的不均衡的。 也只有这些整日浸淫在音乐之道的大宗师的耳中才能察觉到那点别扭,对于正常演奏来说,足够了。 偏偏这些大宗师们想要追求更高的境界,想要追求完美的音乐,这就难办了。 独奏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缺的,可只要一合奏,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别扭。 王胜这么一点评,大家总算是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第1283章 新曲 大家修行地功法不一样,灵气也不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就属于大家根本不是一个系统的,偏偏合奏要把所有人都集合起来,凝成一个整体,这样带来些许的别扭感觉也就不稀奇了。 如果只是皇家交响乐团那个级别的乐手,也许目前的追求还在如何提升演奏技巧,如何让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力提升到大宗师境界。 可是,眼前的这十几二十几个老家伙,可都是早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进入了这个境界的大宗师,追求自然不一样。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看看谁地功法最好。 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所在,那么众人马上开始商量着解决。 于大师十分的直接,立刻问起众人修行地功法。 二十几个大宗师十分默契,于大师这么说,大家谁也没有避走自针什么的,马上把各自修行地功法名称说了出来,顺便修行上的特点也都没落下,全都讲了出来。 都明白这是想要大家统一一种修行功法,然后将各自的灵气全都修行到一致来追求演奏上的最完美效果,谁也没有提出反对。 在音乐的追求面前,什么修行,什么脾气全都扔到了一边。 一群人说着听着,然后开始辩论起来。 这个合适那个不合适,这个有这样的优点那个有那样的缺点,吵成了一团。 王胜却是在旁边微微的摇头,如果只是靠着这些大宗师以前修行地功法,恐怕他们得不到一个好效果。 只是有些话王胜说不合适,而且这个时候,显然王胜还要各位大宗师帮忙,如果他们沉溺在修行当中,那岂不是要当个了大官员众女的修行? 公爷,你说句话。 于大师没看到王胜的微微摇头,但是他已经习惯了遇上音乐上的事情和王胜商量,现在虽然说的是修行,可还是和音乐有关,王胜又在身边,马上把,矛头指向了王胜这边,让王胜发表意见。 众人争吵不下,可听到于大师让王胜发言,众人都是精神一震。 已经有好多次,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都是王胜一言而觉知的,也没有什么人不服气。 现在还是这样的状况,让王胜来给评判一下,很合适。 我? 不合适吧? 王胜苦笑了起来。 要是音乐上有什么瑕疵,王胜这双被球牛改造过的耳朵还能听出来,可要是让他在适合音乐的修行功法上发言,这不是问道于芒吗?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于大师大大啦啦的说道,论音乐演奏,你不行。 可是要论起修行战斗,我们肯定不擅长。 虽然你修为境界没我们高,可是,刚说到这里,于大师就发现了异常,瞬间改口,现在你修为境界比我们都高了,那就更合适了。 于大师一开口,众人顿时间全都愕然。 大家都是传奇境界的高手,之前还没注意过王胜的修为,现在听到于大师的话,仔细一看,一个个全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王胜现在的修为境界,分明已经是他们看不清楚的另一种平和的状态。 如果不是王胜的修为境界已经超越了他们,那就是王胜变成了普通人。 可是后一种可能吗? 那么就只有前面一种可能了。 一群大宗师如同看着怪物一般的看着王胜。 虽然他们不止于纠结修行的事情,可是,能够成为传奇境界的大宗师,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修行天赋都是绝佳的,甚至于在他们最新于音乐道路之前,曾经都是小有名气修行高手。 可是现在,王胜这个后起之秀,却在修为上将他们结结实实的碾压。 几十年上百年的修行,还赶不上王胜这个矛头小子。 要知道,后面一系列演出的时候,他们每次都参与的,所获得的好处绝不会比那些观众当中的任何一个少。 可他们现在还是在冲击传奇巅峰境界,但后起之秀王胜却已经成功的冲在了他们的前面。 人比人,简直是气死人啊。 对呀,公爷,你修为也比我们高了,指点一下吧。 旁边有人立刻笑着凑去说道,引得众人一阵的附和。 王胜再次苦笑起来。 看来,不说点什么东西是不行了。 不过,想想大官员众女的事情,王胜还是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各位大师,今日礼我过来,其实是有事向求的。 王胜先把自己过来的目的表露了出来,想请各位大师在二十天之后,到府上新建的大剧院当中演出上一段时间。 时间也不长,暂定一个半月,每六天或者七天演出一次。 好说好说。 于大师笑咪咪的开口点头道,这种小事,好说,公爷随便拿几首新曲出来,我们过去演出便是。 反正在哪里练习不是练习。 是啊。 是啊。 一群大宗师一听到新曲,顿时间也不管什么修行什么的,全都符合着起哄道。 好吧好吧。 王胜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好在之前就有心理准备,知道不准备几首曲子肯定是办不了事情的,这会正好顺水推舟。 也就是王胜,换成别人过来,看看这么多大宗师那个会抬眼皮正眼瞧他们一下。 天子过来都未必能得到礼遇。 新曲的事情一会再说,你先说刚刚修行功法的事情。 单大师等大家起混够了,这才又把话题转到了修行功法上面,冲着王胜叫道,可不能蒙混过关。 对。 几个老头为老不尊的连连点头秤势,旁边另一个大师还脱口答应道,要是公爷帮我们想明白了,别说一个半月演出五六场,每天给你演出一场又如何。 是啊。 连于大师都开始点头了。 王胜要是真能出个主意,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演出几场又如何? 反正有王胜的心驱,就当是练习了,在哪练习不是练习? 练习的时候有没有人听有什么区别? 当真! 王胜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真要是大宗师乐队给大观园众女每天演出一场,那这便宜可赚大了。 别说大观园众女,整个长盛功夫都赚大了呀。 第1284章 新曲 4 新建的大剧院可是1200个座位的。 除去大观园众女,还能剩余五百多个座位,那些护卫侍女什么的全都有机会轮番的听几次,对于所有人的修行都是极大的促进啊。 一群大宗师信誓旦旦的保证,只要王胜给出的办法大家接受,那么就在王胜府上的大剧院中连续表演一个半月。 固然都有起哄的意思,但其实大家心中也未必就没有回报王胜的心思。 要是没有王胜,他们现在绝对还是各自隐居在山野之中,只有几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至交好友,等闲见不上一面,自己玩自己的直到终老。 也许会培养一两个弟子来传承一波,绝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的风光。 固然到了他们这个境界,已经不在乎什么风光不风光的,可是,王胜却让他们钟爱的音乐登上了大雅之堂,让他们这些乐师成了权贵们的做上课,地位增加,收入增加,这可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音乐界的全面提升。 哪怕再怎么不在乎这些的人,可音乐本身的提升,大家总还是喜欢的吧。 乐器之王钢琴和其他各种提琴吉他横空出世,五线谱的技朴法石破天惊的登场,无数的心躯踏入了这个世界,每一样都让他们这些追求纯粹音乐的人欢乐得无以复加。 原以为自己的追求已经到了顶,可每到大家觉得快完美的时候,王胜又会给大家指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简直让这些八九十一百岁的老家伙们如同焕发了第二春一般。 那就恕我冒犯了。 王胜见众人都点头,也没有多犹豫什么,直接开口。 众人全都安静下来,仔细的听着。 王胜开口就是恕我冒犯,显然不会是好话。 不过只要有道理,众人并不会建议王胜小小的说话不好听。 我刚刚也听大家说了自己修行功法的优劣。 王胜很诚恳的出言道,说实话,各位大师现在主修地功法,其实都还算是大陆祸,没有什么各大家族秘传之类的,比起真正顶级地功法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一点不用王胜说,众人也都清楚。 要是有各大家族顶级秘传的话,那他们早就不是现在的修为水准了。 王胜说他们帝功法是大陆祸,这已经算是留面子的说法了,真要细究起来,他们这么多人当中至少要有十个左右的人修行的是十分普通的低级功法,最多也就是比不入流的好那么一点。 我研究过很多功法,也见识过不少高级功法。 王胜这么说,并不是在显示自己的功法有多厉害,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我所见识过的,不管是皇家的高级功法,还是某些家族的顶级功法,甚至道门的顶级功法,真正适合各位大师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使用的,几乎没有。 一群大宗师听着全都是皱眉。 他们相信,王胜肯定是看过皇家的一些顶级功法,道门的顶级功法肯定也看过的。 以王胜的修为,以王胜对音乐的理解,他说不合适,那一定是不合适的。 难道就没有例外吗? 有人不死心的问道。 各大诸侯各大宗门的顶级功法,通常来说是偏向于战斗的。 王胜继续开口解释道,你们也知道的,没有战斗力帝功法,除非是专修阵法和炼丹的,否则在那些大家族大宗门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 众人都是点头。 在音乐会的效果没有被王胜开发出来之前,那些乐师们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地位,也不用否认什么。 没地位就是没地位。 皇家和道门帝功法倒是相对来说平和一些。 王胜紧接着点评道,不过,皇家偏重开发脑力养生严寿。 道门中正平和,道是不偏不倚,却没什么特长。 相对于音乐方面来说,并不合适。 王胜分析的有根有据,众人都能明白,也都不住的点头。 我根据我的分析,觉得一种适合演奏音乐帝功法,应该具备这么几个优点。 王胜这时候也摆出来一副商量的语气和众人说道,你们实际演奏经验丰富,比我这个光说不练的嘴炮强,你们也帮忙分析一下对不对。 众人已经被王胜带动了节奏,跟着王胜开始思索起来。 首先,我觉得,不管什么修行功法,强身健体总是要的吧。 王胜笑呵呵的先说了一个最简单的要求,我们也不是要去战斗,没必要功法上有某种为了提升某一项战斗能力而大幅度削减身体其他方面的偏差,只要保证身体健康,气脉悠长就行。 于大师您说呢? 有道理。 于大师点头道,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参与战斗。 这个气脉悠长是一定的,否则一些吹奏的乐器岂不是要玩不转了? 丹大师也在频频点头,他是玩笛子的,典型的吹奏乐器,气脉悠长肯定是有好处的。 其他一些大师虽然未必会吹奏乐器,但显然这个是有道理的。 其次,节奏感要强。 王胜又总结了一个特点,音乐演奏,对于节拍节奏要求很高,如果功法能够体现的话,岂不是能一举两得。 这一次,众人又是频频点头。 玩音乐的要是节奏感没有,那就别想了,最基本的节拍都无法打出来,还怎么研究音乐? 怎么演奏音乐? 所以,这一条也是全票通过。 三一个,最好能增加耳利的,特别是音准高低的判断。 王胜又总结了一个特点,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众人点头,耳利好对音乐肯定有好处,没说的,绝不会有人有异议。 最后一个,虽然说不用战斗,但是能让手指手臂灵活,这个大家也应该认可吧。 王胜又说了一个特点,然后问众人道。 演奏乐器,吹拉弹唱敲击弹波,除了嘴巴之外,不就是用手指手臂吗? 手指手臂灵活,不管是演奏什么乐器,都是有好处的。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胜自己归纳完,然后冲着众人问道。 第1285章 新区 5 一群大宗师都在沉吟,想要在王胜提出来的这几点上补充。 王胜的意思大家现在已经明白了,既然谁都不知道哪个功法合适,那就先找出来需要什么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来寻找功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根据需求来寻找目标,总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挑某个功法的优缺点要方便吧。 有针对性的挑选,肯定比漫无目的的一个一个的试验要精准许多。 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上沉稳冷静的要求。 刘大师琢磨了一会道,演奏期间,可能会有人晋级,这时候对乐手的要求就越高。 越是这种对别人来说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些演奏的乐手就越不能犯错,能让我们沉稳冷静,有助于应对这种情况。 以前大家演奏会上多的是这种情形,只不过这些大宗师们年纪足够大,见怪不怪,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并没有犯错误而已。 要是换个年轻的,比如皇家交响乐团的那些乐手或者经验不够丰富的,说不定就会犯错。 之前就发生过,皇家艺术学院的一期毕业生在演奏的时候就出现过瑕疵,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晋级而已,所以也没有引发什么大麻烦。 但如果修行地功法能让人多加冷静的话,说不定处理这种问题也会简单轻松一些。 犯错误是难免的,哪怕是大宗师们,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 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冷静不继续犯错误,而且还要能够冷静地处理眼前的状况,不至于恶化,所以对于镇静方面要求很高。 可以加上这一点。 于大师也点头,其实不管是我们作曲也好,还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也好,总有觉得枯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方面的特质了。 众人又是一阵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得出了一个完整的结论。 大概有十几条的需要,可这对于一门功法来说实在是太繁琐了,于是大家不得不把一些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要求去掉。 经过众人又是一番精简之后,发现最终定稿的要求,还是王胜提的四条加上刘大师提的那一条,总共五条。 功法要能强身健体,要能让乐手体力好,能够撑下长达四五天的连续演奏。 要能让乐手气脉悠长,不管是吹拉弹唱都需要一气呵成。 要能让乐手节奏感好,修行节奏最好十分的明确。 要能增强乐手的耳力,提升音准节奏高低的判断。 要能增加手臂手指的灵活性,最后要能让乐手保持冷静。 要求就这么多,然后就可以挂出悬赏了。 等到结果出炉,王胜笑着冲一众宗师们说道,光靠我们自己寻找我们见过的那些功法,肯定是不够的。 用金币高价悬赏,说不定哪个鸡脚嘎拉就有一些小众地功法被创造出来无人问津,然后就被我们赶上了呢。 要悬赏。 于大师首先皱起了眉头。 人力有穷尽,我们不可能见识过这世上所有地功法。 王胜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所以,集合全天下人的智慧,帮我们选择,还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方法。 不合适。 王胜还是低估了这个世界对于自己修行功法的重视程度。 既然是想要给所有投身音乐的人寻找一条提升音乐境界的路子和功法,那么这些大宗师的意思,还是尽可能的在小范围之内解决。 那我从手头上现有地功法当中找一找。 王胜也无所谓,反正不是马上就要找到合适的,也不是自己修行,王胜可以在林家留下地功法和朱星生留下地功法当中寻找一下,但却不敢保证一定能找到。 至于道门帝功法,王胜肯定是没有权限拿出来的。 几个大师还在沉吟,王胜呼的笑了起来,于大师,刘大师,丹大师,说起来,你们也已经是在音乐演奏方面首屈一指的大宗师了,而且修为也不弱,修行时灵气变化也十分纯熟,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功法呢? 自创功法 被王胜提到的几位大师听到王胜的建议,呼得眼前一亮。 不光是被提到的那几位,几乎可以说所有在场的大宗师们,全都是如此。 自创功法,自创一门最适合音乐家地功法,这个提议一提出来,就让众人全都是心中一颤。 一股令人无法拒绝的诱惑从每个人的心头升起。 如果说开创一种演奏方式,发明一种新乐器,甚至谱写一首传世心驱,那是对这些大宗师来说吸引力最大的事情的话,那么自创一种专属于他们这些音乐演奏家的修行功法,岂不是开宗立派前所未有的壮举? 一群人全都沉默了下来,每个人都在琢磨这种事情的可行性。 但很显然,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激动的样子。 自创功法,我们行吗? 于大师代表众人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们可只是一群乐师。 没错,你们只是一群乐师。 王胜点头承认了于大师的话,但转眼就补充了一句,可你们还是一群传奇境界的大宗师。 你们在演奏过程中,经历过至少数千人在你们面前晋级灵气粹体。 王胜冲着众人说道,今后可能还会经历更多。 别告诉我你们在演奏的时候就无法察觉那些灵气的走向,每个晋级的人的修行状况,想必你们都能探查得清清楚楚。 众人都在跟着王胜的话思索着,有人也在默默的点头。 的确,他们经历的高手晋级太多了,多到各种各样功法的人几乎都见过。 大宗师,不应该仅仅只是把演奏技巧登峰造极吧。 王胜又接着蛊惑道,我相信,这世上这么多种类地功法绝不会是凭空出现的。 也是一代一代的高手一点一点的改良出来的。 停顿了一下,王胜等着众人消化这些内容,然后才接着说道,据我所知,天子已经改良了皇族的守境心法,我师兄灵须老祖也改良了道门的道藏心法,各位大师,难道就不想给后辈子弟躺出一条路来吗? 第1286章 新曲 6 责备苍生,光耀后世,这不是一些高尚的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吗? 显然,这么多的音乐大宗师们,他们都是高尚的人,都愿意为了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现身,更愿意为了子孙后代而牺牲。 一知所致,虽千万人无往已。 自创一门新功法,为以后所有专注音乐的人开创一条通天坦途,大宗师们是绝不会落于人后的。 我们可以先琢磨琢磨。 于大师比较谨慎,要不然也坐不来指挥的位置,看看有没有可行性,毕竟我们对于修行并不是很在行。 等这次完成之后,我介绍你们几个老君冠卿自备的老道,他们在这方面擅长。 王胜很赞赏这种谨慎的态度,不盲目,不热血,不冲动,这才是真正做事的态度。 通常来说动不动就被某些情形刺激的热血上头的,基本上都是丧尸冷静然后死得最快的。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双方看起来都很高兴。 王胜这边开心有大宗师乐队一路保驾护航,大官员众女肯定能修行飞快。 而大宗师们一方面有了一个更加伟大崇高的目标,一方面又有了王胜答应的心区,很高兴。 当然,主要还是找到了他们始终感觉别扭的地方,那不是技巧的问题,解开了心结,心情自然不错。 开心之下,这些大宗师们可不管王胜还有没有别的事情,马上要他把答应的新局谱写出来。 本来王胜打算给这些大师们来个百鸟嘲讽或者是二拳应乐这类的经典的,可王胜现在发现,大师们貌似很喜欢挑战,那么那一首挑战极限的曲子似乎就可以拿出来了。 有一首节奏很快,要求手速很快的曲子。 王胜笑咪咪的说出了口,冲着各位大宗师们说道,很多乐器都可以挑战,可以说是一首挑战极限的曲子,不过却没有蕴含什么高大上的内涵,也没有多少的艺术价值,就是炫技用的,感兴趣吗? 挑战极限的炫技曲目 众人似乎都来了兴趣,纷纷笑了起来,好啊,拿出来看看。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什么艺术价值,什么高大上的内涵,还不是就那么回事。 多少人其实演奏的都是乡村野调,又能弹得上多么的高大上? 无非就是野趣而已。 何况,有没有艺术价值,有没有内涵,那不是王胜说了算的,而是他们。 平淡之中才见真,在普通的小调,真的由大宗师们演奏出来,那也是无上妙品。 因为大宗师的演绎,会自然而然的添加他对这些曲子的理解,哪怕演奏,其实也是一个演奏家的二次创作过程,没有哪一次会是一样的。 王胜其实懂这个道理,这就如同武学。 比如以前最平淡的天王拳,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拳,在不懂修行的人眼中,也是最粗俗摧普通的招式,可放在灵虚老道的手上,这一拳就是惊世骇俗的超级大招。 音乐也是如此。 大家应该见过漫天野风飞舞的情景吧。 王胜也笑了起来,我在千诀地里见过,还借此摆脱了几个追踪我的高手。 当时的情形很是有点感觉,所以有了这一拳野风飞舞。 这句话,算是给野风飞舞这首曲子的出现做了个简单的介绍。 有起因,有感悟,很完整的一个创作过程。 这些大宗师最喜欢这种,能够完整追溯创作过程的曲子,这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作曲家的心境和情绪,更好的演绎作品。 王胜要了厚厚的一叠空白的五线谱,开始把记忆中的曲谱都标记了上去。 很长,很密集,王胜也得要好好的标注一会。 众人却是谁也没有马上拿着看,而是静静地等着。 都已经是大宗师了,这点耐心和镇静还是有的。 这曲子其实适合独奏,简单集中乐器配合也可以,但不适合大规模的合奏。 恩,增加一些辅助配器合作演出也行。 王胜一边谱曲一边冲着众人介绍道,如果要在音乐会上演奏的话,可以轮番来,大家轮着休息。 野风飞舞节奏绝对是快的,王胜甚至怀疑,这首曲子会不会因此而加速修行的节奏。 所以他马上把这个猜测说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单人独奏会不会还能有合奏引动观众修行的效果,这曲子节奏快,也许能加快修行节奏。 王胜依旧还是下笔如飞,口中滔滔不绝地说着,等曲子好了,各位大师可以先试试看。 等了半个小时,王胜总算是谱完了这首野风飞舞的曲子,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和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没什么偏差之后,王胜才把曲子给了于大师。 于大师接过曲谱,还没仔细看呢,立刻就被这一连串的密密麻麻的十六分音符给吓了一跳。 整个曲子,几乎全都是这样快节奏的音符,怪不得王胜说是一首炫技的曲子呢。 一般的乐手,看到这曲子,能练习几天之后完整的弹奏出来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想要完美演绎,还是看身后这一群老家伙们吧。 这首曲子适合的乐器很多。 钢琴,小提琴,二胡,笛子,萧,声,琵琶,杨琴,木琴,古征,阮,柳琴,陶笛,陶笛,陵琴,陶笛貌似都行,但需要你们自己改成合适的曲谱,看各位大师哪个能最先演绎出来试试效果。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看着于大师已经忍不住手指开始波动的架势偷偷的笑着。 老鱼,别霸占着。 有大宗师立刻开始冲鱼大师叫了起来,放到前面,大家一起抄写。 鱼大师不情不愿的把曲子放在前面,然后一群大宗师,各自拿着一络五线谱,开始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抄写起来。 一边抄写,这些大师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对曲子的第一遍熟悉。 如果让那些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看到,这些真正的大宗师级的演奏家,竟然还是亲手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抄写曲谱的话,不知道他们会震惊的做何感想。 当然,境界不到,根本不懂得这样做的好处。 也许有人懂,但真正能做到的,而且还是毫不犹豫做的,才是真正的大宗师。 第1287章 新曲 7 等到所有大宗师都亲手抄写了一遍之后,这些大宗师基本上心中都有数了。 对这些大宗师来说,亲手抄写一遍曲谱,和上手演奏练习几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心中早已经试奏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试奏这个说法,还是王胜提出来的,也是针对五线谱之后给大家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看着五线谱心中响起曲谱音调,心中开始演奏,称之为试奏。 这对于熟悉五线谱熟悉曲谱很有帮助,这些大宗师全都会。 单大师主动跳了出来,要先演奏一番。 大家到时也没阻拦,纷纷打去也语了几句,然后就坐在观众席上,静静的听着。 读奏也不用指挥,这个小剧场二十多个座位正好。 音响效果一流,又不会干扰外面,简直就是最理想的排练场地。 拿着贴了笛膜而且上面还镶嵌了阵法的长笛,单大师目光又扫了一眼曲谱。 嘴唇凑到了吹孔边上,开始吹奏起来。 一连串连续低沉的曲调从长笛中传出,瞬间便仿佛把众人引领到了一个巨大的风潮前,无数的野风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漫天飞舞着,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井然有序。 单大师的手指,如同十个跳舞的精灵,在长笛的底孔上飞舞着,动作极快,一会之后就似乎只留下了残影。 光是这一手,就让王胜叹为观止。 听着单大师的曲调,王胜坐在单大师正对面不远的观众席上,手指轻轻的一撩,正在演奏的单大师对面的曲谱架上,曲谱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抓起,轻轻翻过一页,正好是在单大师需要曲谱翻页的时候,自然无比。 演奏中的单大师眉毛微微的一先,不动声色的继续演奏起来。 刚看过一遍曲谱,第一遍演奏,还无法保证把所有的曲谱都记下来,王胜这样的配合,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王胜耳中听着单大师的演奏,心中却在竖着大拇指。 果然是大宗师,只是亲手抄写了一遍曲谱,试奏了一遍,第一次演奏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高手就是高手,没得说。 一边感叹着,王胜一边开始修行起来。 单大师终究只是一个人,不如整个乐队同时演奏的时候带动气息容易,而且王胜的修为现在已经超过了单大师,所以单大师单独的演奏已经无法带动起王胜的修行,只能王胜主动修行,然后配合单大师的节奏了。 一融入节奏,王胜就发现不对了。 体内的翘学突突突的跳个不停,紧跟着单大师演奏的节奏,一连串的跳动着。 翘学内的灵液,也仿佛变成了奔腾汹涌的潮水一般,疯狂的沿着翘学一个个的冲击过来。 每听到一个音符,就往前冲一个翘学。 之前王胜一个完整的道藏心法八十一个翘学的周天速度是半分钟,差不多一秒钟三个翘学左右。 可是,这个节奏下,单大师一秒钟能演奏十六个音符,直接就是地球上的记录。 八十一个翘学的道藏心法小周天,五秒钟多一点点就是一个循环。 哪怕王胜五百一十二个翘学,也不过三十二秒钟就能够完成。 半分钟啊。 激烈的速度让王胜都有些害怕,到后来灵液差点就控制不住了。 好在王胜及时的脱离开了节奏,这才没有被带着强行加速。 即便如此,也吓了王胜一头冷汗。 停。 王胜呼得大喝一声,硬声声将单大师的演奏叫停。 王胜的声音中夹带着九字真言六字诀的林字诀的威力,顿时间将已经陷入了曲调节奏中的正在聆听的众人和正在演奏的单大师给惊醒,演奏的曲子也瞬间停了下来。 单大师的头上已经浮现出一片冷汗,他之前太小看这首曲子了,谁想到一开始演奏,就已经有点收不住的架势。 体内的灵气已经要不听使唤,飞快的随着节奏流转着,要不是王胜及时的用六字诀喊停,单大师恐怕会一连串的演奏下去,然后体内的灵气流转速度暴涨而重伤。 其他聆听的大宗师们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们已经习惯了让音乐节奏带动修行,一欣赏音乐,马上会主动进入到那种境界中。 结果就悲剧了,激烈的节奏让他们根本无法自己控制修行的节奏,他们本身也不是王胜这种靠修行吃饭的人,只是一会的功夫,就已经撑不住。 要不是王胜,在场的所有大宗师,全的受伤,还是重伤。 害得王胜自责不已,赶忙用六字诀帮众人梳理了一下身体,等到察觉众人都没事,这才放心。 练习的时候,只是单纯的练习技巧和演奏,不要修行。 王胜只能这样叮嘱大家,至少在能够熟练演奏曲子之前,不要想着修行节奏的事情了。 等以后熟练了,再慢慢尝试。 众人都是奇奇的点头。 刚刚差点全出事,都是这个境界的人了,谁还会那么不知道好歹吗? 等到众人惊魂已定,看着王胜的时候目光又是不同。 果然还是那个随随便便拿出手便是惊世骇俗曲调的长圣弓啊。 这首曲子一出,可以说直接把炫技给提升到了一个极端的高度。 如果还按照以前的那种方式来演奏的话,恐怕连一首曲子都演奏不完,就得吐血而亡。 这一首曲子,可以说是检验演奏手法,检验修行境界,检验抗干扰技能,检验身体承受压力状况,及数种检验功能于一体的超级乐曲啊。 果然很炫技。 你们试着只用演奏技巧来连贯的演奏,我去找师兄和几位高手,问问他们这对修行有没有大影响。 王胜也没有料到是这样的情形,就连他自己暂时都未必能够承受这种急促的修行节奏,看来只能去找灵虚老道去问一问。 如果说这天下还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的话,那一定是灵虚老道,不会有别人。 当然,王胜还要加上一个弹台窑,毕竟大宗师们演奏的曲子最好是能够配合咏春心法的,让弹台窑来判断一下哪些曲子最好。 真的要是之前的旧曲子有不适合的话,那王胜不介意拿出一批新曲子,来配合大官员众女的修行。 第1288章 新曲 8 还有这种事情。 王胜找到老道的时候,老道立刻兴奋了起来。 都不用王胜如何的怂恿,他就主动的要求去看看。 去试试。 王胜早知道老道的这种性格,所以对说服老道一点怀疑都没有。 知道老道心急,但还是先拉着老道去找弹台窑,让他也出面试验一番。 弹台窑这几天正忙得昏天黑地,不过也忙得兴高采烈的。 几十亿金币的大采购,由他一人而绝,就算是八大诸侯,又有几个能享受这般的大手笔。 尽管疲累不堪,可弹台窑依旧还是做得乐此不疲。 王胜找弹台窑颇是费了一番功夫。 虽然人就在府中,但弹台窑真的是忙疯了,一会一个地方,让王胜不得不让王管事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了弹台窑,让他到原来那个长盛功府的正堂会合。 见面之后,王胜先把大宗师乐队答应全程配合弹台窑的消息说了出来。 皇家交响乐团那些就只当是过来学习了,相信他们能够多聆听这些祖师爷级别的大宗师们的亲自演奏,绝对会高兴得找不找北。 至于那些学习音乐的姐妹们,自然也就可以先集中精力冲击境界了。 弹台窑听到消息整个的就被惊呆了。 他是被欢喜刺激的,而不是惊讶。 如果整个过程中全程都是大宗师级的乐队演奏,对他的计划来说,简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 一时间,弹台窑激动的都要发抖了。 这种力度的修行支持,简直是前所未有,放眼这世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势力,都没有过这么大的投入。 如果弹台窑这次的事情办杂了。 可想而知就算王胜不会拿他如何,强威和大官员众女也会对他有别样的观感。 不用妹儿说什么,弹台窑自己也没脸待在长盛公府中。 去不去? 这还用问? 弹台窑当然会去。 特别是王胜承诺,他需要什么样的曲子,都可以帮他做出来之后,这就更加不是问题了。 不但要去,还要仔细聆听,还要寻找合适的曲子。 到了这个地步,弹台窑已经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如何而努力,而是想要开创一个奇迹了。 王胜这么大的力度支持下来,十四崇敬的妖兽肉,全大宗师演奏队伍,最好的担药,最好的阵法,不拿出点奇迹一般的成果,弹台窑自己都没办法给自己交代。 等到王胜再次回到小剧院的时候,一干大宗师们已经熟悉了野风飞舞的旋律和节奏。 逃除修行的音速,只是演奏曲调的话,他们对此完全没有问题。 正如王胜所说,曲调那些东西,这个曲子就只是一首炫技的曲子而已。 节奏快点,执法要求快点,仅此而已。 当然,这个曲子倒是最适合挑战极限。 丹大师在一开始演奏的时候已经做到了每秒钟十六个音符,而与大师弹奏钢琴更是离谱,达到了十八个音符。 不过,最快的反倒不是他们两个,而是那个演奏敲击乐器杨琴的老太太,夸张的达到了每秒二十个音符。 不光如此,他们的动作很快,区区两个时辰的时间,不但熟悉了演奏的手法呀,而且还组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乐器组合,并且更改了曲谱,从读奏改成了合奏。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突出钢琴和小提琴,其他乐器只是辅助。 等到王胜带着灵须老道和弹台窑过来,请几位大宗师已经能够在不动用灵气的情形之下,完整的演奏一番了。 演奏的时候稍稍的带上一点灵气。 王胜冲着大宗师们叮嘱道,最多只许有十分之一的灵气,不能再多。 尝试着用现在的合奏带动一下他们两位修行。 至于你们自己,要心里有数,一旦灵气无法承受,宁可演奏停下来也不能冒险。 有过丹大师之前的教训,众人都是点头。 但对于用一部分灵气来引导修行节奏,众人还都是信心满满。 至少前半部分是能够撑下来的,第一次丹大师给王胜演奏的时候不也是撑下来至少四分之一吗? 现在大家都注意起来,应该能撑的时间更久。 叮嘱玩乐队,王胜开始叮嘱老道和弹台窑,这曲子速度有点快,而且是一首挑战速度和技巧的曲子,你们尝试着听一下。 一旦发现不对,马上停止修行。 特别是你,弹台,不许逞强。 老道修为高深,王胜都能够及时的刹车,老道肯定也可以,但弹台遥可未必,所以王胜重点叮嘱了他一遍之后物字不敢放心,自己也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用六字绝林字绝主字出手。 等到所有人都准备停榜,于大师手中的指挥棒才开始敲起面前的曲谱架,所有乐师都准备好了演奏。 指挥棒一起,密集的音符顿时间再次响起。 漫天群峰四下飞舞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众人面前,灵虚老道和弹台遥两人只是正了一下,随即马上尝试着开始随着音乐节奏进入修行状况。 以前的曲子,不管是快的还是慢的,都没有这么夸张的引导着灵气随着音乐一个音符一个俏学的跳动,这是唯一的一首。 不能不说,王胜以为只是炫技的曲子,在修行上,有着令人恐怖的作用。 老道果然是老道,王胜自己都感觉有些心惊肉跳的节奏,老道却是除了脸色凝重一点之外再无其他。 很快王胜想明白了为什么。 本来老道修行时的周天循环速度就极快,到了他这个境界,一呼一吸之前就能够彻底的完整一个完整的小周天,这种速度,和曲子的速度比起来,已经是不相上下了。 所以,除非一干大宗师们能突破这个速度,否则的话,老道肯定是不会被如何影响的。 之所以老道脸色凝重,不过是因为王胜之前说的夸张,他慎重对待而已。 王胜本以为弹台窑会很麻烦的,所以不担心老道之后就主要关注弹台窑了。 可看着弹台窑的时候,却发现他脸上竟然带着满意的笑容,身体一点意状都没有,那种感觉,竟然是在享受这种节奏一般。 不会吧。 第1289章开始恢复,上。 一直以来,其实王胜都没有把弹台窑当成一回事的。 他个人有传奇境界的实力,但是却未必有传奇境界的战斗力。 没办法,弹台窑的生活环境,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参与那些惨烈的生死搏杀,所以,空有境界,没有战斗力,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王胜不能不承认的是,即便是弹台窑没有传奇境界的战斗力,可是,他现在的实力站出来,妥妥的碾压那些八重镜的高手。 传奇就是传奇,哪怕只是助言美容的传奇,那也是传奇。 过了这条线,就是传奇,这条线下,就是蝼蚁。 只要弹台窑能让六百多个大官员美女变成和他一样的传奇高手,那么一般的势力就算是再厉害,也绝不会想得罪这么齐心协力的一堆美女高手的。 这是王胜给妹儿留下的真正的护身符。 光有财富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批能够震得住场子的高手。 只要大官员众女在,就没人敢动有才有室友高手的立真房,就没人敢动妹儿和强威。 原以为弹台窑也就是这个能力了。 可是,当看到弹台窑竟然能随着野风飞舞的节奏修行,而且还显得游刃有余,脸上还有笑容的时候,王胜不由的惊讶了。 不能不承认,王胜低估了弹台窑改良过的咏春心法了。 连传奇巅峰的王胜修行最终正平和不会出问题的盗藏心法都没能承受的野风飞舞的节奏,弹台窑竟然承受住了,还大有余力,这就不能不让王胜将弹台窑的战斗力判断再次提升几个级别了。 大宗师们演奏得很谨慎,他们毕竟有过一次失误,所以这次控制灵气控制得很谨慎不说,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将灵气减少到了极限,乐曲声中蕴含的灵气,仅有那么一丝,才能够达到不影响他们演奏的地步。 不过,尽管辛苦,可是一干大宗师们却是十分的兴奋。 无他,因为有人能够欣赏他们的音乐,有人能够跟随他们的节奏,进行完整的修行,这表明即便是这一首极限速度的曲目,也依旧还是有着巨大的受众。 如果一首这种级别的乐曲却没人能欣赏,那才是让这么多大宗师们扼腕叹息的事情。 有人欣赏,有人能欣赏,才是对他们记忆最大的尊重。 王胜小心的监控着所有人的状态,不管是大宗师还是灵虚老道还是弹台窑,最终,大宗师们总算是小心翼翼的走钢丝一般的演奏完了完整的曲目,而灵虚老道和弹台窑则是无惊无险的听完了这首曲子,脸上全都露出了笑容。 厉害! 老道一开口就是夸赞,不停的点头道,比起普通的乐曲速度提升了许多,但却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 夸完乐曲,老道紧接着就是夸赞大宗师们,如果不是大师们的精彩演奏,老道我可没这个耳幅听到如此美妙的乐曲。 不过,中间的一段你们演奏的稍显过头,所以导致后面的气息有些压不住,能均衡一下就最完美了。 余大师等人立刻回想当时的情形,不能不说,在乐曲方面老道可能不怎么专业,可在气息上绝对是超级大家,一语重地,毫无偏差。 稍微一琢磨,各位大宗师就想起当时的情形,的确如同灵虚老道所言,分毫不差。 如果按照老道的说法,中间能压住一些,后面也就不用那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高手就是高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弹台,如何? 王胜关心的是弹台窑的判断,能不能用在大官员众女身上,所以冲着还在回味的弹台窑问道。 妙不可言。 弹台窑张开美目,一双眼睛泛着光彩,光从弹台窑的面孔上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只当她还是那个和妹儿强威一般的青春美女。 等她们到八重镜,这是最适合的曲子。 但台窑面对王胜毫不隐瞒,咏春心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保持青春活力,连带的一些死皮老皮的更新速度也是很快的。 这就要求行宫的时候必须要快速才行。 之前一直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靠时间熬,现在好了,简单多了。 快速更新死皮老皮。 王胜马上明白过来,加速新陈代谢,使自己始终保持着年轻状态,这就是咏春心法的奥秘。 用地球上的科学,可以解释。 能用上最好。 王胜很满意,特别冲弹台窑问道,八重镜之前需要什么样的曲子? 大宗师的音乐会你以前也听过,觉得哪些曲子能用? 梁柱,蝶练,清新普善咒,春江花月夜,琵琶与这些温婉七美或者中正平和的乐曲都行。 弹台窑笑了起来,说起喜欢的曲子,弹台窑肯定是女性口味居多。 也亏得弹台窑参加过许多次音乐会,这些曲目张口就来,不至于连名字都不知道。 那就好。 有何用的就行,王胜看了看于大师,于大师那边已经开始点头,这些曲目早已经熟悉在心里,随时可以拿出来演奏。 还需要什么就找我,或者找妹儿。 王胜再次冲着弹台窑说道,不用替我省金币。 多谢公爷。 弹台窑冲着王胜服了一服,笑着离开忙碌去了。 离开的时候,似乎全身都轻松了许多,看来全大宗师乐队加上野风飞舞的曲子的确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至少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公爷,恐怕我们帝功法要求里面,还得增加一条,能够适应野风飞舞的节奏。 目送弹台窑离开,于大师也不怕灵须老道在旁边,苦笑着说道,否则连演奏都没办法演奏了呀。 老道听着有意思,问起来功法要求是什么。 于是,王胜又把和于大师等人商量的想要自创一门适合乐师修行的事情和灵须老道说了一遍。 老道对此大感兴趣,没有多指手画脚什么,但却把自己更改某些功法的经验传授了一番,让一干大宗师们听得又惊又喜。 你们可以先试着挑选一种基础功法,在那种功法的基础上改良。 王胜也多嘴了几句,看众人都陷入沉思,然后拉着老道离开。 第1290章开始恢复,下。 大宗师乐队也好,妖兽肉也好,都是王胜用来给大官员众女提升修为的手段,所以,在他们能够完成弹台窑的计划之前,不管大宗师们心中有多么期待自创一门功法,但也只能先准备着,不能实施。 老道,强威的身体你感觉如何? 拉着老道离开之后,路上王胜又问了几句。 恢复状况不错。 老道这几天每天都要看看强威的身体状况,对强威的恢复很乐观,但他对强威能否吸收超级大王乌贼的猿魂和能否承受猿魂被吞噬的痛苦表示担心。 但很显然,强威事实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想要恢复,就只有冒险一波。 其中的关键还在你。 老道很认真的和王胜说起了这次治疗强威的最麻烦的部分,强威已经无法调动灵气,而且他的灵气也无法刺激魂牌吸收猿魂。 只有你借助他的身体来刺激魂牌达到吸收的目的。 可是这其中的度要拿捏得十分精准,时间短了猿魂无法激活吸收,时间长了很可能猿魂会跑到你身上。 王胜知道这其中的难度。 如果是在出海之前,王胜肯定不敢保证能做到,但现在,王胜修为大增不说,已经先后吸收了一条九星狂杀元魂以及一条十四星的超级抹香精元魂,经历了两次,对于老道所说的这个度的拿捏,已经精准了许多。 另外,还有几天的时间,王胜完全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再用几块鱼类的魂牌来熟悉演练一下。 当然,九星以下的元魂,对王胜来说,也就是一点小补品而已。 所有人都在紧张的准备着,各种忙碌。 阵法大宗师来了十几位,在弹台窑的指挥下,就在大观园的后花园之中,直接布置了一个巨大的独特阵法。 一群大宗师知道这其中有一部分巨灵的功能,但是剩余的一部分,却不知道是什么。 弹台窑从凯旋宫得到的秘传阵法,也是绝对的高级货色,就算是阵法大宗师,暗图布置可以,但想要研究清楚功用,恐怕还得花费一段时间。 各种精品丹药如同普通的粮食一样被买到了长盛工府,因为省下了大笔的妖兽肉的开支,结果媚儿大手一挥,那就多买丹药。 最近别说京城地区,全天下的丹药都在疯狂涨价,多少修行人士较苦不迭,但却无能为力,他们没办法阻止别人用更高的价格把丹药卖给长盛工府,就只能这么忍受着。 倒是各地各诸侯的炼丹师们大喜过望,难得的发财机会,以前可全都是被力真房赚钱,现在有机会反过来赚力真房的金币,这些炼丹师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亢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炼制的丹药价格整体抬升了三倍。 光是这一项,各方的炼丹师就对力真房满意到了无以复加,多期待这样的日子再多一些呀。 各种准备活动一一就绪,孟之房也贴出了公告,停止营业两个月。 大官员众女全都回到了大官员中,准备接下来的魔鬼特训。 他们已经开始每顿吃一小片超级鱿鱼须,然后在已经落成的后院大阵之中炼化吸收。 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要等到强威那边好起来之后,真正的魔鬼修行才会开始。 强威的伤势在王胜的六字诀以及半吊子的七字诀条理之下,恢复的飞快,再加上各种补气疗伤的丹药的配合,只是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原先几乎所有人都给他判了死刑的肉体伤势,就已经彻底的痊愈。 这恢复的速度吓坏了许多人,还好,只是身体恢复,受损的圆魂空间和圆魂却依旧残破,就连最简单的调用灵器都做不到了。 不要紧张,一切由我。 现在,强威就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院子里只有王胜妹儿和灵虚老道三个人,王胜正在他的身后,双手抵着强威的肩膀,冲着强威柔声叮嘱道。 强威点了点头,冲着王胜笑了笑,然后转向了那边已经拿出了一个奇特魂牌的老道。 那个魂牌很大,分明是两个正常的高级魂牌并排放在一起的样子,后面有一块木板垫着,两个魂牌都绑在上面。 魂牌的边缘,一圈浓密的不像画的黑色花纹,中间却是一团巨大的黑影,周围还有几条长长的线条。 黑影很眼熟,在场的四个人都见过,那是超级大王乌贼的影子,长长的线条是他的万族。 记住,不要反抗,你就当你自己从来没有修行过。 王胜又一次的叮嘱道。 和王胜吞噬超级抹香精不同,这次王胜是打算让超级大王乌贼吞噬强威原先的残魂,顺路拓宽原魂空间。 强威再次笑着点头。 这些话王胜之前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但现在又说一次,只能说王胜在意自己。 身为女人,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吗? 千万不要昏迷过去。 王胜此刻仿佛化身成了一个化牢,不停地叮嘱着,生怕强威漏过一点,期间我不能再碰你,否则原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听到老道的声音让你张嘴就张嘴,让你吃丹药就吃丹药,千万不要迟疑。 老爷,切身准备好了。 强威主动地打断了王胜化牢的状态,同时冲着灵须老道那边行礼道,辛苦老祖了。 老道笑了笑没说什么,将那两块绑在一起的魂牌递给了强威。 手一晃,手上已经出现了几颗丹药,老道示意强威张开口,先含了一颗在口中,这才冲强威背后的王胜道,可以开始了。 强威双手抓着魂牌,两只手的大拇指分别按在了一块魂牌上。 王胜心念一动,灵液透体而出,钻进了强威的体内,沿着强威的肩膀传到了他的胳膊,进入了他的手指,进而进入了那块拼凑的魂牌上。 魂牌瞬间闪烁起光芒,只是三个呼吸的时间,一个散放着光亮的小巧的大王乌贼的影子就从魂牌上泛起,然后钻进了强威的胳膊之内。 王胜瞬间收手,身形往后一跃,离开了强威的身体至少两丈之外。 眼看着强威的身体同样也发出了光芒,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第1291章 上 依照老道的叮嘱,当察觉到圆魂进入体内之后,强威就把口中的丹药吞了下去。 然后就开始静静的等着剧烈痛苦的来临。 为而静悄悄的走到了王胜身边,主动把小手送到了王胜的手中,面带担忧的看着强威,仿佛已经能够想象到接下来强威的痛苦。 就在王胜都有点不忍心看下去的时候,强威那边却依旧还是没什么动静。 脸色平静,身体也没有什么难受的迹象,就那么静静的坐在那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王胜愣住了,不解的看着强威,然后看向了灵虚老道,希望老道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老道也是一脸的不懂,反过来看着王胜。 圆魂撑开圆魂空间有着剧烈的痛苦,这是王胜说的,也只有王胜经历过,老道可没有这么离谱的经历。 现在强威明显的不是那个状态,也只能找王胜,不能找别人。 不过这个时候,似乎在分析有点迟了,圆魂已经吸收进入了强威的身体,丹药也吃下去等着抽取灵气,还能做什么? 难道还能打断强威吗? 所以大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胜和老道前所未有的紧张,死死的盯着强威,一旦发现不对,王胜宁可自己吸收那个圆魂,也要让强威安然无恙。 老道随时准备着丹药,随时准备提供足够的灵气支持。 依照王胜前两次的经验,强威恐怕需要海量的灵气,他现在体内的灵气根本无法调动,只能靠着外部的丹药支持。 因为怕影响到猿魂的吸收,导致连一般的巨灵阵法都不敢动用,除了最好的丹药,别无选择。 光是造化丹,老道就准备了几十颗。 就在三人都在紧张强威是不是出问题的时候,强威身上终于有了变化。 老道脸色一凝,沉声道,张嘴,吃丹药。 强威听话的张开嘴,老道一颗造化丹送进了强威的樱桃小口之中。 临到嘴唇的时候,老道才捏开了带着阵法的包装,灵气刚一外泄就进了强威的口中,一点没有浪费。 刚刚强威的情景,分明就是极度缺乏灵气的表现,和王胜当时的表现差不多,但比王胜可严重多了。 王胜再怎么说那个时候也是八重镜的高手,现在强威却相当于废人一个,身上没有半点灵气,消耗的灵气量惊人。 看着强威一直在持续的吸收消耗灵气,王胜也算是稍稍放了点心。 只是不知道具体什么状况,依旧还是心悬着不敢放下。 不过,自从强威开始消耗灵气之后,一切过程似乎就再也停不下来,每隔几分钟,灵虚老道就要为强威一颗造化丹,弥补他体内疯狂缺乏灵气的状况。 本来老道以为强威这样的状况,有几十颗造化丹也就足够了,可是,看现在的模样,恐怕几十颗还不足。 一旦造化丹用完,估计就得用其他丹药了。 丹药总量倒是很足,但多来几种的话,未免会有一些灵气博杂,不够纯粹的感觉。 一个时辰之后,强威依旧还是那副疯狂需要灵气的表现,但始终没有表现出多痛苦的样子。 他肯定还在清醒之中,因为老道提醒他吃丹药的时候他都很配合,所以,只能说明一点,要么就是强威的忍耐力已经超过了王胜的想象,要么就是这次强威其实并没有如何的受苦。 王胜宁愿相信是后者,那能让王胜心里好过一点。 不过这次强威也算是因祸得福,如果这次成功的话,十四重镜的元魂不用说,光是造化丹积累的灵气药力运转全身,这就是其他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处。 以前王胜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吞下了上百颗造化丹,强大的药力澎湃汹涌的洗刷全身,后来在身体内积累,被王胜以后在晋级过程中一点点吸收。 但也因为为王胜的身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之所以后期王胜能如此快速的晋级,除了重新修行再次夯实基础之外,那些庞大的药力改良过的身体的底子,也有很大的作用,这一点王胜毫不怀疑。 眼看着灵虚老道已经拿出了别的丹药,王胜冲着媚儿稍稍的推了推,媚儿立刻乖巧的跑到老道身边,送上了一个纳戒,里面是很长时间以来媚儿一直偷偷收购的造化丹,里面足有两三百枚的数量。 老道惊讶的看了看,倒是没说什么,二话不说拿过来,依旧慢慢的一颗一颗的给薔薇喂到嘴里。 这个活别人还做不了,除了老道之外,旁人哪怕是王胜也无法探查到现在薔薇体内的状况,只能老道来。 反正老道年纪不知道一百多少还是二百多少,总归是老爷爷级别的,谁也不会误会什么。 连着三个时辰,薔薇就在这种状态当中,不停的吞吃着造化丹,不停的接受强大元魂对于元魂空间的改造。 光是造化丹,前后就一共喂了薔薇一百多颗,要不是强大的元魂始终在消耗灵气,以薔薇的身体,根本就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灵气冲击。 轰,一股强悍的气息从薔薇的身上传出来,然后开始在薔薇的身体内部肆虐起来。 看到这一幕,老道终于尝出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这情景,和当时王胜吞噬了超级元魂之后元魂空间反补身体的感觉一模一样。 可以说,完成到了这一步,也就成功了一半。 王胜也看出来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薔薇并没有感受到痛苦,也许是因为薔薇从始至终都没有反抗的缘故吧。 不管怎么样,看起来薔薇已经成功的吸收了新元魂,只是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如何。 接下来就是等待,王胜和老道几乎是寸步不离的守着薔薇。 倒是媚儿中途离开了几次,回来之后脸色貌似也有些不怎么好,不过这种关键时刻,王胜也好,老道也好都没有多问什么。 终于,一直沐浴在灵气中的薔薇,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身体周围的灵气消失一空。 老爷! 夫人! 一睁眼,薔薇就看到了王胜和媚儿,看到了老道,冲着王胜和媚儿甜甜的一笑之后,也冲着老道失礼道,多谢老祖。 第1292章 成功 下 看到薔薇笑得这么甜,众人就都知道,事情肯定是成了。 元魂空间如何? 王胜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第一句就是问的这个。 比以前扩大了几十倍。 薔薇回答问题的时候,还是无法掩藏自己脸上的震惊的表情。 太大了。 以前薔薇理解的元魂空间,和现在这个被超级大王乌贼称大的元魂空间,简直不在一个量级上。 相差实在是太大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茅屋和摩天大厦的区别。 是不是完整的? 老道也紧跟着问道。 之前薔薇的元魂空间已经被破坏,严重的时候薔薇的意识都无法进入元魂空间中,所以老道最想知道这个结果。 很完整。 薔薇在睁开眼睛之前已经试过很多次,元魂空间拓展了数十倍,完美无缺。 你的旧元魂呢? 妹儿也凑过来,亮晶晶的眼睛眨巴着问道。 被一口吞掉了。 薔薇苦笑起来,老爷让我不要反抗,我也没反抗,就眼看着残破的元魂被一口吞掉,其实反抗也没用,差太远了。 没有难受。 没有疼痛。 王胜围着薔薇看了一圈,没发现薔薇身体有什么变化,六字诀探查了一次,也一切正常,但王胜还是多问了一句。 没有。 薔薇摇了摇头,老爷说得很严重,可事实上,一点都不难受。 是因为不反抗的缘故吗? 不一定。 王胜还是不解,但还是摇头道,主要是撑开元魂空间的时候痛苦,别的时候倒是都好说。 撑开元魂空间。 薔薇笑了起来,老爷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元魂空间已经碎了一多半了。 呃。 王胜和老道面面相去,然后呼的全都明白了过来。 为什么王胜撑开元魂空间的时候会疼痛难忍,为什么薔薇反而没有丝毫的痛苦,原来如此。 王胜的完整元魂空间要被撑破再撑大,当然痛苦了,本来就是先破坏掉元仙的元魂空间再重建的过程,不痛苦才怪了。 可是薔薇不一样,薔薇的元魂空间已经碎了,在他被袭击中伤的时候就已经碎了。 所以完全没有破坏的过程,自然也就没有痛苦了。 该受的痛苦,他已经在中伤的时候承受了,整个过程可以说只剩下修复。 这也可以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因祸得福。 后面吞噬的过程没感觉。 薇儿继续好奇的问道。 完全没有感觉。 薔薇笑着摇头回答道。 快来看看。 薇儿已经拿出了一块魂镜,迫不及待的交给了薔薇,让他看到底是什么级别。 王胜和老道也是探头看过去。 薔薇拿着魂镜的两个把手,魂镜的镜面上立刻开始显现出元魂的形态。 只不过,这次显示出来的,只是黑乎乎的一团。 从中心到边缘,全部都被黑色的影子填满。 除了边缘的黑色表明这元魂是能检测的最高级的九星之外,根本看不出来元魂是什么。 超过九星的元魂,竟然还有这样的表现。 之前魂牌已经让人有些意外了,现在魂镜居然也一样的表现出了这样的不一般,薇儿忍不住发出了惊一声。 要不是他提前知道元魂是什么,魂镜根本就看不出来呀。 这样也好,至少别人不可能知道你的底牌。 王胜笑了起来。 呼得想到一个问题,冲着灵须老道问道,想要突破传奇境界,必须要把元魂空间扩大吗? 皇家三大供奉和大关主现在的境界,并不需要。 老道在王胜面前没隐瞒什么,很自然的回答道,不过以后就需要了。 魂儿和强威虽然早知道老道肯定是突破了传奇境界的,可现在听起来,似乎老道的修为境界,并不只是十重境。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 可以这样轻松协议的解释十重境的境界,而且还知道想要突破十重境的要求,那么老道到底是什么境界? 魂儿是心思极其敏锐的人,王胜之前说过,突破传奇境界的人有六个。 皇家三大供奉,老道,大关主,还有一个就是无忧城的黎叔。 可是,刚刚老道说十重境的时候,只说了皇家三大供奉和大关主,却没有说黎叔,这表明了什么。 黎叔可是王胜的敌人,也就是说,这个王胜的敌人,很可能是已经突破了十重境的十一重境的高手。 一想到王胜可能会面临的敌人,魅儿忽然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王胜现在这么忙碌的给大关元众女升级是为了什么? 聪明的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为了给魅儿安置一个安全无忧的环境,王胜简直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不但给了魅儿一个冲击十四重境高手的元魂提升计划,而且现在还因是力道,把强威的元魂也提升到了这个级别。 这还不算,还要多加上六百多个传奇境界的美女,另外还要加上现在力真房庞大的财富和为数众多的护卫。 可到时候,王胜却不能动用这许多的力量,只能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压力。 王胜从来没有说过会承受不住,也从来没有让魅儿帮忙承受,再大的苦再大的难,也是王胜自己一个人背负。 这样的男人,遇上了就要紧紧的抓住,再也不要放开。 强威,你现在修为水准是什么境界? 一边思索着,魅儿一边询问着强威。 强威强大,也是对王胜的另一种支持。 废了。 强威回答得很爽快,但语气中却丝毫没有修为被废的悲伤,不入流吧。 不光是强威不在乎,在场四个人就没有一个人在乎的。 修为废了不怕,只要能重新修行,那就没问题。 而很显然,现在强威的元魂,强威的状态,无异不是表情,他现在就是一个修行天才。 尽快修行到一重镜。 王胜冲着强威叮嘱道,必须要快。 姐妹们修行还需要你的帮助。 放心吧老爷。 强威重重的点头答应道,妾身绝不会耽误姐妹们的修行。 王胜和老道,至此彻底的放下心来,再也不担心强威的状态。 而老道这边,则又多了一种修行方法的积累。 第1293章群体修行,上。 强威这边恢复是好事,但是王胜却和妹儿一起离开了这个小院,问妹儿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前强威恢复的时候,王胜和老道寸步不离的守着,妹儿却中途离开几次,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估计外面王管事他们也不敢轻易惊动了王胜他们,都是等妹儿出去离开很远之后才会禀报。 抓到了几个别家的眼线。 妹儿轻描淡写的说道。 这事情发生在长盛公府上已经毫不稀奇了。 别说长盛公府上,现在哪个大家族府上没个别家的探子。 真要是没有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出去和人打招呼。 说明你在所有人眼中都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人家都懒得打听你的任何消息。 孟之房直接停业两个月,这可是件大事。 别说各大诸侯对此的关注,但是那些对大官员众女心怀不轨的家伙们,忽然听到这消息,也被吓出一身冷汗来。 突然停业,孟之房这是打算干什么? 报复。 还是其他? 不弄清楚的话,恐怕有许多人会睡不着觉。 都是重要位置上的吗? 王胜不知可否的问了一句。 小角色,不值一提。 妹儿冷笑着摇了摇头,一脸的鄙视。 哦! 王胜呕了一声,也没打算亲自处置什么的,他现在身份地位不同,怎么可能和这些小角色一般见识,让王管事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该警告的警告,别让他们接下来两个月惊扰了府里的姐妹。 已经处理了,老爷你不用操心这些小事。 妹儿早已经把事情处理得妥当,根本不用王胜多费心。 对了,这段时间你也跟着修行,多听一听大宗师乐队的演出。 王胜叮嘱着妹儿道,强威这一次因祸得福,可能直接圆魂就是十四重镜,你可不能被他给压下。 老爷,我这种需要不断变化才升级的圆魂,和强威那种直接就是十四重镜的圆魂,孰优孰烈。 妹儿眼珠一转,冲着王胜问道。 尽管强威对妹儿肯定是已经死心塌地的那种,可妹儿还是喜欢在这种小细节上比较一下。 女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小脾气。 我所知道的,需要不断变化才升级的圆魂,只要四个人。 王胜知道周围没人,所以才放心的对妹儿说道,我一个,你一个,宋烟一个,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就知道,哼。 让王胜意外的是,妹儿根本不关心那个不知道名字的人是谁,只是听到宋烟的名字就是冷哼一声,满脸的不开心。 宋大小姐被人暗算,换掉了宋洪德给她精心准备的九星元魂,这事情现在已经不是多么秘密的东西,有心人只要啃下心思,一定能打听得到。 妹儿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所以才有小脾气。 在她眼中,王胜的这种不传之秘,就应该只有她能享受才对,宋烟那个狐媚子,果然就知道勾引自家老爷。 王胜无法理解妹儿的这种心思,但她也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烂情,才会让妹儿如此的不开心,所以聪明的什么话也不说,静静的等着妹儿心情恢复。 还好,妹儿的小脾气只是几十秒的事情,很快就恢复了笑颜。 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 为什么不知道名字? 妹儿很奇怪。 知道这个人存在了,居然还不知道名字。 因为就是不知道。 王胜苦笑了一声,他的名字是禁忌,各大家族,包括皇家无忧城在内,连老军官的典籍当中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妹儿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几乎已经隐隐的猜到了那个人是谁了。 他当然知道禁忌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想到,自己元魂禁忌的方法,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来头。 很厉害。 妹儿知道结果,但是却不敢肯定的问道。 这么说吧。 王胜笑了笑,没让妹儿在那个人的身上多想,而是把话题拉到了自己身上,我也是这样晋级的。 和强威一样的经历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不过结果不一样而已。 结果有什么不一样? 妹儿并不知道王胜的完整经历,好奇的问道。 我一直让强威不要反抗,让她的元魂被超级大王乌贼吞噬。 王胜轻轻揽着妹儿的欠腰,将她搂在自己怀中,很认真的回答道,但我不一样,我反抗了。 呀! 妹儿大吃一惊,十四重镜的元魂,王胜竟然反抗了,怪不得王胜说曾经痛苦不堪,原来是这样。 吃惊之余,妹儿也不由的问起王胜最后的结局,那最后怎么样了? 我的元魂把十四星的超级抹香惊的元魂吞噬了。 王胜骄傲的冲着妹儿说道,当时我是八重镜,元魂最多八星级。 妹儿已经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吃惊的捂着自己的小嘴,崇拜无比的看着王胜,掩不住的震惊表情。 千万别小看你自己现在的元魂。 王胜伸手揉了揉妹儿的小脑袋,也不用想着和薔薇比什么高下。 没有那个必要,好好的对待薔薇他们。 我知道了,老爷。 妹儿忽然之间心中充满了斗志,乖巧无比的冲着王胜答应了一声。 薔薇恢复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吸收了大王乌贼的元魂之后,第二天,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中,尽急一重镜。 尽管灵气脆体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就是几个小时,可是,这样的升级速度,未免也有些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 老道和王胜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妹儿担心薔薇修行太快出事而已。 全新的超强元魂,之前上百颗造化丹的积累,六百多个姐妹乾坤倒转施展的给薔薇的加成,以及重新修行带来的经验上的老道,这样的修行速度,一点都不夸张。 当年王胜重修的时候,可是同样飞快的。 到了一重镜,薔薇就已经可以调动灵气,然后重新开始咏春心法的修行了。 这一次重新来过,似乎给了薔薇更深的感悟,没等五天,在众姐妹开始集中修行之前,薔薇就再次晋级,到了二重镜。 第1294章群体修行,下 从确认薔薇的身体没问题之后,但抬瑶就拉着薔薇开始和众姐妹一起修行。 每天府中的生活十分的规律,在阵法之中修行,按时按点的吃妖兽肉,期间会轮流安排一批姐妹和薔薇欢好,每天晚饭后,是固定的聆听大宗师乐队演奏的时间。 当然,王胜必须在府中。 薔薇虽然脱胎换骨了,可是一个人依旧无法承受那么多姐妹们的乾坤逆转灌输,人多了依旧还会出现很早以前的阴阳失衡的变化。 这时候就需要王胜出马,调整薔薇的阴阳平衡。 以王胜现在的修为,轻而易举的就能将薔薇调整过来。 让众女幽怨的是,王胜依旧还是没有碰她们,哪怕她们每一个都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王胜,可王胜终究是没有变成四郎。 大宗师乐队直接驻在了长盛公府这已经不是新闻,基本上,从众女开始集体修行的时候,妹儿就已经往外慢慢的放风,这次孟之房亭夜,是要让所有的超模美女们集体修行一次。 联想之前长盛公府大规模购买丹药的行为,再加上大宗师乐队和皇家交响乐团全线进驻长盛公府,各方也总算是知道了孟之房亭夜的缘故。 心虚的人自然会想到王胜为什么如此安排,都各自蜷缩在自己的府邸当中不敢轻易的做出动静。 王胜刚一回到京城,天子就送了一个最宠爱的皇子过去任由王胜处置,这举动可吓坏了许多人。 虽然的确是三皇子做出了朱一般的举动,可是,王胜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让人把三皇子和几个皇子的老师给活埋在妹儿玉席的地方。 连皇子都是如此处置,可想而知那些地位比皇子低的人如何。 京城之中那些动过心思的皇家宗室以及一些大臣们,几乎全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某些时候的言行传到了王胜的耳中。 各大诸侯在京城定居的人也没少动过心思,可现在也一样全都是浸若寒蝉,谁都不敢轻易作声。 王胜一句话要一个交代,各方就开始互相攻击,带着对手的脑袋送到王胜府上。 如果让王胜知道了他们之前对孟之房美女超模们的龌龊想法,谁知道王胜会要什么交代,各方会不会主动把他们的脑袋给送过去。 就算是自己家人肯定保着自己,可别家呢。 还好,王胜现在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孟之房的美女们集体修行提升修为,这也算是一个无言的威胁,让各方都掩齐息鼓,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 不过,没有人会相信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美女们能修行到什么级别。 知道凯旋宫功功法特点的人并不少,所以大家乐得看王胜把这些美女的修为再次提升,想必到时候美女们的魅力会越发的厉害。 王胜在,大家当然不敢动什么心思,但是,只要千绝地核心内圈的地图一卖出去,王胜的利用价值就会大减。 等到各家开始反攻倒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机会了,王胜搜集的这么多的美女,就可以大肆瓜分了。 只是,王胜一句话就把大宗师乐队整个的霸占不说,连皇家交响乐团都包园了。 这让许多人觉得愤愤不平,可是又不敢去和王胜理论。 因为他们都知道,理论也没用。 没人会理他们。 大宗师乐队,除了王胜,连那些大宗师的弟子们都请不动。 别说那些弟子,天子和各家诸侯都没这个面子,可偏偏这些大宗师要演奏的话,每次都让所有人都屈之若鹜。 没办法,普大,得罪不起。 倒是皇家交响乐团相对好说一点,可是被王胜给接近了长盛功夫,那谁也没办法。 现在大家能在外面几个大剧院听到的,最好的也只是最早毕业的一期学员组成的一个乐队,效果总是有点,可是和皇家交响乐团还是差了那么一线,更别说和大宗师乐队比了。 各家都觉得有点过分,然后几家长老出面和天子交涉之后,天子派了周管事到王胜府上和王胜商量了一番,王胜终于点了头。 皇家交响乐团可以离开长盛功夫,经常性的给各方演出。 这个结果一出,总算是堵住了各方的怨言,至少他们还能在皇家交响乐团的演奏下,默契的提升修为。 大宗师乐团就不指望了,就算是王胜,也不可能让大宗师乐团集中密集演出的。 好不容易平衡了一天,结果,皇家交响乐团一群乐师的埋怨,让包括天子在内的京城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在长盛功的府上,那些美女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宗师乐队的演奏。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皇家交响乐团的那些乐手们才有幸,能够每天聆听到大宗师们的天籁之音,更幸运的是,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如果练习的刻苦认真,还能偶尔得到那些大宗师们一句两句的指点。 可就因为各方的要求,皇家交响乐团必须离开长盛功府出来演出,以至于他们凭空失去了这个可以再近距离被指点的机会。 这些皇家交响乐团的乐手们,不因此而埋怨才怪。 他们埋怨不要紧,听到消息的人却全都震惊了。 王胜府上的那些美女们,居然享受的是每天有大宗师乐队演出辅助修行的待遇。 不光是那些美女,王府当中的不少忠心的护卫,各大产业名下的那些忠心护卫,也都有机会轮流到长盛功府中新建的大剧院当中聆听大宗师演出。 各方重要人物苦苦寻求都没机会聆听的大宗师演奏会,在长盛功府上居然是每天演出。 这消息一传出去,各方瞬间不平衡起来,凭什么呀? 要是只给美女演出,那各方也就认了。 王胜这个家伙宠爱美女,给他们这样的待遇也不算过分。 可是那些护卫凭什么? 就因为大剧院有空位子,所以就有了机会。 还有,王胜凭什么就能指使这些平日里演高于鼎的老乐师们? 难道就因为他是长盛功? 如果你们谁能做出类似这些曲目的能被我们认可的新区出来,我们也可以给你们演出。 怨言传进长盛功府,传到了大宗师们的耳中,然后与大师统一的回复了一句。 听到回复,那些埋怨不满的人也瞬间傻了眼。 第1295章心智虚守镜,上 修行之人,通常来说,只要能够识字,能够理解那些修行秘籍上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至于其他的东西,如果对修行没有帮助,他们肯定是看都不会看一眼。 炼丹对修行有用,那么就有人回去学炼丹。 阵法对修行有用,那就有人去学阵法。 音乐对修行有用,那就有人去学音乐。 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从来没听说过,谱曲对于修行有用。 这么多的曲子,很多高手都去听过,不管是大宗师乐队还是皇家交响乐团又或者是普通的乐队,他们演奏的曲子大同小异,都是那些被大宗师乐队证明了对修行有用的曲子,才会演奏。 多厉害的修行高手,最多是知道这个曲子的旋律,能够哼哼出其中的一段,关心的则能叫出这些曲子的名字,可让他们记住这曲子是水谱的曲,那可就是强人所难了。 说句不好听的,别说是曲谱的作者,就算是他们本人修行帝功法秘籍的作者,那些家伙们都未必知道是谁。 很多家族功法步伐是自家组上的某一位老祖所著,可除了一些整理典籍记载的人,谁会知道? 所以,消息一公布出来,说这些乐曲都是王胜的作品,听到的人立刻炸了锅。 怎么可能? 这个人怎么可能上天入的无所不能? 王胜会做饭,这点无庸置疑,现在大家享受的美味佳肴,有一大半都是从王胜府上的厨房流传出来的。 王胜还会野外生存,还会各种诡异的杀人技巧,还会制作乐器,到了现在,居然还会谱曲。 还好,长盛功府上长期大量收购丹药,说明王胜不会炼丹。 同时也经常会雇佣阵法大宗师,表明王胜不会阵法,否则的话,什么样的人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怪胎出来。 许多人都怀疑过王胜的来历,但始终都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除了宋家代家之外,没人知道王胜最初出现的地方是哪里,怎么来的。 就连宋家代家也不明白,王胜当时明显是从天而降,说明肯定是有飞行坐骑之类的。 当时出现的时候满脸的花纹,倒是和蛮族的做法类似。 这样的话,王胜很大可能是出自山岳之地。 可是后来王胜对山岳之地那种疯狂的打击,却又显得不是,很是让两家摸不着头脑。 不管怎么说,王胜又暴露出一项众人之前没有注意过的能力,让众人对他的警惕又提高了一重的同时,不少人也在心中后悔。 要是当年早点拉拢王胜,而不是追杀他,这么全才的人,拉拢到了家族之内,自己家族将会怎样的辉煌? 其中最后悔的就是宋洪德了。 大好局面,被他一手给毁了,而且还是毁在他刚必自用的性格上。 明明王胜已经表现出来在千诀地的绝对掌控,而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快要套住王胜了,可就因为宋洪德不服气不甘心在千诀地里被压制,一切都毁于一旦。 每每想起来,宋洪德都是后悔的垂胸顿足的。 把王胜当作敌人,不仅仅是推掉了宋家称霸天下的机会,还推掉了他治疗的最佳时机,悔不当初啊。 全大宗师乐队每天的演奏,如果这样的机会放给任何一家诸侯,这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可惜,王胜居然只用在了一群没有战斗力的美女和一群并不是出自王胜家族的护卫身上,抱点天物。 不管外面的人如何的羡慕极度恨,长盛功夫中的修行依旧还在持续的进行着。 每一天,众女都能发现自己身上修味如同吃了催化剂一般的疯狂暴涨,暴涨的幅度几乎把她们自己都吓坏了。 每顿饭都有一小块不知道什么种类的妖兽肉,看着不起眼白白的一小片,可是里面蕴含的灵气,想要炼化几乎要耗尽众女在阵法当中的每一段时间。 大家都是食货之人,特别还是在梦之房这样的地方,什么样的高级货色没见过没听说过。 可是这一小块妖兽肉,却让众女全都是无法理解,难道这是传奇境界的妖兽肉? 真正知道这些妖兽肉来历的,整个长盛功夫不超过五个人。 王胜老道媚儿强威和蛋抬摇,可是五个人谁都没有多说什么。 有些事情,泄露出去并不是什么好事。 每天一次的大宗师演奏会更是让人疯狂。 特别是演奏会之前,还会吃一小块妖兽肉,靠着大宗师级的音乐引领所有人的修行,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在天上飞。 所有的乐曲,都是淡抬摇亲自定下的,全都是最适合咏春心法修行的曲子。 六百多人同时修行,共享经验,加上淡抬摇本身也在其中,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修行偏差,众女每次在大剧院当中,都能感到体内灵力如同飞翼般的流转。 就连灵须老道在音乐会上感受了几次众女修行的灵气之后,都不得不点头赞叹,这咏春心法果然是让人惊诧。 放弃了女子生育的机会,放弃了前面八重境的所有战斗力,换来的却是青春永驻修行速度飞涨以及传奇境界的强大战斗力。 有的必有失,果然是成不我欺啊。 要不是咏春心法前面八重境界的放弃,又怎么可能有现在的这种灵气流转速度? 哪怕王胜在这种速度面前,都望尘莫及。 这还只是七重境的时候,大宗师乐队还没有演奏野风飞舞那种矿叶的加速音乐,就已经有这样的效果。 老道现在无比的期待,期待众女达到八重境之后听着野风飞舞灵气狂飙的情景。 允许旁听的护卫们,全都得到了最严格的叮嘱,绝不允许在音乐会上晋级。 哪怕已经到了边缘,也要守住,夯实基础,等到外面找合适的时间地点晋级。 所以,连续十天之内,每天正常演出,就没有一个人晋级的。 可是,在第十一天的时候,但台瑶就已经把护卫们全都赶了出去。 王胜知道,这是到了要晋级的时刻了。 一千二百人的大剧场当中,除了六百多个美女之外,就剩下大宗师乐队和王胜老道加上媚儿。 众女将在这一场全部晋级,而且还是在野风飞舞的音乐伴奏之下。 第1296章心智虚守镜,下 王胜对众女的修行速度是叹为观止的。 不能不说,永春心法一个能够超强吸收妖兽肉当中灵气的绝招,就已经是最上承地功法了。 这还不算,还要加上一个能适应超强节奏的特点,简直逆天。 这样地功法,要是还战斗力无敌的话,那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所幸只能达到传奇境界的时候才能拥有战斗力才让王胜平衡了一些。 不过也就是王胜,才有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众女搭建这样的修行环境。 换个其他人,不用太远,就是当年的凯旋宫,他们多少人奋斗了几辈子数百年,也没有王胜给众女这几个月以来提供的环境代价大。 全大宗师乐队,大剧场,超级阵法,十四崇敬的妖兽肉,在凯旋宫时代,他们自上而下所有人家起来,都没有一个人敢想过这种超级奢靡的修行方式。 别说还要靠卖出女弟子赚点生活基金的凯旋宫,就算是现在富得流油的皇宫大内,他们能拿出这样的环境吗? 让他们加上那些大诸侯们一起,都未必有这样的穷奢吉遇。 这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 有钱能够买到大剧院,有钱能够买到阵法,但有钱能买到大宗师乐队演奏吗? 有钱能买到十四崇敬的妖兽肉吗? 拥有这种妖兽肉的人,会因为金碧而卖出去吗? 所以,只有王胜,再无其他,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本来这一场,王胜是不参加的,包括妹儿也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王胜和妹儿都无法保证完全承受野风飞舞的节奏,只能听,不能修行。 要是一开始的时候,王胜还能保证自己发现不对赶紧停止灵气运转,可现在不一样了。 那首曲子这些大宗师们不给众女演奏的时候就全部都在练习,这么多天下来,早已经不是最开始刚看到曲朴时的那种水平,哪怕是王胜,也不敢轻易的挑战了。 王胜都是如此,妹儿就更不用说了。 他现在修行的主功法,就是灵须老道改良过的道门至虚守静心法,更是喜静不喜动地功法,野风飞舞的节奏估计能把妹儿的翘穴震出伤来。 两人不打算参加,只打算让老道帮忙看着一点。 结果老道却在头天晚上给了两人一个惊喜。 早在王胜和老道出海的时候,看到海洋当中那种弱肉强食以及平衡共生的自然之道之后,老道就心有所感,对道门至虚守静心法更多了一重领悟。 路上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积累,这两天总算是有了心得,成功改良完成。 王胜以为老道至少得闭关一两次用个一年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种功法的改良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何况现在两人修行的致虚守静心法本来就是老道在以前的道门守静心法的基础上改良过一次的。 二次改良,难度可想而回。 谁知道老道竟然给了王胜和妹儿一个这样的惊喜,这个时候就已经改良完成。 最重要的是,老道居然让两人参加众女晚上晋级的音乐会。 单纯的宁心静气只能落入下程,所以,上次改良过的致虚守静心法平常会让你一平气消,但遇上合适的时机,总要借机发泄一番才行。 老道很认真地对两人解释着改良的方向,因为你那些魅惑呀,或者生气愤闷之类的情绪并不会消失,等到积累起来发作的时候更麻烦,所以平日总要有意无意的宣泄才是正理。 赌不如输吗? 这是王胜当年脱口而出的一句地球上的名言,被老道当作是第一次改良致虚守静心法的总纲。 可这次在海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宁静。 灵虚老道对王胜对妹儿都不隐瞒,特别是针对王胜,本就是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何来隐瞒一说? 是什么? 妹儿不明白,好奇地问道。 是抗争。 老道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深海区域,我们见过战斗出来的宁静,在浅海,我们也见过同样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求生存而斗争出来的宁静,那种付出生存的努力达到平静生活的目的,才是真正的置须守静。 靠着别人的施舍或者自己躲起来眼不见心不凡的,那个不叫守静,那个只叫苟言残喘。 听着老道这番话,王胜对老道简直是刮目相看。 老道居然拿着自然的弱肉强食生存之道来这样全是置须守静,当真是有慧根啊。 所以,新改良过后的置须守静心法,不是一味的让你们隐忍的守静,更主要的,是让你们斗争到守静。 老道把结论说了出来,也是前几天听你这首新曲子才突发的灵感,对抗这首曲子的节奏,能守住,自然就不用担心其他方面守不住了。 原来如此。 老道居然让王胜和媚儿修行再次改良过的置须守静心法来对抗野风飞舞的节奏,果然是独树一帜的修行方法。 王胜除了佩服到树大拇指之外,还能做什么? 如此一来,接下来众女哪怕升级到了八重镜,可以完全承受野风飞舞的修行节奏的时候,王胜和媚儿也不用回避,反倒是同样能够享受到修行的好处。 老道办事,果然靠谱。 一千二百个座位的大剧院当中,现在只坐了一半人,其他的地方空空荡荡。 众女都分别坐开来,坐得不是那么集中。 余大师看到王胜冲他点头,知道众人都已经准备完毕。 虽然不知道王胜和媚儿为什么也会在其中,但于大师坚信,王胜这个野风飞舞的作者,一定有办法解决他自己身上的修行麻烦,不会给大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指挥棒挥舞起来,最开始响起的依旧还是之前听惯的悠扬的适合女性的乐曲。 先慢慢的进入状况,慢慢的引导众女进入修行阶段,等到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在合奏野风飞舞引导众女进入灵气粹体的状态之中,这是早已经定好的策略。 余大师和易甘大宗师乐手们,也都在忠实的执行着。 余大师他们其实也在期待,期待着有灵气粹体的大灵气团形成的情形之下,看看他们的野风飞舞能演奏到什么程度。 这是大宗师们对待自己音乐的态度。 第1297章晋级,上 老道再次改良过后的致虚守静心法有不少地方更改的,但对王胜和媚儿来说,修行起来却毫无难度。 无他,不管是王胜还是媚儿,两人其实都不是那种隐忍躲避的性格。 王胜身为一个特种战士,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战场上搏杀得到的。 而媚儿在商场上七进七出,创下立真房这么大的产业,靠的绝不是忍气吞声。 所以,如此契合他们性格的致虚守静心法,简直就是给两人量身打造的一般。 只是头天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王胜和媚儿借助双修的机会,就把这套改良心法熟悉的七七八八。 之前的致虚守静心法对王胜的效果有限,对媚儿效果很好。 可是,这一次修行之后,王胜也终于体会到了那种真正的心灵上的瓶颈。 以前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但是那种感觉是不真实的。 是靠着强行压下自己的心性得到的所谓的宁静。 可现在不一样,修行过程中一路都是在争,从俏学到身体甚至到圆魂空间都一样,就连牙刺圆魂都有一种隐而不发的杀意渗透,大有一旦有什么东西敢打破这种明镜,就会将之千刀万寡的决绝。 这才是真正能让自己睡觉都心安的平静。 一如王胜在地球上的祖国,因为有核武大杀器的震慑,所以国民才能真正的得到安全上的保证,才能安心的做许多事情,哪怕步子慢一点,也不会害怕某些凄坎的事情落在自己国家的头上。 反之则不然。 地球上那个叫做乌克兰的国家,听了某些西方国家的蛊惑,自费武功,自己销毁了国内库存的核武,从此以后沦为随便哪个鳖三都可以欺负的软世子。 他们隐忍了,号称也与人为善了,结果呢? 从未有一种功法如此的契合王胜的心境,能让王胜感觉如此的舒服。 王胜决定了,等以后再改良功法,自己就把稻藏心法和秩序守境心法结合起来。 一个是堂堂正正中正平和的心法,一个是在这种堂堂正正心法之下对于心性的补齐,绝对是最佳良配。 音乐响起,众女开始在音乐节奏的带动之下,慢慢进入到修行状态之中。 王胜和媚儿也不例外,两人甚至不怕虐狗,手拉着手一起修行。 连着几首舒缓的曲子引导众女进入到了状况,王胜和老道感觉众女的气息已经冲到了顶峰,就在这个时候,于大师手中的指挥棒一转,乐曲改变,开始了野风飞舞。 突然之间的快节奏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六百多个大官员美女瞬间便进入到了突破的状态中。 天空中一片乌云翻滚,无数的灵气从四面八方开始汇聚,往长盛公府上的大剧院集中过来。 终于突破了吗? 京城中,关注长盛公府上的人可不少。 眼前的这架势动静太大,根本就瞒不住周围十里之内的人的目光。 很多人心中都是这样的想法。 只不过,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什么惊讶。 大宗师乐队连着每天演出,十几天下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突破,那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听众全都是朽木。 反倒是开始晋级了,这才显得正常。 疾风咒语般的节奏,猛然间冲入到了大剧院所有听众们的耳中。 王胜老道和弹台窑都已经算是听过了,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可媚儿和众女都是第一次聆听,刹那间便被这疯狂的节奏先生夺人的给带动了。 永春心法还好,他们本来修行就是要借助快节奏的音乐加快灵气的流转速度,节奏一起,每个人体内的俏学就开始挑动,等到连续的几十个音符之后,永春心法已经到了重新开始周天的时刻。 下一刻,众女体内的俏学就开始轮番的挑动起来,沿着永春心法的路线,灵气疯狂的开始冲刺。 突破就在这个时候到来,众女完全是一种猝不及防的状态。 虽然明知道这一次音乐会能晋级,可机会来的这么突然这么猛烈,众女竟然毫无防范,只能眼睁睁的感受着自己体内灵气的狂飙,自己却几乎无法控制。 唯一让众女安心的是,尽管这种节奏如此的狂野,可是众女体内的感受却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急速狂飙的快意。 体内的灵气疯狂的涌动着,前所未有的强大。 体外巨大的灵气团瞬间将所有人包围在其中,近乎粗暴的往每个人的体内狂晒灵气。 修行永春心法的大观园众女和弹台窑全都是一副享受的表情,老道自然也不例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老道才能够放肆的修行,不用担心其他。 只有王胜和媚儿,此刻却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必须要克服。 野风飞舞节奏起的时候,王胜的翘穴就要开始挑动,下一刻,改良过的道门志虚守静心法就开始顺应翘穴跳起的节奏,仿佛一只大手轻轻一抬,然后稍稍下放,用精妙无比的太极手法卸掉跳动的力量,让翘穴缓缓的复原。 这就是王胜对抗野风飞舞的底牌,自己以前学到的东西,每一项都可以用在其中。 这才是真正的全身心的修行,而不仅仅只是某一种功法某一项技巧的调动。 媚儿这边相对来说困难一点。 她现在的主修功法就是智虚守静心法,又没有学过其他攻击性地功法,却硬是靠着智虚守静心法的特性,外加对于王胜的绝对信任,强行的压下翘穴的挑动,保持功法流转的平滑。 只是瞬间的功夫,媚儿的额头上就溅了汗。 王胜的手心里穿过一股让媚儿安心的热流,让媚儿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王胜就在身边的那种安全感。 对于媚儿来说,王胜才是她最大的依仗,才是媚儿心目中的正国神器和武,只要王胜在身边,那媚儿就能面对一切。 第一遍野风飞舞,王胜和媚儿就是在对抗中度过的。 尽管十分的辛苦,可是,两人却手牵手硬是抗过了狂暴的节奏。 当乐曲终了的时候,王胜和媚儿虽然都是闭着眼,但是他们互相握着的双手,却都不约而同的稍微紧了紧,告诉身边人自己的状态,让自己的爱人放心。 第1298章晋级 大宗师们第一遍演奏也是小心翼翼,灵气调动依旧还是按照当时给灵虚老道和弹台窑演奏,只用了十分之一的灵气,小心的控制着节奏和轻重。 已经练习过多次,这次没有再出前后失衡的问题,十分平稳的从头到尾,几乎毫无瑕疵。 这给了大宗师们极大的信心,特别是第一次成功完整演奏之后就引发了六百多美女同时晋级,大灵气团一出现,大宗师们的心中就已经彻底的安定下来。 有了大灵气团的护持,哪怕是中间灵气稍稍的多使用一些,也不用害怕被音乐节奏影响而灵气无以为继了。 有了大灵气团,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气来源,可以随便玩上很长一段时间了。 机会难得,于大师指挥棒一转,合奏马上变成了独奏。 每个人每种乐器,都有机会单独完美的来上一次,让众人可以感受更深,还可以让其他人休息的同时,以旁观者的身份感受完美灵气的演绎。 众女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合奏和独奏有什么不同,大宗师们的修为境界本来就比他们高,哪怕是独奏,也依然还是能够带动他们继续以极快的节奏享受大灵气团的按摩的。 不过,王胜和老道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同,但同时两人也立刻松了口气。 媚儿刚刚撑过第一遍野风飞舞,也是十分辛苦的,如果继续合奏的话,这种节奏带动之下,媚儿势必会十分的艰难。 现在换成了独奏,带动的效果就弱了不少,媚儿一个人也能够辛苦撑住了。 等到这些大宗师轮番独奏上一遍,十几遍下来,媚儿基本上就能差不多适应了。 倒是王胜,只要让他撑过了第一遍,第二遍就再没有问题。 王胜的战斗意识和修为比媚儿强出太多,但此刻大宗师独奏也是一个简单微调的好机会,趁着这个大好时机,王胜还能把至虚守境心法当中不怎么特别弃合王胜自己的地方剔除掉。 没办法,到了他这个境界,就已经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种完全不遍地功法当中了,总会求心求变,寻求更好更完美的修行状态。 开始晋级享受大灵气团,各方面就都没打算两三天内完成。 大家都在享受着这个过程,哪怕灵虚老道这样的大高手,也一样如此。 长盛公府的护卫,可比外面皇家大剧院御林军的护卫要更加的周密。 这里可是私家宅邸,没人可以随便进出的。 各方就算是想要打探消息,可除了知道这一次演出有人晋级之外,其他的谁也没办法知道更多。 整整两天,音乐没有停歇,大灵气团也没有消散。 不过,大灵气团最多也就撑到了两天出头,就开始慢慢消散。 感受到这一状况,那些大宗师们在合奏完一遍野风飞舞之后,就又换了一首舒缓的曲子,引导众女狂奔的灵气缓缓地恢复正常。 毕竟只是七重镜晋级八重镜,众女又不是王胜这种与众不同的角色,灵气脆体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两天出头。 这么点时间,对于大宗师们来说,完全不够看。 更别说中间他们还轮流的独奏野风飞舞,每个人都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不说,大灵气团他们可是一个不落的都享受了一番。 等到演奏完的时候,大宗师们没有半点的疲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像是以前在皇家大剧院表演完成,一旦遇上三四天灵气脆体的,他们绝对是被人抬出去的。 王胜准备的充分,每个人三片超级鱿鱼须,大半天的时候就能吃一片。 演奏座位边上还特意给每人准备了水和补气丹药,和之前合奏不能间断水米不浸完全不同。 可以说,这是超过连续两天演奏会当中最舒服的一场。 大宗师们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他们不但演练了合奏的野风飞舞,每个人还竭尽全力的独奏了野风飞舞,能调动的灵气达到了三成,一场演奏会,让他们自己感觉演奏境界都提升了许多。 唯一不满的,估计就是没有一个专门针对乐师们的修行功法,能够适应野风飞舞的这种节奏。 看淡台瑶和众女那么的享受,于大师等人甚至都有些等不及,想要找机会咨询一下淡台瑶,能不能推荐一种他们修行的基础功法,然后在这种功法上改良了。 当然,这是后话,这么多美女晋级了。 连续两天两夜多都待在这个大剧院当中,众女身上还排出了一些题内的杂志,这里面的味道可不好。 都是美女,总要给留些面子,这些问题可以以后再问。 王胜和老道也是先离开了,他们留下众女肯定感觉尴尬,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 一番清理之后,众女总算是各自回到了大官园,该整理整理,该休息休息,明天还要继续修行。 老道,改良过的至虚守静心法和道藏心法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修行啊。 王胜和老道在自己的练功房这边喝酒,一边聊起了新的至虚守静心法。 有难度。 老道摇摇头,得等我再晋级才行。 道藏心法是9981个俏学,而新的至虚守静心法却需要6954个俏学,加起来总共要135个俏学才能同时修行。 老道现在只有129个俏学,还不够,所以老道才说要等他再晋级。 不过,对王胜来说,这却完全不是问题。 王胜现在有512个俏学,就算是一次完整的大周天修行两次至虚守静心法,用掉108个俏学,剩下的还有404个俏学,依旧还能运行道藏心法四次。 可惜,如果能再加一个俏学,就正好能完整流转五次道藏心法。 但王胜还喜欢留一手,剩下的80个俏学,依旧还能当作储备灵器的后手俏学,不是吗? 或者一次完整大周天修行一次至虚守静心法,五次道藏心法,剩下53个俏学来储备灵液,也是一种选择。 总归,王胜可以随意的组合,直到找到最完美的组合方式。 第一,1299章一个月都等不了,上。 接下来还是让人疯狂的修行。 众女每天依旧还是同样的生活,吃肉,阵法中修行,听音乐,规律的如同钟表,精准的如同机器。 非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每天吃的鱿鱼须多了两倍,修味的提升带来的是炼化灵气速度的增加,多两倍的量也能够及时吸收。 同时,每天听的音乐也变成了引导曲目之后的野风飞舞。 护卫们依旧还是被允许听大宗师们的演奏,但是却被严厉告知,千万不要尝试跟着后面快节奏的野风飞舞音乐修行。 为此,王胜还专门抽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让有机会轮到的护卫们先听了一遍丹大师笛子独奏。 同时告诫众人,允许动用的灵气最多不超过自身灵气的十分之一。 王胜其实也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功法能够适应野风飞舞的修行节奏。 可惜的是,上千名护卫听过之后,哪怕只是丹大师一个人的独奏,而且还是大宗师本人都收敛了气息,只动用了十分之一灵气的状况下,依旧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这种测试。 没办法,晚上的音乐会他们被严禁修行,想听音乐可以,想修行,那恐怕就只有一个结果。 护卫们有自知之明,既然无法跟上大宗师们演奏的节奏,那只去听音乐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所有的护卫都聪明的没有参与晚上的音乐会。 不过,在王胜的授意之下,几个护卫还是有选择的向外界透露出了一些大宗师音乐会的消息。 当然,主要就是大宗师们在练习一首王胜谱写的心躯。 而这首曲子,大宗师们也没能完全掌握,甚至于长盛功府上的护卫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首曲子的厉害。 王胜透露出去的消息还包括大官员的众女因为修行的不是战斗功法,所以他们能轻而易举的承受大宗师们的心躯。 这也是做一个铺垫,省得外面的人猜来猜去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好奇心高高的吊起来,让他们心仰难耐。 大宗师乐队都无法完全掌控的曲子,一千多个护卫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听下来的曲子,那是什么? 从消息放出去之后,整个京城,或者说整个天下,就在一股让人无法形容的好奇心的笼罩之中,每个人都期待着能够见识大宗师们的演奏,可是每个人又担心自己能不能承受。 王胜府上护卫们的水准,很多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如果他们都不能承受,那么什么人能承受? 难道真的要像王胜府上那些美女一样,只修行驻研美容帝功法? 好奇的不光是各大诸侯,还有天子。 于是这边王胜才放出去消息两天,天子那边就派周管事找上了门。 想要听一听。 王胜玩味的看着周管事问道,只是这样吗? 公爷,这可不是陛下的意思。 周管事苦笑着看着王胜,陪着笑脸解释道,公爷您也知道,您这大官员,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也就是老奴我有这个荣幸能进来,所以陛下才让老奴我送个信。 周管事送过来的信可不只是天子的要求,而是各大诸侯们联合向天子提出来,想要进来听一听大宗师们的心躯。 他们自己的渠道消息根本就送不进来,就只能找天子这边旁敲侧击了。 反正王胜在京城,总归会给天子一些面子的。 他们不怕死。 王胜很奇怪这些人的逻辑。 宁着告诉你们很危险,却总有人不顾生死的前仆后继的过来。 有些人总觉得公爷肯定是故弄玄虚。 想要读吧,周管事话只说了半句,干已经充分的表达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都不能等吗? 王胜悲弃的笑了起来。 他的本意是多少透露一些信息给那些家伙们让他们安分守己一些,却没想到那些家伙们有多贪婪。 谁知道。 周管事现在很显然已经摸清楚了王胜的性格,不知可否的回答了一句,反正陛下肯定是没有这个意思。 曲子是公爷您谱的,大宗师乐队是也是公爷您的朋友,哪怕这曲子从来不会面世,那也是公爷的事情,和别人不相干。 这倒还是勾话。 王胜点了点头。 他相信,现在天子肯定不会轻举妄动的,因为千绝地的核心地图发售在即,各大诸侯肯定会在千绝地核心内打生打死,这符合天子的利益,所以天子绝对是乐见其成的,怎么可能会在这种时候给王胜添堵,节外生枝。 王胜和天子的利益不冲突,因为王胜没有地盘,王胜也没有强大到随时威胁到皇家的存在,特别是王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天子的地盘内,可控制。 可各大诸侯却是随时能够让皇家万劫不复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天子知道的很清楚。 那就让他们的人来听。 王胜冷笑了一声,有人想死,那就成全他们。 老周,你告诉他们,每家允许十个人来听,不过十个人之中,要有五个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体内没有灵气的普通人在,剩下的五个人,随便他们挑选,最好让他们修为最高的或者地位最高的人来听。 传奇境界巅峰的王胜自己在没有全新的智虚守竞心法之前都无法承受野风飞舞强大的威力,各大家族的高手又有哪一个可以? 除非是超越了这个境界的。 这时候放人进来也不错,要么就整死这些各家的高手,要么就知道了某些能撑下来的高手真正的境界,反正对王胜来说怎么都不亏。 不过,一个人二十万金币,谁也别想蒙混过关。 王胜冲着周管事继续吩咐道,不管吃不管喝,让他们自己准备,另外,生死误论,别到时候死了人,他们又觉得冤。 没人请他们来。 见过上赶着发财的,上赶着富贵的,没见过上赶着找死的。 公爷,那陛下这边? 周管事小心的问了一句。 一样。 王胜却没有半点的偏心,直接说道,你们三个,估计能勉强听几段,其他人就算了,要是有什么对你们三个不怎么尊敬的家伙,倒是可以打伐过来。 第一千三百章一个月都等不了,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周管事要是还不明白,那他在皇宫里这几十年上百年就白呆了。 多谢公爷体恤。 周管事冲着王胜赶忙施礼道谢,奴婢这就回宫禀报陛下,派人过来。 你们三个这次就不要来了。 王胜恩了一声,又叮嘱了一句。 为什么? 周管事很诧异,刚刚王胜才说只有他们三个能承受,怎么就不让来了? 多新鲜。 王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冲着周管事骂道,别人都死了,就你们三个活下来,怎么,你们是嫌你们现在还不够显眼吗? 周管事当局者迷,听到王胜说他们三个可以承受的时候,就忍不住也想见识一下王胜府上护卫传说的厉害无比的心躯,被王胜一提醒,顿时间反应过来,二话不说,马上道谢。 多谢公爷指点。 周管事很郑重的冲王胜躬身失礼,然后再不多说什么,冲王胜拱拱手,飞快的离开了大官员。 王胜的条件很快传了出去,对此,各方都没有意义。 除了对那个必须要有一半人是普通人的要求感觉很纳闷之外,其他的完全不意外。 二十万金币一位,这就是大宗师演出的行情价,王胜一点没多要,也没少要。 另外,那个死活不论,各方都只当是笑话,只当是王胜不想让各方提前享受心躯威力的挡箭牌。 长胜公府上所有的护卫都无法听一区。 这种笑话一般的东西是在护卤谁? 只有那些美女能听,王胜府上的护卫却听不了。 一个个据说还描述的活灵活现,说他们自己去听了却坚持不下来,多荒谬。 谁不知道王胜府上的护卫一个个口风紧的比蜜蜂罐还严密,能对外说这么多。 要是没有王胜点头王胜受益,他们会这么说。 总之,各方真的是好奇外加急迫,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想再等,就想知道答案了。 王胜既然允许了派人进去听,那各方二话不说,马上开始选人。 金币早早的给送了过去,十个人才二百万金币,便宜。 至于王胜要求必须有普通人,那就满足,不过也要找几个对各方忠心无比的普通人,至少要把他们听到见到的都原原本本说出来的人。 王胜放话出去的第二天,下午距离演奏会还有两个时辰,各方就开始陆续的送人过来。 每家十个,五个修行高手,五个普通人。 每家想的基本上都一样,既然是过来探听虚实的,所以都是送了一个传奇境界巅峰,一个传奇境界新手,外加八重镜七重镜六重镜各一人,此外就是五个从来没有修行过的普通人。 这些人当然没资格进入大官员,只是被人带到了外围的客房休息。 不过,正如王胜所言,不管吃不管喝,客人上门,连杯水都没有。 看起来有些失礼,但对于这些所谓的上门客来说,却是最好的最放心的安排。 他们也知道此行的目的,如果在王胜这里吃了喝了东西导致出了问题,大家谁也说不清楚,索性都不准备,自己照料自己。 皇家也派了人过来。 三个一看就没怎么修行过的小太监,还有两个小宫女,另外有两个御林军的高手,还有三个年轻一点的太监高手。 看修为,似乎已经到了八重镜,有一个还是传奇境界。 新建的长盛公府的大剧院就在大官员外面的一处原先的居民区,现在早被买下来推平修建了大剧院。 大剧院里座位很多,但是左边的一半全都被隔开来,只允许各家的人坐在右边。 六百多个座位,只坐百十个人,显得很宽敞。 各家人基本上都是安排在一起,互相之间隔着几排或者几列,谁也不会影响到谁。 这样的安排让各家的人都很满意,反正大家来也不是打生打死的,就是想知道一些内情而已,这种安排很合适。 各家的人进来没多久,大官员的众女就很快赶到。 大家秩序井然的飞快的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也没理会诱人那些座位上的人,静静的等着音乐会开始。 美女们赶到之后没到十分钟时间,于大师和各位大宗师乐手们就来到了舞台上。 各方的人也看到王胜和妹儿以及灵须老道出现在上层的包厢里。 人都到齐,于大师站起身来,先按照音乐会的规矩,给观众失礼。 所有的观众也都规规矩矩的起立鼓掌。 于大师也知道这次演出多了些什么样的观众,对此他也有些无奈,在演出开始之前,于大师站在指挥台上,还是冲着这些新来的观众多提醒了几句。 不管你们是谁,但在这里,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全力的调动灵气。 于大师也不希望自己的音乐会上失衡遍野,只能尽人士听天命,一旦发现不对,马上停止修行。 最好嘴里含一颗能让自己马上昏迷过去的丹药,就算是修行出了岔子,也比死了强。 严禁于此,祝各位好运。 说完,于大师转过身去,开始用指挥棒敲起曲谱架,所有人都把乐器准备好,然后于大师手一挥,音乐响起。 最开始还是舒缓的音乐,引导众人进入修行状态。 至少前四首曲子,都是如此。 等到第五首的时候,才开始演奏夜风飞舞。 众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修行状态,每一个人都听得很认真,修行得也很认真。 他们当真是百无禁忌,疯狂地调动着灵气,根本不在乎什么收力不收力。 这样的状态,也引得各方几个传奇境界的高手频频皱眉。 但出于谨慎,他们还是遵照于大师的话,绝不全力行宫,小心地按照前面几首曲子的节奏,开始进入修行状态。 一连几首曲子,都很舒缓,众人修行得也十分的舒适,顿时间有人就放松了警惕,调动的灵气也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 反倒是那些普通人,根本没什么灵气感应,只觉得曲子很好听,而且他们能有机会听二十万金币一味的音乐会,已经是三声有声,此刻听得津津有味。 猛然间,乐队的节奏俱变,也风飞舞的节奏狂野地演奏了出来。 第1301章不听劝的结果,上。 这个节奏一起,大观员众女们脸上立刻露出了一副享受的表情。 他们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才刚刚吃过几片鱿鱼须,刚刚舒缓的音乐已经调动起咏春心法,现在也风飞舞直接让咏春心法加速,在体内狂飙突进的同时,也在疯狂地吸收着体内妖兽肉里蕴含着的强悍的灵气。 可是,相对众女的享受来说,各方的那些修行高手们的感觉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 节奏一起,所有修行高手们的跳学仿佛接到了信号一般,开始轻盈地跳动起来。 这种跳动很轻,如果不是有余大师和之前王胜的警告的话,这种跳动还是很舒服的。 可是,这显然不是平常修行的状态,校学会跳动起来,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修行习惯和修行常识。 聪明人,这个时候就应该马上停下修行,不管是不是正修行到了周天的一半。 强行停下来或许对身体会小有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就是一个修行周天被打断,就算是不舒服,最多一两天就能调整过来。 可是,这个世界上努力修行的人很多,痴迷修行的人也很多,但真正非常聪明的聪明到懂得当机力断取舍的却不多,特别是在自己的修行状态已经被刚刚的几首乐曲带动起来的时候,让他们强行停下,都有点舍不得。 对于高手来说,一个完整的修行周天,最多也就是二十秒的时间,这都过了几秒了,难道还不能把剩下的坚持完,然后再停止修行? 可问题是,谁能想到,野风飞舞的节奏,现在在这些大宗师们的演绎之下,一秒钟就有二十个音符。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就能引导道藏心法这种最高等级需要九九八十一个翘学地功法流转一个周天。 各方也有高级功法,也有需要八十一个翘学地功法。 可当他们想要在一个周天结束之后停止修行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翘学跳动的惯性,灵气流转的突然加速,外加音乐节奏的引导,五秒之后,所有的修行高手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各方派过来的高手,并不是王胜的护卫,所以他们对于王胜的命令执行的并不彻底。 之前的舒缓曲调也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虽然没有权利修行,但是至少也在不知不觉中用了五成的灵气。 王胜的护卫在试验的时候,是丹大师一个人独奏,而且还是压制了灵气发挥的。 护卫们也没有经过舒缓乐曲的引导,直接上来就是野风飞舞。 所以,王胜的护卫们能承受,因为王胜在不到三秒的时候就打断了丹大师的演奏。 可现在,王胜可没有高尚到位了就这些不相信自己的各方高手就轻易打断大宗师们演奏的地步。 既然他们想感受,那就深入的感受一次吧。 第十五秒的时候,除了王胜这边的人以及那些根本没有修行过的普通人,剩下的人已经全部陷入了疯狂的无法控制的地步。 全身的翘穴都在跟着野风飞舞的节奏狂野的跳动着,灵气在翘穴中冲刺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上十倍,可每一个修行的人脸上,却全都是惊恐万壮的表情。 在那些聆听音乐的普通人的眼中,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边的那些美女们,听着这纷乱的乐曲,一脸的享受。 可是身边的这些平常要高高在上仰望的高手们,却一个个好像见了鬼一般的恐怖,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曲子有点快,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群蜜蜂在嗡嗡嗡乱叫一般,但这又如何? 人家曲子本来就叫野风飞舞啊。 不像蜜蜂嗡嗡嗡乱飞那应该像什么? 有几个人嘴巴一张一张的想要说什么,可是,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人,也没办法听到他要说的话。 噗,终于,有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仿佛打响了喷血比赛的发令枪,各大家族的人开始争先恐后的喷血,噗噗噗的声音此起彼落,如同正在演出的音乐节奏。 这还不算完,喷完血之后,有人身上开始爆响,说不准身上的哪个位置,就好像被什么无形的子弹击中一般,喷喷喷的爆开一个个的小洞。 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人全都被吓坏了,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正想要惊叫,可是耳中却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们能安静下来的陌生的声音。 声音中夹杂着一股舒适无比的感觉,让他们安然的坐在原地,静静的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牢牢的记在脑子里。 演出还在继续,大官员的众女依旧还在享受,老道也在享受,王胜和媚儿也在享受,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剩下的人当中有一半人已经失去了知觉,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全身是血。 剩下的一般人,一会看看这边,一会看看那边,同样也是一动不动。 两个多小时之后,演出终于结束。 于大师转过身来,看着一边一群躺在座位上无法动弹的血人摇了摇头,长叹一声,漠然的行了个礼,然后带着乐队默默的离开。 大官员众女也静悄悄的离开,看都没有看那边的人一眼。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媚儿也离开之后,王胜才和老道站起身来,走到了大剧场的外面。 外面已经有一大群各家的人在等着,满脸的焦急。 王胜出来之后,冲着这些人只吩咐了一句,各家照顾各家,否则格杀勿论。 走之前记得把血迹给我打扫干净。 然后转身离开。 外面早已经等得新交的人急忙冲了进去,看到的就是一幕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的惨状。 各家的人当中,有一半全都是躺在血泊之中,全身飙血,剩下的一半,则坠坠不安地坐着,满脸的惊恐。 这时候,各家也顾不上互相耍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急忙冲到各自的人面前,把人抬了出来。 然后一群奴仆一样的人赶忙进去帮忙清理血迹,王胜说的可不是完的。 没过半个小时,各家派出去的十个人就或是站着或是躺着出现在各家在京城购置的釜底之中。 第1302章不听劝的结果,下。 基本上,六重镜七重镜和八重镜的那三个高手,都已经当场死亡。 传奇境界的好一点,修为浅的那个重伤昏迷笑学不知道报了多少个,修为深的那个传奇巅峰吐血重伤,但这两个还算是能够抢救回来的。 最让人惊讶的是那五个没修行过的普通人,一个个如同没事人一般。 尽管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应该是被众人吐血的样子吓到了,可是身体检查的结果,却是十分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各方全都是京剧无比,送进去的五个修士,竟然一个都没有逃过,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个普通人是清醒的,所以他们被问的最详细。 不光如此,几个新细一点的家族还分别把五个人隔开分别问,让他们没有串供的可能。 一通折腾,问下来的结果,让各方在京城的高层全都傻了眼。 大剧院里,长盛功府的人什么都没做,甚至没有和他们这些人接触过,隔着老远他们自己挑选的座位。 如果从一进长盛功府就算起的话,他们甚至连吃的喝的都没有碰长盛功府上的一下。 在大剧院里,只听了一场音乐会,就成了这个样子。 联想起王胜甫上的护卫说的那些,难道真的是有一般修行高手无法欣赏的音乐? 可惜五个修行的高手死得死伤的伤,都没办法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只能由五个普通人来诉说,但既然是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察觉到体内的灵气教学之类的一遍,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 心驱据说也说不上好听,也不说不上难听。 叫野风飞舞,听起来就好像一群蜜蜂在乱飞,嗡嗡嗡的很乱。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乱哄哄嗡嗡嗡的曲子,也叫曲子。 倒是有个细节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这些普通的观众在看到你身边的高手喷血身上飙血的时候,的确是吓坏了,但这时候所有人都重口一词的反应,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听到了一个很让人安心的声音,所以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点,乖乖的坐在原地,把看到的东西都记下来。 发现这一点后,各方顿时间有些明白发生了什么。 在演奏会上,其实还是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只是,他们仅仅警告了一下这些普通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最大的可能,那个人就是老军官的灵虚老祖,干出主意的,肯定是王胜无疑。 很多人愤怒无比,明明王胜可以救下他们这些弟子的,但王胜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天子慢条斯理的看着自己派出的好手只活下来一个,可是心中却没有多少的恼恨,他之前已经说过了,生死勿论。 在演出之前,他难道没有说过,听这首心驱很危险吗? 可是,说话的是皇家宗室当中的一位,论被分,也是天子的叔叔,臣子们要称皇叔的。 派出的人当中,有两位是这位皇叔的亲信,也是最近因为皇家宗室得到了大比的收入实力猛涨的宗室之一。 可是什么? 天子问了一句。 皇家这么多年被打压,所以导致无法扩张,最后只剩下生孩子啊。 结果就是宗室越来越庞大,有一心的人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立真房横空出世之后,皇室当中,盯着立真房的又何止是三皇子一个? 皇叔忽然发现,自己居然无话可说了。 能说什么? 说王胜见死不救。 可王胜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放话说了心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死活误论。 现在出事了,难道去找王胜? 因为自己的手下修为不精,所以要找人算账。 还是这个人特意警告过你不能轻易尝试这首曲子的情况下。 不要连也不能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皇叔能拉下面子去耍赖,天子也丢不起这个人。 何况,天子现在很满意,这家伙刚刚才花了大力气培养起来的一个传奇境界初期的高手,已经变成了废人。 没死,但周管事检查过,几乎所有的俏学都报了。 就算是能治好,最多也就是恢复以往的一半修为。 除非皇叔愿意如王胜一般,不要命的往尽田金币来培养,否则,这个人铁定废了。 可是皇叔愿意为了一个家奴太监那般的消耗吗? 就算是他有这个心,他有那个财力吗? 天子在王胜的提醒之下,不动声色的打压了一个心怀一心的宗室。 至于其他诸侯,则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在还没到和王胜翻脸之前,只能先抢救他们受伤的那两个传奇高手,不管如何,先抢救回来再说。 不是每个家族都能承受一个传奇巅峰高手外加一个传奇初期高手的损失的。 运气不错,传奇高手虽然重伤,但传奇高手就是传奇高手,在经过几个医道高手和精品疗伤丹药的帮助下,两三天的时间,还是让侥幸生还的两个传奇高手恢复了知觉。 虽然无法马上就恢复战斗力,但至少能说话了。 从他们的口中,各方得到了更加详实的东西。 首先,王胜的确是谱写了一驱了不得的曲目,这一点无庸置疑。 各家活下来的两个传奇高手虽然恼恨,但却不会抹杀这一点。 王胜说的没错,心驱的节奏很快,一般人根本无法适应。 其次,这首曲子相当厉害,可以带动体内的灵气急速的流转。 那种速度快到了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他们之所以重伤,就是因为无法跟上音乐的节奏,所以才被狂暴的灵气震伤。 各方高层听着,全都傻了眼。 王胜说的居然是真的。 竟然真的是有一首节奏极快的曲子,能加强修行的。 早知道这样,大家何必上赶着为了探究这个秘密折进去这么多的高手。 不就是等一个月的事情吗? 何必呢? 我的灵气运转加快了一成。 唐家的那个传奇巅峰的高手恢复的最快,现在已经能够调动灵气修行恢复,感受了一番,忽然惊喜的说道,虽然听的时候会受伤,但好处也是有的。 第1303章最后的防范,上。 传奇巅峰高手,毕竟已经开始灵气液化,已经能够抵挡一些快节奏灵气流动的伤害了。 听音乐的时候受了重伤,可身体弟子还在,没有损害根基,等到一两个月伤势恢复之后,最多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回到原本的状态。 但听过一次野风飞舞受过伤之后却不一样,灵气流转速度增加了一成,这就相当于凭空提升了一成的实力。 不过,同样活下来的那个传奇初期的高手就惨了。 如同皇室当中的那几个废掉的一样,人还活着,可是修为却废了一大半。 只能说如果家族愿意不计代价的培养,还能重新修行到传奇境界,如果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的话,恐怕也就只能是个半废之人了。 可以说,五个修行的高手中,死了三个,废了一个。 仅剩的一个传奇巅峰要受伤几个月,但结果却是实力增加至少一成,灵气运转速度加快一成。 这样说起来的话,那首曲子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法承受,只是低境界的人无法承受而已。 传奇巅峰以下,估计暂时就不要考虑了。 半年时间,听到的高手还会受伤,付出这个代价之后,带来的好处却是灵气流转速度加快一成,貌似这个值得呀。 另外,大家不知道的是,如果听过一次的高手再去听,是不是就能够承受那样的乐曲了呢? 没人试过,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王胜甫上那些美女们,因为修行地功法特殊,却可以完全承受那样恐怖的修行速度。 也就是说,不同地功法对野风飞舞的承受能力不同。 如果按照众女的修行看,貌似非战斗功法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 这些都没有得到过验证,各方就算是有心,却也不打算再派人送死了。 大家算是看明白了,王胜只是随口放个口风,想要打消他们每天不知道长盛功府里在忙碌什么的窥似念头,结果各方就一头撞了上去,把自己给撞得头破血流。 正如王胜所说,只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忍一忍,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可王胜越是神秘,各大家族就越是忍不住想要知道秘密,结果就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每家死了至少三个,费了一个半。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哦,忘记了,各家还为此付出了每家二百万金币的费用。 现在各家的主事回头想想,之前的决定简直就是不知所谓,图了个什么。 欲辜无泪。 可是各方还不得不含着泪咽下这个苦果。 谁让他们太想要知道王胜到底们在府中连梦之房都不营业是要做什么呢? 不过,各方在京的高城碰了一下之后,大家发现,当时音乐响起的时候,王胜在场。 难道王胜修行地功法,能够承受那种节奏的音乐吗? 还是说王胜作为乐曲的作者,早已经提前适应了。 如果只是王胜的话,大家也就接受了,可是根据各家陆续醒来的几个传奇巅峰高手的说法,宁国公主也在场,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几方一合计,还是大家一起求见天子,然后说了这个问题,请天子派人问问,王胜是不是对外隐瞒了什么,否则王胜和妹儿怎么会在场却没事呢? 天子很满意各方在京城有什么事情都找上门来有商有量的解决,这可比以前的态度要好上太多。 天子很开心地顺水推周,派了周管事到王胜府上问问原因,并且也和王胜商量一下其他的事情。 他们要解释。 王胜笑了起来,冲着周管事回答道,那就告诉他们,只要从一开始就忍住,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也不要修行。 只要你不修行,只要现场没有人晋级,没有大灵气团带动,那你就可以安心地欣赏音乐,不用担心被音乐节奏带动灵气失控。 行,公爷,奴婢回头就和他们这么说。 周管事笑着应承下来,却对真正的真相避而不谈。 开玩笑,王胜现在的修为,虽然周管事一下子无法准确判断,可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周管事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只要一对照,就知道王胜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境界上。 这样的境界,难道还撑不下来区区一首曲子吗? 公爷现在每次演奏会,大剧院的座位是不是都空着一半? 周管事小心地提出了各方期待的想法,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公爷能不能开恩,让各家也有机会派人进场旁听。 他们不怕死吗? 王胜没想到,各方哪怕已经付出那么多性命的代价了,居然还敢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心思。 不死心而已。 周管事说出了自己揣摩的各方的心思,毕竟是大宗师级的演奏会,错过一次是一次。 就算是无法适应,至少也能按照公爷说的法子保住性命。 或者按照于大师演奏之前的法子,嘴里含上一颗强力迷药,一旦不对马上迷婚自己,总能够安然无恙的。 不死心有之,恐怕,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强威他们到底是如何修行的吧? 王胜冷笑了起来,要么就是想知道我的动静。 说到底,现在各方对王胜已经开始全方位的防范。 明知道在王胜拿出千绝地核心地图之后可能利用价值就会大减,所以,一定会防备王胜这段时间的各种动作。 哪怕已经有人因为听野风飞舞出了事,他们也希望能够每一场都盯着,生怕王胜只是在那一场做手脚,其他场次的演出全都是在拼命的提升修为。 行。 琢磨了一会,周管事以为王胜会强烈反对的时候,王胜竟然没有反对,而是点头答应了,不过,有几个条件,他们的遵守,否则就不要来了。 周管事赶忙答应,仔细地听着王胜的条件。 第一,不准干扰到强威他们修行。 王胜知道周管事也不过是传话,没让他当场给答复,只管说自己的条件,谁敢打扰,谁就死。 第一千三百零四章最后的防范,下。 对这种条件,周管事什么话都没有。 反正又不是他要来,答应不答应,也轮不到他做主,周管事只要做好传声筒的工作就行。 第二,还是那句话,生死误论。 王胜不紧不慢地提出自己的第二条来,当着周管事,他也不怕露出自己的心思,自己想要找死,那就成全他们。 周管事脸上陪着笑,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记下。 第三,我不允许的时候,谁都不能晋级突破。 谁晋级谁死。 王胜紧接着说出了第三条,谁要是不听,一旦晋级引发了天地灵气脆体,相信我,我只要派个从来没修行过的势力进去,绝对能用一万种法子把那个晋级的家伙干掉。 周管事只是点头。 反正哪怕周管事和三大供奉都过来也不可能犯规,他们刚刚才晋级十重镜不久,绝不可能这就跳到十一重镜。 既然和自己无关,那王胜说的犯规的处置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而且,周管事绝对相信,一个不受影响的没修行过的人,绝对能把一个正在晋级灵气脆体的传奇巅峰高手轻松的弄死。 每个修行之人,晋级突破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生死关卡,不看所有人都要在最稳妥的地方才会引发灵气脆体吗? 王胜说的派个普通人趁着灵气脆体的时候把人干掉绝对可行。 在剧场音乐节奏下引发晋级,会把所有人都卷入修行节奏中,除非有老道这样的境界,连黎叔都未能逃脱被写过修行的下场。 王胜这也是为了警告所有人,不能破坏众女的修行节奏。 最后一条,金币不能少。 王胜紧接着说出了最后的条件,二十万金币行情价,来一个收一个,这边交钱那边进剧院,盖部赦欠。 这条绝对符合王胜和媚儿两人的死要钱和要死钱的名声,周管是差点笑出声来。 不过终究还是没笑,牢牢记住,回去传话去了。 各方听到王胜居然点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什么? 难道王胜不是用一首超高难度的曲子让各方知难而退,然后好掩护自己给梦之房那些美女用正常曲子修行的事实? 这些王胜答应了,各方却有点尴尬了。 不去吧? 是他们主动和天子提起,主动说起要去的。 可是要去的话,传奇巅峰的高手都无法承受那种节奏的音乐。 这可怎么办? 弄巧成拙,不但要付出每个人二十万金币的代价,而且还可能会让去聆听的人重伤甚至死亡,这下要命了。 可是,自己选的路,含着泪也得走完。 各方没有办法,只能每家各自选了几个修行地功法本身就比较特殊的,速度快节奏快递功法那种,还不敢是真正的高手,最多也就是五六重镜的小人物,让他们赶快赶到京城来。 就这,还得还特别叮嘱,路上稍微慢点,多拖延个几天赶到就行。 至于之前的这段时间,说不得就只能找几个信得过的普通人去听了。 一想到大宗师级的演奏会,二十万金币一味的票价,就只能让一群普通人去消费,各方的简直是心如刀脚一般。 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各方就算咬着牙也认了。 倒是王胜却好像生怕各方掏出的金币不多,在各方捏着鼻子选人的时候,居然给出了各主意,让人送到了各家主事的府上。 王胜建议,各家最好暂时不要挑选战斗功法,挑选一些偏门的辅助性地功法,或者就是之前各方考虑的,本身修行节奏就快递功法,让修行这些功法的人来。 如果能摸索到野风飞舞最终适合哪些功法,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么一提醒,各方总算是醒悟过来。 对呀,现在是曲子出来了,只找到了一种合适地功法。 如果能找到更多地功法,岂不是能够让大家都能享受快速修行带来的好处? 大宗师级的演奏会,岂不是好处更多? 到了这个时候,各方终于反应过来了。 王胜的确是新做了一支曲子,但是因为节奏太快,导致除了已经知道的咏春心法之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功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曲子。 王胜自己又不想用自己护卫的性命来试验到底什么功法合适,所以才会给他们出这个主意。 当然,也不排除王胜这边已经把自己的护卫都试变了,找不出来更多地功法的缘故。 毕竟王胜现在的势力实在是太新,除了金币之外几乎没有丝毫的底蕴,最多就有些大陆货色,远不如各大诸侯数百年下来的积累。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貌似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说不定各家就能从自家的那么多功法当中找到一些能用的上帝功法。 真的要是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音乐,那修行速度,岂不是让人疯狂? 至于这些试验的人的性命,就如于大师所言,每个人含一颗强力迷药,一旦不对,马上把自己迷晕过去,至少性命无忧,无非就是几天的休养而已。 干了! 决定之后,各方马上给各自家族回报,然后让家族火速送合适的人过来。 王胜府上的大宗师接连演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真要是路上耽搁了,那可就没多少机会了。 前后不过半天时间,各方的心思就来回转了两遍。 不由得让知道的人凯探利益真是个好东西,只要符合自己方面的,那就值得各种支持,一旦不符合,那就坚决打压绝不留情。 第二天大宗师们演出的时候,大剧院当中就多了几十个各家送过来的修行各种功法的人。 这些都是他们在京城里仓促的寻找到的,每个人都口含一颗迷药,随时让自己失去知觉不再听音乐。 让人惊讶的是,皇家也派了人来,不过派来的人却是沈老太监和周管事。 王胜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要亲身体验一下,到底这区野风飞舞有多恐怖。 于大师等人见怪不怪,依旧还是平静的照常演出,只挥棒一起,几首缓和的曲子一过,野风飞舞就再次狂飙起来。 第1305章 王胜的目的 上 王胜和妹儿现在已经对这个程度的曲子并不是很在意了。 听了这么多天这么多遍,已经是习惯性的抵抗,毫不费力了。 强威和众女依旧还是听得十分享受。 事实上,强威已经不是原先的二重镜,而是借着上次众女提升的机会,她也提升到了三重镜。 野风飞舞实在是太强悍了,强悍到这才提升之后几天的时间, 强威就已经有点又要晋级的架势了。 要不是被王胜强烈要求一定要压到众女再次晋级的时候再提升,说不得她又得额外的来一次。 无论如何,这种修行速度绝对是太快了,哪怕强威是第三次重新修行也一样。 王胜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强威再着急也不行。 沈老太监和周管事两人貌似一开始是没适应的,突然加快的速度让两人都吃了一惊。 不过,十重镜就是十重镜。 硬是靠着超强的修为,压下了翘穴的暴动,硬生生的挺过了野风飞舞的第一次合奏。 一次合奏就是几分钟,绝对足够体内的灵气超快的流转几十个周天了。 即便沈老太监和周管事强横无匹,在听完一遍之后,也差点就要失控。 好在合奏完成之后马上就换成了某个大宗师某种乐器的独奏,这才让两大供奉有了喘息之机。 总算是靠着强度略小的影响稳住了灵气之后,两人这才倒吸了一口冷气,互相看了看,面面相去。 连他们两个在这种状况下都得收敛至少五成的灵气才能够支撑下来,那梦之房的那些美女是怎么撑下来的。 扭头就能看到美女们的状况,她们看起来可惬意许多,一看就是真正的沉浸在其中的样子,让人不得不感慨,有时候修行的不是战斗功法,也有可取之处啊。 再看各方送过来的人,七十多个修行非战斗功法的,有五十多个已经全都昏迷了。 都是在得到了王胜这边和主家那边的严厉告诫之后,一发现不对,果断的吃下迷药的。 看起来这些人的状态还不错,稍稍气息受到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最多也就几天时间就能消除。 生下来的十几个,却是相当幸运的。 不能不说,各大诸侯几百年的积累底蕴,尽管只是在京城紧急搜刮的一批非战斗人员,可里面还是有十几个人能够承受野风飞舞的节奏。 当然,前提是,他们牢牢的记住了之前的叮嘱,把自己的灵气控制在十分之一,一点都没有敢多用。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独奏之后,再次的合奏。 等到了这个地步,还清醒的十几个人当中,除去沈老太监和周管事之外,就只剩下一个人还能撑住。 就连那个人也就支撑了一个小时,等到最后的时候,仅剩的那一个也撑不住了,只剩下两大供奉。 最后完结的时候,包括两大供奉在内,天子和各大诸侯派来的人全都是被人抬出去的。 只不过,各大诸侯的人是真的吃下迷药昏迷了,而两大供奉是接到了王胜的暗示之后,假装昏迷的。 两个老奸巨华的家伙也乐得隐藏实力,就那么躺着任由几个小太监小心地抬到车上,拉回了皇宫。 这一趟的音乐会,效果大好。 至少各方都发现,其实并不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伤亡,只要不贪心,惜命,一发现不对马上吃下迷药,还真不会有多么严重的伤害。 特别是其中的那十几个人,他们修行地功法,靠着功法的特性就能够撑下来很长时间。 撑到最后的人虽然没有,可是即便只是撑了一半,那些人也是获益匪浅。 本来非战斗功法晋级就不是那么容易,可这次,他们只是听了不到一个小时的野风飞舞,效果就几乎等同于他们正常修行两三个月的时间。 大宗师级的演奏会,带给他们的修行速度提升,简直就是奇迹。 各大家族如获之宝,马上把那些没有第一轮就昏迷的人修行地功法全都记下来,然后仔细研究其中的特点,从家族点击中挖取类似地功法,赶紧派人过来。 另外一个巨大的收获,就是让各方的在京主事发现,听一次演奏会也未必就会真的出多大的事情。 这可不是之前那几个高手,低于传奇境界的就直接死瞧瞧。 大家只要清醒的认识自己,就不会出事。 这也让各方的在京主事信仰难耐起来。 都说那手心驱野风飞舞这么厉害那么危险,可具体怎么样,他们也只能靠其他人试过之后的结果来推断,如果真的要是能及时吃下迷药,全身而退也不是不可能。 大好机会,怎么也得感受一番吧。 说不定自己修行地功法就能适应那个节奏呢。 之后连续的三天再没出现过严重伤亡。 伤得最厉害的一个,是某个家伙不服气,想要多撑一会。 结果在发现自己翘雪跳动的无法控制的时候,果断的吃下了迷药,结果是吐血内伤,需要调理两个月以上才行。 重伤的就只有他一个,再没有其他。 李总管在沈老太监和周管事见识过一次之后,也轮班过来听了一次。 三大供奉的感觉是相当惊讶的,这首野风飞舞,简直就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一般,要不是怕突然泄露他们的修为境界,三人都有点想要每天跟着强威众女去聆听一次。 各大诸侯京城的主事终于观察了几天之后,发现真的只是不要逞强就没多大事之后,再也忍不住,亲自赶到了长盛公府,亲自聆听了大宗师演奏会。 一夜之后,被人抬回去的各方主事清醒过来,全都是赞叹不已。 果然是名不虚传,一首曲子能让多少人身不由己。 也就是这些大宗师们没有心存害人之意,真要动手的话,他们只要演奏一曲,又有多少人能晋身。 亲身感受过这一曲的威力,赞叹一番之后,各方的主事开始琢磨起来,如果这首曲子只是能够加快非战斗功法的修行的话, 那么王胜耗费了这么大的代价请大宗师们每天演奏持续一个月给那些梦之房的美女听,目的是什么? 第1306章 王胜的目的 下 要是给战斗人员使用,那肯定是为了提升修为。 可是,给这些没有战斗能力的美女使用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让他们越发的荣光焕发,越发的美艳妖娆,然后把他们当礼物送出去吗? 这显然不可能。 王胜要是送礼物的话,早就送出去了,何必非要耗费这么大的代价来培养? 当今这世上虽然很多人都喜欢美女,可要说想要靠着几个送过来当礼物的美女吹吹枕头风就能改变各大诸侯的想法的话,那未免也把各大诸侯看得太轻了吧? 难道是为了培养战斗力量? 这个念头刚一闪过,所有人就马上摇头。 开玩笑,凯旋宫的咏春心法,除了助演美容用来帮助修行的人故宠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吗? 又不是只有王胜得到过凯旋宫的美女,各大家族这么多年来,买到的凯旋宫美女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这些美女,用来当花瓶那当真是一个赛一个的赏心悦目,要说让一群娇滴滴的美女去战斗,且不说那个煞风景的景象,光是那柔弱的堪比鸡蛋壳一般的郊区,能不能经得起随便一个高手两拳都难说呀。 不过,各方也加紧了防备,毕竟这些修行咏春心法的人以前有不少其实是美女护卫的,也是有战斗力的。 谁知道这种情况下修行咏春心法是不是真的没有战斗力? 以前也没有过这样的状况。 总之,小心防备是必要的,但没必要把他们当成多么可怕的高手。 也许现在王胜花费大价钱培养出来的美女,等到转头王胜一倍清算,这些美女就成了各方瓜分的财物了呢,可不能焚禽主赫一般的煞风景。 因为各方发现了有一批非战斗功法能够跟上大宗师野风飞舞的节奏,这就导致了各方热情立刻大增。 飞速的搜刮了一批同样修行各种非战斗功法的人员过来试验。 既然是非战斗功法,那就意味着战斗人员可以同时修行而不会影响到自己修行的主功法。 真的找到了合适地功法,战斗人员就可以多修行一种辅助功法,然后借助大宗师演奏会飞速的提升修为,这种好事哪里去找。 所以,前期的投入不管多大都是值得的,甚至于一些小小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这不,从来不和各大诸侯联络从来不给各大诸侯好脸色的音乐大宗师们,这几天白天都在和各方的主事请教,想要和他们商量着,购买他们家族传承的某一种或者几种非战斗功法。 大宗师们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他们想要其中一种能够适应野风飞舞节奏地功法,用来给乐师们修行,成为乐师们以后修行的必修功法。 这个时候各方才知道,原来大宗师们本身修行地功法,也是不适合野风飞舞这首曲子的。 之所以能够演奏下来,一个是因为他们的乐感真的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一个,就是他们在演奏的时候,从来不敢用满灵气,最多只使用全身灵气的三分之一。 就这还得是演奏一次合奏之后马上换成某个人独奏,否则的话,一连串的合奏根本就没人能支撑下来。 野风飞舞这首曲子的厉害,可想而知。 大宗师们想要一种功法,给不给?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 各方在京城的主事都不用请示各自的家主,自己就当场点了头,功法马上从家族点击库当中找出来,不日就送到京城。 开玩笑,相对于乐器大宗师的人情,一门对于各家来说并不怎么重要的非战斗辅助性功法简直不值一提。 别说一门功法,就算是十种八种,那又如何? 上门来的大宗师们可是说了,为了偿还这一门功法的人情,他们愿意在这次长盛功辅的试了之后,到各大诸侯的地盘里,专门为每个拿出功法的诸侯演奏一次,当作是谢意。 大宗师演奏一场的行情价是多少?一千人的座位,每个座为二十万金币,那就是两亿金币一次。 什么样地功法两亿金币买不来?可是两亿金币就能请到大宗师乐队专门给演出一场吗? 这两者之前,需要权衡吗?各方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家族内地功法送了过来,而且一送就是几种,让大宗师们挑选。 他们挑选出来的最适合的那种,到时候再让宗门内的人修行。 哪种功法合适,再怎么试验,能有每天演奏的大宗师们理解得更清楚的吗? 就在各方的人来去之间,梦之房的美女们每天的修行之中,大宗师们每天的演奏之中,一个月的时间转眼而过。 人们还没感觉如何呢,就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天。 按照正常的规律,今天还是各方送人到长盛公府上,交钱进人,然后聆听了大宗师演奏会之后,各自回家归纳总结的。 可是,还没等他们今天带人到长盛公府,那边已经送了消息过来。 今天允许晋级,而且演奏的是平常那种舒缓的曲子,各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送人过来。 每家不能超过六十人。 还有这种好事。 各家在京城都有足够数量的等待晋级的高手,就是等着有朝一日赶上那个高水平的音乐会突破呢。 大宗师的演奏会,谁会错过? 倒是各方也有了一丝疑虑,之前王胜打死都不让有任何人在演奏的时候晋级,今天却这么反常,到底是因为什么? 难道是那些美女们已经到了要晋级的地步,所以今天要集体晋级吗? 没错。 王胜派去通知各方的人很爽快的承认了这一点,并且接着承认到,晋级的人越多,带来的天地灵气就越多,灵气脆体的时间就越长,那个大灵气团就越厉害,好处也越多。 所以公爷希望多派一些要晋级的高手。 杨谋 可是各方确实一点都不嫌弃,反倒是乐呵呵的挑选了最好的好手送过去。 虽说晋级的高手修为越高对于梦之房的美女们好处越多,可话说回来, 灵气团越大,对于自家晋级的人也是大有好处的,互惠互利的事情,傻子才不干。 今天之后,想必王胜的打算应该就会暴露了吧。 这种时刻,各方主是怎么可能错过? 亲自带队赶了过去。 第1307章 蜕变 上 1200人大剧院里,坐得满满当当。 不光是各大诸侯在京的主事来了,就连天子也来凑热闹,带着皇后和三大供奉,一起来到了长盛公府上。 自然,各方带着的人把大剧院塞得满满的,就这还有一批人因为没座位了进不来,只能在外面当护卫。 人多口杂,天子也没有多和王胜妹儿聊什么,演出就开始了。 各方沉浸下心思,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演出本身上。 不能不说,经历了野风飞舞这首炫技性的曲子一个多月的磨练之后,现在弹奏起这些普通的曲子来,大宗师们全都是一副轻松写意的模样。 灵气的控制力不知道比一个多月前提升了多少倍,轻而易举的就能把握住每首曲子的那个最舒服的度。 特别是于大师也在这一轮的演奏中发现,并不是每首曲子都需要所有人都尽全力演奏的,这样连续几天演奏下来,被人抬出去简直就是必然的现象。 反倒是每首曲子都有那么三两个人不参加,既不会影响到曲子整体的效果,又不会让每个人都疲累不堪,对于演奏者和听众来说,都是有利的事情。 说起来于大师等人还要感谢王胜,要不是王胜这一首野风飞舞让大家被逼迫到了极限,谁都觉得自己在乐队中不可或缺,每次演奏每个人都是奋力表现,分明就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现在好了,大家都学会了恰到好处的拿捏,原先那些众人听着熟悉的曲子,现在重新听起来,却又有了另一番精妙滋味。 只觉得其中的轻重缓急强弱快慢,当真是不多一分不少一分,精妙绝伦。 咦?灵须老道第一个听着不对,惊讶的移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欣赏起来。 一个多月听的都是哪几首女性喜欢听的曲子再加上野风飞舞,中途就没换过,那几首曲子每天的细微变化,老道已经听不出来了,到时这些好几个月没听过的曲子重新演绎,又是另一番滋味,让老道顿时满意连连,听的都有点不想睁眼了。 天子和皇后也是有鉴赏能力的,演奏会一开始他们就感觉不同,反正短期内两人的修为也不会上涨,只当是来欣赏音乐,顺便享受一番大灵气团的按摩了。 其他人相对来说感觉就一般了,他们的注意力本来也不是在演奏本身,而是在借着音乐节奏带动下晋级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随着音乐节奏修行,谁会管大宗师们的记忆又提升了多少。 第二首曲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忍不住晋级了。 接下来自然是连锁反应,一连串的高手加入了进来,第三首曲子还没有完成,大剧院上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团,将大剧院周围全都笼罩了进去。 众女一直没有随大六,一直到第四首曲子完成之后,众女才跟着进入到了晋级的过程中。 这一下,直接增加了六百多个,比刚刚晋级的高手多出来一倍有余,灵气团越发的规模庞大起来,整个京城的灵气仿佛都被抽取一空,聚集到了这块区域。 到了这个地步,大剧院当中的每个人都沉浸在修行之中。 不管是晋级的还是没晋级的都是如此。 晋级的抓紧时间享受灵气脆体的过程,没晋级的也在借机享受大灵气团冲刷全身巩固修为,谁也顾不上其他。 就连演奏中的大宗师们也没有例外,除了最开始的五首曲子,之后的每一首曲子都有两三个人退出休息,轮流休养,同时也借机多享受一番不用演奏时大灵气团的反补。 看起来,这一次大规模晋级的情形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只有王胜老道以及三大供奉能够感受到,事实上已经大不同。 大宗师们貌似经历这一个多月的演出,在各自的演奏技艺方面再次突破。 孟之房的众女同样也在突破,可是在这几个人眼中,现在已经有了些许和以往的不同。 至于其他人,则依旧还是原来的样子,可已经没有人多关注他们了。 整整的四天四夜,这次灵气脆体的时间依旧还是超出了众人的意料。 这要感谢宋国的一位高手,在八重镜的境界整整压了十三年的时间,今天晋级的时候,直接突破传奇后期境界,只比当年王胜差那么一线,他一个人就带动着灵气脆体的时间延长到了四天四夜。 可以说,所有人都脱了这个宋家高手的福,包括王胜魅尔老道天子皇后以及三大供奉。 整场演出中,仅有的几个不晋级的就是他们,就连每家的主事人,都借着这次机会进入了传奇境界。 当灵气团消散的刹那,按照众人的常识,应该是于大师等人精疲力竭,在众人感恩的鼓掌声中被人抬出去。 可是这次却不一样,大宗师们一个不少的站在台上,面对所有人的鼓掌声,全都自己站着。 向着观众们回礼。 等到大宗师们离开之后,观众才按照座位的顺序,一个挨一个的离开。 只是,离开之前,众人全都感受到了一股出窍利剑一般的强悍气息。 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全都刚刚晋级,收敛不住气息,有一种锐气逼人的感觉是正常的事情。 可问题是,这一股气息太强大,太集中,也太陌生。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股强烈的锐气吸引,看了过去。 可是,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看到一片争奇斗艳的美女,再无其他。 难道是隐藏在这些美女群中的某一个高手? 什么样的高手才有这样强大的气息? 可是等他们再次仔细用气息探查的时候才发现,这股强烈统一锐气逼人的感觉,竟然是他们眼中的那群完全没有战斗力的美女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六百多个,全部都包括在内。 指这股锐气,就让所有人都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以前他们只当花瓶看的美女们,这个时候,居然都成了爵士高手,而且全都是传奇境界的爵士高手,修为一致,气息一致,统一的有些吓人的爵士高手。 怎么可能? 第1308章 蜕变 下 刚刚还沉浸在晋级传奇境界的快乐中的各大诸侯在京的主事们,发现这一点之后,忽然之间如堕冰角,全身都冷了。 之前各方还在猜测王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给这些美女们提升修为图的是什么,现在当众女晋升传奇境界,就在众人面前从那些娇滴滴的花瓶蜕变成一个个鹰气逼人的传奇境界高手的时候,所有人全都明白了过来。 永春心法肯定有个特性,那就是在传奇境界以下,只能助言美容。 众人一开始对这种功法是不屑一顾的,除了做花瓶以色于人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长处,一辈子就只能依赖男人的宠幸而活。 可是这种功法修行之后又没有子嗣,无法母平子贵,最终只能落一个人老朱皇被人咽气的暗淡收场。 这些修行永春心法的女弟子唯一的作用,恐怕就是给当年的凯旋宫筹筹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金币。 不过现在看起来,那个数量简直就是笑话,连现在给每个人用来提升修为的消耗都不止那个数。 忽然之间,这些只能当作玩物花瓶的女子,就在众人面前完成了修行上的质的改变,从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变成了可以轻松碾压传奇境界以下高手的传奇高手,这事情,怎么想怎么觉得玄幻呢? 可偏偏这事情就发生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众目睽睽,一个人的气息感应可能有问题,可一群人不可能每一个的气息感应都有问题吧? 就算是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不相信自己感应到的气息,王胜这么大张旗鼓这么大动静弄出来的结果,众人总得相信吧。 长盛功府可以说是实力最弱,时间最短,底蕴最减的一个公爵势力了。 各方能容忍到现在,一个是因为天子和老军官扶持,另一个就是各方在等着将王胜身上的利用价值挖干净,然后就是反攻倒算了。 可一夜之间,长盛功府上就多了六百多个修位境界齐刷刷的传奇境界高手,而且还是拥有着强悍战斗力的传奇高手,这情况的改变,吓坏了许多人。 现在最强大的宋国,传奇高手众多,但表面上的数量也就在六七百上下吧。 其他八大诸侯中的各国,这些年打来打去,连上隐藏的实力,也不过就是比这个数字多那么一点点而已。 然后长盛功府就在瞬间赶上了八大诸侯的末尾。 普通的小诸侯都不敢和长盛功府相提并论了。 最可怕的是,长盛功府多了这么多高手之外,还有这让人绝望的恐怖的财力。 两者加起来,只要长盛功府不主动挑衅全天下人,那么可以说,八大诸侯之中,妥妥的就要增加一个位子,变成九大诸侯吗? 别忘了,千诀帝根本就是长盛功的封帝,长盛功绝对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有爵位有封帝有势力的诸侯。 王胜就是在天子面前,在各大诸侯的在京主室面前,赤裸裸的亮出了自己的肌肉。 更让人疯狂的是,这些美女高手们能这么长时间的晋级,还是因为各大诸侯的高手们带动的,多么讽刺的事情。 各方在震惊之余,忽然之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群人如同木头人一般的离开了长盛功府,回到了各自的驻地。 那几个主室就如同封了一般,马上开始训鸟传书,赶紧把这个重要的消息传回各国。 天子离开的时候,面对王胜,什么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们是媚儿的护卫。 王胜也只是笑了笑,多说了一句,却让天子眼前一亮,随即若有深意的看了王胜一眼,和皇后一起在三大供奉的护卫之下离开。 从头到尾,三大供奉也只是在最后离开的时候给了王胜一个说不清到不明的眼神,一个字都没多说。 长盛功府风平浪静,王胜该干什么干什么,众女也在简单修整之后开始平静的巩固修为,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可是整个京城,整个天下,全都被长盛功府这一次的演出结果给挑动的无数人寝食不安。 京城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打过孟之房美女的主意,都在想着哪一天等道王胜兆不住的时候就去抢一个美女回来享用。 可美女们晋级成为传奇高手的消息一出,所有那些打过主意的家伙们,全都傻了眼。 一个没有战斗力的漂亮女人,那自然是可以肆意凌辱,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的。 可是,一个传奇境界的高手,谁敢? 不要自己的脑袋了吗? 消息一出,不知道有多少家高门府邸的大老爷们,全都疯狂的叮嘱自己的家人奴仆,以后万万不可再对孟之房的美女再说一句亵渎的话语。 平日里可以用一种银鞋打趣的言语讨论几个花瓶美女,可讨论六百多个真正拥有传奇境界战斗力的高手那就世上赶着找死了。 不少京城的高官听到消息的时候吓得腿都软了。 因为他们曾经和他们的夫人内战之类的说过类似的话,也知道夫人内战在和他们的教练聊天的时候说过这些,现在想想,如果那些教练们要是翻起当年的话语,他们的下场会是什么? 京城不能动手。 那是对那些小人物的限制,天子要杀人看看能不能动手。 王胜要杀人看看能不能动手。 有那么一瞬间,那些曾经有过龌龊心思的人,差一点就想要哆嗦着赶紧上长圣公府上请罪了。 同样也不能寐的是收到了京城消息的各大诸侯们,半夜里蜀鸟传书,家主紧急将众臣长老们叫起来,在各自王宫当中商量起来,灯火一夜就没有灭过。 突然多了六百多个真正传奇境界战斗力的传奇高手,这哪里是一个小小的变数? 简直就是要彻底翻盘呢。 谁要能睡得着,谁就是不学无术的朱少东? 整个夜晚,似乎只有长圣公府上的人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长圣公府上的人包括名下的几个产业里的伙计,说话似乎妖感都应了许多。 然后各方很快就又接到了另一条消息,千绝地核心完整的地区,已经在前生园发卖,随时可以购买。 第1309章 再进千绝地,上 整个世界等着王胜的千绝地核心完整地图估计都等疯了,当然,夏家和史家除外。 他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地图,一个提前一年多准备,一个提前好几个月,别家看的都已经眼馋到不行了,可就因为没有完整地图,哪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不是没有派遣高手进去,实在是一进了核心内圈之后,如果没有地图,动不动就会招致放出来一头超级妖兽,然后惊动周围十几里的妖兽被围攻,死在里面的传奇巅峰高手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死的人多了,各方也总算是知道了,没有王胜的地图,可能连一条安全的路都走不出来。 这种状况下,各方也就停止了派人徒劳的去送死,然后老老实实的等着地图了。 五千万金币一张,王胜依旧还是发挥了他死要钱的秉性,一点都没有让人失望过。 各方早有准备,一听说消息,二话不说,先不管其他,带了金票过去先买一张图回来再说。 地图的真假不用担心,钱生源卖出的,王胜这方面的信誉摆在这里,绝不会出问题。 拿到地图,在京的主事马上派高手连夜将地图送到各家在千绝地的营地之中。 各大诸侯早已经准备好了高手队伍,只等地图一到,研究一番之后立刻出发。 千绝地核心的外围,就是以前王胜画过地图的那部分区域,基本上都已经被探过了。 不能不说,有地图和没地图,真的就是两回事。 有些阵法的互相影响,有些地势的遮挡眼影,从远处看和近处看完全是两回事。 特别是那些凶猛的妖兽,进去的高手没有王胜那么敏锐的感觉,没有灵虚老道那么强悍的修为,等到察觉的时候,一场战斗就已经是必不可少了。 千绝地核心区域的妖兽,随便弄出来一头小的,都是能单独干掉一个传奇巅峰的。 有了完整的地图,至少某些区域会有妖兽,某些区域因为狭窄不太会有,就能够提前根据地图判断,光是这一项,就能够让各方少了至少八成以上的凶险。 另外,王胜专业的地图绘制手法,加上后来流传出去的定位手法,能让拿着地图的人快速的定位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精确度不会超过一百米。 对于想要挖掘千绝地核心秘密的人们来说,还有比一份专业精准的地图更不可或缺的东西吗? 半天之内,地图就卖出去十亿金币。 不仅仅只有八大诸侯买了地图,很多其他的诸侯也不甘心被八大诸侯排除在外,各自购买了地图。 至少王胜知道的,吴忧城肯定是买了,神威玉也买了,玉宝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买了一份。 还有就是几个小诸侯。 如果是以前,半天十亿的收入能让整个京城的人下巴都摔碎,可现在,大家却都很平静地看待这个。 不就是半天十亿金币吗? 这算个啥? 立真房那段时间真正收入狠的时候,比这多几倍的收入,大家惊讶了吗? 还不是该怎么过怎么过? 京城中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盯住了长盛功夫,盯着王胜的举动。 王胜待在京城,大家不会有什么行动,默认王胜就被圈在京城之中浑吃等死。 可一旦王胜离开京城,那恐怕就要被疯狂攻击,不管哪个诸侯,都要清算一下以前王胜对他们家族的冒犯。 当然,能容忍王胜待在京城,表面上肯定是因为各方答应天子的在京城不动武的承诺。 但背地里,却不无对于长盛功夫六百多个传奇高手的忌惮。 真要不顾一切的动手,那对付的可不仅仅是长盛功夫,还有皇家和老军官。 相对于清算王胜,各方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紧组织高手进入千绝地核心。 否则的话,再拖延下去,夏家和史家恐怕真的要得手了。 各方在外面的互相暗地里的攻击戛然而止,仿佛一个空中的指挥家突然的划下了休止符。 就连夏家,总是遭受的各方攻击也突然停止,但悲催的是,被删越国的蛮族高手们占据的四座城,依旧还是牢牢地控制在那些蛮族高手们的手中。 争夺的重点,已经不在各大诸侯的地盘里,瞬间转移到了千绝地核心区域。 各大家族也不知道有多少高手,近期都在疯狂地修行着,等着随时进入千绝地核心池园。 无数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席卷天下的动静,惊讶之后才开始慢慢地探听这一切发生的根源。 等到知道是王胜的义服地图造成的结果,那些不知道其中关键的普通人们,对于长盛宫这一招如同真正的天子之令一般的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爷,你就看着他们这样。 妹儿知道王胜的想法,也知道王胜的安排,可是现在,看着王胜每天悠闲地待在府中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又忍不住的有些不甘。 自己喜欢的老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绝不是一个面对这种局面就窝囊的小男人。 女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爱人在外面冲锋陷阵,一方面还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陪自己。 可一旦陪自己的时间多了,又怕男人失去了雄心壮志,蹉跎一声。 不急。 现在的千绝地核心里面,在一段时间里肯定会失衡遍野。 王胜的回答让妹儿很满意,至少王胜并没有真的变成那种他最不想看到的状态,等到他们自己打出一个平衡的时候,我再进去。 妹儿完全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情景,千绝地核心之内,差不多有三百里方圆,一次性的进入上千高手,而且都要前往核心内圈那百里之内,可想而知是怎样的热闹。 谁能甘心千绝地的秘密被别家挖掘带走。 进去之后,这些高手最有可能的事情,就是找到下家和干家的队伍,然后群起而攻之。 不管他们之前在里面发现了什么,总之先把他们干掉,东西抢过来再说。 至于抢到之后归谁家所有,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1310章在进迁绝地,下 事实上,不光是王胜能猜到将会发生的一切,就连葛家,对于这些也是动若观火。 难道他们就愿意让自家的子弟高手去送死? 问题是,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利益作祟。 没有一家会乐意把自家已经到手的利益让出去,非但如此,如果别家得到了,他们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抢过来。 这其中,已经不分什么唐宋代史丘,也不分什么夏冯干,每一家都是单独的个体。 或许在争夺地位争夺话语权方面会分成这两个集团,可真正面对千绝地的秘密的时候,每一家都是利益的个体。 连别家的利益都要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去抢,更别说能轻易的让出自家的利益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就是个死结。 既不存在同心协力的合作,也不存在什么共享秘密。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几家结盟,试图加强几方的力量来争夺。 可一旦东西到手,那就意味着结盟的结束,该大打出手了。 这期间达成的每一个盟约,都是脆弱的维持不到离开千绝地核心的临时盟约,随时随地能够撕毁。 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真正的合作也就遥遥无期了。 这一点王胜知道,天子知道,大观主知道,各大诸侯自己也知道,甚至连无忧城神威玉都知道。 天知道他们买了地图想要做什么。 从玉宝斋第一个基地开始建设以来,这几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各大家族驯服一批比驯鸟稍微体型大一点,能够安然进出千绝地的传信鸟出来。 当然,玉宝斋先走了一步,在这上面,也是结结实实的赚了一笔。 吕温侯看商机的双眼,如果不是王胜有超越这个世界的见识,未必就能比得过吕温侯。 每天的传信鸟在千绝地里来回,各大家族的家主和高层随时掌控着千绝地核心里的近况。 只是,这样的情形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因为传信鸟平常也就是在千绝地当中穿行,进了千绝地核心,一个严酷的环境,另一个凶猛的妖兽,几天下来,各大家族精心培育的传信鸟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 这下,各家再也不敢轻易动用传信鸟,只是和千绝地核心里的子弟们做了一个约定,不到生死攸关或者有重大的消息,不用传信鸟传信。 于是,各方瞬间就恢复成了原先的睁眼瞎状态。 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也不知道自家人有多少伤亡,也不知道自家子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东西,高层每天都等得心急如焚,可偏偏却没有一点办法。 京城里的气氛看起来很安详,歌舞升平,秦怀和尚的灯光,几乎就从来没有灭过。 整个天下,呈现出一股诡异的宁静。 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没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来。 大宗师们收到了不下数十种功法,也开始兑现承诺,轮流往各家的国都演出。 这是各大诸侯除了千绝地之外少有的重视项目,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当成祖宗一般的供起来。 也没有人来打扰王胜,这段日子里,孟之房再次开张,继续经营。 众女的态度看起来还是原样,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不管是那些贵妇们,还是其他的顾客们,对待她们的态度都略有变化。 尽管变化看起来很不起眼,可身为传奇境界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王胜并没有闲着,这段时间,他和玲珑阁的一批大宗师,打造了很多灵散的部件。 那些大宗师们并不知道这一件件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途,只是按照王胜的要求和尺寸,精准地打造出来。 魏儿和强威其实都知道王胜在准备什么,但他们并没有阻止,而是动用了立真房的财力,努力地将各样东西给王胜找齐。 不管王胜需要什么,他们都会用尽一切办法满足。 不能否认的是,当财力真正达到了超越国家的地步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简单。 很多普通高手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够找到的东西,在一笔无法拒绝的财富面前,轻而易举的就被送到了长盛公府。 事实上,这样的准备,其实从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王胜的身上已经有足够王胜一个人在千绝地生活两年的补给和各种武器物资器械。 老道,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忙完? 王胜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约了老道喝酒的时候,平静地问了一句,我是指你能准备好再次提升。 还得两三个月。 老道回答得同样很平静。 这段时间,老道并没有每天闭关,但是一个多月的野风飞舞,加上之前在海上的领悟,还是让老道成功地看到了前面的方向。 回答的时候,语气十分地肯定。 那你安排好别的事情,到时候尽千绝地找我吧。 王胜对老道说道,我要进去一趟,估计等你安排好事情,里面也就打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一起去看看那把剑。 那把剑,自然是上次从史家干家绝世藏针当中和破损的金钗一起找到的那柄。 一旦剑上的气息激发,恐怕又是一场大动静。 你不怕犯众怒。 老道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里面那么多个大家族的高手,一旦王胜释放那股气息,都无法想象那些高手们会是什么下场。 老道自己都未必能够抵抗的气息,在那个环境当中,个大家族的高手会死多少? 帮他们一把而已。 王胜笑了起来,靠他们在那里挖,那得挖到什么时候? 老道看着王胜坚定的眼神,知道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我回去安排。 送走了老道,王胜开始面对离别前的媚儿和强威。 现在的局面,两女其实早已经猜到要面临什么。 知道王胜就要离开,就要面对全天下的敌人,两女强忍着离别的痛苦和担忧,依旧在府门口给王胜送上了最美的笑脸。 我走了。 王胜也冲着两女笑了一下,只留下一句话,转身离开了府门。 长盛公府门之外,无数双眼睛盯着王胜的身影走出了长盛公府,一路沿着主干道,走出了京城。 第1311章动手不动手,上 王胜走得不紧不慢,可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却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仿佛这一离开长盛公府,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大事发生一般。 长盛公府内,魅儿和强威目送着王胜的背影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默默地回到大堂。 魅儿摆了摆手,没过两分钟,就有两个一看就是桀骜不驯的杀手一般的人出现在魅儿的面前。 其中一位的手上,不时地玩弄着一块红色的方牌子,如果王胜在,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分明就是无忧城的身份牌。 至于另一个,倒是没什么身份,可此刻能和无忧城杀手站在一起的,除了神威玉,不会再有别家。 跟着公爷,看看路上什么人敢为难。 魅儿很轻声地说道,语气里也听不出来喜怒,只要有敢为难公爷的,有一个算一个,你们两家一起下单,谁提着他的脑袋来,正常行情五倍的赏金就可以拿走。 两个杀手对望了一眼,互相露出了不服气的神色,然后冲着魅儿齐齐的躬身,一言不发地离开。 王胜已经慢慢地走到了外城。 现在京城没有了城墙,还真不好说城内城外。 即便是原先外城的护城河之外,按道理应该算是城外了,可现在那里却是一片原先的京城百姓聚居区,所以,现在约定足城,离开了居住区,到了外面没人烟的路上,才算是出了京城。 这也是之前天子为自己原先京城的百姓争取的一个福利,不然的话,京城不许动物,就只包括原先内城外城的话,那些搬迁出去的百姓岂不是安全得不到保障。 各方也不会和天子在这个区域范围上争什么,无非就是外扩十里的区域而已,多大个事情。 再往前没多远,就是居住区的边缘了。 出了这片区域,就算是离开了京城,那么在京城内不能动手的规矩,也就会失效。 王胜已经看到了,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路边的树下正坐着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的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小刀,一扔一扔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看着王胜走过来的方向。 路的另一边在往前走的地方,同样有一个手里拿着一把长刀不停的轻轻劈砍着路边草丛的人。 继续往前,貌似还有,一条路上,不过五十米的距离,至少有六个人,都在路两边在等着什么。 看着这一幕,王胜脸上露出了一丝激讽的笑容。 这么迫不及待吗? 这才刚刚离开长盛公府,还没有出了京城,就已经摆出这幅架势给自己看吗? 公爷这是要出城。 王胜还没有走出那条线,依旧还算是在京城里,距离那条线也不过几步之遥的时候,那个坐在树下扔小刀的人呼得开口笑着冲王胜问道。 是啊。 王胜脸上也是笑咪咪的表情,仿佛看到了熟人。 一边说一边走,脚下并没有停。 公爷还是不要出城的好。 那个坐着的人慢慢站了起来,小刀也抓在了手里,死死的盯着王胜的脚步,待在京城,公爷该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 可离开了京城,恐怕会有许多人想要和公爷算一算当年的旧账啊。 两人说话的同时,五十米的路上分布着的那些人,也都各自抓着自己的兵器,虎视眈眈的看着王胜这边,丝毫不掩饰他们眼中的杀意。 好大的阵仗。 王胜冷笑了一声,仿佛看不到这些人一般,还是如同聊天一般的冲着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拿着小刀的人说道,不管你们是哪一家的,但我敢肯定,你们绝对不会是史家和甘家的。 说话的时候,王胜的脚其实已经走出了京城的那条线。 理论上说,王胜已经离开了京城,无论是谁,都已经可以对王胜出手了。 可是,就因为王胜刚刚的这句话,却让六个一直摆着架使好像要动手的人硬生生的按捺住了他们出手的冲动,想要知道王胜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的确不是史家人,也不是甘家人。 王胜能一句话叫破这些,绝对是有理由的。 你们肯定很奇怪。 甘家为了埋伏杀我,足足赔了几亿金币,怎么会不想要我的命,对吧? 王胜根本不管这六个人是不是出去史家甘家之外的另外六家人,只管信不往前,浑然不顾自己已经走进了六个人的包围之中,一旦动手,王胜要面对的绝对是六个人的前后加工。 这番话显然是之前这些人没有想过的,他们要动手,也是各自的主事临时发现长盛功府的动静才安排的,能在王胜走出京城之前就安排好一切,甚至调派了他们这个级别的高手,已经算是王胜给面子走得慢了。 可王胜的这番话,却让六个人不得不先停止了动手的打算,问清楚再说。 不是他们不敢动手,而是就在不远的京城那条线里,就有人冲他们微微的摇头。 看着这一幕的各方的眼线都不在少数,知道这些人身份的同样也不在少数,大家都能确定一点,王胜说的没错。 这些人不管是哪家的,但绝没有史家和甘家的,难道这其中,还有大家并不知道的隐秘? 如果不知道这个秘密却鲁莽动手,那势必会影响各家在千绝地的部署,这是动手的每个人都承受不起的。 别说背后京城里还有人给出暂时不要动手的信号,就算是不给,他们这种境界的高手,也有资格自行决定。 懂的人自然会明白。 王胜却没有解释的打算,反而信不由将的就在大路上平静地走着,不懂的人,就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能够拥有。 说话间,短短五十米的距离王胜已经走过了三十米,依旧还是按照原先的速度走着。 而着急赶过来等在这里准备动手的六个人,却都做了辣。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满脸的尴尬不说,还有一股子的恼羞成怒。 王胜刚刚那句话,分明是说他们没有脑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1312章动手不动手,下。 被王胜讥讽的,可不只是被派过来的这六个人,分明还包括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的那些主事。 王胜出城的时候,其实一路就有人看着,都装得好像是普通人一般,也许是在监视,也许是在送行。 王胜并没有理会这些人,自顾自的走着。 特别是京城内外的分界线附近,聚集了好多人。 这里本就是边缘的一个集市,人多是正常的。 只不过,这么多人当中,七重镜以上的人占了超过八成,那就有意思得多了。 这会,那些主事其实并没有距离太远,他们就隐藏在不远处京城的那条县里的人群中,王胜的声音并不大,但能让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自然也一样听得分明。 为什么? 为什么使家干家的人不出面? 他们难道不想对付王胜吗? 这其中有什么理由? 各方主事们包括下属们脑子飞转,研究这其中的关键。 使家干家莫非是和王胜有什么私下的交易? 还是以前有过什么动作让他们对王胜十分忌惮? 使家干家,使家干家,唐家的主事呼的眼睛一亮,使家干家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就是一开始在千绝地核心的时候共同买了个仙机进去待了一年多吗? 现在王胜卖出的千绝地核心的完整地图上,据说还标注着当年使家干家挖掘绝世藏针的遗址,难道是因为这个? 王胜是怎么知道绝世藏针地址的? 显然是在里面看到过,这一点无庸置疑。 两家为什么没有当场干掉它? 时候干家还曾经对王胜和灵虚老道出手,可是却悲催地遇上了老军官前来迎接的高手,导致全军覆没。 干家是真的打算那个时候杀王胜吗? 都不是傻子,瞬间大家就想明白,这其中一定有关联。 王胜在绝世藏针当中绝对是出了大力的,而且还是关键性的作用,否则使家干家怎么可能会在这个阶骨眼上不和各方站在一起反倒是给王胜卖一个人情呢? 绝世藏针可是有地图的,既然有地图还需要王胜出力,那么换成是千绝地的那个秘密呢? 下家使家一个进去一年多,一个进去小半年,却始终没有得逞,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缘故? 而这个无法解开的谜题,会不会还需要王胜才能解开? 想明白这点,隐藏在人群中的各方主事顿时间明白过来。 这个时候还不能动手,王胜还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别人不清楚,可那些主事们还是知道的,各家在进了千绝的核心到现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损失了人手之外,一无所得。 这是偶然吗? 要是某一家没什么收获,那或许是偶然,可进去的所有势力都没有收获,用偶然来形容,是不是有点儿戏了? 王胜除了千绝地的地图之外,还掌握着各家没有的在千绝地里寻找秘密的手段。 一时间,众人十分的无奈。 原以为王胜卖出了千绝地核心地图之后,就不会有多少能钳制他们的东西了,可没想到王胜居然不声不响的留了史家干家这两个不算是后手的后手,让各方刚刚才想要动手的打算还没出手就被做出决定的人自己给收回了。 好憋屈,看着王胜大摇大摆的往前,不管是路边的六个高手,还是隐藏在人群中的各方主事,都是这样的感觉。 不过,就在王胜马上就要走出最后一个高手的攻击范围的时候,那个一直不停往自己口中塞花生的高手往人群中扫了一眼,呼得瞳孔一缩。 他看到了让他动手的信号。 吃花生的高手目光再次往那边扫了一眼,没错,的确是动手的信号。 本来以为今天不可能动手了,他还有些失望,越失望,他就越喜欢吃花生。 可没想到,居然峰回路转,有了动手的信号,那就没错了,直接动手。 王胜已经越过了他的位置,现在正是后脑勺对着他,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快有十米的距离了。 这个距离正好,猛的发力,加上加速的阶段,攻击到王胜的时候,正好是威力最大的时候。 不好。 京城里面的人,还是能够看到这边的动作的。 有人一动手,那些人立刻就看在了眼中。 那个家伙要干什么? 这么干,不是断绝了所有家族的希望吗? 那家伙是美家的。 脑海中只是一闪而过,各方主事就想到了那个高手的身份。 夏家人? 夏家人为什么要动手? 这个念头依旧还是一闪而逝,瞬间就有了答案。 因为夏家先进了千绝地核心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而又不想让王胜帮着其他家族的人捣乱,所以,夏家才绝对有对王胜出手的理由。 拦住他。 有人瞬间反应过来之后,急忙大叫出声。 可是,即便如此,也已经晚了。 距离那个夏家高手最近的别家高手,也在十米的距离,距离王胜就更远了。 但现在,那个夏家的高手已经扑到了王胜的身后,众人甚至已经看到了王胜猝不及防扭过头来的那种精具的目光。 不知道看到这一幕的人群中,有多少人都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似乎整个京城,都没有今天这么多人站在同一个地方集体骑刷刷的发出一声啊的惊叫声,如同于大师拿着指挥棒,站在他们对面挥舞着,指挥着一个合唱团一般。 下一刻,本应该是长音的阿德音,忽然之间又猛的戛然而止,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掐住了所有人的喉咙。 惊叫得众人的脸色也是相当的精彩,从最初的惊讶到京剧再到更惊讶到不可思议无法置信,每个人的表情变化都堪比地球上的影帝,那般的自然而然,毫无雕琢痕迹。 王胜的确是扭过头来了,但并不是众人一开始心目中认为的京剧无比地扭过头来,而是他好像背后长了眼睛看到了夏家那个高手正要对自己突袭一般,在那个夏家高手距离自己还有两米的时候,就已经主动地转回身来。 他的目光不是京剧,甚至脸上还带着笑容。 惊喜就在瞬间发生。 第1313章 判断错了,上 王胜的手如同羽毛一般地扶过夏家那个高手的刺出来的锋刃,轻轻柔柔的,毫不着力。 可那个夏家高手的手中剑,却好像被巨大的铁锤砸中一般,剧烈地颤动起来。 只是一刹那,高手就再也拿不住自己的武器,那柄在所有人眼中看起来质量都很不错的长剑,就那么打着旋,一路急剧颤动扭曲不停地飞了出去。 再接下来,就是王胜轻轻地挥出一拳,和那个夏家高手紧接着轰过来的拳头对轰在一起。 从远处看,王胜的这一拳,也同样是轻飘飘的,毫无力道的。 在所有人的眼中,王胜肯定会被一拳打飞,重伤甚至丧命。 事实也正如众人所料,王胜和那个高手对拳之后,王胜的整个身体就以一种弹射般的速度飞快的向后飞出十几米,这才落地。 还好,应该是在空中卸去了力道,所以王胜落地的时候毫发无伤,既没有吐血,也没有落地不稳倒退好几步,反倒是十分轻松的转身,继续往前,好像身后刚刚的那个对王胜出手的夏家高手不存在似的。 不仅如此,王胜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袋子,众人看得分明,正是夏家那个高手装花生的袋子,被王胜拿在手中,王胜还很夸张地粘出来一颗,高高地抛起,嘴一张,花生力正好掉进嘴里,然后嚼得咯咯咯咯直响,听着都香。 看着这一幕的人一阵哗然,王胜这是在干什么? 让众人更惊讶的是,那个刚刚出手伶俐的夏家高手,此刻却站在和王胜对拳的地方一动不动,如同变成了木偶一般。 发生了什么? 那个高手为什么会站在那边不动弹? 因为背对着众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揭开谜底的还是最先冲到夏家这个高手身边想要阻止他对王胜动手却没来得及的那个高手,他比其他人更清楚的看到了王胜的动作,可他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 对王胜出手的这个高手,至少在城外的其他五个高手都知道,也都大概知道他的修为境界。 说起来,大家应该差不多,都是传奇巅峰的境界,对付一个八重境的王胜足够了。 哪怕王胜借着梦之房众女晋级的时候也晋升了传奇境界。 也不可能和他们这些老牌的传奇巅峰高手相提并论。 可是,王胜的两次出手都让后面的五个高手刮目相看。 赤手空拳,面对拿着利刃的高手,一击精准的将对方的兵器打飞,另一击巧妙的借助对方的力量脱身,端得是妙不可言。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王胜似乎浪费了机会。 既然已经脱身,还不马上逃离,居然依旧慢慢吞吞的走着,难道真指望他们几个来帮王胜挡住这个下家的高手吗? 不对。 正在疯狂吐槽的几个高手,猛的发现下家的那个高手状态不对。 这么长时间了,哪怕是王胜的反击让他一时之间回不过去来,但也不可能五秒了还不动弹。 五个高手此刻都已经冲到了下家高手的身边,但五个人的脸色也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距离这么近,他们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下家的这个高手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 和王胜对了一拳,一个传奇境界巅峰的高手就死在当场。 怎么可能? 王胜现在的修为有多恐怖。 如果不是刚刚主家不让他们动手,真的冲王胜出手了,现在他们会是什么下场? 京城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此刻已经有一批人冲了出来,往这边赶过来,都想要看清楚,同时拦住下家的阴谋。 脚步声一大,这边也仿佛受到了震动。 刚刚一直维持着战力姿势一动不动的下家高手,忽然之间就在众人的面前软软的瘫了下去。 不是倒下去,倒下去倒是正常了,而是瘫下去,瘫成了一团。 众人的神色顿时间再次变化。 那不是正常人瘫倒的样子,那种感觉,就仿佛那个人没了骨头,只剩下一块肉,失去了支撑坍塌下去的那种。 这时候后面的人也已经冲了过来,同样看到了这一幕,全都呆在原地。 看看正往远处走一边走一边花式吃花生的王胜,再看看瘫在地上的下家这个高手,面面相去,谁也说不出话来。 他全身的骨头都碎成粉末了。 最先赶过来的那个高手,最早蹲下检查那个下家高手的死因。 手一碰到尸体,就感觉到不对了,稍微一摸索,基本上就确定了死因。 怪不得人倒下去的时候不是正常的模样,而是塌陷下去,原来根本就是变成了一块肉啊。 这是怎么样恐怖地功法才能做到? 这要怎样的修为,才能一拳把一个传奇境界巅峰的高手打成一团肉? 还是在瞬间发生? 嘶 一群人倒吸冷气的声音隔着五六十米京城里的人都能听得见。 当场留下冷汗的人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就包括了差点动手的那几个高手以及各家的主事人。 准备动手的那几个高手自己心里最清楚,大家的修为都差不多,下家的这位被一拳打死,换成他们,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幸亏当时主事及时的让他们不要动手,否则现在变成一块肉的,恐怕绝不止下家高手一个。 特别是最开始那个扔着小刀丸还开口威胁王胜的高手,全身都仿佛被汗水浸透了一般。 当着一个一拳可以把他们集体都干掉的高手,竟然还能说出来那种可笑之极的威胁话语,回头想想,真的是耗子给猫拜年呢。 一群人看着那具尸体半赏说不出话来,大家正正的看着王胜的身影越来越远,终于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 期间,没有一个人敢追上去,生怕引起王胜的误会,直到王胜消失。 直到这时候,围着尸体的众人才奇奇的尝出了一口气。 各方的主事目光扫过那具尸体,心中一震。 之前所有人都低估了王胜的修为境界,没想到他能够轻易的一拳击杀传奇境界巅峰的高手,以前的判断全都是错的,这下麻烦大了。 第1314章判断错了,下。 判断错误的不是一家,而是除了皇家和老军官之外的所有势力。 没过二十分钟的时间,各方的主事甚至还没回到各自的府邸中,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发出了训鸟传书,告知家族这个消息。 一拳可以悄无声息的打死一个传奇巅峰高手,王胜的实力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样的一个人,没办法当场狙杀,现在很明显已经进了千绝地,那么千绝地核心之中的所有人都要小心了。 在千绝地里面,没人敢轻视王胜。 那就是王胜的地盘,从法理上说,那是王胜的封地,从实际控制上来说,王胜在里面绝对是说一不二的,连动物都听话。 王胜想要谁在千绝地里不好过,那恐怕没人能在千绝地里面舒坦,估计离书都不行。 王胜一路直奔千绝地,后面跟着一群人,几乎是目送他进了千绝地的。 不过,王胜进了千绝地之后,就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跟着进去了。 过了那条线,那就是王胜生杀与夺的线,谁敢轻易的跟上去送死。 接到消息,各方全都紧张无比。 特别是夏家,动手没有能够杀死王胜,却被王胜反杀,可以想象,他们在千绝地核心内的高手将遭到怎样的报复。 不过,夏家虽然紧张,但还没到特别害怕的地步。 千绝地核心里至少有他们数十个高手,王胜就算是再厉害,一对击时,难道还能占据上风? 夏家高层全都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再怎么笃定,还是不敢完全的肯定,依旧还是送了传信鸟进去,让里面的人知道消息。 至少让他们知道要面临什么,免得再毫无防备中被王胜给算计。 不光是夏家的人得到了消息,各家在千绝地里的队伍都得到了消息。 光是这一个消息,各家加起来就损失了四十多只传信鸟。 本来传信鸟就不多,这一下更是损失惨重,当真是一只都舍不得死了。 没进过千绝地核心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恐怖。 也就是史家甘家两家人,在里面有着深刻的印象。 一听到王胜已经进了千绝地,而且在进千绝地之前各方还打算动手,后来被王胜几句话说得即是忍住了,两家人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什么都不懂的家伙,怎么可能知道王胜在千绝地核心里面有多大的优势? 居然还想动手。 这下看他们怎么办。 夏家更是死定了。 见过没脑子的,可没见过夏家这么没脑子的。 本来就被围攻的实力大损,都已经接近八大诸侯的最后一鸣了,居然还敢明目张胆的杀王胜来维护他们的先机。 那是杀了王胜就能维护得住的吗? 两家人见过王胜在千绝地核心内驾驭那许多妖兽的恐怖场景,所以他们绝对肯定,夏家在千绝地里的人死定了。 从此夏家绝对会一蹶不振,再也翻不了身。 两家的高层已经在外面暗中准备人手,随时打算趁着夏家高手被灭之后的空虚机会对夏家展开致命一击。 其他各方虽然不知道王胜在千绝地核心里面有多霸道,但也知道,夏家肯定是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不管如何,这都是机会。 千绝地里,得到消息的各方全都如临大敌,一边忙碌的在冰天雪地中寻找,一边小心的戒备着周围。 谁知道王胜会从什么方向过来,如何对他们出手。 要知道,王胜手上的重鞠弩,射成据说有二十里,二十里外的一剑,而且还是比声音还快的一剑,谁能防得住。 大家在千绝地里小心翼翼的行动的时候,王胜却并没有如大家所料,一路直奔千绝地核心,而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千绝地里面转了个圈子,直接出现在了无忧城。 当王胜出现在无忧城北门的那一刹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心中狂乱如麻。 王胜怎么会来这里? 仅有的几个惊喜无比的人就是阿七和两个当年的小侍女。 王胜是阿七绝望的人生中,仅有的能让他感觉到一点温暖的人了。 让他现在还能坚持活着的理由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报答完王胜的恩情,然后就去死。 在这个世上,他已经再没有还能活下去的理由。 即便在王胜无忧城的大宅子当中,阿七也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每天除了机械的修行,就是偶尔外出到千绝地当中如同拼命一般的修行。 王胜运气不错,来的时候,阿七正好在无忧城之中。 见到王胜,阿七如同死水一般的目光总算是泛起了一丝涟漪,多出了许多的惊喜之色。 两个当年的小侍女,一直在无忧城中好好的住着,现在已经把阿七当成了他们的小姐伺候着。 惊喜无比的给王胜行过礼之后,然后推着阿七到了王胜身边,然后两个小侍女欢天喜地的去给王胜准备各种吃喝洗漱的东西,把空间留给了王胜和阿七。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王胜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阿七,他没有经历过亲人背叛的痛苦,更加身为战士,总觉得自己应该能承受一切,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从阿七的角度考虑。 不过,阿七肯定很痛苦是一定的。 所以王胜也只能笨拙地问了这一句。 很显然,这一句貌似就足够了。 阿七直接扑在了王胜的怀中,已经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流淌过的泪水,如同小夕一般的喷涌而出,转眼间就打湿了王胜的胸口。 这个倔强无比的杀手,在王胜的面前,总算是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哭得一塌糊涂。 不过,阿七毕竟是阿七,哪怕哭成了这样,也只是默默地流泪,并没有发出一声哭声甚至哽咽,只是默默地躺着泪水,可这种无言的哭泣,却更让人心疼。 好长时间之后,阿七似乎总算是把心中的那股悲痛发泄出来许多,这才发现,自己的泪水已经把王胜的胸口都浸湿了大半,自己还依偎在王胜的怀中,动作暧昧至极。 发现这一点,阿七赶忙站直了身躯,匆匆地抹了抹眼泪,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王胜胸口上的泪痕。 我离开京城的时候,下家有人要杀我。 王胜低声地冲着阿七说道,我帮你讨回公道。 第1315章 报复 1. 王胜进无忧城了 无忧城的某处地下,黎叔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顿时间露出了兴奋的神色,同时也闪过一抹灵力的杀意。 长圣躬在无忧城里,没人可以动。 旁边传过来消息的正是城主府的管家,不过这次城主府的管家却并没有如上次那般被黎叔气息压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是平静地警告道,这是规矩。 规矩规矩,你们要死抱着这个规矩到什么时候? 黎叔大怒,只管冲着管家发泄道。 在这个地下,他已经又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早已经烦躁不堪了。 黎叔,规矩就是规矩。 管家却丝毫不拒,自从上次黎叔自己坏了自己的规矩,被无忧城主打压了一番之后,管家在黎叔面前说话也都不是那般的低声下气了,无忧城内城,没有人可以动手,这是无忧城之所以能存在到现在的铁律。 黎叔 好啊。 黎叔的眉毛都要立起来了,但却直接冷笑出声,我不在无忧城动手,总符合规矩了吧。 等长盛公离开无忧城,随便你怎么派人动手。 管家看起来并不是很紧张,只是继续笑了笑说道,不过,黎叔你自己,你答应过城主,没有城主的允许,你不能上地面的。 黎叔的脸上猛的闪过一丝争鸣,看着管家差点就要动手。 管家却好像断定他不敢动手一般,和黎叔毫不示弱的对视着。 好一会之后,黎叔呼的脸上笑了起来,放心,我答应城主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 我不出手。 管家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冲着黎叔拱手道谢,然后微笑着离开。 他今天来黎叔这边,就是为了得到黎叔的这个保证。 至于说为什么要主动告诉黎叔王胜已经来了无忧城,那也是没办法,即便管家不说,也会有人告诉黎叔。 现在的黎叔,已经不是以前的黎叔了。 为了重新保管无忧城的那批秘籍,黎叔找城主要了不少的人手,其中一批人,已经被黎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拉拢过去了。 甚至有几个,城主都不知道是以前就是黎叔的人,还是后来才变成了黎叔的人。 知道黎叔有自己的暗中的力量,城主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但至少还要在规矩的约束下,不破坏无忧城的规矩,城主也不好对黎叔动手,何况,就算动手,也未必能有什么好结果。 王胜在无忧城并没有多呆,只是在无忧城补充了一批物资之后,就离开了无忧城。 当然,王胜也没有趁人之威,就此收了阿七,只是和阿七深聊了一次。 不过,王胜离开无忧城的时候,阿七却不管不顾的死活要跟着,被王胜死劝活劝的拦住了。 他要去千绝地核心区域,阿七六重镜的修为,根本无法承受里面的压力。 之所以来无忧城,并不是王胜真的要来无忧城办什么事情,而是借此拖延一下时间。 王胜离开京城进了无忧城,各方都是亲眼看到的,估计千绝地核心区域当中的各家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等着。 王胜偏偏不如他们的意,路上故意耽搁,估计里面的人现在已经等得煎熬无比了。 这就如同楼上扔靴子的故事,谁都知道靴子会扔下来,但谁都不知道靴子什么时候扔下来。 这种根本不知道王胜什么时候才回来但又知道他一定回来的情形,加上在千绝地核心之中强大的压力,能让里面的高手疲惫一倍。 论起心理战,王胜比各大家族可精通太多了。 光是不知道王胜何时何地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就能让一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家伙崩溃。 王胜离开无忧城进了千绝地的时候,背后跟了至少数十人,不过,没人敢跟得太近,只敢远远的看着,确定王胜的确是进了千绝地,就没有再深入。 有无数在千绝地当中跟踪王胜的七惨教训,让所有人在千绝地当中对王胜都顶礼膜拜。 只是,万事都有例外,这一次,有三个高手,跟着王胜进了千绝地,并没有回转,而是三人直奔千绝地核心边缘区域。 看起来,他们好像并不是要跟踪王胜,只是从千绝地出发一般。 王胜也没有理会背后的人,自顾自的沿着无忧城通往无忧城营地的大路走了几天,赶到了无忧城的营地这边。 随后方向一转,王胜就转到了老军官在千绝地的地下营地,依旧还是没有直接进千绝地核心。 两个营地盘缓了差不多有十几天的时间,估计把里面的人耐心都已经耗光了,王胜才没有了在千绝地之内转悠的心思,直奔千绝地核心区域。 再次进入千绝地核心,王胜的感受又不同。 原先的那个境界层次上王胜除了自己敏锐的感官和战斗意识小人带给自己的预警之外,靠着气息,王胜其实是感受不到其他的。 可这次一进来,王胜就发现了几个方向上的许多股野性的气息。 王胜总算是知道灵虚老道等人之前进千绝地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了,原来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周围并没有什么高手的气息,王胜很轻松的拿出雪地摩托的配件组装好,跨上摩托,直冲内圈。 感觉到前面已经有了人类的气息,王胜这才停下摩托,慢条斯理的把摩托配件拆卸,重新收到那戒之中。 尽管王胜已经是传奇境界巅峰,但是王胜依旧还是没有发现,内圈的气息和上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战斗意识小人也没有特别的警示,除了有不少人类气息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变化。 小心的靠近仔细观察了一下,前面的这批人不知道是哪家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挖错地方了。 那地方没什么气息,绝对找不到什么特殊的东西。 没多长时间,王胜又找到了一头巨大的白熊。 骑在白熊的背上,王胜轻松地把自己藏在了白熊厚厚的皮毛之中。 圆魂空间总金色花纹启动,王胜身上的一切气息都收敛得干干净净,再没人能察觉。 就这样,王胜控制着白熊,一路走过了三处各大家族的挖掘地点。 第1316章 报复 2 三处地点,王胜看不出来什么分布规律,也并不是在核心内圈的中心,但三家居然都在大张旗鼓地挖掘起来,显然是每家都有什么秘而不宣的记载流传下来。 不过,这三家显然不是史家甘家,看他们的驾驶,还处在学着史家甘家最开始那种搭建一个冰屋然后在冰屋里往下挖地道的阶段,根本不是后来史家甘家一起挖爵士藏针的时候那种把大片冰面破开的手段。 只能说,这三家应该是看了爵士藏针那边的遗迹,不然不会用这种落后的手段。 可惜,这样的手段,除非有王胜那样的能力,或者是有着逆天的运气,正好能够在合适的深度和位置正好挖到东西,否则也就是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挖个地道而已。 史家甘家两家在千绝地核心内圈里面整整挖了一年多,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他们近来时间还短,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去爵士藏针遗迹那边看了看,然后有样学样而已,说不定只是刚刚把冰屋建起来,把冰层挖透而已,从人员密集程度就能看出来。 王胜远远地观察了一番,并没有惊动这三家,而是远远地绕开。 他现在要找的,是夏家。 从夏家的角度来说,杀王胜是保证夏家利益的手段,他们当然觉得理所应当。 可是从王胜的角度来说,夏家过线了。 不给夏家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谁家都敢给用这种手法来对付王胜了,反正王胜事后也不会有报复举动,王胜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王胜绝对可以肯定,夏家现在已经有许多人被媚儿高价悬赏了。 之前的一系列神威玉的暗杀中,夏家有名有姓的高手死了有足足六百多个,家主没事,但是长老会当中至少死了七个,要不然夏家的新势力也不会出头。 只是,夏家的新势力上台,终究还是做出了一个愚蠢无比的决定。 大家族的通病,以为只要干掉对自己利益有威胁的家伙,自然一切都迎刃而解。 可惜,王胜并没有如他们所料被轻松斩杀,那夏家自然就要有被报复的觉悟。 不能不说,王胜自己引领的双重兵屋的设计当真是巧妙绝伦,能够将人类的气息牢牢的锁在两层兵屋之中透不出去。 哪怕是王胜,不靠着战斗意识小人,不靠着超强的听觉,只靠着气息和嗅觉的话,根本就无法发现兵屋之中有没有人类的气息。 所幸王胜的听觉实在是太出色了,哪怕是隔着厚厚的冰层,王胜也能察觉到冰下的动静。 一般人想要隔着这么远知道兵屋里面是不是有人,还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王胜用了几天的时间,在千绝地的核心区域内转了转,以便定位各家的位置。 千绝地核心内圈里面,至少被放出来二十头超级妖兽,虽然依旧还是被困在阵法之中,但是却已经不是封在冰山之内。 这些超级妖兽,在树里方圆之内经过,都会引发他们的狂暴反应。 所幸王胜早已经知道原先这些妖兽的位置,小心的控制着巨熊在不惊动他们的情形之下绕开。 下家的位置,在核心内圈靠近中心的位置,不在正中央,但是距离正中央不远。 同样是双层冰屋,遮住了所有人的气息。 更巧妙的是,就在他们这个冰屋不到两里的地方,就有一偶超级妖兽被释放出来,困在阵法之中无法动弹,但任何进入超级妖兽感应区域内的任何人类高手,都会激发超级妖兽的狂暴反应。 可以说,下家竟然聪明的给自己找了一个天然的警报器。 不只是警报器,超级妖兽的气息能够确保进入到这个距离的高手被强力压制。 至少别想通过突袭的法子来针对下家,而双层冰屋又确保了下家高手的气息不会惊动超级妖兽,简直完美的布置。 这也是为什么下家先进来一年多抢了好位置之后,后来进来的各家并没有对下家出手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能突袭,只能靠强行突入,下家那么多的高手以一代劳,等到突入的高手顶着超级妖兽的压力靠近到一定距离之内,等待他们的绝对是下家高手的联手攻击。 各家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对下家无可奈何。 但下家的方法也给了各家灵感,几乎美家选定好自己的挖掘地点之后,都会照此布置。 或者说选择挖掘地点,就会选择在有超级妖兽的冰山附近。 王胜是靠自己听到的人类高手的动静和战斗意识小人发现的人类高手的分布情况来判断哪家是下家的。 除了下家使家之外,其他家族的人都是后来的,刚进来两个月不到,挖不了多长的通道,所以人员相对集中。 使家不会用这种笨办法挖,而是直接把整片区域挖开,所以,挖通道的方法人员又相对分散的只能是下家。 86个传奇高手,其中还有22个传奇巅峰高手,这就是下家在千绝地核心内的全部人手。 下家人很谨慎,可能是觉得有一年多的先机,所以知道自己是众矢之地,哪怕是在外面有超级妖兽,他们依旧还是放心不下,在冰屋之内,还是有三个人的观察上。 感受着三个人正在小心戒备的样子,王胜一阵疑惑,他们怎么能在双层冰屋之内看到外面? 但转眼间就释然了。 镜子,很简单的几个镜子的摆布,计算好反射的角度,就如同前望镜一般,就能让外面的某几个方向的情景让里面的人看到。 这样还不会破坏双层冰屋的结构,里面的人类气息被封在里面不会泄露,超级妖兽也不会察觉,很精明的布置。 可惜,这次下家碰上的是王胜,地球上的王牌狙击手,最擅长潜入最擅长远距离狙杀的特种战士。 下家人当然接到了家族传来的警讯,已经警戒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却迟迟没有等到王胜的到来,早已经焦灼不堪了。 还好,来这里的人都是高手,都有足够的耐心。 知道王胜回来,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害怕,反而时刻期待着王胜的带来。 第1317章 报复 3 通常来讲,超级妖兽这个方向,一般是万无一失的。 哪怕是传奇巅峰高手,近距离面对超级妖兽的狂暴压力的时候,也只能苦苦抵抗,无法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王胜第一次带着各家的传奇高手进来看到超级妖兽的时候,那么多高手,最后就只能爬着一点一点的退离无理之外,总算才能站起来逃跑。 下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要放出冰山中冰封的超级妖兽,至少要有一个传奇巅峰高手过去用气息释放来激发超级妖兽狂暴。 过程中,他们一定感受到了超级妖兽的恐怖气息,否则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给自己增加一层保护。 也正因为深知这一点,所以下家人肯定对超级妖兽这个方向十分的放心,他们本来人手就不多,还要警戒好几个方向,不可能在一个绝不会有人过来的方向上投入力量浪费人手。 没人能从超级妖兽的方向过来,这是常识。 在千绝地核心内圈里,这就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常识。 只不过,这个大家,并没有包括王胜在内。 超级妖兽的确凶悍,而且感官十分的敏锐,哪怕是经常在千绝地核心内圈生活的血鼠之类的小东西,藏在冰雪下面都逃不过他们的敏锐感官。 但王胜有绝招,圆魂空间中的金色花纹可以屏蔽王胜身上的一切气息,只要王胜不被人直接看到,就不会暴露。 超级抹香精称大王胜圆魂空间的时候,和圆魂空间有关的一切都得到了加强,金色花纹也一样。 原先王胜的金色花纹,能够让王胜保持半个小时的气息全无,现在,这个时间更长了差不多有五倍。 两个半小时之内,王胜可以不散发出任何一点气息。 不过这还不够,超级妖兽厉害的不仅仅是气息,感官敏锐也是特点之一。 瞒过妖兽的嗅觉和气息探查很容易,可想要瞒过超级妖兽的视力和听力,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哪怕是在雪地之中,那也不可能。 所以,从一开始,王胜就没打算瞒过超级妖兽。 从稍远一点的方向绕过去,王胜一路就使用着九字真言的七字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加亲近感,降低敌意。 越是超级妖兽,智慧程度越高,同时,也就越骄傲。 一些小动物什么的,只要修为境界不超过某条线,它们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区区根本就不会放在它们眼中的蝼蚁,它们会因为那些东西而暴怒。 王胜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尽管他的行动超级妖兽都能看到听到,但是这只是一个体型稍稍大了那么一点的一个小蝼蚁,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危险气息不说,反倒是有一股说不出的亲近味道。 更关键的是,王胜这头小妖兽,没有丝毫的威胁,即便是那些超级妖兽看到,也根本不会在意。 无数人无法想象中,王胜就那么大摇大摆的从稍远一点的方向绕了个圈子,背对着夏家附近的那头超级妖兽,一点一点的往夏家的双层冰屋走去。 双层冰屋能够隔绝绝大部分人类的气息,这是因为特定的结构加上温度决定的,同样的,双层厚厚的冰屋也隔绝了外面的声音,至少从王胜这个方向走过来的声音,是极其轻微的。 没人会料到王胜会从这个方向上过来,夏家人也同样没有料到。 王胜已经到了冰屋的边上,伸手就能摸到冰屋的时候,里面的人依旧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全都在冰屋下方挖掘出来的通道之中,还有比直接把整个通道堵上更简单的杀戮方式吗? 王胜在冰屋的四周,绕开观察的窗口,小心的放上了几百斤的黑火药,点燃了引线,身形急速的后退,同时手中也出现了重鞠弩,直接对准了外层冰屋的出口。 这么几个动作引发的动静,包括黑火药引线燃烧的声音,已经引发了里面警戒高手的注意。 三个盯着外面的人,毫不犹豫的发动了警讯,然后三人连妹冲了出来。 尽管不知道敌人是如何在没有惊动超级妖兽的情形之下摸到冰屋边上的,可有敌人来了肯定是没有错的,下面的高手已经飞快的从通道之中赶过来,三个高手想都不想的冲了出来。 如果是高手强突,这是最正确的应对方法。 可是,这次并不是有成群结队的高手强突,而是王胜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偷袭。 王胜自己并没有引发超级妖兽的敌势,更没有激怒超级妖兽,超级妖兽一直是保持着正常在冰面上修行的状态。 可是,三个下家的高手杀气腾腾的冲出来,自身的气息却立刻引发了超级妖兽的敌势。 吼!一声狂暴的吼声冲天响起,铺天盖地的强悍气息直接冲着三个下家高手镇压了下来,三个警戒的高手猝不及防,立刻守当其冲承受了超级妖兽的狂暴气息。 刹那间,三个高手冲出来的身形一致,王胜的重鞠弩已经不紧不慢的发射了出去,正对着第一个冲出来的高手。 能负责警戒的,绝对是下家这批高手当中的佼佼者,要是平常,他们随时警戒的情形之下,王胜的重鞠弩说不定还会失手。 可是,现在被超级妖兽的气息猛的一阵压,心神大乱的同时,哪里还能抵挡王胜的重鞠弩? 重剑瞬间便射中了目标。 中剑的高手身形一顿,轰,重剑上带着的阵法立刻爆炸开来,将中剑的高手胸口轰开一个透明的窟窿。 就在重剑爆炸的瞬间,王胜布置好的几个方向上的黑火药也已经轰然乍响。 轰轰轰,连接的几声,下家不知道耗费了多长时间才搭好的双层冰屋,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巨大的爆炸盾时间让超级妖兽越发的愤怒,整个身体狂暴的冲到了阵法边缘。 要不是被阵法牢牢的束缚着,估计都要冲到这边来了。 那恐怖的气息,更是如同朝勇一般的施加在这个方向的所有人身上。 一个大箱子,这个时候已经再次安置在通道口上,细微闪烁的火光表明了这是王胜点燃的另一根引线。 第1318章 报复 4 那些还没有冲出通道的高手,被如此巨大的爆炸声一炸,紧接着又是一股冲天的狂暴气息,动作全都是奇奇的停顿了一下。 超级妖兽的气息,这些高手实在是太熟悉了。 距离这么近,下家自己人偶尔不小心也会冒犯到,都会激怒超级妖兽,一察觉到这股狂暴气息,地下通道内的下家高手就知道,这一定是那头超级妖兽愤怒了。 好消息是,现在大家人都在数十丈深的地下,隔着厚厚的冰层和土地,超级妖兽的气息再厉害,对他们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只是稍稍的让人感觉有些恐惧。 但也仅此而已,大家都相信千绝地里面的阵法,能够将超级妖兽牢牢的束缚住。 只要不冲出去,就不会被压制的厉害。 可坏消息是,上面已经发了警讯,说不定就是王胜已经赶过来大开杀戒。 刚刚的一声巨响,肯定是大动静,如果他们不冲出去,说不定就会被困死在这地下通道中。 双层冰屋的炸毁,在下面来说,只是很大的声音,其他的动静并不大。 但是,没等他们冲到外面,通道口的冰层那边,就猛地再次传来了一声巨响。 轰,同样是剧烈的爆炸,但这一次,爆炸不是发生在外面,而是在通道内。 距离的爆炸波将整个地下通道都震得轰然作响,有些地方甚至还摇晃了几下。 这动静,绝对比在外面爆炸要强悍得太多。 爆炸声过后,一阵清晰的碎裂的东西滑落已经大片的冰块坍塌的声音传到了整条通道之内。 这里的所有高手都放下了在外面爵士高手的架子,亲自参与了挖掘,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所以,一听到声音,他们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冰屋下的通道,被刚刚的爆炸炸塌了。 如果大家不想被闷在这条地下通道里面活生生的困死饿死的话,恐怕大家拼死也得打通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 而且速度不能太慢,因为通道之内的新鲜空气毕竟是有限的。 尽管这个世界的人们并没有氧气的概念,但也知道,被闷在下面,会被活活闷死的。 就在众人刚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冲在最前方马上就要赶到通道口的高手眼前一阵刺目的光亮,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王胜已经扔进通道里的一大团进游的皮毛正在急速的燃烧。 皮毛进过易燃的油料,所以能够飞速的燃烧。 在黑乎乎的只靠着火把照亮的地下,这团皮毛燃烧的光芒足够刺眼了。 只是燃烧,并没有爆炸,这让下面的下家高手们放松了一些。 这边燃烧得很剧烈,亮度也高。 足够他们把这边观察得仔细一些。 几个人冲过来,固步的其他,急忙看着斜向上的通道到底被掩埋了多少。 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王胜故意的。 通道内的新鲜空气本来就有限,王胜的这团进游皮毛燃烧,又能够消耗许多。 这可比每个人呼吸的消耗要多得多了,而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同样也是致命的毒药。 一个对八十六个高手,王胜可没那么傻。 既然有这么好的环境,不利用一下简直就是犯罪。 不过,在此之前,王胜还得先解决掉上面的警卫。 已经有一个警卫被干掉了,另外两个,被超级妖兽的威压加上刚刚剧烈的爆炸炸的晕头转向。 王胜为了先堵住通道出入口没有先对付他们两个,现在他们两个已经恢复了过来,一左一右,顶着超级妖兽的压力冲着王胜攻击了过来。 六字绝就足够王胜轻松的叮嘱超级妖兽的威压,和大雪玩了那么长时间,再加上出海见过了那么多强悍的妖兽,连十四重镜的妖兽都见过,千绝帝这里的这些超级妖兽根本就不在话下。 何况,王胜的元魂,可是吞噬了一条十四重镜的超级抹香精的,天生就带着超高级的骄傲。 超级妖兽哪怕倾尽全力,也不可能影响到王胜。 完全不受影响的王胜,对上两个被压制而且被爆炸有一定伤害的传奇高手会有什么结局,根本就不会有意外。 两分钟之后,两个下家的传奇高手,瞪着两双死于一般的眼睛,带着无法置信的目光,躺在了地上停止了呼吸, 到死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不敢相信王胜一个人就轻松的赤手空拳干掉了他们两个,死不瞑目。 超级妖兽的愤怒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他很快就发现,再没有惹他发怒的气息存在了。 除了原先冰屋的地方炸出一个大坑之海偶尔冒一些黑烟之外,其他地方什么活物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很亲近没有威胁的小家伙在走来走去,完全不会影响到他的任何生活。 下家的冰屋,似乎就这么突兀的从千诀地里消失了。 不过,王胜还是能够敏锐的察觉到,下方数十丈的地方,正有一大批的高手在汇聚。 汇聚的地点,当然是在通道的附近。 他们想要上来,或者打通通气孔,这里是最简单的地方。 虽然已经被王胜炸塌,但毕竟有基础,说不定能够简单挖开。 不过,下家就是下家,大家族做事,怎么也要稳妥为先。 只是一个出口,当然很危险,一旦被如现在这般毁掉,所有人都会葬身于此。 下家办事,又怎么可能这么孤注一掷。 这个地下通道不只是一个出口,角兔尚有三窟,何况下家在这里经营了一年多。 除了这个通道口之外,王胜还发现,另外两批人,已经开始往两个方向上聚集。 那是另外的两个备用出口,根本就没有直接挖通,而是挖到了冰面之下并不是很厚的地方,只要稍微用点功夫就能轻松挖开。 距离冰屋这边,足有两里之遥。 要不是王胜敏锐的听觉和战斗意识小人的加成,一路跟着找到这两个出口,王胜根本不可能发现这边的布置。 两个出口相距并不远,距离超级妖兽也差不多有无理的距离。 感受着冰层下的那些高手的动作,王胜不动声色,口中发出了几个十分轻微的音节,没一会功夫,这边就已经布满了白色的妖兽。 第1319章 报复 5 冰雪世界当中生存的妖兽,全都是白色的。 巨熊是如此,血蜀是如此,血狐也是如此,甚至连大雪都是如此,纯白色。 保护色的道理 王胜很清楚 白色在这个冰天雪地中,能够保护自己不被猎手发现,必要的时候还能保护自己不被猎物发现,这纯粹是大自然的选择,自然之道。 两个出口距离差不多500米左右,每一个出口的位置,都有一群血鼠血狐,大家伙也有,一边是一头巨熊,另一边是一头巨虎,都是那种身形好几丈高,张开嘴就比人高的主。 妖兽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每一个出口这边都有差不多30多头,全都比下面那些下家高手多。 至于实力,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同等境界下,绝对是妖兽的实力要强于人类。 别看有些血鼠身体并不大,可是动起手来,在雪地里来去无踪的偷袭,没有王胜这样的本事,一只血鼠十个高手也能被缠的头大。 何况,血鼠可不只是一头。 这些妖兽,哪怕个头最大的巨熊和巨虎,也都是在雪地里行动无声无息的主,悄悄的脸膝埋伏过来,丝毫没有惊动下方的下家高手。 反倒是他们敏锐的听觉已经察觉到了冰雪之下的动静,磨砺了爪牙,正等着大快朵頤呢。 下家的那些高手倒是相当的谨慎,哪怕已经到了洞口附近,还是仔细的听了一番周围的动静之后才开始动手凿开头顶上的尖兵。 他们倒是没敢用气息探查,谁知道附近有没有凶猛的妖兽经过,一旦放出气息探查,就会惊动妖兽,到时候恐怕不美。 预留的尖兵层,大概有两丈多后。 尖兵之上,还有厚厚的一层积雪,足有一丈左右。 对于一堆传奇级别的高手来说,两丈的尖兵完全不是什么无法突破的天欠,又忍这个出口这里,很轻松的就从下网上,掏出来一个斜向上的足够一人出入的大洞。 一个传奇巅峰的高手刚刚探出头来,周围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竖头妖兽顿时间一拥而上。 那高手只手忙脚乱的挡住了三只雪鼠的上下加弓,小腿就被另一头雪狐狠狠一口,直接咬掉了半个腿肚子。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的同时,他也看到了正对面那头小山一般的巨熊。 惨叫声只叫出来半声,就猛的戛然而止,巨熊只是一口,就咬掉了最先出来的高手上半截身体,下半部分都没等倒地,就被一群雪鼠雪狐之类的妖兽撕成了碎片。 洞里的那些高手大惊,没等他们冲出来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支重剑就从洞口外射了进去,紧接着,一口箱子就被扔进了洞口之中。 后面跟着的两个高手直接被重剑穿了个糖葫芦,然后轰然炸开,变成了碎片。 通道里的下加高手更是大害,想都不想的,一群人集中全力,向着洞口反向齐齐的掌力轰了过去。 王胜扔进去的箱子也正好在这个时候爆开,配合着下加高手的攻击,轰,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刚刚才挖好的出口,瞬间爆出一个巨大的口子。 但紧接着,无数的碎冰块雪堆又马上在重力作用下填充了进去,再次将那个洞口封得严严实实。 这还不算,巨熊在王胜的指挥下,二话不说,上前就是几爪子狠狠地拍下。 巨大的身形加上恐怖的力量,分明就是鸭路机一般的效果,刚刚还比较松散的塌陷,被这几下拍下去,立刻坚实得如同三九天动了好几个月的效果。 里面本来还有一段尖兵通道没有它,也被这几下拍得坍塌,将那条后背通道堵得结结实实。 有几个下家高手猝不及防,退得不够快,直接被巨熊这几下,硬生生地给拍进了那一堆尖兵之中,眼看着下方的冰雪当中就透出来一股烟红。 第二个备用通道那边没一会就听到了动静,似乎意识到了不妙,并没有马上打开通道,生怕步入第一个通道的后尘。 三个可以快速出入的通道全都被王胜截断,里面的人顿时间慌了神。 没有看到敌人,不敢完全肯定敌人是不是王胜,但从接连的爆炸判断的话,除了王胜,应该不会有旁人。 带队的长老心中也不知道把京城那个主事长老骂了多少遍了,吃饱了称得要去动王胜。 别家都不动,就你逞能,这下好了,直接招来了人家的报复。 本以为一个多月没来是王胜无计可施,却没想到这才是人家的疲兵之计。 现在好了,这么多高手都被堵在这个黑乎乎的地下通道里面了。 更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们为了对抗黑暗特意点着的火把,正在帮他们把地下通道那本就不多的氧气消耗一空。 也就是通道很长,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足足挖出去至少几十里,一时半会的还不用担心什么。 等到集合起所有人,一检查,带队的长老才发现,已经死了八个,还有三个受了伤。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居然连人都没见到,当真是这辈子参加的战斗当中最憋屈的一次。 下家花费了偌大的代价抢到了一年的先机,本以为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带着高手进来之后才发现,千绝地核心绝不是那么好玩的地方。 光是在路上,就损失了十几个高手,这才算是找到了先祖殿及记载的地方。 可是,先祖殿及记载的也并不是那么详细,就算是有地图,可五百年前的地图简直偏差的让人抓狂。 比例尺根本就不对,知道是那片区域,可是那一片区域放到实际场合至少也是数里方圆,这让他们怎么找? 这几里方圆还是在数十丈的尖兵之下,那就更加让人疯狂了。 要不是都是传奇高手,都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估计他们光面对这个问题就要疯了。 总算是大家看过王胜留下的双层兵屋,看过史家甘家的绝世藏针遗址,知道该怎么往下挖,有样学样的在地下挖出偌大的区域,没想到,就因为京城里的那个笨蛋一个决策错误,现在大家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第1320章 报复 6 大敌当前,埋怨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想办法面对强敌才对。 可问题是,现在王胜把他们能出去的通道全都给堵上了,想要从别的地方挖出去,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连人都出不去,更不用说战斗了。 这情形,说出去都丢不起这个人。 八十多个传奇境界高手,被一个人给堵在地下再也出不去,要多郁闷有多郁闷啊。 怎么办? 几个领头的聚在一起想办法,怎么对付王胜? 此刻的王胜,却正在仔细地检查着不久之前才在冰屋那边干掉的三个负责境界的高手尸体。 第一个高手是他重拘弩一箭射死的,不足为奇,可是第二个第三个,面对面战斗的时候,王胜明显地感觉到了两个传奇境界的高手实力貌似并没有发挥出来。 开始王胜还以为是两个高手是被超级妖兽的气息压制才导致的,可是堵住了第二个出口之后,王胜就意识到有点不太对。 下家人已经来了这里一年半多了,要真是超级妖兽压制的话,怎么也该习惯了吧? 王胜自己都能再经历多次之后习惯,别人为什么不可以? 王胜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得出了结论,超级妖兽压制有一部分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对方实力下降那么多,另有根由。 出于狙击手的谨慎,王胜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三人的尸体。 三具尸体上,腿部都有些发青,王胜以为是低温所致,可很快就意识到不对。 仔细检查,三具尸体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皮下充血的情形,集中在毛囊周围。 再仔细看尸体的牙龈,可以发现很明显的出血和萎缩的情形,这下王胜心里有了数。 就算是没有超级妖兽的气息压制,里面这些下家的高手实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王胜,没人知道这些家伙其实都是得了病。 估计他们只会觉得是这些高手长期待在千绝地核心内圈之中,被狂暴的灵气影响,外加久居地下不见天日的缘故,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实力下降是因为身体疾病原因。 也许因为没有参照的缘故,下家的这些高手并不觉得他们实力不如以前吧? 最多就是以为被千绝地核心内圈的灵气影响了发挥,别说下家,其他家的高手,想必也都是这么以为的。 一群可怜虫。 王胜脸上带着微笑,口中却叹着气摇了摇头,得了坏血病都不知道,无知真可怜。 坏血病,在大航海时代的海员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经常会得的恶性疾病。 根本原因是维生素C缺乏。 八十多个高手要在千绝地里面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又不太方便来回的补给,那么所有的生活需要的物资肯定是一次性带足的。 蔬菜水果中倒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但是和肉类相比,太占体积了,所以,下家的高手们肯定是带了足够多的肉类当做食物,却没有带很多的蔬菜水果。 就算是带了,也肯定数量不均衡,前期吃完之后,后期就没有了。 很长一段时间缺乏维生素C的摄入,不得白血病才怪了。 也就是他们平均修为高,有灵气滋养才不至于让身体衰败的太快,但一年半多的时间,也足够坏血病慢慢侵蚀他们的身体了。 牙银出血萎缩,毛囊充血,这些都是坏血病的典型症状。 上次使家干家的人困在里面一年多,虚弱的都快要死了,也是因为被王胜接济了一批物资才算是挺过来。 不过王胜一向有带蔬菜水果的习惯。 可他并没有把这个习惯交给别人。 也就是说,上次使家干家的高手除了减压病之外,其实还有很严重的坏血病,只是王胜留了一手没说而已。 现在看起来,下家就已经栽在这从来没听说过的不起眼的病症上了,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没办法,这个世界里海洋太凶险,又有几个人能有机会出海。 也就是说,下家的这些家伙都已经患了病,整体实力已经计题下降了至少两到三成。 既然是这样,王胜何必非要用这种闷罐手法,将他们闷死在地下呢? 长盛公,有本事我们一对一战一场,这样堵着门算是什么? 就在王胜刚刚确认了这一点之后,王胜呼的听到了下家高手的叫阵。 刚听到声音的时候,王胜一愣,没意识到下家这些高手当中,还有人能透过厚厚的冰层这么清晰的把声音传到自己耳中。 可是没击下之后,王胜就意识到了,这并不是那些高手修为高,而是他们真的在这里做了许多准备。 王胜本打算是把这些家伙们闷在地下活活闷死的,但这声音却提醒了王胜,下家挖了这么长的通道,肯定是在各个方向都流了通风孔的。 这些声音,就是通过附近的某个不起眼的通风孔传出来的。 想想也对,既然打算在这里做持久战的打算,这些方面又怎么可能不准备周全? 就算是再怎么不知道氧气的存在,可并不妨碍下家在通道的几个地方都打了通风孔。 不粗的通风孔几时丈长,稍微拐几个弯,就没有妖兽能够从通风孔探查到人类的气息,超级妖兽也不能。 也就是说,王胜想要把下家的高手们全都闷在地下闷死的方法,已经不太可行。 除非王胜能够找到所有的通风孔,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不能奏效,王胜立刻就换了方法。 尽管就这么把他们困住依旧可以达到目的,但显然效率太低。 既然对方叫阵,要一对一的决战,王胜马上从善如流,给了他们机会。 从你们剩下的那个备用通道出来,我给你们单挑的机会。 王胜也不用特别的手法,直接冲着声音传出的方向叫道。 王胜相信,对方一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的。 果然,没过片刻,那边就又传出了声音,长盛功够爽快,我们这就大战一场。 轰,也不知道是多少人集合起来出手,第二个备用出入口附近,无数的冰雪飞起,然后瞬间露出了一个大洞。 洞口一出现,刷刷刷,至少冲出来十几道人影,飞速地抢占了四方,生怕这个出口也被堵住。 第1321章 报复,7 想象中的突然袭击并没有出现,十几个人相当从容地抢占到了有力的位置。 一群高手从通道当中冲出来列队之后,才看到了周围的情形,然后一群人全都待在原地。 在他们的周围,静静地矗立着一大群的白色妖兽。 大的小的都有,按照大小个整齐地排列着,中间最大的巨熊比他们见过的任何妖兽都要大,边缘区域最小的学术只有人的小腿长。 所有的妖兽都是静静地蹲坐着,形成一个半圆形,正好面对着所有冲出来的下家高手。 这情景实在是太怪异了,怪异地让人觉得恐怖。 下家高手们一路上可是见识过千诀的核心内圈的恐怖妖兽的,其中有不少人就死在这些妖兽爪牙利口之下,这么恐怖的妖兽,怎么可能这样听话,就如同驯服的家畜一般。 不过,如果对面是王胜的话,那就一切都有可能了。 千诀地里面的超级青道夫十人以大军不也乖乖的听从王胜指挥吗? 那王胜能指挥动千诀地核心的妖兽,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问题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大家肯定是当热闹看的。 能控制妖兽的绝对是稀罕的把戏啊。 可如果控制妖兽的人现在是敌人的话,那可就一点都不好玩了,能让人彻底无语到想把京城里坏事的那家伙一口一口的咬死。 最后出来的才是夏家在千诀地里的领队主是,看到眼前的情形,这位夏家排名前三的长老忍不住一阵苦笑。 这阵仗,恐怕就只能单打独斗了,想要靠着人多欺负王胜一个人,那是绝不可能了。 长盛公,何至于此啊? 夏家这位长老叫夏飞红,他没有和王胜面对面交流过,但是却见过王胜。 此刻站出来,满脸的苦涩,冲着王胜公手道,我夏家京城里有人办了蠢事,老夫愿意奉上他全家的脑袋,补偿长盛公,还请长盛公高抬跪手,夏家上下,感激不尽。 夏飞红的语气中,已经带上了丝丝的哀求。 如果只是王胜一个人,而且让他们出来了,那肯定是另当别论。 可现在周围上百头妖兽将他们包围,还有一个更要命的王胜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也知道你们家族有人办了蠢事。 王胜懒洋洋的声音不带丝毫的感情,冲着对面的夏飞红说道,换成是你夏家,你们会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 夏家就是在不堪,也是八大家族之一。 大家族的尊严不容冒犯,有人敢这么针对夏家子弟,那么等待他的除了被追杀到死的结局,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当然,如果对手同样也是大家族的话例外。 长盛公,我们愿意高价赔偿。 夏飞红知道王胜从来都是死要钱,如果能用金币解决的话,他愿意倾家荡产来解决这件事情。 抱着万一的希望,夏飞红说出了这句话。 还能说什么?六家人急匆匆的在京城外想干什么谁不明白。 也就是事到临头王胜一句话让几家人放弃了原本的打算而已。 从夏飞红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现在王胜追到千绝地里面的报复行动的话,就算是夏飞红当时在场,恐怕也要做出同样的决定。 屁股决定脑子,立场决定行动,千古不变的道理。 为了夏家的利益,就必然要扫清可能对夏家有威胁的对手。 只是这次失手了,谁也没想到王胜能在一个传奇巅峰高手的手下活下来不说,还一拳轰死了对方。 这些妖兽,不会一拥而上吧? 夏飞红看了看半包围着自己人的那些妖兽,忍不住冲着王胜问道。 你们不是要一对一吗? 王胜冷笑了起来,冲着夏飞红说道,只要你们不是一拥而上,那他们也不会一拥而上。 眼看着王胜已经指挥着妖兽退后,流出一片空长地,自己已经站在那边等着夏家出人,夏飞红只能长叹一声,摆头让身边一个高手出去。 王胜说只要一对一那些妖兽就不会一拥而上,现在大家不信也得信了。 不过,谁都心里有数,一旦王胜落败,恐怕他不一定会遵守一对一的承诺。 只是,谁都这么想,可是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让这些妖兽一拥而上的话,其实还不如他们都藏在地下通道里面安全的多。 现在夏飞红的打算,就是靠自己这边的爵士高手硬押住王胜,能升琴是最好的。 否则就只能格杀,然后大家快速冲回通道之内抵御这些妖兽了。 反正只要王胜一死,能撑住一段时间,这些妖兽自然也就散了。 只是,想法很好,可当真面对现实的时候,现实还是狠狠地甩了夏飞红和所有夏家人一个狠狠的耳光。 连着一个小时,王胜的对手已经换了二十个,可王胜依旧还是那么的活蹦乱跳。 但王胜的二十个对手,却已经一个个命葬当场,所有人加起来都算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在王胜的手下撑过五分钟的。 这怎么可能? 夏飞红看着眼前的情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几个传奇巅峰高手,在千绝地核心内圈之中待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按道理修为应该已经再次精进许多,比在外面厉害许多了,可居然挡不住王胜五分钟的攻击。 王胜用了什么神兵利器?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一把黑乎乎的奇形怪状的小刀,而且小刀从来没有和对手的兵器接触过,唯一接触的就是对手的血肉。 那是什么招式,竟然凌厉如斯。 一时间,所有夏佳人全都被吓住了,难道他们这些传奇高手,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吗? 第1322章 报复 8 哪怕夏佳的高手不用兵器,试图直接和王胜灵器对轰的时候,王胜也不逃避,总是凶狠的赢上去。 但是,那种灵器对轰夏佳的高手死得更快。 不光是夏飞鸿傻了眼,所有的夏佳高手全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20个高手,绝对是他们这一趟之中最厉害的20个高手了。 平常切磋比试的时候,剩下的这么多人,没人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在王胜手下,连几分钟都撑不下来。 这可不是王胜以一代劳和他们谋,分明是他们以多七少车轮战啊。 王胜甚至连一次休息都没有,每次都是在杀了他们的同伴,确定他们死亡之后,冷冷的冲着他们这边喊一声,下一个。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以为王胜是运气,是侥幸,可是,当20个高手接二连三的躺在地上,周围这片雪地已经彻底变成了血红色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杀星。 可是,为什么? 王胜的修为境界,上次夏飞鸿见到的时候不过是七重镜,就算是修为提升得很快,现在是八重镜了,再给他天才一下,已经进入传奇境界了,可凭什么刚刚进入传奇境界就能和传奇巅峰高手面对面对轰灵器而不落下风? 尽管一大堆的不解,可是,夏家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一个接一个的派高手去送死。 夏飞鸿知道,现在的状况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人海战术,车轮战耗死王胜,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从以往和王胜打交道的过往经验看,王胜还算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真的只是一个人面对所有人,并没有食言,没有动用那么多的妖兽。 夏飞鸿也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予在王胜手信用上了,尽管换成他自己,在生死刹那的时候会不会继续言而有信恐怕他自己都不敢保证,可问题是,现在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左右的了。 想要擒住王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刻,夏飞鸿心中再次涌起了绝望,然后心中又一次诅咒了一遍京城的那个长老。 别家都不动手了,你也就是收手不救完了。 大家都半途而废,也不丢人哪。 何苦要招惹这个煞星? 不过,转眼间夏飞鸿就心气平了。 自己这里不好过,难道那个京城的家伙就好过了? 孟之房的那个丫头是那么好对付的。 动不动几亿金币悬赏出去,恐怕整个京城的夏佳人连带夏国国内的许多人,都会恨死他了。 现在,夏飞鸿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持着夏佳的尊严,一个一个的派自己手下的高手去和王胜战斗,期待着王胜被车轮战熬死,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一个高手上去了,又一个高手上去了,夏佳的人已经麻木了。 上去一个死一个,就没有例外,仅有的区别就是坚持的时间长短。 可是,随着前面那些修为最高的人慢慢死去,上去和王胜战斗的人坚持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 转眼又是一个小时,可是夏佳这边已经死了四十多人,站着的人已经只有三十二三个。 王胜依旧还是笔直的站着,挺胸抬头,十分的有精气神。 目光平静,语气平静,冷冷地说出下一个,手中的短笔手上不停地往下滴落血迹。 这一副景象,看在夏佳人眼中,已经不是普通的惊骇可以形容了。 这就是一个煞神,夏佳怎么就天真的以为可以轻易地对付他的? 要是一拥而上,也许有机会,可是,周围那上摆头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妖兽绝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一旦他们动手,绝对死无葬身之地。 夏飞鸿已经绝望了,他都已经不敢奢望王胜能够累死,唯一的期待就是有人能击败王胜,然后给大家争取到一线生机。 哪怕放弃这个已经经营了一年多的营地也在所不息了。 只要人还在,回去修养好,还能卷土重来。 要是人都没有了,这一年多可就白干了。 每一个下家的高手此刻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现在已经不是按照修为高低顺序出战了,而是按照站位的顺序,轮到谁就是谁,谁也躲不过。 大家都是传奇高手,都有自己的骄傲,也全都是经历了湿山血海才有了现在的修为境界,战斗不怕,死也不怕,可是这种轮流排着队上去送死,却始终无法将对方如何的无奈感,真的是让这些传奇高手们绝望。 那是一种忽然之间对于自己以往所学的彻底颠覆,完全不敢相信以前学到的东西,因为在王胜的面前,不管他们如何的努力,都只能无可奈何的承认,他们不是王胜的对手,无论是招式还是灵气,全都甘拜下风。 这股绝望,深深的影响了下家的所有人,但让王胜很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退缩,全都静静的排着队,轮流上前送死。 也许他们知道肯定跑不了,所以想要维持最后的尊严吧。 又是一个小时,这次夏飞鸿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其他人全都躺在了血泊之中。 就连最后一个下属,也开始慢慢的上前,一脸慷慨赴死的表情,没有绝望的大叫,只是冲着王胜飞扑过去,手中的长刀高高举起,狠狠的砍下。 夏飞鸿已经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下属的下场是什么。 果然,当他听到嗤嗤一阵喷血的声音的时候,王胜已经站在那边冷冷的看着他了。 至于刚刚的那个下属,脖子里喷着血液,正在缓缓的栽倒。 为什么会这样? 夏飞鸿到现在为止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呼得冲着王胜问道,公爷,还请在临死之前让我死个明白。 公爷你不可能一个人能够车轮战八十个传奇高手的实力。 让你死个明白。 王胜这次没有拒绝,而是直接给夏飞鸿解释起来,你们之所以落败,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生活和外面不一样,所以生了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疾病。 你们以为自己很正常,实际上这种病会让你们的巅峰实力下降至少三成。 你们能坚持到现在没死,是因为你们修为惊人,否则早已经死了。 第1323章 报复 9 你是说,我们因为在这里太久,所以身体得了病,实力下降了三成。 夏飞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冲着王胜再次确认了一遍。 没错。 王胜很平静的点了点头,仿佛刚刚那几十人并不是他杀的,至少实力下降三成,否则我不可能一个人能杀你们这么多的。 原来是因为大家都得了病实力下降,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了。 如果是真正的传奇巅峰高手,王胜绝不可能是对手。 刚刚王胜也承认了。 现在夏飞鸿的感觉已经好多了,虽然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可是知道自己这一群人并不是技不如人,更不是这么多人窝囊到连一个人都打不过,心情还是好过许多。 你们能一直坚持一对一直到最后,我也很佩服。 王胜对此刻的夏飞鸿还是稍稍有点好感的,但还不至于到让他放过夏飞鸿的地步,你有什么遗言交代,我可以替你带回去。 多谢公爷。 夏飞鸿脸上总算是带上了一些笑容,然后冲王胜恳求道,公爷可否给老夫片刻时间,老夫想写一封信。 王胜没有再说话,只是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夏飞鸿也不作作,直接就拉过两具夏蜀的尸体,垫在一起当成桌子,拿出一块兽皮,当场写起来。 至于王胜,也没有闲着,一个呼哨之后,一群学蜀就冲了上去,在满地的尸体当中搜寻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一大堆的纳戒就送到了王胜的手上。 此外,那些高手们使用的武器,也都被堆到了王胜的身边不远处。 夏飞鸿看到了这一切,却什么都没说。 连命都没有了,还惦记那些东西做什么。 他手下飞快,没一会的功夫,一封信就已经写完。 写完之后,也不怕王胜看,就那么轻松的一卷,交给了王胜。 公爷,请赐教。 似乎放下了所有的心事,夏飞鸿再没有什么牵挂,也恢复了他身为传奇高手的骄傲,一把抽出长剑,冲着王胜摆了一个架势。 就算是死,也要如同自己那些下属一般,和敌人在面对面的战斗中死去。 请。 王胜也没有矫情,拿着虎牙军刀,冲着夏飞鸿招呼道。 两条人影刹那间冲到了一起,然后猛的分开,紧接着又冲击到了一起,又分开。 连续几次之后,两条人影终于不动了。 好一会之后,一条人影双膝一软,跪倒在雪地中。 公爷,就算是我没有生病,恐怕也不是公爷你的对手。 软倒的夏飞鸿终于彻底的服了,满口的鲜血,手捂着的泪下也是同样狂涌着鲜血,挣扎着说出这一句,再也支撑不住,猛的向前扑倒。 夏家在千绝地的所有力量,至此,被王胜连根拔起,再没有剩下一个。 呼。 王胜长出了一口气,看着满地的尸体,摇了摇头。 再次的打了个呼哨之后,所有的妖兽一拥而上,要么挤头分享一具尸体,要么一头吃一具,反正地上的尸体就没有留下的,片刻之后全都葬身妖兽腹中。 夏飞鸿的绝笔信王胜匆匣扫了一遍,没多写什么,就是写了营地遭到了王胜一个人的袭击,所有人因为得了不知名的疾病,和王胜一对一的战斗中全军静默。 只是陈述事实,没有抱怨,更没有让人为他们报仇什么的话语,估计是怕王胜看了以后不帮忙。 收起这封绝笔信,王胜又一次打了个呼哨,指挥着一群血鼠血狐,冲进了地下通道之中。 巨熊巨虎则留在外面守着。 夏家在这里挖了整整一年半多的时间,怎么也应该有点收获吧? 王胜就是打算进去看看,到底夏家发现了什么。 从这条备用的通道进去,一路向下几十丈之后,经过了冰层,但并没有进入地下,而是在地面和冰层的交界处,夏家开始横向挖掘。 看着一路的景象,貌似夏家比当年史家干家好像要聪明一点,不是在地面之下挖掘,可一路上王胜都在不住的摇头。 果然都是一路货色,即便只是在地面挖掘,也根本就无法准确判断具体的位置,只能靠着运气在大范围之内挖掘,想要找到自己的目标,真的是难上加难。 也许仙祖留下的图字以为画得很详细,但一旦把几百里方圆浓缩在小小的不到三尺方圆的地图中,随便一个圈一个点都是数里方圆的范围,加上原先的地貌已经彻底的变成了尖兵覆盖,地面上除了阵法的位置之外,再没有其他能定位的标志,就算是当年画图的仙祖,恐怕这时候来到这里,也找不到当年自己亲手标注的位置。 地下通道内一片漆黑,王胜并没有点燃火把,而是用单兵作战终端的电筒照亮,一路沿着通道走了进去。 往前走了很长的一段,王胜估计都有差不多接近十里的距离了。 从方向上看,弯弯曲曲的通道应该已经快要到束缚那头超级妖兽的阵法附近了,忽然之间,王胜看到了一间屋子。 确切的说,应该是一间并不是狠起眼的小茅屋,屋顶的大部分还冻在尖兵之中,但屋子内部已经被掏出来清理过了。 王胜在里面看了看,一间普通的房间,应该是农户的房间,里面还有几件农具。 这是什么人建造的? 沿着通道继续走,前方貌似就开阔起来。 没走多远,王胜就发现,这里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小村落,现在却全部都被埋在冰雪之下。 下家的高手在挖掘的过程中,找到了这个小村落,一点一点的把村落整个的挖了出来。 这算什么? 难道什么好东西会藏在一个村落之中吗? 王胜摇了摇头,想来下家应该是想要从这个村落继续定位更大的目标。 小村最多是当年邻家地盘内的一个附属村落,真正的邻家庄园或者城市。 应该在不远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哪个方向。 貌似村落外面应该有路,也许沿着路挖掘能够挖到要寻找的方向也说不定。 王胜仔细的在这片区域找了找,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留下的路的痕迹。 下家也恰好沿着路挖了一条通道,看来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1324章 报复 10 仔细感应了一下,这条通道内已经没有人类气息,而且前面早已经冲进去的学术并没有发出警告的信息。 王胜放心大胆地沿着这条路,一路往前方走去。 路很长,周围貌似没什么东西。 下家人估计没打算凿开周围看看路边有什么,只是沿着一条不怎么宽的小路一路凿过去。 王胜沿着路往前走了一段,就意识到有点不对。 拿着当年老道给自己专门定做的锤子凿子,叮叮当当的在通道的两边开始凿,没多久的功夫,就携叉里凿出来一丈有余。 果然不出王胜所料,这条路两边,分明就是一片农田。 外部的远走越细,痕迹也越来越像是田笼上踩出来的小径,原来是通往农田的路。 当年种的粮食长得有半人高,现在已经全都被冰冻在寒冰之中。 这显然不可能是通往邻家庄园或者城市的路,王胜就没打算继续往前。 只是控制着几头血鼠飞速往通道中探查了一番,没过多久,血鼠就反了回来,前面没路了。 稍稍一计算时间,前面大概有两百多米的通道,下家高手估计也是发现了这条路不通,所以放弃了。 返回那个小村落,王胜沿着另一条通道往前。 这条通道不是道路,从方向上看,应该是从冰屋那边的挖掘通道通过来的。 果不其然,往前走了几百步,王胜就看到了垮他的一片通道。 通道的另一头还通着,王胜索性往前走了一段。 这边就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没有方向性了,估计是那些高手们胡乱碰运气挖掘的。 能找到那个村落,也是下家高手们走了狗屎运,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只是在地面上挖掘,而不是深入的下有关,至少这一点上,比史家干家要多点运气。 沿着这条主要的通道,王胜陆续在几条分支通道当中探查了一番,整整耗费了王胜接近一天的时间。 可惜这个方向上的通道最长,足足有几十里,通向了多个方向,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实质性内容。 光是这条通道加上那个小村子,想要全挖出来,恐怕下家这几十个高手就得耗费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如果要算上之前的选址建造兵屋布置警戒的时间,恐怕又得小半年。 更别说挖出来的兵不可能就地存放,只能运送到外面去,来回运输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也就得一年多的时间了。 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最开始的高昂热情的。 几个月甚至一年下来毫无所获,传奇高手也会烦躁。 何况他们还得了坏血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慢很正常。 下家的人到底在找什么? 王胜想了想,回到村子当中,在一间屋子里,把下家人身上得到的那戒全部都整理了一遍。 没用多长时间,王胜就找到了一张图。 看着这张差不多三尺方圆的兽皮,王胜一阵的无语,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一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所谓的藏宝图,一个个好像是阵法的标记,最后一个明显的藏宝地点用红色的颜料可能是血标记出来,可是却是一个比王胜手指还粗的大圆圈。 这个圆圈,放在现实当中,绝对超过二十里方圆了。 这是藏宝图。 捉迷藏的藏吧。 就靠这个圈,想在这片区域找到想找的东西,做梦呢。 只有这么一张图,具体这图上是什么,王胜没有找到说明。 想想也是,下家祖传点击记录的东西,怎么可能随便让出来寻找的高手带着,只要这张图就足够了。 下飞红肯定知道是要找什么,但他也没机会更不可能会说出来。 就连这张图,都是后来复制的,并不是原版。 在村子里其他几个方向都有通道,都是沿着道路的痕迹开凿出来的。 王胜继续沿着其他几个方向上走了一段路,都是或长或短的半途而废的。 或者不能说是半途而废,好容易找到了线索,正打算沿着几条路挖掘下去,结果王胜杀上门来,断绝了所有人的念想。 可以说,下家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当中,除了发现了这个村子之外,再没有找到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 八十多个传奇境界高手,活活的在地下当了整整一年多的地老鼠,为此还染上了坏血病,就只给他们争取到了这么点先机。 也许挖到村子的时候,他们是极其兴奋的,发现有个村子,可以沿着路去找到真正的目标。 可惜,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深染重疾了。 就算是王胜不来,最多再有半年多一年的时间,不用王胜动手,这些人也会死。 这还是建立在他们是传奇高手,修为身后,靠着强悍的修为能够抵挡一部分疾病侵袭的情况下。 要是普通人,最多两个月估计就得死瞧瞧。 也许他们中途会有机会出去,外面派人来轮换,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也许。 从下家挖掘的通道中出来,王胜心中一声无声的感慨。 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在这里付出性命,真的值得吗? 当年邻家的东西,除了爵士藏针里面的那些典籍和财宝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八大家族五百年后还要如此的苦苦搜寻挖掘? 王胜不知道答案,但王胜却知道,不管他们想要挖掘什么,王胜总会帮他们这个忙的。 就是不知道他们到时候真正面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夏飞鸿既然写了绝笔信,王胜也没打算瞒下。 对付夏家这是王胜的报复,报复行动怎么能不让主家知道自己到底做了怎么样的蠢事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半个月之后,夏家在千绝地的营地如临大敌。 被山月之地袭击之后又重新建起来的营地被石人以大军团团围住,里面所有人的都差点崩溃。 谁不知道王胜和夏家的恩怨。 石人以大军围困夏家营地,还能留下活口吗? 让人惊喜的是,王胜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现身在夏家营地门口。 众目睽睽之下,王胜拿出一卷兽皮,放在了夏家营地门口,然后带着石人以大军消失。 战战兢兢的夏家主氏亲自出门拿到了那个兽皮卷,打开一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当场晕倒在地。 第1325章 新问题怎么解决? 下家营地里的高手大害,一群人七手八脚的赶紧将主氏给抬回去,有人很聪明的从主氏手上拿到了那个兽皮卷,看过之后,如遭雷击,呆立在原地洞都没法动一下了。 这居然是夏飞鸿长老的绝笔信,夏长老可是传奇巅峰的高手,带领着夏家上百传奇高手,进了千绝地核心的。 这事情夏家营地里的高手多少都知道,他们在这里修行提升着,就是等着有朝一日进去增援夏飞鸿长老的。 可是,夏飞鸿长老的绝笔信就被送了回来,不光如此,夏家所有在千绝地核心之内的高手,全都被王胜一个人尽数击杀,这,这怎么可能? 除了在探查千绝地核心的路上损失的十四名传奇高手之外,剩下的八十六个夏家传奇高手,竟然被王胜一个人给杀了。 整个夏家营地,没多久就陷入了一种死迹之中。 现实太残酷,以至于让这些本想着夏家能在千绝地核心里面大展宏图从此成为天下第一家的美好愿望彻底成了泡影,这还不算,损失了这一百个传奇高手,夏家现在连在千绝地里争一争的资格恐怕都没有了。 为什么?为什么王胜要如此凶残? 每个人的心中都想要如此的大喊,可是谁都喊不出来。 因为原因太清楚了,夏家的人在王胜出京的时候动手要杀王胜。 而且是在别家都及时停手的情况下,夏家动手了。 换成是他们自己,恐怕也得这么干,王胜没有把他们这个营地里的人全都干掉,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否则的话,送信需要多少人? 一个,最多两个就足够了吧。 夏家营地的主事,在昏迷了半个时辰之后,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不过,清醒过来的他宁愿自己还是昏迷着,那至少能让他好受一点。 马上给家主送信。 主事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赶紧把那封夏非红的绝笔信送回下国,让家主知道。 这么大的事情,夏家肯定要慎重对待了。 非要说有一件事让夏家人还算是欣慰的话,那就是夏非红临死之前从王胜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他们并非是实力不如人,而是因为在千绝地核心当中时间太久,导致得了一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疾病。 这事情,目前除了王胜,就只有夏家知道,也许,用这个事情,还可以做做文章。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夏非红的绝笔信就通过传信鸟从夏家营地送到了夏国公的手上。 夏国公的反应和营地主事简直一模一样,匆匆看过一遍之后,当场吐血。 夏国的长老众臣们被紧急召唤,到了王公义市。 所有人看过一遍夏非红亲笔书写的绝笔信之后,全都是沉默不已。 是非红的笔迹。 其中一个长老脸色极其的难看,连说话的时候都带着抽搐,上面的暗记也对。 里面的人,恐怕真的已经,另一个长老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两颗泪珠无声的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流泪的可不止是这位长老一个,超过半数的长老,都是如此。 那可是夏家精锐当中的精锐,可以说是一年多之前夏家的大半个家底了。 就这么一朝全都给填了进去,连点声都没有听到就被一锅端了。 而且其中不乏眼前这些长老的亲近家人,全都死在里面,怎能不流泪。 一面之差呀。 夏国公闭着眼睛,长叹一声。 说是长叹,听起来却如同在哭一般。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全都是如丧烤笔的表情。 现在怎么办? 大长老也是满目的悲气,可是他深知,现在悲伤全无意义,重要的是接下来夏国如何处置,那才是真正事关夏国生死存亡的事情。 自从上次在京城外攻击了王胜之后,立真房的那个女魔头直接发了狂,竟然扔了十亿金币悬赏夏国随便哪个高手的人头,按照试驾五倍计算。 只这一下就让夏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现在只要是亮明了身份的夏国高手,除了千绝地和夏国本土,再也不敢在其他地方停留。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多少鸣枪案件的冲他们招呼。 睡觉的时候都得睁着一只眼,否则脑袋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夏国还从来没有如此的窝囊过,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对王胜的算计。 夏国上下就死活想不通,为什么甘家也打过王胜的主意,还派了四十多个高手杀王胜,王胜最后就只收了四亿多金币了事,到了夏国这边,只有一个高手动手,结果换来的就是千绝地和新传奇高手全军静默,外加至少数百夏家高手不明不白的丢了脑袋。 这还仅仅只是王胜这边动手的结果,这么好的机会,那些巴布的灭掉夏家的其他诸侯们又怎么会袖手旁观? 各个地方都或多或少的各种麻烦,夏国现在几乎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夏国原本唯一的念想,就是在千绝地和新区域的收获。 上次夏飞鸿来信才汇报说,找到了一个村子,只要沿着当年的道路挖下去,一定能够挖到他们想要找的地方。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夏飞鸿他们竟然全都被王胜杀了。 天塌了一般啊。 还有比马上就要看到风雨后的彩虹了,却突然间太阳落山什么都看不到更加让人无语的事情吗? 夏家此刻面临的就是如此。 怪谁? 怪京城的主市长老吗? 一等到王胜放出地图之后就马上对王胜动手,这是各家达成的协议,谁能想到王胜一句话就让其他家放弃了呢? 京城主市为了维护夏家的先机维护夏家的利益,下令对王胜出手有错吗? 要说唯一的错处,恐怕就是错估了王胜的修为吧。 长期待在千绝地核心,会得什么病? 终于,大长老又一次开了口,他拿着夏飞鸿的绝笔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关键。 众人都是一正,他们怎么知道? 谁都没去过千绝地核心,就算是去了也不知道啊。 别家应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 大长老立刻意识到,夏家的绝境,貌似有了一个突破口。 第1326章新问题怎么解决,夏? 能做到一家诸侯的长老重臣的,都不是省油灯,瞬间就想到了其中的关键。 夏家已经经历的灾难,恐怕别家一家都不漏,都会经历一遍。 现在就看王胜有没有把消息放出去了。 据说在千绝地核心待的时间长了,快速回到外面的话,因为灵气浓度大幅度降低,会得一种怪病。 一个长老飞快地回答大长老的第一个问题,后来长盛公说,这叫减压病。 这个事情当时并没有多传,但各家还是从史家甘家那边买到了消息。 反正只是一个消息而已,代价不菲,但只要牵涉到千绝地核心的,都值得。 长盛公应该还没有把消息放出去。 这次是夏国公,沉吟着回答道,别家不知道,对长盛公最有利。 那就用这个消息,换各家一段时间不出手。 大长老当机立断,马上做出了决断,在长盛公反应过来之前,马上把事情办成。 长盛公那边呢? 夏国公的目光亮了一下,马上紧接着问道。 他们想知道什么病,就得去请教长盛公。 大长老迟疑了一下,带着点不确定的口吻道,也许能让长盛公大赚一笔,说不定。 说到后来,大长老也是越发的迟疑。 以王胜现在的身家,还能看得上各家的那点金币吗? 这也是他不敢肯定的原因。 只要各家能一段时间不出手,那我们就有机会缓过来。 夏国公不愧是夏国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马上就做出了决断。 面对的压力能少一点就少一点,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做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解决。 那岂不是要告诉各家我们里面出事了? 有长老疑惑的提出来这个问题。 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他们不说,难道王胜不会说吗? 不怕他们知道。 这次大长老却是十分的确定,我们夏家的人在里面死得干干净净,他们每家还能心安。 不能只让我们一家担惊受怕吧。 都是人惊,听到大长老的话立刻瞄懂。 夏家被杀得干干净净,那就意味着里面他们每一家都不得安生。 这般忌惮之下,恐怕心理上也会站在王胜的对立面。 五百年前的林家不也是如此吗? 就因为大家忌惮,所以才联合起来剿灭。 王胜要是犯了众怒,那就不是夏家一家的事情了。 就这么办,马上给各家送信。 夏国公子克也顾不得身上吐血的伤势了,立刻下令道。 片刻之后,十几只蜀鸟从夏国王宫飞起,飞向了各个地方。 夏国议事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等到第二天一早,各国包括天子在内,就已经全都收到了夏国送来的消息。 就这一天早上,天子加上各大诸侯,也不知道惊得摔碎了多少早餐的餐具,全都是在看到了佳吉的夏国送来的消息之后发生的。 一个人,对上夏国八十六个传奇高手,里面还有二十多个传奇巅峰高手,竟然车轮战都打不过王胜一个。 那王胜的修为有多高? 总算是看到后面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夏家那么多高手长期待在千绝地核心里面,得了一种除了王胜谁也不知道的怪病,这才会导致实力急剧下降,才被王胜一个人解决的。 看到这里,众人这才了然。 这时候总算是有人忽然想到了,为什么王胜也好,灵虚老道也好,进了千绝地核心从来不会超过三个月就会出来。 原来超过了这个日子,恐怕那种大家不知道的怪病就会找上门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好阴险的王胜,竟然提都没提过一声,打得竟然是这个主意。 顿时间,各家人都着急起来。 还好,各家派进去的人,现在还只是进去了两个月,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还来得及。 不过,史家人却变成了最着急的,因为他们的高手进去已经超过了八个月,八个月的时间,恐怕那种怪病已经找上里面那些高手了吧。 要是一般人,各方肯定不会相信,可这次,夏国公发了重视,并用这个消息换取各方一年时间对夏国不出手,这其中的分量可想而知。 好奇之下,各方都点了头,然后才得到的准确的消息,绝不可能有假。 夏家要是想要在这种事情上谎点各方,除非夏家是真的不想过了。 八大家族之中,至少有五家在暗中庆幸,庆幸当时在城外没有让自己人动手。 否则的话,夏家千绝地里的人手的下场,恐怕就会陆续的发生在他们的头上。 幸亏啊。 千军一发之际京城的主事没有让那些主事出手,简直是救了家族许多性命啊。 五家的家主都恨不能抱着自家在京城的主事狠狠地亲一口,然后给他大大的奖赏了。 至于史家甘家,似乎对此早已经不奇怪了。 他们是仅有的见过王胜在千绝地核心里面巨大优势的人,在自家还有人在千绝地核心,在自家还有千绝地核心有利益诉求的时候对王胜动手,那不是吃饱了撑的。 那天各家主事在一起商量要对王胜出手,史家甘家口中答应着,可转回头就用高手没来的几道场给搪塞了过去。 现在看来,那是卖了王胜一个天大的面子。 史家的主事正琢磨着,要不要马上到长盛公府拜会一下永宁公主,看看公爷有没有解决那个怪病的办法。 同样的想法,史家有,甘家也有,唐家有,宋家同样也有,就连天子都忍不住想知道。 各家的想法一致,于是又一次出现了之前的情景,各家主事拜会天子之后,然后周管事又带着恭敬的态度,来到了长盛公府,拜见永宁公主。 想知道解决办法。 为而看着周管事,诧异地问道,愿意用高价购买。 没错,公主殿下。 周管事陪着笑回答道,只要公主说个数,他们马上奉上,绝不还价。 算了吧。 为而知道了王胜的消息,心情不错,听到这话也异性阑珊,懒得理会,我答应过,不做这些生意了。 这次我高兴,免费指点了。 第1327章老道来了,上。 为而这话,让周管事心中暗暗高兴了一下。 如此一来,人情就落在天子身上了。 不过周管事现在才想起来,为而貌似和那些人有了协议,只做典荡收放贷的生意,不做平常买买消息了。 公爷不是说了吗? 那些人在千绝地和心里面待的时间太久才会的那种怪病。 为而并没有听王胜说过任何关于坏血病的事情,可这并不妨碍他轻松的给出答案,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啊,只要那些人不要在里面待那么长时间不就行了。 经常出来转转,看起来麻烦一点,总好过得病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来请教,还要花大价钱买。 为而一脸完全不理解的表情,仿佛那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一般反问道,各大家族的主事全都是猪吗? 旁边的强威一脸的赞同,不停的点头,还不忘记给补充一句,不是也差不多了,公爷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周管事忽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就是蠢的像猪的其中一个。 正如魅尔所言,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没人想到,还要特意来问永宁公主呢? 转面间,周管事就呼得明白过来。 他们现在的思维,还是停留在那种有麻烦解决麻烦的地步,从根子上讲,还是想要不当个千绝地和心理念办事,想要找一个能够不当务事又能解决问题的法子。 却没想到,只要一个很简单的措施就能彻底解决。 貌似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如同之前的血盲症,谁又能想到,一条薄纱就能解决问题。 多谢公主指点。 周管事冲着魅尔施礼道谢之后,告辞离开。 一路上都是苦笑,他都不知道回去说了这个法子以后,那些各大诸侯在京的主事会是什么表情。 当然,周管事也十分的期待看到他们一脸错愕的模样,那一定很精彩。 皇宫的议事大殿之中,各家主事和天子还在等着周管事的消息,都已经有点着急了,总算是看到周管事笑吟吟的回来了。 天子远远的看到周管事的表情,心情一松,就知道有办法了。 周管事,结果如何? 天子知道各家主事着急,所以替他们问出了他们最想要知道的问题。 永宁公主说,他不做买卖消息的生意,这是和各大诸侯有过协议的。 周管事第一句话就让众人心中一冷,莫非这是不想要合作不想要给出解决办法的意思? 不过,永宁公主说了,他今天心情好,这个办法,他免费送给大家了。 周管事用欣赏的心情看了一番众人的表情之后,才又不紧不慢地说出了第二句话。 这句话,让各方的主事都尝出了一口气。 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妹儿的确是答应过大家,以后不做除了典当和收放贷之类的生意,那么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是不输于这个类型之中的。 今天妹儿开心,免费告诉他们答案。 可以后再想要从妹儿这里的得到什么办法,恐怕就不太可能了,而且人家还是阵阵有词,旁人谁也不能逼迫。 这都是以前的坑啊。 谁能想到会妨碍到日后的事情。 不过不管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解决眼前的麻烦。 公主很奇怪,说长盛宫已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了。 周管事强行压抑着自己想象的冲动,继续慢条斯理的说道。 到底是什么办法? 邱家的主事姓子吉,已经急切地问了出来。 邱家主事一开口,其他人都是附和着催促起来。 倒是天子,却是听着一愣,已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了。 公主说,既然这种怪病是因为长期待在千绝地核心之中才会得的。 周管事一本正经的回答道,那么不要一直长期待在千绝地核心,经常出来走走,轮换一下不就行了。 公主殿下还说,各家的主事们都是,那啥吗? 不用周管事强说那啥是什么,大家也知道媚儿说的是什么。 一时间,众人全都是一脸的羞愤。 想反驳,可是却说不出口。 因为媚儿说得好像真有那么点道理,既然都说了病因是因为长期待着,那么不长期待着不就行了。 王胜自己都进去最多只待三个月,各方的人怎么就计吃不计打呢? 天子忽然之间想笑,可是也知道这个场合不合适,生生的忍住了。 随即自己也有点反省,貌似这样的事情靠王胜解决几次以后,大家都形成这样的习惯,有问题找王胜买答案,居然都懒得自己动脑子了。 多简单的解决办法。 简单到随便找个小孩子问问恐怕都能得到解决办法。 可偏偏一群自诩足智多谋老奸巨华的家伙们加在一起都没有想到。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都能成为整个天下的笑柄。 天子算是意识到了,这恐怕就是王胜某一次和他聊天说过的惯性思维。 习惯于用某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反倒不会发散性思维了。 没错,就是这个词,发散性思维,当真是有道理啊。 眼前各大家族的主事,就活生生的在天子面前给天子上了一课。 得到了答案,各方主事再也没有脸面在天子这里逗留。 多留下一分,好像就多丢一分的面子,大家都是匆匆的起身告辞,飞快的回到自家的府邸。 驯鸟传书先把解决办法给各大诸侯国送回去,然后各位主事才开始反省,自己最近是不是过得太顺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了。 各家主事一离开,天子回到了御书房之后,这才再也不忍耐,哈哈大笑出声。 为而果然是他的好女儿,不动声色间,就把这些平日里骄横跋扈的家伙们痛骂一番,他们还不能还嘴,果然是痛快呀。 一想到那几家的主事听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种精彩的表情,天子就有一种由衷的开心。 开心之余,天子开始琢磨,下家这一次的损失,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文章? 相信各家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第1328章老道来了,下。 基本上,只要涉及到利益,每家的办事风格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不光是八大家族,皇家也是一样,甚至那些小宗门小家族都是如此。 天子在琢磨如何吃下下家这块可口的蛋糕,其他家也一样。 不过,各家现在关注的重点还不是在下家上面,而是在千绝帝当中。 千绝帝核心里面待久了,会得怪病,不能超过三个月,里面的人就得出来轮换,养上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再进去。 自家人,而且是上百传奇高手的性命,可比下家这么点蛋糕优先级要高。 各方都着急的马上安排新的高手进入千绝帝,加紧在千绝帝的营地当中适应训练上一段时间,然后等着三个月的时间一到,就进去把里面的高手替换出来。 这其中需要安排很多的东西,后勤,物资,甚至进了里面之后的策略,等等,光是这些,一个月的时间恐怕都够强。 史家是最着急的,他们的那批高手已经进去八个月了,身体肯定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必须要马上派人进去把人接出来了。 否则的话,就算是王胜不出手,别家人知道他们得了病实力下降,马上摸到史家那边偷袭怎么办。 可以说,接到消息之后,史家几乎是立刻驯鸟传书,让千绝帝营地里的高手马上就去接应核心区域的人手的。 史家的警惕性绝对是最高的,可是他们还是漏算了一步。 千绝帝营地当中的高手飞速出发,但即便如此,赶到千绝帝核心内圈也需要至少四天的时间。 他们可不是王胜,有雪地摩托可以用,只用半天就能赶到地头。 何况一路上除了和冰雪对抗之外,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的凶猛妖兽。 不光如此,还要小心,传奇巅峰的高手不能释放气息,否则就会引发周围一定区域之内冰封的超级妖兽爆发,总之,麻烦多多。 尽管史家的高手已经算是紧赶慢赶了,可依旧还是迟了一步。 就在他们刚从千绝帝营地出发的时候,千绝帝核心区域里面的除了史家之外的其他六家,已经在京城暗中达成了协议,共同对付史家。 下家也好,史家也好,都比其他家抢占了先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什么,这是让其他各家心中十分不爽的。 如果没有王胜袭击下家营地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大家也不会多想什么,毕竟这先机人家也是花费了大价钱买下来的。 可是,既然知道了下家高手已经被王胜干掉了,而且长时间待在千绝帝核心的高手都不知不觉的得了怪病,实力下降,这种好机会,谁会错过。 六家人几乎是飞速的达成了协议,然后动用了最后的一批传信鸟,将消息给里面的人送了进去。 六家人各自派出了一半的高手,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在千绝帝核心史家的挖掘地附近集结,然后强攻了进去。 战斗持续的时间远比各方想象的要短。 因为史家的挖掘地根本就不是通道型的,而是直接不怕麻烦的将整片区域大规模的挖出来。 地方大,导致闪转腾挪的地方就不多,人多的一方优势就足够大。 但史家毕竟不是白给的,在千绝帝核心里面的生存经验,除了王胜和甘家之外,再没有人比史家人更丰富。 他们在这里搭建的防御体系,关键时刻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一番混战下来,史家在里面的上百名传奇高手,直接被杀的有四十多个,剩下的全部身上带伤。 而六家攻击的人手,三百人的队伍,死了二十多个之后,其他人被史家布置的四个防御阵法牢牢地挡住,再也没办法前进一步,六家人只能无奈撤退。 不过,即便是撤退,他们也没忘记顺手攻击了一番史家大规模挖掘的区域。 杀不了更多人,把史家好不容易挖掘出来的地方毁掉也是一样,先机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 毁掉了这些,史家想要再挖出来,恐怕还要不短的时间,大家不就找补回来了? 另外,史家的这种挖掘方式,也让各方眼前一亮。 他们之前在下面黑灯瞎火的乱闯,反倒不如这样一开始就准备大规模动手来的干脆。 当然,甘家除外,他们早就知道,也早就这么干了。 等到史家的援军赶到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让他们欲哭无泪的烂摊子。 六家人的尸体都已经各自带了回去,甚至史家的一些看起来值得带走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剩下的高手各个带伤,挖掘的地点被毁得乱七八糟,几乎毁掉了八成。 这一下,史家那么多高手在之前的八个月的努力,几乎复之一句。 里面的史家带队的长老已经出离愤怒了,可是他却知道,短时间内恐怕找不回这个场子。 谁让其他家的高手进来的时间不长,实力就没下降呢。 明知道是六家一起动手,可史家却也只能打落牙齿活血吞,先忍下这口气。 等到有合适的机会,再去找其他家的麻烦。 各大家族的关系,这么几百年来,其实一直是这样,该动手的时候不含糊,该合作的时候同样也不含糊,只要大家的实力还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一切好说,可谁要是落了单,少不得就要被大大的咬一口。 王胜这段时间也在千绝地核心之中,这里的动静,王胜其实知道得很清楚。 从他们集结开始,王胜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可是,他也只是在远处慢慢的看着,并没有靠近,也没有露出身形。 各大家族打得越乱,对王胜来说就越是有利,王胜怎么可能破坏这大好局面呢? 看着这一幕幕的闹剧上演,王胜不住的摇头,自己直接找到了当年大雪筑巢的那个冰山,收敛一切气息,然后爬上了原先的英朝之中,消无声息的修行着,同时也在等待着灵虚老道的到来。 老道看起来比王胜还要心急,原以为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赶到,可是,老道硬是只用了一个月二十多天,就赶到了千绝地核心,直接赶到了英朝的冰山下。 第1329章 仙桌子 上 这么急 王胜看到老道的身影的时候,物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道能提前一个月赶到千绝地核心,这得有多心急啊。 老道平常可一向稳得住,不是这样的人啊。 本来也没多少事情。 老道和王胜直接回到了当初两人和大雪玩的时候在附近修的冰屋里,升起火,慢慢地烤着肉热着水,边烤边聊。 老道拿着个酒瓶一小口一小口地对嘴吹着,一边说道,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我老道,老道我也不是那种办事的人。 王胜笑了起来。 灵虚老道让他修行,让他领悟几门武学秘籍,那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是要让他做一些道门当中的俗悟,估计除了抄一抄点级还能忍下来之外,其他的什么烧香拜老祖拉香克之类的,绝对是做不来的。 他就是个离经叛道的老道,最适合就是作艳赤侠一样洒脱的道士。 既然该忙碌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老道肯定是不想在老军官呆了。 反正有大官主坐镇,老军官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这不,老道就急吼吼地冲进千绝地核心来找王胜了。 除了王胜,老道也是唯一的一个是千绝地核心类圈的妖兽为无物的人。 满天下掰着手指头竖来竖去,也就他们两个人敢单枪匹马地闯进千绝地核心区域还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或许吴忧城的黎叔也可以,但现在黎叔不是待在吴忧城的地下整理那堆秘籍吗? 你最近动静搞得有点大呀。 老道说完自己的事情,马上话题就转到了王胜的头上,下家这里面的人,全都给你端了。 总得有只鸡杀给猴子们看吧。 王胜无奈地笑了笑。 老道的意识他很清楚,把下家人杀得那么狠,以后就是不死不休了,有必要做得那么绝吗? 老道只是懒得理会那些俗误,并不是不理解。 听完之后,也只能无奈地叹气。 王胜一路走来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却不是说怎么低头怎么服软就能解决的。 下家可能要先桌子了。 琢磨了一番之后,老道才对王胜说道,我赶来的路上,碰上了下家的一伙高手,他们可能要在这里弄些大动静。 正常。 王胜笑了笑,下家要是不弄点大动静,那才怪了。 再不抓紧机会搞事情,恐怕他们下国也安稳不了,不光是下国,使国恐怕也要发狠了。 老道并不知道使国这里被攻击的事情,那是他差不多出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事情各家自己知道,却并没有宣扬出去。 就连下国都不清楚,皇家和老军冠这些都没有得到消息。 不明就里的老道急忙追问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使国都不顾一切? 难道是王胜连使国一起做了? 等到王胜解释一番之后,老道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其他六家借着使国高手身体出问题实力下降的机会突袭了使国的营地。 只要不是王胜做的,那就没事,至于各大家族之间,这几百年来,不就是这么又合作又找机会拆台过来的吗? 只不过,王胜也好,老道也好,都不在乎下家和使家会不会在千绝地核心区域搞事情,反倒是有点期待,说不定两家一闹腾,王胜和老道能省下许多的麻烦。 老道见识广,王胜先把从夏飞鸿手中抢到的那张下家的地图给老道看了,让老道看看,这地方可能会有什么。 拿着图,老道看了半天,直接又甩给了王胜,一副不懈的口吻回答道,他们在找一个地方,不过方向明显搞错了。 这地方有什么? 王胜当然知道他们是在找一个地方,只是好奇要找的东西,从王胜自己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能让下家这么动心的,似乎没别的了,修行秘籍吗? 那史家甘家的绝世藏针里面的东西又算什么? 不是那种秘籍。 老道摇摇头,老君贯传下来的典籍记载的语焉不详,可能是一种拿不走的秘籍。 拿不走的秘籍? 王胜皱起了眉头,什么才算是拿不走的秘籍? 这是我的猜测,也不是真实记载的东西。 老道补充了一句,老君贯当年没有参与围攻林家,但是在那之前,老君贯也有人去过林家庄园,隐约也能知道那么一点点。 那八大家族应该知道的更多。 王胜很肯定这一点,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各大家族选择的挖掘地点都不一样呢? 这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老道和王胜一样无法理解这一点。 事实的真相如何,只能是各大家族的先祖才知道。 两人合伙起来琢磨半天都不明白各家到底在挖掘什么。 有心想要抓个人问问,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种绝密的消息,恐怕除了带队的长老之外,各家都未必敢让自己人知道,何必因为这个再和各大家族硬碰一回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老道来这里,当然是为了那根长剑上的爵士高手的气息。 上一次一根残破的金钗就让两人获益匪浅,一把完整的长剑会带来什么? 再等等。 王胜没有隐瞒自己的打算,等夏家和史家把水搅得浑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弄出大动静,不好收场。 老道也知道这个道理,数大招锋,弄出来的动静太大,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召集过来。 好不容易现在有个夏家和史家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 两人这边聊天的时候,夏家的新一批高手已经从各个方向进入到了冰雪盆地边缘。 与此同时,史家那批受伤的高手也已经从千绝地的营地离开,回史家地盘上养身体。 史家家主最新的指令也通过训鸟传书送到了营地之中,十几个新的传奇巅峰高手,同样的从史家的营地出发,避过了十人椅的封锁,也从几个方向上进入了千绝地核心。 和其他家的人截然不同的是,宋家的高手却在这个时候封闭了自家挖掘的地点,小心的把所有高手都慢慢的撤到了外面,最多两天的时间,就会赶到冰雪盆地的边缘。 千绝地核心区域中,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一触即发。 第1330章 仙桌子 王胜和老道并没有打算在千绝地挖掘什么,所以,他们算是千绝地里面暂时来说最无欲无求的人。 各方很爽的算计打击了一把史家,虽然各自也都折损了一些人手,但是却把史家彻底推到了和大家同意起跑线上。 不光如此,人手的损失加上轮换,恐怕到时候史家还会落后于各方。 很爽啊。 号称抢占了先机的夏家被王胜把高手一扫而空,史家也现在成了这个德性,其他几方可以从容的布置轮换了。 各方在后方的主世家主什么的都可以舒服的瞧起二郎腿等待了。 这就是吃毒食的下场,不过大家还是要感谢王胜。 要不是王胜动手,各家还都不知道,原来在千绝地待久了会有这样的后遗症。 也幸亏夏家是急了眼,想要用这个方法来换取大家暂时的不动手,否则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弊端。 算算日子,等到各方都稳定下来的时候,恐怕就该反过手来好好谋划一番夏家了。 这些日子,夏家被王胜杀掉的不算,光是被悬赏追杀被提着脑袋领赏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两百,再这样下去,不用等各方动手,立真房就能把夏家的高手全都耗死。 不能不说,金币真的是可怕的东西。 多到了一定的地步,到了立真房这个级别,当真是让人惊悚。 如果立真房的金币越来越多的话,对各方恐怕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安排着,各方的人手物资源源不断的送进了千绝地的营地中。 这时候,各方无比庆幸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在千绝地当中建造了这个营地,否则的话,光是从外界往禁运,没有个中转之地,恐怕代价会匪夷所思的高。 冰穿盆地中,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 可是忽然间,一股狂暴的气息席卷了数十里方圆,引起了覆盖范围内的所有高手的注意。 注意归注意,但那些察觉到这股狂暴气息的高手并没有如何的惊恐。 这样的情形,在千绝地核心之中已经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每一次有传奇巅峰高手不小心触碰到那些冰封着超级妖兽的冰伤后,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一头超级妖兽被解封,然后会发出狂暴的气息影响周围。 只不过他们即便被解开了冰封,可以就还是被束缚在强悍的阵法中,不用担心他们冲出来伤人。 知道超级妖兽只能靠气息压制,无法伤人,所以感受到的人非但不会害怕,反而还会借机修行或者利用这种方法来做天然的警戒线。 下家就是这么做的,其他家也都是有样学样。 一个超级妖兽被解封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可是,没过半个时辰,又一道狂暴的气息从另外的方向传来。 两者相聚至少在百里以上,所以,能感受到第一道狂暴气息的高手,不一定能够察觉到第二道狂暴气息。 可是,在千绝地核心内圈的王胜,却清楚地探知了这两次的超级妖兽爆发。 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 两次超级妖兽爆发,让王胜立刻察觉到了不对。 近来的都应该是得到过重重告界的高手,不可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地刺激两头超级妖兽爆发。 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有人故意的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道修为高是修为高,可他并没有王胜这种敏锐,特别是他没有战斗意识小人,距离足够远,老道也感受不到超级妖兽爆发。 半个时辰之内,已经有两头超级妖兽爆发了。 王胜笑了笑,把刚刚发现的东西说了出来。 王胜并没有解释他是怎么知道有超级妖兽爆发而老道反而不知道,老道也没有问,这是两人的默契。 何况老道早就知道王胜在千诀地里面的感官不是一般的敏锐,根本不会怀疑其他。 也是个办法。 老道稍稍一琢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夏家和史家肯定不甘心,既然大家都不好玩,那就索性谁也不用玩了。 用这招,正好。 更妙的是,夏家来这么一手,原本夏家此刻要面临的被围攻瓜分的危机,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相对于瓜分夏家来说,千诀地和新区域的变化才是各方要时刻紧密关注的,等大家都在关注千诀地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就顾不得夏家了。 史家也一样,反正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好不容易挖出来的地方也被毁掉了。 按照现在的状况,几天之内,挖出来的地方就会被风吹着冰雪填平然后冻结时,可以说,之前几个月白干了。 大家都知道,不能把超级妖兽全部都解封。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后果,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全都解封之后,这些超级妖兽会不会同时破开束缚他们的阵法,然后再千诀地和新肆虐,所以平日里谁也不敢轻易的做这种事情。 夏家和史家纯粹是被逼极了,才会想到这一招的。 正如王胜所言,这就是要先桌子,大家都玩不成。 接下来好像是风平浪静了,可是等到半天之后,突然之间,某一片区域至少有四头超级妖兽被解封,狂暴的气息差弹覆盖了大半个千诀地和新。 这次的动静之大,可以说整个和新内圈的高手全都察觉到了。 如果说之前的两次没引起各方注意的话,那么这次突然之间四头超级妖兽一起爆发,就算是再不怎么敏感的高手也知道不对了。 各方带队的主事基本上都是长老级的,对于里面的动静时刻都在关心,发现了这一点之后,这些人瞬间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不好。 至少有四个带队的长老心中全都发出了这样的惊呼,不是夏家就是史家,他们要激发所有的超级妖兽。 这一刻,各家长老无比的惊惧,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联手坑了一把史家之后,竟然会带来这样的反扑。 夏家也是同样失位,各方主事身为长老,他们怎么可能不明白夏家此刻面临的危机,这是被逼迫的狠了,宁可牺牲掉所有家族千决地的利益,也要保住自家。 第1331章先一半,上。 阻止他们。 有人意识到两家的做法之后,想都不想的喊了出来。 只是,说起来容易,怎么阻止? 且不说他们身在自己的挖掘地之中,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 就算是知道,恐怕赶过去也来不及了。 这里可是千决地核心内圈,外面赶上几十里路,那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别人也不会傻愣愣的待在原地等着你。 没半个小时之后,另一个方向,又是五头超级妖兽爆发。 这一下,千决地核心区域当中的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这是有人故意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夏家和史家,都不用去找什么证据,找上门就是。 前后一连串十一头超级妖兽爆发,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整个千决地核心,都开始温温的颤动起来,颤动了好长的时间,才缓缓的停息下来。 这个动静,可把许多人都吓坏了。 之前各家待在地下通道中的所有高手,全都飞快的冲到了地面上。 谁知道这样的颤动会不会把他们辛苦挖掘出来的通道震塌。 这要是被活埋在下面,岂不是冤死。 值得庆幸的是,这颤动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停歇,整个千决地核心,又恢复了平静。 但所有人心里却都已经不平静了。 再让两家人肆无忌惮地激发超级妖兽爆发的话,恐怕整个千决地核心里的人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了。 再接下来,两家人并没有继续激发超级妖兽爆发,足足有两个多时辰,没有任何的动静。 各方焦急等待的心态,也算是稍稍地缓和了一点点。 是了,已经赶到了千决地核心外围,看到了冰雪盆地边缘的宋家的带队长老,猛地一拍大腿,明白了过来。 之前的动静他们也感受到了,有那么一刻,他们都要以为千决地核心区域要分崩离析了一般呢,总算是没有发生那么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已经让带队长老对于自家公主的神机妙算佩服不已了。 宋烟早早地就命令他们,一旦坑了史家之后,就赶紧收拾东西,看准时机就往外撤。 现在的动静看起来,宋烟的决定果然是精明无比啊。 这么长时间没有更多的动静,宋家的带队长老马上猜到了夏家史家两家的意图。 之前激发的那些超级妖兽,是给各家看到两家人的决心和能力,一旦外面再对夏家和史家做什么,恐怕他们立刻就会拉着其他家一起,把千决地核心区域彻底的毁掉。 不能不说,这一招直接就拿住了其他各家的死穴。 哪怕是宋家已经开始往外撤人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打算要千决地核心的秘密了,只是暂闭一下,减少一点人手的损失而已。 其他家更是对千决地核心的秘密志在必得,否则不会联手打击抢先的竞争对手了。 可夏家和史家来了这么一下,顿时间,主动权就一手了。 各方恐怕马上得送信出去,让家族去联络夏家史家,安抚好两家的情绪,不能再让他们玉石俱焚了。 否则的话,大家都得打水漂。 不光是宋家的带队长老猜到了两家的意图,其他还在千决地核心内圈的家族高手全都想到了这一点。 瞬间,各家人的脸色全都难看无比。 王胜和老道当然也想到了,从五头超级妖兽爆发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静,两人基本上就料到了两家的意图。 大家族就没有傻瓜呀。 王胜感慨了一声。 原以为两家是打算彻底掀桌子的,可没想到,人家只是掀了一半,然后抬着桌子逼着大家一起谈判。 很高明的手段,各家投鼠忌器,恐怕也只能答应夏家和史家的要求。 这不就是你以前说过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 灵虚老道呵呵一笑,用王胜自己的话还给了王胜。 夏家里面的高手死得干干净净,史家死了小一半,其他的全受伤,好不容易挖掘出来的地方也被埋了一大半,这两家可不是变成光脚的了吗? 其他家这些穿鞋的,当然要忌惮两家自己得不到也不让别家得到的心思了。 没办法,既然对方已经停手,表露出了要让他们各自表示诚意的机会,各家心里就算是再怎么不爽,也得老老实实的去谈判。 马上派人送消息到外面的营地,没办法,现在所有的传信鸟都在上一次联合坑史家的时候损失的差不多了。 仅有的几头都在千绝地核心。 可一旦放出去,恐怕就会被这里的妖兽捕食。 数量太少,根本不敢保证能送到,只能通过人工送信,还好只是送到千绝地的营地就可以,耽搁不了几天。 夏家史家显然也料到了这一点,时间也给的充足。 反正他们只是小规模的行动,随时可以潜伏下来,甚至离开千绝地核心。 方圆几百里的区域谁也不可能抓到几个一心想要隐藏的传奇巅峰高手。 何况,一旦形势不对,他们可以随时撤出千绝地核心,那就更没办法找到人了。 两家人耐心很足,给足了各方时间。 消息被人送了出去,从营地又送到各家王宫,送上了各方家主的案头。 该死。 几天之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拍着桌子说出了这两个字。 各方的国主加上长老众臣们,不得不面对两个被他们打压的几乎要彻底翻不了身的家族,开始琢磨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代价来说服两家人。 没办法,对方就是这么无赖,拿住了各方的软肋。 要么大家一起发财,要么谁也别想,马上掀桌子。 谁让千绝地核心里有大家想要的东西呢? 面对这种情形,各家也只能捏着鼻子,派人去和夏家使家谈判,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同时,也得各方仔细商量一下,如果每家不满意都要用这样的手法的话,那恐怕整个千绝地都没得好了,得商量一个共同的对策,不能再让每家随意任性了。 夏家高层得到了消息之后,终于长出一口气,短时间内不用担心有灭国之鱼了。 不过,在和各家谈判之前,还得有一件要紧事要做。 第1332章 先一半 下 这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争得王胜的谅解。 别看王胜已经杀了夏家八十多个传奇高手,可是,夏家人在京城外袭击王胜的事可还没有过去。 直到现在,立真房还在高架地悬赏夏家高手的脑袋。 世家的武备,吴忧成和神威玉的高手简直时时刻刻地盯着夏家的人,随时随地等待动手。 夏家人在他们眼中,分明就是一堆一堆的行走的金币。 几亿金币砸下来悬赏,哪怕是八大家族之一的夏家,承受起来也是心惊胆战的。 之前是因为各方的打压可能会让夏国灭国,危急程度最优先,现在既然已经不用担心那个问题,那么自然要解决和王胜的麻烦了。 先桌子先到一半谈判,很明显夏国也不想放弃千绝地核心的利益,可王胜却是一个能让夏国血本无归的人,不解决王胜的威胁,夏国高手睡觉都得睁着两只眼。 所以,你们想要表示对公爷的歉意。 魅儿在长盛公府上,端着架子,坐在公爵府的课堂之上,面对着对面两个低声下气的夏家高手。 这事情的确是我们的不对,还请长盛公谅解。 两个夏家高手都是传奇境界的,在外面,绝对是被无数人仰望的高高在上的所在,何况,两人的身份,全都是夏家的长老,哪怕进了皇宫,恐怕天子也得以力接待。 可此刻两人面对魅儿的时候,却是一脸的陪笑,丝毫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感觉。 两人的眼中,似乎只有眼前这个看起来很美丽,也十分有味道的女子的身影。 那你们打算如何表达你们的歉意? 魅儿微笑着,以一种雍容华贵的姿态面对着夏家的两位长老,很优雅的问道。 夏家人不管怎么说,今天来的这两个人态度绝对好。 他们没有解释什么误会什么的,更没有找什么借口,上来就是很诚恳的认错。 至少这个态度,还是得到了魅儿的认可的。 当时对公爷出手的那个人已经死在长盛宫手上。 给他下令的长老,来公爷府上磕头赔罪认错。 另外,我们愿意奉上五亿金币,当作是对公爷的赔偿。 两个长老不知不觉中,已经深陷入魅儿的笑容魅惑之下,毫无防备的直接说出了夏家的底线。 说起来,夏家的这个诚意也的确是考虑的周到。 首先,自家的长老肯定不能随便牺牲,否则的话,以后谁还敢给家族办事。 但磕头赔罪,却是给了王胜给了魅儿极大的面子,也算是考虑充分了。 至于金币赔偿,则是参考了当年干家袭击王胜和老道石的架码,直接提到了五亿。 可以说,夏家为了解决王胜的威胁,真的是动了血本了。 这五亿金币,实际上还没有力真房悬赏夏家高手付出去的金币多,这也意味着,夏家是真的彻底低头认错,甚至连之前力真房悬赏夏家高手的费用,他们都自己结了。 王胜离开的时候,曾经给魅儿说过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夏家要是服软的话如何。 现在既然夏家这么有诚意,魅儿也就按照王胜说的,就泼下驴,点了头。 事实上,王胜在杀了夏家千绝地核心区域的那些高手之后,就没有想过继续报复,否则的话,夏家在千绝地的营地也不会有一个活人。 有些事情,还需要一些背锅侠来做,比如夏家使家两家人在千绝地核心里面大肆的激发超级妖兽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油头。 换一个条件吧。 魅儿琢磨了一下,慢慢地开了口。 请公主示下。 两个夏家长老大喜,魅儿肯谈判,那就表明有戏,无非就是筹码多少而已,总比一只死咬着不图口墙。 那个人也不用来府上磕头赔罪,让他离开京城,以后再也不要到京城来。 魅儿拉下脸来,飞快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以后不要让我在京城见到他。 今天他就会离开京城。 夏家的长老二话不说立刻答应。 开玩笑,这可比让那个长老过来磕头赔罪要好多了。 大喜过望啊。 除了赔偿的五亿金币之外,你们必须另外通过立真房发行二十亿金币的金票。 魅儿紧接着马上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发行金票,就意味着要把金币先存到立真房,然后用金票出去消费。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些金票也好金币也好,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会带来更大的便利。 只要立真房没有想着要吞掉这笔金币而失掉全天下数百亿上千亿金币的市场,那么这一个条件对夏国来说完全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是见解的壮大了立真房而已。 可以。 两个长老也不逼着魅儿,就在原地商量了起来。 一会之后,两人直接给出了答复。 竟然没有损失,而且魅儿还放过了那个京城的主事长老一马,要是魅儿咬死要那个主事长老性命的话,他们恐怕最后也不得不接受。 现在只是要多发行二十亿金币的金票,没有理由不同意。 反正很多条件,包括赔偿的金币,都是可以和其他各家谈判之后收取一部分回来的。 只要能彻底解决王胜这边的敌势,那就一切好说。 两个长老痛快的答应了,魅儿也相当的痛快,直接点了头。 两个夏家长老,大喜过望的离开了长盛公府,一路开心的回去报信去了。 当然,也不忘记马上把京城那个主事长老赶出京城。 当天下午,五亿金币就送进了长盛公府。 还有二十亿金币的金票抵押,不过那个是临时弹出来的条件,夏家并没有准备,需要一段日子才能够筹集到。 他们这边爽快,魅儿那边也同样爽快。 一样是当天下午,金币一送到,魅儿就让人撤掉了吴忧城和神威玉的悬赏。 这动静太明显了,各方只要是关注的人,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然后大家就知道,这肯定是夏国已经得到了王胜的谅解,不用再担心王胜的反扑了。 各方也都开始琢磨,这种状况下,该如何和夏国使国两家商谈条件了。 第1333章你不先有人先,上。 各大诸侯国之间的谈判,王胜也好,老道也好,魅儿也好,肯定都不知道细节。 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千绝地和心再没有出现过超级妖兽爆发的事情,各方也没有互相攻击过。 夏家这边的挖掘地,暂时来说,肯定是没人敢轻易进去,谁知道王胜在不在里面,一旦遇上了,很难说胜负。 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人想着主动挑衅王胜,虽然王胜已经暴露了长时间待着会有怪病这张牌,可是谁知道王胜在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底牌。 就算没有别的底牌,光是王胜能够控制千绝地和心的巨大妖兽这一点,就足以让许多人心生忌惮了。 不用多,那巨大的巨熊巨虎来上几只,各家恐怕就得付出一半多的高手伤亡代价。 没事招惹王胜,带来的恐怕就是灭顶之灾,谁会没事搞事。 有一个很诡异的情形,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除了下家的挖掘地之外,宋家的挖掘地同样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整个挖掘的空空荡荡,半点气息也没有。 如果有人进去宋家的挖掘地的话,就会发现,不光没有人,而且挖掘出来的规模比起其他各家小了很多。 真要计算的话,其实宋家在这里面就是搭建了一个双层冰屋,然后在下面不深的地方给每个人挖掘了一套很舒适的住房,可以在里面安静的修行不会被打扰。 至于说要挖掘什么千绝地核心的秘密,看起来宋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他们派了高手进来,就是进来借助千绝地核心内娟的气息来修行的。 哪怕是几家共同对付史家的时候,宋家的人虽然也出了力,但却并没有下死力,冲锋也不是在最前面,这也导致损失的人手基本上都是其他家的,而宋家的高手只有为数不多的伤者,而且还都是表面上看着严重,但回去之后几颗丹药加上十几天时间就能够解决的轻伤,整体的实力依旧保持在巅峰。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王胜当年指点宋燕的一句话,就是让他不要着急的那句话。 宋燕多聪明的人,王胜都这么说了,他要是还往里面填人,那也就不是宋燕了。 不光如此,宋燕送进来的全都是他的心腹,除了修行之外,就准备着随时随地走人的。 眼下这状况,分明就是已经到了那种地步。 各家虽然在谈判,可谁知道哪家要是不满意条件的话,会不会也给千绝地核心来那么一下。 自从下家使家开了那个不好的头以后,其实每家都有了要拿捏其他家族的把柄,哪家要是不满意,都有仙桌子的能力。 这下好了,各方全都有仙桌子的实力,这场谈判,注定会艰难到让人无法想象。 八大家族的诉求绝对不一样,他们有得扯皮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老道和王胜在千绝地里面,一边感受着周围各种各样的气息,一边问王胜道。 两人现在还在大雪冰山下的那个冰屋里,生活物资带的足,正慢慢的熬着海鲜粥享受着。 老道还时不时的把玩着那把看起来很平凡的长剑,似乎在琢磨爵士高手怎么会使用如此平凡的武器。 等到再有人动手之后。 王胜笑了笑,没有多说多少,相信老道也能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绝世高手的气息真的要释放的话,恐怕整个千绝地的超级妖兽全都会被刺激的爆发。 之前那些超级妖兽爆发已经引起了冰川盆地小规模的地震,如果所有妖兽全都解封的话,可能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地震,甚至所有束缚超级妖兽的震法都可能失效。 王胜数过,整个千绝地核心当中,封印的超级妖兽有9981个。 封印震法排列的形状,无法判断是不是一个大的震法。 王胜不是震法专家,老道也不是,两人都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一个连锁的震法。 其实不光是王胜和老道,整个天下,买了千绝地核心地图的人都看着这些震法分布皱眉不已,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道道。 各大家族总部罚震法高手,可他们也没弄清楚这个分布有什么关系。 从最早解开封印到近期连续的几个,总共解开封印的超级妖兽已经有25头,相信不能解开更多,否则一定会引起更大的地震。 大家都猜测,如果超过了半数的话,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这后果不是每一家能够承受的,但却是每一家都可以施展的。 各方头疼也就头疼在这里,真要无法平衡各方关系的话,恐怕接下来的事情会极其的麻烦。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老道对这种勾心斗脚的事情一向很不齿,也不屑于了解,所以他直接问王胜道。 其实也很快了。 王胜笑了笑。 老道就是见不得超级高手,就连超级高手的气息,都忍不住想要早点见识。 你不是说他们要平衡很长时间吗? 老道不解的问道,难道他们没谈拢之前就有人要动手? 连使家提前了半年时间他们都要把使家给拖下来,他们能容忍别家在里面长时间挖掘。 王胜直接摇起头来,八大家族要是能利益一致,那就见了鬼了。 除非是出现了类似林家这样的庞然大物,所有人都觉得不安全了,才有可能共同对敌,但即便如此,也是葛怀鬼胎。 不能一边谈一边挖吗? 老道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可他还是觉得,八大家族不太可能自毁根基。 大不了大家一边谈一边挖掘,总好过坐在一起扯皮吧。 买了千绝地和新区域地图的,可不只是皇家和八大家族。 王胜没有反驳老道,而是又列举了一条理由,那些小宗门小家族,买了地图可是连进来看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会乐意。 一说起这些,老道立刻就明白了。 就算是八大家族利益一致,可是架不住还有人想要挤进来。 这天下人,其实就见不得利益,为了利益,别说把超级妖兽全部都解封,就算是把整个千绝地都连根拔起,那又如何? 第1334章你不先有人先,下。 八大家族不想再有别人参与近来瓜分千绝地和新的利益,殊不知,那些挤不进来的人,说不定最乐意看到的就是大家谁也得不到,反正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何乐而不为呢。 要怪就只能怪八大家族这些年来形势太过于跋扈,仗着家族的强悍四处欺压各方。 不说别的,那些隐世宗门真的是因为不问世事一心苦修才隐世的吗?拥有造化单单方的那个宗门,不是刚刚才露出一点破绽,马上就被灭门吗? 哎,人心啊! 老道摇起头来,他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算计。 和外面这种勾心斗角相比较来说,老军灌里那点事情简直就是毛毛雨啊。 怪不得老道能在老军灌一待上百年,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出王胜的所料,千绝地和新区域的瓶颈最多只坚持了半个月,就再次被打破。 依旧还是从刺激超级妖兽爆发开始,依旧还是一个一个的解封,依旧还是两个方向。 一个一个的招惹超级妖兽动静小,不容易被发现,也不容易惊动整个千绝地和新。 可是,王胜还是感受到了。 已经有人开始了。 王胜冲着灵虚老道招呼了一句,提醒他准备好。 老道立刻兴奋了起来,在这里已经等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总算是等到了要发作的时候。 激发超级妖兽的高手很谨慎,并没有一下子释放自己的传奇巅峰气息然后招惹周围的所有超级妖兽,而是按照千绝的核心地图上的标注,一个一个的解封。 特别是解封的很有技巧,并不是连续的解开,而是隔着几个阵法解开一个。 不能不说,这种方法引起的动静是相当的小,至少不在各方的警戒范围之内的话,是不会让各方都察觉的。 但这也只能瞒得一时,瞒不了一事。八大家族正在谈判之中,哪怕有一个超级妖兽爆发,也是大事啊。 察觉到这动静的家族高手大惊,可是现在想要报告后方都不可能,只能马上派人出去千绝地核心,赶到营地,然后再用传信秒传输。 这一套流程下来,怎么也得四五天的时间,对一个传奇巅峰高手来说,已经足够他唤醒至少二十个超级妖兽了。 各大家族并不知道具体的被解封的超级妖兽数量,可是王胜却很清楚,随着不停的有超级妖兽被解封,爆发的气息在王胜这里简直就是接连不断的。 刺激妖兽爆发的至少有三个人,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妖邪谈判的驾驶,进来之后,就是按照各自的计划分别在各个区域上用自己的气息刺激冰山中的超级妖兽。 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已经解开了石头超级妖兽的冰封。 给他们加把火。 王胜冲着老道打了声招呼,然后拿出雪地摩托,载着老道开始在千绝地核心内圈飞快的转悠起来。 一路上,王胜就没有停止使用六字诀七字诀,让周围王胜能够影响到的范围之内的妖兽马上离开千绝地核心。 没有两个小时,在千绝地核心区域内还有人的各方很快注意到,他们平常根本就不敢随便招惹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妖兽们,正在如同逃难一般的往千绝地外围逃去。 这是什么状况? 哪怕是最迟钝的人也意识到,这肯定有大事要发生了。 前段时间整个千绝地核心的微微震动,加上不久前才发现有人竟然擅自刺激超级妖兽爆发,联想到一起,傻瓜也明白,该离开了。 要不然的话,那些比他们还要强悍,比他们还要适应千绝地核心生活的妖兽,怎么可能不待在安全的地方,反而疯狂往千绝地外围逃呢? 诡异的情形,让各方都有些无所适从。 这千绝地核心区域还能不能待了? 谁也没办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要从妖兽的反应看,肯定是有大凶险的事情要发生,可是要是从富贵险中求的角度看,越是这种时刻,越是可能发现最核心秘密啊。 各方的主事召集重要的高手开始商量,商量是否要暂时离开千绝地核心。 事关重大,哪怕是传奇巅峰高手,在修行上是佼佼者,可在这种判断上却显得有些不专业。 这一讨论,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等到各方终于意识到,解封的超级妖兽越来越多,凶险已经不受控制,大家该离开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要知道,从各家的挖掘的回到冰雪盆地边缘,没有王胜的雪地摩托的话,至少也得四天的时间。 可王胜已经并不打算给他们时间了。 就在各方刚刚做出了决定,还没付诸实施的时候,就在那三个故意解封超级妖兽的高手已经连续的解开了第四十个超级妖兽封印的时候,王胜和老道已经回到了千绝地的核心,做好了一切准备。 老道,准备好。 王胜提醒着灵虚老道,让他做好一切准备。 老道冲王胜点了点头,给了王胜一个准备好了的手势,王胜开始凝神在那支平凡的长剑上。 现在两人所处的位置,就在千绝地的最中央部分,最近的营地就是下家的那个空置的营地。 两人并没有在冰屋之中,恰恰相反,全都是在露天的位置。 不光如此,两人坐着的地方也并不是冰雪,而是坐在一艘不小的木船之上。 这艘木船也是王胜在出发之前就打造好的,全都是零件,装配起来就能使用。 而且这艘木船的形状是经过王胜特殊设计的,很宽,重心低,哪怕有五六级的风浪也不会侧翻。 木料十分的结实,一定程度的碰撞都不会有事。 两人现在就坐在木船上,身体和木船之间还绑着结实的绳子。 木船就平置在冰雪之上,很平,也很稳。 这是王胜的准备,一旦发生了一些无法预知的变化,这木船说不定就有用得上的时候。 长剑上的封印被饶餐一点点的吞噬,2048个饶餐吞噬的速度比以往快了许多,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长剑上的封印气息就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一股强悍到让人无法置信的气息,从千绝地核心的最中央冲天而起,转瞬间便扩散到了整个冰雪盆地。 第1335章 荣化 上 还在千绝地核心的所有高手,目瞪口呆地看着千绝地核心的方向,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惊骇,要不是每个人的修养都已经足够强,说不定此刻全都会惊叫出声了。 果然出事了。 所有的心中都是这样的想法,包括那几个故意解封超级妖兽的高手,都是同样的心思。 大家之前预料的结果并没有错,一旦解封的超级妖兽数量超过某个数字,就会激发连锁反应,这不,恐怖的连锁反应出现了。 先是一股超级强悍的气息席卷了整个千绝地核心,正在撤离的众人,都感觉到仿佛从千绝地核心那边吹过来一阵飓风,差点就要把人都要吹到空中了。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轰轰轰的巨响,这种声音众人实在是太熟悉了,几次见过的超级妖兽爆发,融化冰山就是这样的动静。 可现在,这种动静一发生就是数十次,甚至根本就不在众人感应范围之内的,他们也听到了动静。 27、28、37、38、39、40 唐家的主事长老默默地数着想过的次数,数到40之后,就再没有了声息。 果然是被解开一半之后就会引发所有的冰封妖兽解封。 确定这个数字之后,唐家长老的脸上一阵青红不定,呆立了片刻,马上冲下鼠大叫道,快撤离,用最快的速度。 之前大家还在按照正常的方式赶路,可现在整个千绝地的超级妖兽都在爆发,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唐家长老也是瞬间判断出了危险的形势,果断的命令众人全速前进。 不用担心妖兽,妖兽已经全都跑了。 唐家长老在下达命令之后,带头全速在冰雪之上奔跑起来,同时不忘记提醒众人。 众人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看到大批妖兽逃离的情形,自然不会再有多少防备,马上跟着自家长老,疯狂地奔跑起来。 如果不用忌惮雪地中隐藏的妖兽的话,哪怕是在这种骑凶的冰雪之中,他们用灵气支撑,也能快速地在小半个时辰内跑出去二三十里。 这个时候,自然是能远离千绝地核心就远离核心,多跑出去十里也许就多几分生机。 不光是唐家有这样的心思,其他还在千绝地里的高手就没有笨蛋,一发现强悍的气息大规模的爆发,想都不想的疯狂往外拼命奔逃起来。 王胜的预料一点没错,当他解开长剑封印的时候,爆发的强悍气息直接刺激整个千绝地核心的所有还没有解封的超级妖兽全部都爆发,融化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冰山。 这一段的过程,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但王胜和老道却已经无暇感受这种惊天动地的壮观场景了,他们的眼前,已经被另一种无法言喻的场景所替代。 一如上次金钗的气息被解开封印之后的情形,两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女子身影,看不清脸面,但王胜却一眼认出了那双自己在梦中已经不知道见过多少次的美丽双眼。 这次出现的是梦中女孩的全身像,不仅如此,梦中女孩手中握着一把长剑,正在冲着一群高手凌厉地攻击着。 梦中女孩手中的长剑王胜和老道十分的眼熟,正是他们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甚至把玩了很长时间的那把封印着强悍气息的平凡长剑。 只是,那把长剑在梦中女孩的手中,却如同全天下最恐怖的武器一般,灵力刚猛,对面的敌人只有一个身体的影子,不管他如何的躲闪甚至反攻,都无法接下梦中女孩的一剑。 王胜和老道在幻境中看得清清楚楚,梦中女孩不管面对怎样的敌人,不管面对使用什么武器的敌人,不管对方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手法或者是防御手法,总是很轻巧地刺出一剑,然后,敌人就会倒下。 梦中女孩的动作弹不上多么的快,也弹不上多么的威力强大,可对方就是躲不开,一剑一个,如同杀鸡一般。 石不杀一人,千里不流行。 王胜即便在幻境中,也不由的感叹起来,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恐怖武学。 幻境中,梦中女孩的剑招有时候很眼熟,分明就是王胜教过的军方搏杀术里面的套路,只不过把军刀换成了长剑。 有时候的套路则是王胜在和各家的高手战斗的时候见过的,全都被梦中女孩活学活用在了战斗之中。 眼前的梦中女孩,足足杀了一百个高手,然后幻境才渐渐的消散。 不过,这斩杀一百个高手的动作招式套路,已经牢牢地镌刻在了王胜的脑海之中。 王胜闭着眼睛,并没有着急地睁开眼,仔细地记忆着梦中女孩的动作,同时,也将梦中女孩战斗时的眼神变化牢牢地记在心中。 快了! 就在王胜马上就要睁开眼睛的时候,之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梦中女孩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王胜的脑海,伴随着的还有梦中女孩熟悉的双眼,那眼中,已经多了一点点的喜悦。 瞬间,王胜的心中就充满了喜悦。 终于再次感受到了梦中女孩的声音和气息,很明显,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睁开眼,王胜说不出的意气风发。 还没来得及往周围看一眼,王胜就察觉到了不对。 对,原先的冰雪盆地中,时时刻刻的刮着冷冽的钢风,席卷着细碎的冰雪,轻轻松松的就能把人走过的痕迹掩埋清扫得干干净净。 可是现在,空空荡荡的千绝地核心中央的区域,竟然异常的平静,没有一丝风,那中年不息的冷冽钢风,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原先无比寒冷的冰雪之地,此刻竟然有那么一丝丝温暖的感觉。 这是王胜的错觉吗? 绝不可能。 王胜看了看对面不远处的老道,老道还闭着眼睛在冥想,应该是看到了梦中女孩的剑招之后感悟比王胜多,所以时间要更长。 低头,自己提前准备的木船应该是安置在冰雪之上的,此刻,却正静静地飘在一个小湖泊的上面。 至少冰冻了五百年的尖兵,真的开始融化了。 第一千三百三十六章融化,下 在王胜的感觉中,观看梦中女孩的战斗场面不过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梦中女孩杀一百个人,恐怕平均每一个都不会超过六秒。 每一剑都是恰到好处的致命,从效率上来说,简直就是最赏心悦目的杀人表演。 可是,当王胜拿出单兵作战终端看了一眼之后,立刻就傻了眼。 从他激发长剑上的气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三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王胜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冰雪盆地中的钢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王胜不知道,脚下的冰雪是什么时候融化的,王胜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他看梦中女孩幻境的时候发生的。 先决地核心的最中央区域,也就是王胜和老到现在待着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方圆石里的湖泊。 湖水清澈,王胜甚至还能看到水下不到十米的深度上依旧还残存着的尖兵。 幸亏当时王胜准备的齐全,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有冰雪融化,否则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待在冰屋之中的话,恐怕已经彻底被水进了吧。 要是沉溺在感悟状态中无法清醒的话,此刻唯一的结果就是被不知不觉的淹死。 这片中央区域,至少有五头超级妖兽分布着。 王胜预料得不错,融化正是从五头超级妖兽被束缚的阵法区域开始的,三十多个小时,已经融化成了十里方圆的一片湖泊。 此刻,融化的过程正在继续着。 不光如此,因为刚风已经停止,气温直接就回到了千绝地外围那种热带丛林的温度,就连不是束缚阵法的区域,那些冰雪也在缓缓的融化着。 可以想象的是,整个千绝地核心区域,全都在以束缚超级妖兽的阵法为中心飞速的融化着,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整个千绝地融化的水面就会连成一片。 原先的冰雪盆地,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湖泊。 真想知道,那些还待在千绝地里的各家高手,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狼狈。 王胜看不到的区域中,千绝地核心内圈的外面,距离冰雪盆地的边缘还有一百四五十里的地方,几个方向上,各有一群人正泡在水中,艰难的往边缘的方向游动着。 之前王胜以为,要两三天的时间,千绝地融化的水面才会连成一片,那是因为王胜在千绝地核心内圈的中央,这里以前就是最寒冷冻的最结实的地方,也是现在恢复之后融化的最慢的地方。 在核心内圈之外,冰雪盆地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片泽果。 巨大的湖面覆盖了整片区域,虽然融化的速度依旧没多快,但是水深已经超过了三米。 可这对于整个冰雪盆地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任何一处地方的尖冰厚度,都是超过十丈甚至上百丈的,三米的深度,称死也不过就是一丈而已,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原先千绝地核心区域的妖兽,因为王胜转了一大圈的缘故,绝大多数已经逃出了冰雪盆地,进入到了千绝地外围。 虽然天气和灵气浓度的突然变化会让他们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但强悍的实力保证了他们绝对能在千绝地外围很好的生活下去。 这对于想要进入千绝地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没来得及逃出去的妖兽,就和这些高手一样,被困在湖泊之中。 借助强悍的实力,一部分妖兽还能凭借本能往外围游去。 可那些人类高手,就十分困难了。 三米的深度,已经足够保证能够淹死人了。 事实上,几家加起来,已经有十几个不会水的高手活生生的被淹死了,其中不乏有传奇巅峰的高手。 不是同行的同伴不去救,而是本来进来的高手们,会游泳的人就不多。 而冰雪突然变成湖泊,这个过程在某些区域是突然发生的,所有人猝不及防之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水吞没。 也只有王胜,才会经常身上带着大量的纳戒,纳戒里面还带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各方的高手来说,进入千决地,除了带着必要的石水补给和一些兵器丹药阵法之类的东西之外,谁会没事干装上一堆木头或者是某些零件。 所以,这些高手们在突然冰雪之地变成湖泊的时候,身上竟然连一件可以扔进水里借力的工具都没有。 所以,大家也只能就这么可怜巴巴的泡在水中。 尽管各方的高手们已经是飞快的赶路了,可是,他们最快的也就是冲出了核心内圈几十里,最慢的在冰雪融化的时候才刚刚冲出核心内圈。 要是普通的地方,水里没有妖兽的情形之下,别说一百多里,就算是增加一倍,三百里的距离,对这些传奇高手们来说,也不在话下。 只要会游泳,无非就是时间而已。 可是,这里不一样,这里是千决地核心区域,不但有强悍的气息压制,周围还时不时的会有超级妖兽狂暴。 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是泡在冰水之中。 气温已经开始慢慢的不再是寒冷的气候。 可是只融化了一部分底部还有大量尖冰的湖泊,依旧还保持着零度的温度。 防护服加上防护内衣有阵法保护,可以抵挡寒冷的气温,但却无法抵挡这种进入到了身体肌肤的冰水的寒冷。 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的话,泡在水中的人很容易失去热量。 正常情况下,连二十度十几度的水里都不能长时间停留,何况这可是零度的冰水之中。 想要不失去体温,这些传奇高手们也不得不动用灵气来强行支撑。 但麻烦的是,他们必须时刻不停的动用灵气来保护体温,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是浸泡在冰水之中。 再厉害的高手,又能时时刻刻动用灵气多长时间? 一天? 两天? 还是三天? 距离冰雪盆地的边缘还有一百多里,这一百多里,需要游出去,恐怕绝不是三五天的事情。 别看他们在陆地上可以日行几百里,可是在水中游泳,还真不比普通人能快上多少,最多就是耐力更强一些。 几家带队的长老,心中已经绝望了。 第1337张船,上。 绝望的不只是各家在千决地核心的带队长老,还有各家千决地营地里的主管们。 千决地核心区域爆发的强悍无匹的气息,影响的范围绝不仅仅只是千决地核心,连带冰雪盆地边缘几十里的区域也对受到了气息的洗礼。 有那么一段时间,整个千决地营地里的高手全都在那股庞大气息的压制之下连大气都不赶出,恐怖的威压让他们怀疑营地的门口就有一个超级绝世高手存在。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股气息才慢慢的散去。 接下来,他们刚想要派人到冰雪盆地边缘去看看。 却突然收到了最高级别的警讯。 大吃一惊的各方营地高手飞快的扑到了营地的警戒位上,定睛一看,心都凉了半截。 营地前方,至少有百石头白色的大大小小的妖兽飞快的跑过。 只要是进过千决地核心的,看到这种颜色的妖兽,就知道这些妖兽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以及这些妖兽的凶残程度。 反倒是没进去过的看到这些心情还能好上一点。 偏偏在营地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替补进入千决地核心区域的,哪怕是练习和适应,也在冰雪盆地边缘进出过,见过这些妖兽。 千决地核心里面的妖兽怎么疯狂的往外跑? 联想到不久之前感受到的那股强悍的气息,就算是傻子也知道里面肯定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那些白色妖兽似乎也知道离开凶险地了,竟然停留在营地的周围不打算继续行动,反倒是饶有幸违的开始审视起周围。 如果没别的意外的话,千决地外围的丛林中,将会是他们接下来生活的地方,这些家伙已经开始慢慢的琢磨占据各自的领地了。 各家营地当中的高手们,被营地周围这百石头妖兽给围住,硬是没敢硬闯出去。 别看他们有上百人,可谁都没把握同时对抗百石头妖兽的攻击,就算是集合队伍都未必有胜算,只能焦急的等待着。 仅有的两个还能笑出生来的势力恐怕就是宋家和夏家了。 宋家撤离得及时,十几天前就全部都开始撤出,现在人手全部都在千决地的营地当中。 至于夏家,则是因为里面的人早已经死光了,他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对夏家来说,他们更愿意看到其他各家在里面的人手同样死得干干净净,这意味着大家彻底的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真的要是有这一幕的话,恐怕夏家人能高兴的在梦里都笑出生来。 当然,宋家和夏家两家现在不担心别的,可对千决地核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极度的好奇。 不过,他们也和其他家一样,被外面的百石头妖兽围住,想离开都不可能。 了解情报重要,可是自家子弟的性命更重要吗? 妖兽围困营地,足足持续了四十多个小时,这才发现这个集中了不少高手的区域当中的人类高手并没有主动攻击他们的意思,那些围在营地周围的白色妖兽才渐渐的散去。 见此情形,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各方马上先派出了几个速度快修为高的传奇巅峰高手出去看了看,发现白色妖兽是真的散开了,这才派遣了小规模的高手队伍,飞快的冲进千决地核心,赶往冰雪盆地。 这么长的时间,那些泡在冰雪中的各方高手已经疲惫不堪了。 运气好的是开始走在冰雪中,然后开始淌水,最后整个泡在水中游泳,运气不好的是直接从冰雪中走着就掉进水中泡着,到现在已经泡了整整四十多个小时了。 连续的四十多个小时不停地动用灵气驱寒保暖,就算是铁打的人也撑不住,何况还得时刻游泳,不被淹死。 困在冰水中的各家高手现在无比的悔恨,他们离开挖掘地的时候没有在地下多砍着一批木头带上,尖兵之下,有不少树木被牢牢的冻在里面,如果当时带上的话,现在也不用这么辛苦,至少能爬在木头上休息一下。 甚至于哪怕没有木头,多带些柴火也可以啊。 来的时候大家可都是带着柴火的,但只是足够一个月使用的,因为从那个史家甘家挖掘的绝世藏宝的遗迹中大家知道,地下有许多的木头,所以根本不用带多少,路上够用,能够支撑到他们挖掘几十丈尖兵挖到木头就行。 匆匆离开的时候,谁顾得上带上柴火呀? 如今所有人都傻了眼,早知道就带上了呀。 真是应了那句名言,有钱难买早知道嘛。 现在,各方的高手只能采取一种轮流休息的办法,两个人在水里,把另一个同伴抬出水面,让他运功驱除衣服上的湿气,快速的行攻几周天缓一缓,回一回气,保证能够多支撑一段时间。 但这个时间撑不了多久,因为下方的两个人也要轮流休息不说,被人抬在水面上,毕竟不像是浮在水面上那么安稳,就算是修行也是战战兢兢的飞快解决,然后就要马不停蹄的替换同伴,毕竟同伴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状况,也撑不了太长时间了。 这个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些疲惫不堪的危机,可是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因为在保证同伴能在自己的肩上休息片刻的同时,他们也不能移动,只能待在原地。 好消息是,这样轮流休息,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在冰水中浸泡着而失去体温被冻死,而且还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回气,不至于因为灵气耗尽而冻死淹死。 坏消息是,极其消耗体力,同时不能移动,只能够在原地等待救援。 更糟糕的是,因为所有的冰山都已经融化,导致所有人已经彻底失去了参照物。 现在是夜晚,更悲惨的是连星星都没有,彻底迷失了方向。 就算是想走,他们都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了。 水下的尖兵还在缓缓的融化,但是,几十丈的尖兵显然不是一日之寒,同样的道理,融化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到的。 除了待在原地等待外面的人救援之外,他们已经没有了一点办法。 第1338张船,下 眼下的情形,想要游出去一百多里,简直就是奢望了。 别说一百多里,就是二三十里,恐怕都足够让他们活活被累死被冻死被淹死了。 补充灵器的丹药平均每个都已经消耗了一大半,剩下的那几颗,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谁知道这看似风平浪静的湖泊当中,还有没有别的凶险。 好厉害的剑法。 几家高手们绝望的在等待外面的接应人手救援的时候,老道终于缓缓的睁开了眼睛,紧接着就是一句赞叹,好霸道的气息。 一伸手,老道接住了王胜扔过来的一个小酒瓶,打开来,美美的择了一口,这才周围打量了一下,脸上露出了苦笑,竟然真的融化了。 那些束缚阵法呢? 惊讶之后,老道马上问起了那些超级妖兽的束缚阵法。 之前他也和王胜一样,沉浸在长剑上的栖息幻境之中,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才问起。 所有的超级妖兽肯定是都解开封印了。 王胜现在能肯定的也只有这一点。 我看到了。 老道苦笑着说道,一边慢慢的活动着身体,缓缓的恢复着精力。 所有的冰山全都融化,虽然是在夜晚,但周围全都是水面,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不用王胜再多解释什么。 既然冰山都融化了,那么以前冰封在冰山中的超级妖兽肯定是都解封了。 活动了好一会之后,老道才慢慢站在船边上,毫无顾忌的解决积累了四十几个小时的内级,丝毫不在意王胜就在边上看着。 没办法,就这么点地方,难道老道还下去进水里不成? 那些超级妖兽会游泳吗? 老道的洒脱绝不止是表现在修行上,此刻面对王胜毫不在乎的解决内级情形就是,一边撒尿,老道还一边冲着王胜问道。 有九成的可能,会。 老道在王胜面前撒尿自己不在乎,王胜更不在乎,很是自然的回答道。 当年王胜在地球上接受极限训练的时候,别说同伴在自己身边小便,就算世上大号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还会在乎这个。 何况这里这个条件,王胜自己也是在老道面前解决,只不过当时老道还没睁眼而已,两个大老爷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 老道叹了口气,身体慢慢的抖了抖,整理好衣服之后,做回原地,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是老道和王胜已经看到了一切,而是,他们已经感受到了附近五头超级妖兽的气息并没有丝毫的减弱。 妖兽不比人类,哪怕他们已经变成了非常类似人类的模样,可是他们毕竟还是妖兽。 身体的皮毛本身就比人类要奈寒,在冰山当中这么多年都没被冻死,区区冰水自然不在话下。 束缚阵法可能还在。 王胜也叹了口气,模棱两可的语气说道,他们的位置暂时没有动过。 只是位置没有动过,并不意味着束缚阵法就没有了效果。 王胜虽然感知能力很强,可是现在却无法感知到所有阵法的气息。 而这同样不意味着所有的阵法已经消失,而是王胜的感知能力被限制了。 可能和特别接近梦中女孩有关,在老道还没有清醒之前王胜就发现了,圆魂空间中战斗意识小人在千绝地当中的那种无比敏锐的感知能力已经被削弱了许多,至少下降了至少七成以上,导致不到百米的距离内,战斗意识小人根本无法察觉到距离之外的任何东西。 也许进了百米之内,王胜才能够探查到那束缚阵法是不是真的存在吧? 可是,就为了探查一下,王胜就要接近到百米之内。 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哪怕有老道在身边也一样。 坐下这艘木船,可经不起那些超级妖兽随随便便的挥手就会变成一堆木蟹。 王胜可不想和各大家族的高手一样,浸泡在水中疲惫交加等着救援。 现在去哪里? 老道冲着王胜问道。 在千诀地里,老道从来都是听王胜指挥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始终都没有变过。 老道也是坚信把事情交给专家做的那种人,绝不会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内指手画脚。 先出去,等着这里慢慢融化。 王胜虽然知道距离梦中女孩应该很近了,可是现在的情形绝不适合马上乱闯。 王胜是一个王牌狙击手,做事情绝对有计划性,绝不会因为冲动而毁掉任务。 老道不置可否,反正跟着王胜走就是。 低头看了看自己乘坐的木船和平静的湖面,抬头冲着王胜问道,打算怎么出去? 这里没风,用番也没用。 我们两个画出去。 两百多里路,靠两个人滑桨画出去,绝对是个馊主意。 而且这么大的船,老道就算是修为通天,可在划船一向上,他也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 老道坚信,王胜既然弄出来这么一艘可以组合起来的木船,就一定有能快速划走的方法。 就如同其他人在冰雪盆地中只能笨拙的行走,而王胜却可以弄出来一台雪地摩托,比他们快不知道多少倍的来往于千绝地核心内圈之中。 要是各家的那些高手们有雪地摩托的话,恐怕这边一出手他们就能快速撤离,最多十个小时就能离开冰川盆地。 现在嘛,恐怕那些各家的高手都应该在冰水中泡着洗冰水澡吧。 画! 王胜脸上露出了一副鄙夷的表情,那得画到什么时候? 老道一脸过自然如此的表情,他就知道,王胜一定有办法。 连在水下都有那个双手握着的推进器带着人往前,怎么可能没有划船的工具? 随后,老道就看着王胜又从那界中掏出来一件又一件的部件,很快,这些部件就组装成了一艘只能做几个人的小船。 显然,老道也没认出来,这艘小船,分明就是地球上那种快艇的模样。 两人换到了小船上,接着王胜开始把大船一点点拆开。 大船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两人能舒服的在上面领悟,真要行动,还是快艇的速度快。 直到收起所有的大船部件之后,王胜才坐在船尾,在老道的注视下,拿出来一个马达模样的东西。 第1339章进击的超级妖兽,上 地球上的很多人都见过那种平常马达搬起到船尾,用的时候把马达翻下去的那种快艇,而且舵把手就和马达在一起,很容易操作。 王胜现在的这艘快艇,就是这样的设计。 除了整体材料是这个世界特有的一种十分坚韧防水的木头之外,马达也不一样。 依旧还是阵时加上螺旋桨的设计,燃料就是操作者本身的灵气,带动马达旋转。 速度上还达不到地球上快艇的急速,木快艇现在最快也就是五十多公里每小时的急速,差不多三十节的样子,和地球上大部分正常军舰的速度相差不大。 不过这个速度,在这个世界已经是让人无法想象了。 至少当快艇启动之后,老道就是一脸的惊讶。 老道知道王胜弄出来的东西肯定很方便,肯定很快,可是没想到竟然能够达到这种速度,而且还是在水面上,简直就是神迹一般。 还好,老道也只是些许的惊讶。 同样的事情,已经在王胜身上发生过好几次,老道都见怪不怪了。 一开始稍稍地表达一下惊讶,满足一下王胜的虚荣心就足够了,没必要惊讶太多。 快艇在千绝地最中心轻巧地画了个圈子,然后精准地从两头超级妖兽的中间穿了过去,飞快地往千绝地外围冲去。 大晚上泡在冰水中的那些高手们无法分辨方向,可这难不倒王胜,均用手表上的指南针很轻松地辨别出方向,一路坦途。 王胜离开的方向,选择了宋家的挖掘地这边。 毕竟和宋燕有比别人更亲密的关系,真要是路上遇到了,王胜说不定也会伸把手。 不过,一路上,王胜和老道除了能感受到超级妖兽的气息之外,就再没有察觉到有人类高手的气息,这个方向上一个人都没有。 不光如此,千绝地核心区域好像再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汇聚超高浓度灵气的能力,现在整个区域内的灵气浓度虽然还是比外界高,但已经不是原先的高出十倍,最多只有两倍,这才是正常的没有阵法干扰之后的情形。 王胜和老道悠哉悠哉的享受快艇批拨斩浪时光的时候,各家千绝地营地的精锐高手终于冲到了冰雪盆地的边缘,黑乎乎的也看不了多远,但是这里再没有一丝的冷冽刚风已经足够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不但那些刚风都应停歇,连气候都温暖了起来。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样的变化才能有这种改天换地一般的效果。 更让人惊骇的是,当他们试图攀缘下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冰雪盆地边缘的尖冰竟然已经融化,下面一阵一阵波涛拍着岸边的轻微水声。 一些在水边生活过的高手,立刻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等把几个人送下去一看,果然如那些人所料,下面一片泽国,哪怕是在岸边,也是至少两米的水深,足够淹死千绝地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千绝地和新区域的冰雪竟然全都开始融化。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怪不得所有的妖兽都是慌不择路的跑出来,没有了冰雪,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水中生存,不跑才怪。 但下一刻,这些发现了异常的高手脸色就难看了起来。 千绝地和新的妖兽们都跑出来了,那他们家族的那些高手呢? 到现在还没有影子。 人类高手在冰雪盆地之中,完全无法和从小就在冰雪中生活,生下来本能就知道该怎么在冰雪中生存的妖兽不同。 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在冰雪世界中,行进速度就完全不一样。 小的妖兽,例如雪鼠雪狐之类的,身体轻盈,在冰雪上根本就不会沉下去,飞奔起来的时候,速度绝对比外面奔马还要急速。 大妖兽,巨熊巨虎之类的,看起来笨拙,但架不住人家体型大,根本不怕陷入冰雪中,一步迈开就是十几丈,全力奔跑的时候,比快马慢不了多少。 王胜让妖兽们离开千绝地,到各方反应过来也准备撤离的大半天时间里,足够这些妖兽跑到外围边缘,可人类高手却连千绝地核心内圈都没离开。 等到所有的超级妖兽解开冰风的时候,这些妖兽已经冲出了冰雪盆地,可那些人类高手,就只能在千绝地核心内圈边缘的冰水里抛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很尴尬也很致命的处境,要是彻底融化了也好说。 大家只要潜入水底就能弄断一些树木,飘起来就能当歇脚的地方。 可是并不是如此,尖兵层太厚,到现在才融化了一丈多一点,想要等到融化到可以看到树木的时候,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他们还有这个时间吗? 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到外面营地高手的救援。 轮流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只能不停地祈祷着,祈祷外面的同伴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危险处境,马上进来解救他们。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他们的祈祷,营地里的主管在接到报告之后很快就分析到了里面的同伴肯定在危险之中,各方立刻飞快地打造最简单的木牌,派了几十个精通水性的高手飞快地画着十几个木牌前往千绝地核心,搜寻他们的高手下落。 想法是好的,愿望也是好的,可是,现实却是极其残酷的。 几百里方圆的一个巨大湖泊,水面平滑如镜,什么标记都没有,想要在这么大的区域内找到几十个泡在水里的人,那也只是比大海捞针的难度低了一个档次而已。 各方也知道大概计算时间和同伴们的修为,飞快地往里面画着。 王胜和老道踏上了冰雪盆地边缘的丛林中的时候,各方的队伍已经差不多开始出发了。 一百多里的水路,哪怕都是传奇高手滑奖,可他们的速度也不过是每小时三十公里左右。 这已经是极限,木牌可不是那么容易操控的,稍不小心就会偏离方向,可为了接应里面的同伴,不管熟悉不熟悉,外面的高手也只能赶鸭子上架。 连练习滑奖撑高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在木牌上赶练习边行进了。 第1340章进击的超级妖兽,下。 宋家和夏家这一轮没有半点损失,但是他们也依旧派了人进去。 一方面也算是进一进盟友的义务,帮忙搜寻各家的幸存者,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千绝地核心区域这么大的动静,要是不好好看看发生了什么,别说那些主事,就是那些普通的高手,恐怕都不甘心。 要是正常的地方,没人会轻易的放松警惕,哪怕在千绝地外围都是如此。 可是现在这里不一样,首先灵气已经恢复正常,气候也恢复了正常,最让人开心的是,里面的妖兽也都被驱离,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一片湖泊之中,就再没有一头凶险的妖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进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这么大的消息,少不了要通知各大家族的组长高层。 在后方各大家族还正在扯皮谈判,谁知道前面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前谈好的条件,恐怕都要作废了。 都是高手,华奖称高这种事情,只要给他们几小时的练习时间,进去的人几乎全都很快掌握了这门简单的技巧。 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可以看到很多景象,辨别方向也容易了许多,八大家族上百个木牌就那么从各个方向往前掘地中心汇聚而去。 每个木牌上的人心中其实都是火热的。 这次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目的之一,救援同伴是目的之二,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目标,则是找机会把各家挖掘点附近的秘密探查出来。 要知道,之前大家为什么挖掘,因为有常年不化的冰雪。 可现在,所有的冰雪都在融化,变成湖水,以前无法透过冰雪看过去的情景,现在说不定透过湖水就能够看到。 无法透过冰雪探查到的气息,现在透过湖水就能感受到。 这样的机会要是不抓紧,会遭天打雷劈的。 之前所有家族还都唯不知道哪个家伙偷偷摸摸的引发超级妖兽爆发而愤怒,这明显是要掀桌子让所有人都得不到的绝护计,各大家族恨不能把那几个偷偷解封超级妖兽的高手碎尸万段。 可现在,大家却又无比的庆幸。 幸亏那几个家伙把超级妖兽解封了,要不然谁能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 谁能遇上如此百年不遇的好机会? 一群人的心火热无比,手下用着力,飞快的往中心区域化去。 谁都想抢在别人的前面,早一点发现最大的秘密。 历令至婚,就是这样的情形。 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应该能从盆地边缘看出些端倪。 湖水下面几十丈后的尖兵,想要融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算他们抢在其他人前面冲进去,那又能如何? 还能透过数米深的湖水和下方几十丈后的尖兵看到下面的东西。 如果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也可以理解,毕竟人有七情六欲,免不了一时会被贪婪蒙蔽双眼,只要事后反应过来,也没多大的事情。 可问题是,这里是千绝地核心。 王胜在搞事之前已经让大多数的千绝地核心的妖兽离开了冰川盆地,但有一批妖兽却是王胜无论如何也无法指挥的,那就是那群之前被冰山封印的超级妖兽。 冰雪还在的时候,有王胜精准的千绝地核心地图,有各种冰山做参照物,各方能够轻易的提前发现超级妖兽所在的阵法区域,然后提前避开。 可现在,一群超级高手是在一片水茫茫的湖泊上。 水面上没有半点其他的可以冲做参照物的固定标记,看过去一片,走了多远,速度多快,除了在盆地边缘画的时候大家可以依据盆地边缘的悬崖做参考判断之外,进了湖中几十里之后,完全就是一片迷糊了。 各家的传奇高手,可没有经过多少如同王胜这般在地球上经历的科学的训练,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加上画木牌本身就是一件相对来说并不是能够精确判断速度和方向的事情。 所以,每个木牌上的人也只能知道自己大概在什么区域,但并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个位置。 六个高手正在一艘木牌上飞快地画着,他们是冯家人,一路上画过来,完全没有看到什么人。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一心赶往千绝地中心,能抢在其他人前面,说不定就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秘密。 每个木牌上最多也就这么几个人,为的是遇上了里面的同伴能够有地方施救。 两个人在滑桨,两个人在用气息探查着周围,剩下的两个人休息,准备接替滑桨累了的同伴。 木牌在水面上平稳地推进着,忽然之间,毫无征兆地,水下猛地爆发出一团无比狂暴的气息,整个木牌连同在木牌上的六个高手,被这气息一冲,直接飞上了半空。 一道速度极快的身影从水下同样冲到了空中,速度甚至比飞起的高手们还要快。 一个传奇巅峰的高手猝不及防之下,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就被纳到身影铺中。 咔嚓,一声骨骼碎裂的声音,从传奇巅峰的高手身上响起,紧接着,身影并没有停歇,在这个高手身上一戒力,猛地冲向了另一个方向的又一个目标。 这个时候,突然冲天而起的几个人已经都反应了过来,固步的人在空中,众人瞬间拿出了武器,准备对敌。 轰,第二个高手反应稍有点慢,没来得及用武器砍到对方,而是和冲过来的身影结结实实的对了一拳。 一声巨响之后,整个身体爆裂开来,成了两片。 其中的一片残尸,被这道身影又是猛的一拽然后向下一抛,身影的双腿猛的一蹬,身体再次向上窜出,急速无比的抓住了上方一个高手的双腿。 在对方的长剑还没有扫到他的身体之前,就在空中一个无比有力的弹身,将这个高手的身体当作武器,冲着另一个方向上的正在下降的第四个高手狂投了过去。 吼,空中的那道凶猛的身影,扔出第三个高手之后,一声狂暴的吼声冲着还在他头上的第五个高手狂吼了出来。 第1341章预感,上 头顶上的第五个高手,胸位稍微差那么一点,只是传奇后期。 这一声俱吼,饱含着无比暴虐凶残的气息,高手被当头一冲,加上其中夹杂的灵气冲击,瞬间晕了过去,身形一软,往下摘去。 凶残身影上升的势头不减,一把抓住下降的第五个高手的身体,猛的张开大口,咔嚓一声,咬在高手的脖子上,一口连骨头带肉咬下来大半截,双手一正,高手的脑袋和身体就彻底的分离。 呼,那颗刚被撕下来的脑袋就带着狂暴的风声飞了出去,砰,正中最后一个高手的胸膛。 最后一个高手连靠近都没来得及,手中的武器也没有来得及当成暗器发射出去,人就仿佛被炮弹击中,轰一声,砸过来的脑袋变成了血肉横飞的肉片, 而最后一个高手的胸膛也直接出现了一颗人头大小的空洞,高手的双眸瞬间失去了神采,身体被砸的往后飘了一段,然后就直挺挺的如同烂木头一般一头扎进了水中。 就这么一起一落的功夫,转眼间木牌上的六个高手死亡殆尽。 轰,木牌掉入水中,扎下去数米之后,又猛的浮了上来。 正好这个时候,那道身影也落下来,准确无比的站到了木牌之上,手中物字还抓着半截没了脑袋的残尸。 咔嚓,又是一口,狠狠的咬在了残尸之上,脸丝带咬的咬下来一大块,带骨的人肉在这个蓬头垢面的家伙口中嚼得嘎吱作响,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一定能够听到这家伙一边嚼一边发出的满足的声音声。 这相貌,这架势,分明就是被冰封在冰山中又解开封印之后的其中一头超级妖兽。 身上连半点衣物也没有,裸露着被稀疏的毛发覆盖的强悍身体,满手满脸是血,就连胸膛都被从口中留下来的鲜血染红。 胆小的人看到这情景,绝对会直接吓晕。 这已经和人类极为相似的超级妖兽,此刻却顾不上其他,如同饕餐一般,大口的撕咬着手中人类高手的尸体,一看就是饿了不知道多少年。 不到片刻的功夫,手中的那半截尸体就已经被吃得半点不剩,留下的只有随身的武器和破碎的防护服以及一些尸品纳戒。 超级妖兽似乎一游未尽,往前一大步,身形就已经窜到了水上,抓住了漂浮着的另一具高手的尸体。 轻巧的一转,双腿已经入水,但还没淹到大腿根,就已经带着那具尸体跳起来,再次回到了木牌之上。 喀巴一声,那具尸体就被如同烧鸡一般的掰开,超级妖兽紧接着又是大脚起来。 一边嚼着,血红的双眼一边疯狂的扫尸着周围。 脚下的木牌,没了人画动,就那么静静的飘在水上,随着水面微微的起伏着。 被攻击的不仅仅是木牌上进来的高手,秋佳的那些在千绝地里往外游的高手,大早上辨明了方向,吞了一些丹药,想要挣扎着继续往前游一段路程,结果,三个小时之后,十几个高手闯入了一头超级妖兽的地盘,被杀得干干净净。 秋佳这些高手的尸体,同样没逃过被超级妖兽大块躲移的下场,真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这边没有木牌,超级妖兽是站在水中的。 和第一头超级妖兽一样,两头超级妖兽都是站在水中水不会淹没过大腿根,完全不像是各家的传奇高手,还得泡在水中。 遇到超级妖兽的也不止一个木牌,各大家族近距的百十个木牌,至少有十七个撞上了超级妖兽,被屠杀一空。 里面往外游的高手,至少有以三分之一的人被妖兽屠杀,剩下的三分之二当中,因为冰冻加上疲惫交加,实在撑不住被淹死冻死的,又有三分之一。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活了下来。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着,还是因为他们轮流休息保存体力保存灵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直待在原地等待救援的。 不逞强,所以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和灵气保证自己不会被淹死,不会被冻死,同时因为待在原地没动,所以他们不会不小心闯入超级妖兽的攻击范围。 但即便如此,各方画着木牌的高手,也是陆续辛苦找了三天之后才找到了这些泡在水中的高手。 这时候已经不管是不是自家人了,碰上了就先就上来再说,反正这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说不定还能趁机问出点什么东西来。 就算是得不到什么别家的机密,可救了他们的高手,出去之后,无论如何也要意思意思吧。 这以后可都是谈判的本钱和筹码,怎么也要掌握在手中多一些才行。 现在下杀手倒是容易,可别家一样可以对自家高手下杀手。 所以出发之前,其实各家就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种情形,只能是同心协力,先把人带回来再说,至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有了太阳可以辨认方向,小心一点的话,这些高手们还是能够不惊动超级妖兽进入里面的。 三天,各方都救了不少人,同时也都有意识地往盆地中央区域看了看。 不过等到了地方之后那些人才意识到,想要等所有的尖兵融化,恐怕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有几家甚至还碰到了一起,不过大家倒是很默契地没有任何的互相攻击的举动,甚至还互相问候了几句,这才离开。 等到木牌上的各家高手带着救下的人回到各自营地,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情。 各家都有人没有回来,各方也极有耐性,又等了五天之后,依旧还是没有音讯。 至此,各方已经明白,那些没有回来的,恐怕已经回不来了。 千绝地核心就是千绝地核心,哪怕冰雪已经融化,哪怕里面的妖兽都已经离开,可凶险程度却不会因此而减少半分。 一番统计之后,各方几乎要哭出来。 除了下家和宋家之外,其他家在里面的人最好的一家是出来一半,最差的一家只被救出来十三个,就算出来的,也是奄奄一息。 光是这个损失,就足够让各家心疼到无以复加了。 更何况,进去救人的人,各家平均损失了十几个,全都是传奇巅峰传奇后期的高手啊。 修为境界低点都没资格进去的呀。 第1342章预感,下 这些日子里,后方的各大诸侯已经快要疯了。 恨不能每天都集中起来商量,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应对眼前的变化。 集中商量的地方就在京城,除了京城和无忧城,现在各方已经找不到别的地方能够让各方全都放心并且不用担心会被暗算的地方了。 如果是以前,那肯定是选择在无忧城开会的。 可最近无忧城的杀手们,为了挂在杀手大厅的天价的悬赏,可没少杀各方的子弟,各方一厅要集中起来开会商量,就全都本能的从心底排斥无忧城。 以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在无忧城,可现在不一样了,京城绝对是更好的选择。 皇家这几年什么都不管不顾,不但拆了城墙表明了皇家不扩张不侵略的态度,而且一门心思埋头在赚钱之中,要么就是各种声色全马的享受,把京城给经营的花团紧簇,让各方都羡慕不已。 在京城开会,不但不用担心会被人暗算袭击,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美享受,貌似只要人能够想到的享受方式,在京城就能找到。 现在全天下的人,无不已在京城置业为终身的奋斗目标。 最关键的是,京城的治安和防护从外城开始,使承包给各大诸侯的,这属于自己人保护,也间接属于自己的地盘。 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家不选京城,难道还选无忧城? 京城内城的一个茶楼,被各方直接包了下来,然后每天各方的代表就在里面开始争吵不休。 这一次的事情太大,代表各方出席的不但有各方在京城的主市长老,各方的大长老也都紧急从各国王都赶来,同时跟着大长老一起过来的,还有为数不少的隋缘以及下属。 这些是负责吵架的,总不能有些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争取的时候,也让大长老出手吧。 此外,除了真正出来办事的,还有一大批跟着过来看热闹顺便游览一下京城的。 说实话,这几年京城的变化太大,以至于各大诸侯国的很多人都只是听说了京城的名头,也见识过京城带回来的前生缘和梦之房的好东西,可有许多人没见识过京城的繁华。 于是,一大批除了正式之外的其他人,也跟着来到了京城。 有国公国侯的夫人宠姬,有各长老的家眷,反正大家都知道京城安全,而且有大批自家高手在,全都借机来京城开开眼界。 长老们心急火燎的去谈事情,这些家眷们则开始怀着好奇的心态游玩起京城来。 早就听一些小辈们说过京城如何的繁华热闹,这些贵妇名媛们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可一进了京城,一群人就变成了进了大官员的刘姥姥。 眼睛看不足,耳朵听不足,鼻子闻不足,舌头长不足,一切的一切,都是让他们无法想象的心急热闹以及豪华。 京城的好多百姓们,这几天就一直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这群乡下来的土包子在京城各种游览,居然还有好多高手护卫陪着。 不过,这样的乡八佬这几年京城人已经见多了,见怪不怪,可这么大规模的貌似还很有钱有势的爆发护扎堆倒是少见。 来京城游览,这些贵妇名媛们怎么可能不逛润资房? 怎么可能不逛孟之房? 怎么可能不逛前生园? 自己总要亲自挑选一些合意的化妆品吧? 总要挑选新款的妹系列的服饰吧? 总要给自家的老爷亲手挑选上亿两个小把剑饰品吧? 怎么也要接受孟之房超模的形体训练吧? 最后所有的一切大额消费,还是集中在了妹儿的产业中,自然也有不少各家的内幕消息,不知不觉中就被妹儿这边搜集起来。 现在孟之房的众女可都是传奇高手,随随便便就能够用她们的妹弓打破那些名媛贵妇们的心房,套取消息都是润物系无声的,这些女眷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随口的一句就泄露了机密,有时候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只记得自己享受了很专业的形体和气质的培训,自身魅力大增。 这些消息,晚上直接汇聚到了弹台窑和强威这边,然后就到了妹儿这里。 妹儿会是情况,把其中的一部分给天子,另一部分,则是先压在自己手上。 王胜现在并没有具体的位置,也没办法给王胜送消息。 先绝地的变化当然传到了妹儿的耳中,现在妹儿也只能祈祷这些不会对王胜造成影响,天天都在祈祷王胜平安。 不光是妹儿强威,整个大官员当中的美女们全都是这样的心思。 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直接面对各大家族的强敌,来给王胜杀出一线生机。 没人知道王胜的下落,除了灵虚老道。 不过现在,貌似灵虚老道也有些新状况了。 又有晋级希望了。 王胜看着老道,有点惊喜万分的问道,多大把握。 老道在感受过长剑当中的气息之后,不出王胜所料,再次达到了晋级的边缘。 十二重镜巅峰,想想都让人不可思议,再晋级的话,可就是十三重镜了。 至少九成。 老道很笃定的给了王胜一个回答。 以老道的判断和自信,能说出至少九成的晋级把握,那就意味着,其实这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 想想都让人兴奋,十三重镜的高手,这应该是人类当中前所未有的境界吧。 那你赶紧回地下宫殿,或者回老军官去晋级。 王胜一连声的催促着老道,你这边动静越大,我这边就越好办事。 你确定不需要我留下? 老道看着王胜,很认真的问道。 他告诉王胜这些,并不是要这个时候离开王胜晋级,而是给王胜信心,让他知道自己的修为又有进境。 晋级什么时候不行? 另外,老道也从王胜身上看出来不少东西,很疑惑地问道,你也差不多要晋级了吧? 要不要我先帮你护法? 暂时不要。 王胜摇了摇头,冲着老道同样认真的说道,我有一种预感,超过了传奇境界,恐怕有些事情就办不成了。 第1343张山宇欲来,上 一直以来,在所有人心中,修行上的事情,自然是境界越高越好。 不然的话,大家辛辛苦苦拼命修行,图的是什么? 修为高了,力量自然就强,势力就会大,就能掌控巨大的资源,就能掌控他人生死,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只要是修行之人,就会不断的力争向上,达到自己的极限。 最实际的说法,修为越高,遇上危险的时候也越有可能保存自己杀死敌人吧。 王胜现在竟然说不提升修为,这种话在普通人耳中根本就是在矫情。 可偏偏老道并不觉得王胜是在矫情。 和王胜相处这么久了,老道还从来没有看到王胜在大方向上失败过。 既然王胜说有预感不能提升境界,那么一定有王胜的道理。 这里可是千绝地,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不稀奇。 就在不久的几年前,进入千绝地的人,不管修为多高,全都会被压制在七重境的那条线上,谁也不可能发挥出超过七重境的威力。 如此的等级压制在千绝地外围都已经发生过,那么在千绝地核心之中,不允许超越传奇境界的高手进入有什么稀奇的。 反正老道是一点都不觉得稀奇,习以为常。 那后面这段老道帮不上忙了。 老道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他愿意和王胜一起去面对最凶险的状况,可现在王胜这么一说,似乎连这点忙都帮不上了。 多谢你了,老道。 王胜笑了笑,对老道的这番好意十分感谢,有些事情,只有自己面对。 那你好自为之。 老道拍了拍王胜的肩膀,转身就走,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我就去地下宫殿那边晋级,你觉得大概什么时候方便动手,我就到时候弄出点大动静来。 半个月之后吧。 王胜琢磨了一下,给了老道一个大概的日子,同时不忘记提醒已经走了几步的老道,最近气氛不对,你晋级的时候让那些徒子徒孙们警戒好,免得有什么东西惊扰了你晋级。 有预感。 老道这次停下了脚步,转身问道。 嗯? 王胜点了点头,重重的嗯了一声,我们找到的气息貌似只有林家爵士高手的气息,可当年围剿林家高手的那些人呢? 不可能只有林家高手才能留下来带着气息的东西吧? 老道也皱起了眉头,他倒是从来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按道理说,既然各方高手加起来能够压制并杀死或者封印林家高手,那么至少各家的高手应该至少也有和林家高手差不多的境界,不可能什么气息都没有留下来的。 王胜的疑虑是有道理的,但老道也不可能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为什么,也许是各家隐瞒了许多东西,也许是其他,谁知道呢? 如果普通人晋级的话,也许不会有什么影响。 可老道再次晋级就是直入十三重镜了,气息变化绝对能惊动某些平常根本不可能惊动的强悍家伙,所以王胜才会提醒老道小心。 我会注意的。 老道琢磨了一下,脸上呼的露出一种很期待的表情,冲着王胜说了一声之后,再次转身离开,实在遇上了强敌,就往地下宫殿那边逃。 这次,王胜没有再多说什么,老道也没有再啰嗦,各自分开。 八大诸侯,现在每天都有人在冰川盆地的边缘,检查兼冰融化的情形。 同时,那些不会游泳的高手,全都趁着这个时候在边缘区域学习游泳。 整个千绝地里,水中没有致命妖兽的地方,恐怕现在也就只有冰川盆地这里了吧。 十人以大军已经不在千绝地和心外围游荡,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各大家族的高手们也没有吃饱了称的非要到处找,虽然现在找到十人以大军就意味着找到了王胜,可是百十个传奇高手撞上带着十人以大军的王胜,恐怕结局都不会太好。 没人会那么傻主动去招惹王胜,更不会去轻易送菜。 这么关键的时候,主动送上去被王胜杀,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何况被杀了之后还没有一点价值,王胜估计都懒得承认,那不是白死。 千绝地这边小心翼翼的观察着,监视着,等待着能进入千绝地和心的时机,京城之中,各方的争吵已经达到了极致。 首先,除了八大家族,其他家族的高手,想要这个时间进千绝地和心,想都不要想。 千绝地和心,这是八大家族的禁丸,别说那些小家族小宗们,就连皇家都得老老实实的待在外面。 这么一块大肥肉,怎么也得八大家族先把肉吃了,要是能剩下点汤水,那才能轮到皇家和其他小诸侯们进去。 如果连汤水都没剩下,那抱歉了,你们运气不好。 如今这个时候敢接近千绝地和心的,只要不是八大家族的子弟,一律格杀勿论。 没有了十人以大军巡逻,取而代之的则是各大家族轮流在自家营地负责的区域范围内巡逻,绝不会轻易地放任何一个外人进去。 当然,王胜例外。 八大家族倒是想拦着呢,可惜,他们根本就拦不住,也不敢拦。 不过,八大家族也不在乎,千绝地和心的秘密,他们八个家族联手都可能未必完整的拿到,王胜一个人,给他最大的一口肥肉吃,又能吃多少。 达成了共进退的协议之后,接下来才开始八大家族内部分赃。 各大家族在千绝地和心的人手都损失惨重,比起下国,冲击量也就是多了十几个活口而已,力量相差已经不大。 正在千绝地和心机密要揭秘的接骨眼上,谁有心思灭夏家丸。 要是几家联合,自家动手的时候别家稍稍的持上几步,等着夏家和自家拼个旗鼓相当你死我活的时候再过来收拾残局,自家上哪哭去。 眼下这个关键时刻,除了相信自家子弟之外,别家谁也不敢信。 现在大家的矛盾集中在几个地方,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各家的利益如何划分,地盘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八大家族心中,千绝地和心其实早已经是有主之物。 而主人,自然是他们。 第1344张山宇遇来,下 五百年前,我们先祖就已经在里面划定了地盘。 代家的现任大长老直接拍出了一件物品,放在各方中央的桌子上,原有的地盘,依旧还是各家所有,有没有意义。 代家大长老拍出来的东西,正是王胜那次从千绝地和心的尖兵之下挖出来的那块小小的戒杯,上面刻着代家的印记。 既然代家有戒杯,那么很明显,其他家也有戒杯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被尖兵覆盖被湖泊淹没暂时没办法找到,但只要水退了,各家有的是办法找到自家的戒杯。 戒杯上面可是有辨识阵法的,靠近一点范围之后就能感应到。 而且戒杯是被动感应的阵法,是受到某个阵法催动之后才会起反应的,根本不用担心灵气耗尽而没办法使用。 各方当然没有意义,当年先祖抢下的地盘当然归自家,难道还能给别家? 现在大家要讨论的是原本不属于八大家族的那些地盘。 五百年前参与攻击邻家的可不只是有八大家族,还有数十个小家族和宗门,甚至还有皇家参与。 只不过当时其他家族损失极其惨重,为了避免被八大家族吞并,这才及时撤出。 皇家都是当时力量损失极大之后,被迫接受了八大家族的条件,成了有名无实的皇帝。 当年千绝帝是要被封起来的,各家自然也不可能再进去争什么。 现在千绝帝核心要打开,那自然要清算清楚。 不过,那些小家族小宗门已经没资格再参与这次的大餐了。 在八大家族眼中,能给那些小家族小宗门一个分封诸侯建国的机会,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还想再求千绝帝核心的东西。 太贪了吧。 八大家族一边痛心疾首的骂着别人贪,一边得心应手的将本该是别人的东西收拢到一个大圈子里面然后慢慢的瓜分。 殊不知此刻他们心目中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小家族小宗门的人,同样也在偷偷的聚会商量着。 千绝帝核心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瞒得过天下人? 除了八大家族之外,王盛当年可是允许至少二十家在千绝帝里面建造营地的。 除了八大家族,吴忧城,皇家,老军冠,玉宝斋以及其他几个大商家和小家族小宗门。 这么多营地,当时千绝帝核心气息爆发的动静能全都瞒得过。 就算是八大家族,也不可能把周长上千里的千绝帝核心给监控得死死的吧。 现在已经有不知道多上人进去看过,都在一些隐秘的地方等着尖兵融化完毕呢。 别看整个天下现在风停浪静的,京城里夜夜声歌,该怎么享受怎么享受,可是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些生活在水边的,善于潜水的渔民,都已经被不知道多少家暗中给用多少威逼利诱的手法聚集到了好多地方。 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的教会一批传奇高手如何游泳,如何潜水,如何深潜。 冰川盆地的尖兵薄的地方有十几丈,中心区域最后的超过了百丈,不会潜水,就算到了地头,恐怕也被抓瞎。 趁着尖兵还没融化,这时候不学潜水什么时候学? 一群传奇高手如同启蒙的蒙童一般眼巴巴的听着那些平常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渔民们教授游泳潜水的技巧,虚心的态度的比当年跟着他边修行家族最高武学秘籍的时候还要认真。 光是这个劲头就把那批睡梦中被人弄到这边的渔民给吓住了,差点吓得又给这些大人物们跪下。 好说歹说,这才壮着胆子纠正那些大人物的动作。 不过别说,看着他们笨拙的学习游泳换气时不小心喝水的样子还是很解气的。 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不知道多少势力在调动高手,千绝地当中,光是这半个月的时间,就比平常多处至少十倍的人手。 各个营地中都有点人满为患的感觉。 山雨欲来丰满楼,此刻各方已经闻到了一点战争的硝烟,只等着某个时刻的来临。 每天都有人潜水下到冰川盆地的边缘去看那些尖兵融化了多少。 可惜,即便是热带雨林的天气,后打百仗的尖兵也不是半个月就能够融化的,大家也只能等待。 尽管焦急,可是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融化成湖水总比全都是尖兵要好上许多吧。 五百年封闭的秘密,只要登上一段时间就能解开,怎么可能还有人不乐意。 然后,莫名其妙的杀戮就开始了。 天绝地核心的外围,经常会发生一场一场的小型的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战斗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都是打得惊动周围几十里方圆。 没办法,最差也是传奇境界的高手战斗起来,动静小点都做不到。 这时候八大家族也知道,封肯定是封不住了,只能任由各方探查。 还好,各方都有意控制着规模,谁也不想在这个阶谷眼上和人死战损失实力,都在憋着等着进了千绝地核心之后再放大招。 没人看到王胜的影子,王胜一个人,已经再次找了个空子进了千绝地核心。 乘坐着自己的快艇,正在一点一点的扫描湖底的情形。 湖边最简的十几丈的尖兵已经彻底融化,王胜很轻松潜到二十多米深的水中,靠着六字绝和七字绝,一点一点的用行字绝做主字绝,如同探查阵法一样的探查整个已经暴露出来的湖底。 内部还没有融化,但王胜已经开始先行探测扫描外部区域了。 任何一个区域,王胜都先系在单兵作战终端之中,湖底复杂的地形,以后就是王胜能不能脱困的一个关键。 另外,并非是正中央才会有真正的大秘密,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所以王胜也不会放过这些边缘区域,千绝地的真正秘密,说不定就是散布在这些不起眼的区域之中的。 至于说千绝地的秘密会不会集中在一起,看看八大家族各家挖掘的分布区域就知道了,肯定不可能是只有一处的。 这一点,王胜猜到了,八大家族可能自己也清楚,就是不知道其他那些小家族小宗门的人,是不是也知道。 不过,他们知道不知道,重要吗? 王胜的扫描,终于随着时间推移进了千绝地核心内圈。 第1345章细节上的不可思议,上。 正常的传奇高手,在水下也不可能一待一整天。 不说别的,光是灵度的水温就是致命的大敌,任你修为通天,丧尸体温也是会要命的。 不过王胜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在出发之前,就找刚刚晋级大宗师不久的当年最早通过妹儿认识的王姓女宗师帮自己裁剪了两套潜水衣。 这可不是普通的防护服这种的,而是挤进全包的潜水衣。 从头到脚一体全都包裹在内的,只是在脸部有开口,封闭都是用最好的皮子制作,绝对保证不漏水的。 当然,使用的材料肯定是最高级的,绝对是适合在水中而且绝对保暖,即便在零度的水域中也一定不会让王胜感觉多冷的极品材料。 王胜迄今为止还记得当时拿出来那些辛苦采集的超级抹香精的皮子的时候,王大师看到这些皮子时的脸色。 这是皮子。 王大师看着卷着存放现在展开来的一后落,根本就没把王胜拿出来的这一坨方方正正的东西当成是皮子,那分明是肉块吧。 纳戒里根本就没办法保存下厚达三米的皮子,王胜不得已知下,只能取了皮子最外层的厚达一尺的部分。 即便如此,一尺厚的一看就是皮肉的东西,谁会当成是皮子? 十个人看到,绝对有十个人会当成是肉块。 但大师就是大师,他坚信王胜不会在这上面欺骗他耍弄他,所以,在经过了最开始的惊讶之后,马上开始仔细的鉴定起来。 不会吧? 刚一上手,王大师口中就发出了一声如同梦义一般的惊叹声。 都不用再仔细看,光是手感,王大师就已经震惊了。 这绝对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摸过的最强悍的妖兽的皮子,那种已经死去被包皮不知道多久了依旧还能震撼到他的强悍气息,绝对不是普通的传奇境界妖兽的皮子。 王大师能够成为皮革裁缝大宗师,修为同样不弱,已经达到了传奇境界。 可是,即便他传奇境界的修为,依旧在摸着这皮子的时候轻微的颤抖着,那种发自内心的战力充分的表明,这皮子的主人在活着的时候有多么的令人心惊胆战。 公爷,这是什么级别的妖兽皮? 到了这个地步,王大师甚至都不敢问王胜这是什么妖兽,只敢问问是什么级别了。 甚至都不敢奢望王胜能够告诉他。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 超越传奇境界? 难道是传说中千绝地核心当中的那些人形超级妖兽? 可是人形妖兽顾名思义,和人的大小差不多,又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皮子? 你不会想知道的。 王胜苦笑了一声,说出了这句,但是王胜也知道,想要让王大师精心制作,恐怕还真得告诉他皮子的来历。 公爷不方便就不用说了。 王大师也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冒昧的问题,赶忙补救了一句。 这是十四重镜的大海中的一种超级妖兽的皮子。 出乎王大师意料的是,王胜转眼就说出了答案,是一种体长超过了四百丈的恐怖的庞然大物,光是皮子本身就厚达丈二,那戒里实在装不下, 所以只能取最外面的一尺厚拿回来。 王大师在听到十四重镜这四个字的时候,已经直接待在原地了。 等听到体长超过四百丈的时候,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四百丈,一千三四百米以上,光是皮肤厚度就有丈二的超级妖兽。 那是啥? 这世上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 足足耗费了半个时辰的功夫,王大师才从那种震惊的状态中彻底的平息下来。 不说别的,手上的皮子随时随地发出的令人站立的气息就是明正,这还有什么可质疑的。 等到接受了这一点之后,王大师立刻开始痛心疾首了。 四百多丈长的庞大体型,光是皮肤厚度就有丈二尺厚,结果王胜就取回来这么点。 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平米,和整体超级抹香精的皮肤面积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啊。 这得要多败家的想法才会只取这么一点点,把剩下的都丢弃。 长圣公就算是富可敌国,也不可能奢靡到这种地步吧。 一连串的质问和惋惜痛恨,王大师恨不能身在当时当场,把一切东西都扔掉,然后换取更多的空间来装下更多的皮子啊。 对于这种专业人士见不得本专业内的极品好东西的表现,王胜已经见得多了。 王大师这样的表现才正常,至于那些拿着超级抹香精的皮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家伙,他们有资格成为大宗师吗? 总算是等着王大师彻底的平复下心情了,这才开始埋怨王胜抱点天物,这么好的皮子,都没有好好的柔制。 念叨了半天,然后带着那一坨皮子去处理去了,留下了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的王胜在风中狂乱。 柔制 一尺多厚的皮子,王胜这个门外汉怎么柔制? 要不是王大师本身是大宗师,而且还是和王胜合作最早的一批,王大师连剑都没资格见到。 现在能把皮子拿出来给王大师,就已经是王胜需要东西提前做准备才不得已的决定,否则的话,王大师都未必有机会见到,更别说上手处理。 光是柔制,王大师当时就足足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之后又彻底理解王胜的意图,动手又花了两个月才把王胜要的东西做出来。 十四重镜腰瘦皮,切割就不是简单的事情。 还要在上面捐刻阵法,裁剪出王胜要的独特外形,王大师简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完成。 要是以前的我,根本没能力裁剪这么一身。 王大师交货的时候冲着王胜一阵感慨,一件你要的衣服,就足以成就一个大宗师了。 可惜,普通的宗师连裁剪的能力都没有。 剩下的皮子,自然是都交给了妹儿。 不过王大师作为制作者,还是拥有可以购买一块三平方米左右,三分厚的皮子的资格作为报酬。 而王胜不知道的是,这个买皮子已经在玲珑阁内部引发了一场疯狂的争抢。 第1346章细节上的不可思议,下 潜水衣上要捐刻阵法,自然少不了阵法师参与。 所以,消息自然不可避免的在内部流传了起来。 十四重镜的妖兽皮,无数的大宗师全都封了一班。 这般传说中的生物居然有皮子留下,还出现在了王胜的手中。 一时间,玲珑阁内和王胜有交情而且还能用得上这些材料的大宗师们,全都动了心。 哪怕不能拥有,只是使用这些材料来打造一些东西,那也是这些大宗师们极大的心愿呢。 玲珑并没有把所有的超级抹香精的皮子全都收藏起来不用,而是很大方的着急了熟悉的大宗师们,给了大家一个集体的任务。 使用这些超级抹香精的皮子,外加其他的一批高等级材料,给玲珑威以及大官员中的众女全部量身打造一套近身战斗服。 六百多套战斗服,幸亏王胜带回来的皮子才成薄片之后足够,否则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分派。 对于这些大宗师们来说,能使用这种传说中的妖兽的皮子,那简直就是最大的好消息。 王胜离开京城之后,几乎所有相关的大宗师都推掉了一切手头上的活,全部都集中在长盛功府做这些。 隐约有消息传出,让许多人都是无比的烦恼。 本来六百多个传奇高手就已经让人很头疼了,再加上这种高级货色,岂不是更加的麻烦? 看来,以后想要动媚儿他们,恐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这是王胜首肯的,也是王胜特意给媚儿留下的。 总之,保护好自己,这是王胜对于媚儿和强威的唯一要求。 至于王胜自己,打造的两套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样式。 一套是潜水衣,全封闭的可以防水的,上面还镇刻了保暖的阵法,边缘处有封闭阵法,能够确保冰冷的湖水不会灌进里面。 另一套,同样是紧身的,但却相当于一种男士的紧身战斗服,内穿的。 十四重镜的妖兽皮,可想而知防护效果如何? 不过,王胜现在需要的,却是防水保暖的功能。 这一点上,超级抹香精的皮子同样完全的适合。 要知道,本身超级抹香精就会经常潜水到深海之中猎取最喜欢的食物的。 深海之中,本身温度就接近零度,有些极端的地区如极地附近甚至更冷,超级抹香精丝毫不受影响,这皮子本身就极具保暖性。 防水就更不用说了,王胜现在穿着这一身潜水服,滴水不漏。 本就是海里的生物,还怕皮子不防水。 穿着这一身潜水服,王胜就算是在冰水里抛上三天三夜,也不用担心失去体温的危险。 所以,王胜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此刻依旧还是冰水的湖中来去自如。 当然,潜水服的另外几个重要部件,气瓶是王胜早就做好的,不过想要往里打气,却只有王胜才有工具。 至于脚谱王胜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潜水的脚谱,是王胜亲自雕琢的,使用的材料,则是从超级大王乌贼身上砍下来的一块软骨。 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流韧性极佳。 王胜现在的修为,普通的材料有时候都无法承受王胜身体的力量,也只有这种强悍的材料,才能完全承受王胜有时候全力的力道。 脚谱是王胜用老道给打造的雕刻工具一点一点的雕刻出来的。 打造脚谱的时候,王胜没有用任何人,只是自己出力。 不是王胜信不过那些大宗师,而是王胜信不过玲珑房。 玲珑房现在和长盛公府看起来和睦相处,但是王胜知道,以后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那就是铸币权。 现在天下的铸币权都是玲珑格的,玲珑格负责铸造金币,收取一成的铸币费用,各大家族包括皇家都是如此。 不声不响的玲珑格其实掌控了全天下十分之一的现金财富,绝对是一个不险山不露水的庞然大物。 可是现在力真房发行金票,已经间接的和玲珑格走上了对立面。 尽管现在大家还算是合作愉快,因为力真房发行多少金票,还是要收取多少金币作为质押的,不会影响金币的流通价值。 可是未来有朝一日,一旦力真房开始超额发行金票的时候,那就是双方矛盾的起点了。 到时候大家争夺的焦点就是货币发行权,那是决定天下经济形势的权利,玲珑格会心甘情愿的让出来。 那些老实的大宗师们估计不会参与双方的战斗,可是,玲珑格的隐藏实力,绝对不是表面上的这批宗师大宗师。 王胜就是基于这一点,才隐瞒了脚谱的存在。 在水下,有脚谱和没脚谱,那完全是两回事,脚谱有着巨大的优势,王胜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这些。 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也许脚谱这个细节,就会改变一切。 此刻王胜就是穿着防水的潜水衣,带着脚谱。 口中插着连接气瓶的管子,在几十丈深的湖底仔细的扫描探查着。 不是王胜如此的极不可耐,而是有些事情不能多等。 要知道,五百年前这里可不是大湖泊,而是一片正常的土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才造成了千绝地和新几百里的区域下陷然后气候急剧变化变成了冰川盆地。 如果梦中女孩就在这里的话,那么肯定是不可能料到这样的变化。 不管是尖兵还是湖水,对一个被封印在下面的高手来说,恐怕都是要命的。 按照王胜的猜测,如果是梦中女孩被击冻然后封印的话,那么还有救活的希望。 梦中女孩能给王胜信息,从五百年前活到现在,除了这个可能之外,王胜想不出来别的原因。 不然的话,不吃不喝五百年,怎么可能还有活人? 除非八大家族一直有人在秘密地给梦中女孩使水,可即便那般,五百年也实在是涨了一些。 所以只能是激动,可如果是这样缓慢的融化,直到把梦中女孩也融化的话,那就算是梦中女孩几百年没有被冻死,恐怕也会被淹死。 王胜必须尽快地找到梦中女孩的位置,想在融化之前就把梦中女孩救出来,否则她来做的一切就都没有了意义。 第1347章意料中的敌人,上 提前准备的可不只是王胜一个,八大家族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在每天派人进大湖泊中探查。 一方面是为了检查那些尖兵的融化速度,另一方面,则是要标记好超级妖兽的出没区域。 上次放了木牌出去,每家都有十几个人没回来,平均两个木牌。 里面又没有普通妖兽,做木牌出去的都会游泳,怎么会死。 除了超级妖兽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别的妖兽在融化之前还能跑掉,可那些超级妖兽是绝对跑不掉的。 大家这段时间,就是在验证那些超级妖兽还在不在原先的束缚阵法之中。 好天气,又有专业的渔民帮忙,各方总算是能够在湖泊上定位了。 先以冰川盆地边缘为基准点,定位好几艘木船的位置,然后靠着连续的几艘木船,一次一次的确定现在木船的位置。 为了测试超级妖兽的所在,他们还用几艘装着一些普通要收的木船,推到原先束缚阵法的所在。 果不其然,超级妖兽从水中突兀的出现,吞下了试验的妖兽。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各方把核心内圈之外的超级妖兽全都探查出来。 有了这些超级妖兽当作固定的基准点,越发的确定了水面上的位置。 外围的斗争开始有了血腥,不再局限在小范围之内的争斗,八大家族和那些小家族们的高手遇上,不丢下几具尸体,肯定不会分开。 此刻王胜已经深入到了千绝地的中央区域。 各方在水面上定位探查超级妖兽的时候,王胜却已经在水下把所有的区域都扫描了一遍。 水下的尖兵只剩下薄薄的一层,而且只限于中央区域不到二十里方圆的范围之内。 中央区域的水深,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丈,也就是四百米左右。 如果是地球上的王胜,只穿着潜水衣潜入到四百米的水下,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可是现在,王胜并没有察觉到有无法承受的压力。 强悍的潜水衣肯定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王胜本身强悍的修为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四十个大气压,王胜竟然和在地球上四十米左右的水深感受差不多。 湖水并不是很清澈。 在这个深度上,基本上就已经是漆黑一片了。 事实上,到两百米的深度,基本上就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王胜有单兵作战终端,防水防阵,打开上面的电筒,王胜可以在下面看到一定范围内的湖底。 不过,各大家族也好,那些小家族小宗门的高手也好,在水下完全就是睁眼瞎。 没有王胜的这种高科技装备,各方简直是一点办法没有。 火把也不可能在水下燃烧照亮,大家就只能黑乎乎的摸索。 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没有多少高手敢伸前到湖底探查尖兵的融化程度,最后,各方就只能在湖面上用长杆子连起来探下去来测量湖水的深度,进而测量尖兵融化的进度。 即便是王胜,在水下也只敢用行自绝为主自绝的六次绝七次绝,尽最大可能只探查环境的变化,但却不会引起任何气息反应。 王胜可不想在水下这么深的区域激发某些奇怪的东西。 在水下,王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剩下的这部分冰冻区域,似乎比周围的部分更加的寒冷,用军用手表上的温度计测量,明显的低于零度。 只有靠近尖兵一尺左右,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冰冷。 这部分区域,因为温度低于零度,所以要冰冻,但上方的冰水也带来热量,所以同时融化,正处于冰冻和融化的一个平衡状态。 只是用树杠肯定是不可能发现这些变化的,何况各方现在探查的区域还没有达到这部分。 很明显,王胜要找的秘密,就在这二十里方圆之内。 看眼前的情形,这部分残余的尖兵肯定是不可能融化了,下方还有更加寒冷的东西。 王胜猜测,下方更加寒冷的东西,才是最开始整个冰川盆地被冰雪覆盖的源头。 这个范围之内,也是各大家族的挖掘地分布的区域。 在水面上王胜好好的休息了一天一夜,一边琢磨下方的情形,一边给单兵作战终端太阳能充电,同时给几个使用过的钢瓶充气。 之前王胜已经用行自觉扫描过一次,并没有惊动任何东西,但显然也没有发现任何更确切的东西。 这样下去不行,说不得,王胜也得在水下动用灵气探查了。 不然的话,各方慢慢进入中央区域,到时候估计会引起一番麻烦的争斗。 再次潜入到水下之后,王胜再次仔细的检查起来。 这个时候,王胜也顾不得使用气息探查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了,在水下从中央开始,疯狂的用气息探查起来。 灵气探查果然不一样,王胜很快发现了那大片区域之中的不一般。 有那么几十个区域,明显的有抗拒的强悍气息,同时那几个区域,比周围的地方更加的寒冷。 这些区域,王胜一一的记录在单兵作战终端中。 仔细数了一下,有二十五个点。 每一个点上,靠近伸手在上面,王胜都能通过行字绝感受到微弱的阵法波动。 显然,这二十五个点就是千绝地的秘密所在。 每一个点的范围都不是很大,大概几丈方圆的区域。 但具体那个点才是王胜要找的目标,王胜却无法判断了。 梦中女孩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动静,战斗意识小人也没有了任何的提醒。 二十五个点,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让王胜来分析的话,也许是五五二十五个点的一个完整阵法。 也有可能十四个点是封印阵法的关键,剩下的一个点则是王胜要找的目标所在,梦中女孩的位置。 哪个是梦中女孩? 王胜犯起了嘀咕。 要是在陆地上,王胜还可以用行字诀一点一点的试验,可现在是在水下,王胜的行字诀威力有限,根本无法穿透阵法,只能靠着分析或者撞大运。 王胜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水面上,各家的船只和高手已经陆续来到了中央区域。 看船只的数量,来的显然不只是八大家族。 如果王胜在水面上,一定还能看到一些让王胜惊讶的东西。 第1348章 意料中的敌人,下 潜水衣,王胜在外面请大宗师小心打造的同样样式的潜水衣,现在正穿在几个高手的身上。 护目镜和硬质口罩已经不是秘密,几个高手身上全都佩戴着。 这衣服,果然有用。 一个高手一边伸手伸脚适应着潜水衣,一边冲另一个同伴笑道。 的确,又保暖,又不透水,泡在水里也不再那么冰凉。 旁边的同伴同样笑着回答道,一边说着,一边戴上护目镜,还有这个,在水里也能睁眼,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进眼里。 要说这天下,还真没有比长盛宫更擅长做这些东西的。 原先说话的那个高手点着头赞同道,看看潜生元那些好东西,看看亚运的东西,梦之房的东西,连那些女人们拿起来都放不下去。 两人装备完毕,普通一声跳入了水中,开始下潜。 潜水衣并不是只有一家有,几十里范围之内,所有的下水的高手,全都穿着这么一身。 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材料最多也就是七重镜八重镜的妖兽皮,而不是王胜那么夸张的十四重镜的妖兽皮。 王胜的防备的确有了用处,脚谱这个重要的东西,旁人没有见过,自然也没有装备。 另外,钢瓶可能是以前制作的太早,别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也没有佩戴。 聪明人,知道下水不容易,看来是好好的学过。 每个人并不是直接往下潜,光是这么下潜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所以都是沿着从船上插下去的连接起来的木头杠子走,这样轻松省力一些。 这边一下水,王胜立刻就察觉到了动静。 王胜的听力极其出色,在水中音波的传播比空气中更快,王胜当然马上就听到了。 那些高手们肯定也没有意识到水下会有人,还以为都是各方高手,大家井水不放河水,各自探查各自的地盘,水也不会干扰谁,所以进水的时候都没什么顾忌,都是肆无忌惮的跳进水中。 这样的动作,王胜要是还听不到,那就是棒锤了。算算时间,各方也应该到了,这时候下水,这些人也算是有耐性了。 王胜可是知道,这些人一路上都是用长杆子探水深的,根本没怎么派人下水,只要大概确定了超级妖兽的范围,就不会再多关注别的,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核心区域这几十里方圆。 可惜,即便是精通水性的传奇高手,也不过只能在水中待上半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再厉害的高手也得被淹死。 王胜很关注这些高手们的下潜动作。 有脚谱的帮助,王胜几乎是毫无声息的就潜到了一个高手的下方,然后静静的感受着对方下潜的手法。 不能不说,这些人是练过的,下潜的速度不急不缓,一点也不像是那些不会水的高手那么紧张。 各方在这上面,这段时间应该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时间还是太短了点,以及他们练习的地方也不是足够深。 王胜的感应中,上面的这个高手下潜的速度还是稍微有点快了。 这要是在十米二十米的前身,这种速度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于对方是传奇高手,可能五十米六十米都不会有什么大碍。 可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水深是四百米,超过两百米以下,浑浊的水就再也看不到头顶的光亮,一片黑乎乎。 如此的情况下,没有携带氧气钢瓶就这么下潜,这些高手就只能争取快速的来回,以便能够腾出中间足够的时间在下方摸索。 不过,他们恐怕注定要付出代价了。 练习时的前身一二十米甚至五六十米对他们这种升降速度没什么要求,他们的修为和体魄能够撑住。 可是,四百米的水深还这么完,中途还要停留,减压病他们是一定会得的。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会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够摸清这种规律。 才会真正的学会身前。 至于说能不能在黑暗的水下看到东西,这些人那是不用奢望了。 这个世界还没有厉害到王胜手上的这种防水防阵的军用单兵作战终端的高科技。 王胜不动声色,在水中静悄悄的悬浮着,只要王胜不动,这些高手就看不到王胜,气息探查更加不可能。 水下二十里方圆的尖兵属于不会融化的冰层,他们想要摸清楚那些阵法波动的分布,除非各家合作,否则的话,在水下黑灯瞎火的摸,能把他们累死。 而且还要关注定位,两个月能让他们那么多人把下面摸一遍就已经是极限了。 当那个高手从王胜不远处下潜之后,王胜静悄悄的往上画动了几下,在水下一百多米的深度,王胜看到了那些人身上穿着的潜水服。 果然,王胜心中没有一点的惊讶。 潜水服的样式还是泄露了出去,玲珑阁当中,肯定有人时刻盯着自己要做的东西。 不一定是那些大宗师自己泄露了这些,但大宗师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在干活,总有一些宗师级的徒弟什么的帮忙,那些人心中怎么想,王胜肯定是控制不住的。 也许,王胜和玲珑阁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将来,有极大的可能会有一战,王胜对于这个看起来好像和做无间突然才冒出来的可能的敌人,丝毫不意外,全在意料之中。 这次,王胜并没有惊动这些高手们任何一个,只是静静地画着脚谱离开了这片区域。 什么话都不用说,也不用动,这些人就能但时间内折损一大批。 也许不会死,但是身前减压病那绝不是玩笑,让那些下潜的高手丧失一半战斗力,轻而易举毫无难度。 王胜慢慢的离开了这片区域,让他们各方互相怀疑有人在其中耍鬼吧。 莫名其妙的自己人突然不是,这些貌合神理的家伙们不翻脸才怪,根本不用王胜多挑拨什么。 至于王胜现在,还是暂时离开千绝地核心,回到外围,再给各家的高手挖一个大坑吧。 第1349章传奇不是终点,上。 这个坑倒不用王胜亲手挖,而是灵须老道动手。 事实上,忍耐了这么长的时间,老道早已经超过了那个极限,随时可以晋级了。 不过,为了给各方一个巨大的诱惑,老道还是特意的等了两个月。 这么长时间,足够从千绝地核心逃出来的那些高手们伤势复原,同时,也足够一批传奇巅峰的高手在千绝地当中把自己的修为推动到了另一个极限。 王胜并没有和老道具体商量最好的时间,但老道和王胜却是惊人的默契,发动的时间简直惊人的配合。 就在各方在千绝地核心区域水下举步维艰的探索湖底的时候,一股强悍到无以复加的气息,从千绝地的某个方向上传出,直接惊动了千绝地里面几乎所有的营地。 那一股强悍的气息,几乎不弱于之前千绝地核心的那一股。 真要说不同的话,就是这次没有引发冰川盆地兼冰融化。 方圆数十里之内的妖兽,如同感受到了什么恐怖无比的天敌一般,疯狂的奔逃,简直就是千绝地核心的事件重演。 各家千绝地营地之中全都是高手,怎么可能感觉不到这股强悍气息? 所有人全都大害,关注点瞬间转向了那个方向上。 千绝地核心湖底的探查一两个月恐怕都不会有结果,可是现在外面出现了一个媲美千绝地核心爆发气息的高手,各方正值千绝地核心机密要揭晓的前夕。 怎么可能不关注? 几天之内,至少有几百个传奇高手集中到了那个方向上,一路搜寻了过去。 值得庆幸的是,这股气息爆发的时间很长,接连持续爆发了好几天,而且位置并不是在千绝地核心无法进入的区域,很快各方的高手就得以轻松的找到高手的位置所在。 赶到地头,众人都是一惊,这里竟然有一个庞大的营地,而且里面全都是道门中人。 这里是道门在千绝地当中的营地,其中爆发的气息,分明是一个绝世高手在晋级引发的天地灵气脆体。 上百传奇境界的道士在营地当中警惕的看着这些围过来的各方高手,表现出一副要拼死保护老祖晋级的架势。 事实上,这两个月,这里已经准备得十分充分,各方高手就算是再多来一倍,也不可能攻破营地。 地下宫殿中,还有道门六宗至少四五百个传奇高手在里面护法,只是没有对外暴露而已。 他们不光是护法,还在观理。 十二重镜高手冲击十三重镜的灵气脆体的机会,这辈子恐怕都未必能够遇上下一次。 至少之前几百年,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机遇。 一看是道门六宗的高手在这里护法,各方就知道,这是道门的高手在这里晋级。 没人愿意得罪道门,代加王公遭血洗的教训还在眼前,谁敢轻易地招惹庞大的道门。 看不到高手晋级的场面,但是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高手晋级灵气脆体的气息还是可以的。 几方带队的高手赶忙上前表明身份,也表明了不会打扰道门高手晋级的意愿,只是想请诸位高道大德同意,让他们能在营地外观里。 道门高手当然不为己慎,很大度地允许他们在营地外感受气息。 机会难得,各方高手也没敢有什么异动,乖乖地在这边近距离感受一番让他们这些传奇高手都觉得战力的气息,同时心中无比的惊骇,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为,才能有如此厉害。 是传奇巅峰。 还是如同那些超级妖兽一样,已经超过了这个境界。 人类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 不少的高手一边感受着这边的气息,一边心中琢磨着,憧憬着。 前后赶到的各方高手们,不管是各大家族的,还是那些小家族小宗门的,全都是同样的做法,在道门高手面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每个人心中都在怀疑,每个人都在猜测,可是在答案揭晓之前,谁也不敢轻易的给出答案。 足足七天七夜,灵虚老到晋级引发的天地灵气粹体才完成。 这段时间之内,方圆数十里再没有一头妖兽存在,各方加起来接近上千的传奇高手把道门地下宫殿的营地围得严严实实,都在老老实实的感受着那股强悍的气息。 这些高手们心中不知道有多庆幸,他们没有在千绝地核心当中潜水摸索湖底,才有机会感受到这般恐怖的高手晋级,简直三生有幸。 道门也没有让各方失望,当灵虚老到晋级完毕,稍事休息之后,就现身出来,见过了各方高手。 果然是道门辈分最大的灵虚老祖晋级,各方全都是一阵恍然,意料之中。 老祖,敢问您老如今是什么境界? 各方公推出来的一个最有头有脸的唐家长老,得以允许进入道门营地,恭恭敬敬地向灵虚老道行礼,恭恭敬敬地请教道,恳请老祖指点,我等后辈,感激不尽。 大胆! 唐长老这般请教,道门一众高手顿时间大怒,奇奇地呵斥出口。 灵虚老祖在道门何等身份,唐长老竟然敢如同逼宫一般地追问,是天下道门未无物吗? 晚辈不敢! 唐长老二话不说,直接面对灵虚老祖跪倒在地,晚辈只是心有疑惑,还请老祖指点,晚辈代表天下各门各派各家族,感激不尽。 说完,唐长老也不多话,一头磕了下去。 几个道门高道正要说话,灵虚老祖微微伸手阻止了他们说话。 往前走了一步,灵虚老祖微微一笑,冲着唐长老笑道,你们好奇也是正常的,这种事情,换成是频道也好奇。 唐长老头磕在地上,脸上却是一阵喜色,灵虚老祖这么说,显然是有一直点了。 你们猜的没错。 灵虚老祖也不管唐长老的这点小心思和小动作,缓缓说道,传奇巅峰不是终点,上面还有更高的境界,而且还有不止一层,具体的,你们可以自己琢磨。 灵虚老祖说的声音不大,可是营地里外的所有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听到的人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广喜。 第1350章传奇不是终点,下 上面真的还有广阔天地,并不是已经到了天花板。 这个消息,对于这些传奇高手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天晓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传奇巅峰高手每天沉浸在枯燥的修行中,看不到向上的希望时那种整个人生都没了目标的绝望是怎样的折磨人,极端点的甚至有一种了无声趣的感觉。 王胜理解这些人的感受。 这分明就是游戏玩到了顶级,还没有任务做的无聊状态。 而老道,就是给五十级的人看到了七十级的希望。 灵虚老祖确切的给出了答案,传奇境界的上方,还有路。 虽然老祖没有说自己到底是几重镜的修为,可是,堂长老他们自己有眼睛,自己有脑子,也能判断出来,老祖肯定不只是十重镜。 也就是说,其实在很早以前,灵虚老祖就已经知道上面还有路并且已经身体力行了,只是秘而不宣而已。 没人敢追究灵虚老祖为什么秘而不宣,老祖可不是没有后台的人,就算灵虚老祖背后没人,这么强大的境界,也没几个人敢动。 干家的人几乎都要哭了,当年他们家族竟然派了一批高手去袭击王胜和灵虚老祖,打算杀了灵虚老祖生擒王胜。 结果所有人被一网打尽,对外宣称是那些人遇上了老军官前来接应的大队高手。 现在回头想想,用什么高手接应啊? 灵虚老祖一个人,就可以把那些派出去的高手杀得清洁溜溜了。 绝大多数高手,都在兴奋之中琢磨着自己应该如何往上突破,如何才能够捅破头顶上的天花板。 当然,这事情绝对不可能去问灵虚老祖的,就算是他们敢问,老祖也不一定回答。 这么重要的关键信息,老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告诉别家? 少数的一批人想的更多,既然灵虚老祖早已经突破了这个境界,那么为什么没有在盗门之内说明? 似乎盗门之内也从来没有露出风声。 那么灵虚老祖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破的呢? 尽管知道了上面还有路,可具体怎么走,谁也不知道。 唐长老知道眼前就是最好的机会,错过今天,可能再没有机会请教灵虚老祖,索性一咬牙,也顾不得丢脸,直接又是帮帮帮三个响头磕下去,冲着灵虚老祖请教道,恳请老祖指点,我等感激不尽。 聪明人不止是唐长老一个,营地外面的人全都听到了唐长老这一声如气如素的请求。 或许唐长老本来就是故意的,用的是最大的声音。 恳请老祖指点,我等感激不尽。 营地外的一千多个传奇高手,奇奇的跪倒在地,冲着灵虚老祖大声的重复了这句话。 这么多高手殷切的请求,灵虚老祖就算是再不想透露消息,再想要避肘自珍,恐怕也要稍稍掂量一下。 这就是在明目张胆的逼宫。 道门的高手们大怒,在地下宫殿基地当中,就靠着这上千的传奇高手就想要这样逼迫灵虚老祖讲出这等大秘密,想什么呢? 真当道门无人吗? 不过,大批的道门高手的怒火还没有发出来,就被微笑着的灵虚老祖给制止了。 没必要隐瞒,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其实你们就应该自己能摸索出来了。 灵虚老祖冲着自己面前的唐长老一伸手,起来吧。 既然想知道,我可以和你们简单的说一说。 唐长老也知道自己这次是有些冒昧,说到底,其实是大冒犯,可灵虚老祖却如此轻飘飘的放过了他,让他起来,还答应指点,唐长老简直开心的想要跳起来了。 只要灵虚老祖指点完,他唐长老一跃就会成为外面这一千多各家高手的大恩人。 其实很简单,你们都进过千绝地核心,感受过里面的气息,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然后出去潜心修行上最多一两年,基本上就能达到晋级边缘了。 灵虚老祖金口预言,说指点就指点,丝毫没有半点折扣。 不管是外面的高手,还是道门的高手,全都静静的听着。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高手的解惑,傻子才会在这个时候和所有人过不去打扰老祖。 进去感受过气息潜心修行就能到突破边缘。 这个大家到时都没有想到过。 事实上,在里面晋级并不是个好主意。 老祖似乎是真的要放开来指点,连这些事情都说得清楚,最好还是到外面。 如果真想要走点捷径的话,大宗师的演奏会是最好的选择。 本来在所有高手心目中已经是重要无比的大宗师乐队,这一下立刻又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相信从此以后, 八重镜以下的人,恐怕再没有机会享受大宗师乐队的演奏了。 至于你们的猿魂要如何突破,灵须老祖顿了一下。 一大群传奇高手脸上的交集表情一于言表,看着这些,老祖忽然笑了起来,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指点过了,你们要是有心,自己去琢磨琢磨就知道了。 这算什么? 卖了个关子之后就不给解答了吗? 管杀不管埋? 不知道多少人此刻想要疯掉了? 不过,肯动脑子的人终究还是多,老祖这么说,其实已经提醒的很详细了。 具体的内容老祖肯定不会直接说,换成是他们自己,恐怕也是如此,能提醒到这个地步,已经是老祖垂帘了。 到底以前谁指点过? 老祖并没有继续说,看这个样子,老祖肯定也不会多说什么了。 都是传奇高手,都是要脸的人,大家在堂长老的带领下,齐齐的冲灵须老祖施礼,感谢老祖的指点。 随后,各方就在各自的领队带领之下,飞快的回到各自的驻地,开始研究琢磨灵须老祖说的已经有人指点过是什么意思。 传信鸟送信,大大小小的势力都开始追查,什么时候有人指点过元魂升级的事情。 无数人的努力之下,不到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各方就有了结果。 去掉普通的元魂晋级的说法,专门找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能的元魂晋级的法子,还真被大家找到一批。 基本上,有一项共同之处就是,王胜曾经卖过这样的法子,而且王胜也是和灵须老祖关系最好的一个,难道真是王胜的那个办法? 第1351章入坑,上 当年王胜曾经在第一次逃到无忧城的时候,公开卖出过一次元魂升级的秘密。 各大家族当时都有参与,都想知道这个秘密。 不过,当年的情形有人记得,在王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之后,王胜才公布说,自己的元魂其实是一个可升级元魂的一部分,所以能够升级。 现在各方绞尽脑汁的回想起来,忽然发现,貌似,可能,也许,或者王胜当时开的那个玩笑,其实并不是玩笑。 当时大家都当成是玩笑来着,因为王胜当时说,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坚信自己一定能晋级,元魂就能晋级。 这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 可是,现在大家仔细的琢磨一番之后,却发现,他们一直以为是开玩笑的内容,恐怕是真的。 王胜早在数年前,其实就已经公布了元魂晋级的方法。 这个现实让许多人都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那时那种明明身边就有一座金山摆在那边,只不过上面有些灰尘而已,可是却硬是被自己给当成垃圾扔掉的感觉,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要多憋屈有多憋屈,要多想抽自己耳光有多想抽自己耳光。 是要有坚定的信心吗? 基本上可以确定,没错了。 其他的方法根本就不靠谱,而这个才是最简单也最实际最贴近灵虚老祖说的法子。 多少人知道真相后都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早知道是这样,大家何必每天懵懵懂懂的困在这个境界看不到希望。 一时间,无数的高手都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和各家领队商量,自己是不是能先到进城,听一听大宗师的演奏会。 特别是一批传奇巅峰的高手,他们最近已经感觉自己的灵气开始有了一些神奇的变化,说不定这就是晋级的先兆吗? 这一下,各方的领队都有些犯了难。 按道理说,这些传奇巅峰的高手察觉到变化,有了灵虚老祖的指点能晋级,那对家族对宗门来说绝对是好事。 传奇高手和时众敬高手,那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 但问题是,现在各家正在探索湖底的关键时刻,据说里面不少的高手都已经多多少少的受了暗伤,如果这时候把这些后备人员都抽走的话,那里面怎么办? 没办法,这种决定,只能交给家主定夺。 营地主管这边的消息没送出去多久,里面的高手很快也随着里外轮换的机会知道了外面发生的事情,也知道了灵虚老祖指点了大家上面还有路。 这一下,就连里面的一批高手也有点心神不定了。 突破传奇境界巅峰,那是什么感觉? 会不会境界提升了,在这里探索湖底就不会再受暗伤。 没人知道他们身体的不适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没人知道潜水员的职业病,所以大家很一致的把减压病当成了是在这里受的暗伤,每次下潜一次,上来之后那个高手就得休养至少五天才能恢复。 这里毕竟还是千绝地的中央区域,虽然天气正常了,尖兵融化了,可下方的尖兵不是没有完全融化吗? 肯定还有别的布置,传奇巅峰的高手都会受伤,再正常不过了。 要是这些传奇巅峰的高手都能够提升境界,进入石崇敬的话,那是不是在这里就不回受伤,探索秘密也会更加的容易呢? 这个问题貌似很简单,只要派几个高手先试验一下不就行了。 不用所有高手都去,简单至极。 京城里各方本来就安排了高手,也都是进过千绝地核心的高手,正好这个时候大宗师们已经在八大诸侯国转了一大圈,据说也采封了不少,做了不少新区,王胜不在,他们就公开在京城当中新的剧场中演出一次,听听各方的反应。 机会难得,本来各方就是一拥而上瓜分了名额的,这时候也不派那些八重镜的高手去了,直接把坐镇京城的传奇巅峰的高手派了过去。 能坐镇京城的传奇巅峰高手,也都是各方的老牌高手,可以说是各方最早的几批晋级传奇境界的高手,在传奇巅峰的境界已经很长时间。 都经历过冰川盆地之中气息的洗礼,这些高手其实和石仲镜的高手只是相差一线。 就如同当年的三大供奉一样。 大家常识中本能的觉得传奇就是终点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还能突破。 可是当有人提醒有人用事实展现给他们看之后,想法立刻不同。 三大供奉就是看到了那个并不怎么成功的老供奉的厉害,后来接受了王胜的提醒,知道灵须老到修为更高之后,这才坚定了信心,借助大宗师的演奏会一举突破。 各家的这些传奇巅峰高手其实也是一样,他们只差一个捅开天花板的契机。 灵须老祖当着一千多传奇高手的面晋级就是这个捅开常识天花板的戏针,王胜当年的提醒也成了有一个诱音,刹那间,这些高手们就已经开始有致变的趋势。 大宗师的演奏会,成了完成致变突破一切的最后的推手,当大宗师乐队演奏完他们新谱写的束手曲子之后,各方的高手就开始有序的进入到了最后的突破过程中。 前后加起来,足足五天五夜的时间,这世上,多出了数十个十重镜的高手。 说实话,第一次试验,晋级的高手相对于大宗师乐队的演奏来说并不多,可是,却是给各方掀开了一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精彩世界。 原来前方真的有路,并不是灵须老祖作假,修行的道路,前所未有的长。 新世界的大门一打开,消息传回各个诸侯国,各家高手的心思顿时间发生了变化。 既然有这样更高更精彩的世界,那为什么不把几方更多的高手提升一下呢? 十重镜的高手越多,对于解开千诀地核心的秘密把握就越大吧。 要知道,光是摸索湖底的状况,恐怕就得几个月时间,足够提升一大批高手了。 王胜在千诀地当中,冷静的看着各方有序的调动了一批传奇巅峰的高手赶赴京城,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第1352章 入坑 下 这个当口这么多高手离开千诀地去京城,除了借助大宗师演奏会晋级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王胜通过老军官这边的通信渠道,直接给媚儿发了一个消息,让他说服那些大宗师们在五千人的大剧场当中每个月演奏两场,持续两个月,之后大宗师们就会闭关谱写新区。 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谁舍得错过。 何况这样的大好机会,王胜就不相信各大家族不动心。 以前是一千人的皇家大剧院,人数有限,各方争抢得不亦乐乎。 现在直接上五千人的大剧院,连续演出四场,就是两万人的名额,各方要能忍住,王胜就信了他们的邪。 所有人都觉得修为高就是一切,就能够解决眼前的困难,即便无法解决,困难也会因为修为的提升而减弱。 如果是在正常的状况下,这是常识,谁都会这么认为。 但是,这里是千绝帝核心,是一个违背常识的所在。 王胜的感觉中,修为超过了传奇巅峰境界,有些地方,恐怕就进不去了。 别问王胜是怎么知道的,这纯粹是一种预感,当然,战斗意识小人也帮了不少忙。 别说王胜对此深信不疑,就连老道对此也一样毫不怀疑。 在千绝帝里面,王胜的预感还从来没有错过。 一下子两万人的欣赏演出名额,各方这还能做得住。 何况大宗师们也宣布了,两个月之后,就会停止演出闭关,再次演出恐怕要在一年以后了。 千绝帝里的各方几乎是默契的停下了所有的搜索过程,然后飞快的定下一个契约,哪家也不互相捣乱之后,各家的高手非一般的赶往京城。 这里的高手全都是传奇境界的,除了营地里保留的必要的防卫人员之外,其他人全都是毫不停留的赶路。 就连这里留守的人员也知道,最多一个月,他们就会被替换,然后赶到京城去聆听大宗师的演奏会。 两万个名额,就算是各大家族一家一千个,也才八千个而已。 剩下的一万两千个,那些小诸侯小宗门加上皇家道门以及无忧城玉宝斋神威玉等等,平均下来,每家也没多少。 况且,除了传奇高手,难道八重镜的高手们就不能借助这好机会突破到传奇境界? 别看名额充足,大家该抢的还是抢破了头,抢的不可开交。 还好,这里是京城,所有的麻烦都是在城外解决。 没人敢带进城里。 当然,还有几家是例外的,该有的名额谁也不敢抢。 皇家不用说,这里是皇家的地盘,不管是看在地主的面子上还是组织者的面子上,都要给皇家一定的名额的。 另一个自然就是长盛公府了。 没有媚儿出面组织,这些大宗师认得各大家族的人是谁? 即便有媚儿出面,大宗师们看的也还是王胜的面子,要是长盛公府的名额都被抢了,大宗师们还会演奏。 剩下的一个自然就是道门了。 灵须老祖强势无比的给千绝地上前高手演示了一遍什么叫做超出常识的境界,并且出生指点,这相当于有大恩于天下。 谁要这时候刁难道门,都不用道门出动高手,全天下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们都淹没。 从千绝地核心,加快速度赶路,全都是传奇高手的情形之下,最多十天就能赶到京城。 这一路上,还足够那些在潜水当中发现身体有暗伤的人调理好身体。 赶到京城休息上几天,正好去接受大宗师音乐会的熏陶。 各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计划,第一场演出派出的也全都是修为最强的一批高手。 如果只是灵须老祖一个人晋级,那么带来的震动虽然是惊天动地的,但是给每个人的刺激还不足够,毕竟天才如灵须老祖那般的人并没有几个。 可是,就在二十天前,大宗师乐队的演出中,数十个传奇巅峰的高手晋级,据说其中还包括皇家三大供奉,各方都有三四个人成功进入十重镜。 这么多人的成功案例,基本上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只要能够达到传奇巅峰的高手,就全部都能晋级。 之前晋级的高手们在等待期间,不厌其烦地给自家的高手讲解着自己当时晋级时的情形,包括心情和修行状态,力求能够给他们一些实质上的帮助。 那些后来赶到的高手和上次没能晋级的高手们,全都是一副小学生的表现,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听着每一个细节。 晋级时重镜和以前完全不同,各家都没有现成的经验。 不过每家那几个晋级的人说起一个相同的细节的时候,全都是重口一词,那就是一定要坚信自己能够晋级,要相信自己的元魂最终能够突破,而不是被常识限制。 之前失败的那些高手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恰恰就是在这个信任上。 他们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犹豫了,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想象提升自己的元魂,所以没能够晋级成功。 两边一对照,一众高手们就发现,原来晋级的关键,竟然就是几年前王胜还是不入流的时候迈出的那个元魂晋级的方法。 王胜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点破了晋级的关键,可笑所有人都以为王胜在开玩笑。 现在回头看看,那一群大傻瓜当中竟然包含了自己在内。 没人会埋怨王胜当时没有说出真正的秘密,人家一开口就说出了最真实的晋级方法,可惜,没人相信,那能怪谁。 京城里集中了超过数千的传奇高手,可是京城里却安静得如同一滩平静的湖水。 没人敢在这个时候闹出任何的动静来,谁敢这个时候找事,谁就是这数千传奇高手的敌人。 不用他们动手,光是他们的气息释放出来,恐怕那个家伙就能被活活的吓死。 终于,在各方的期待中,大宗师音乐会如期召开。 第一场五千名传奇高手,安静的进入了大剧场当中,怀着期待兴奋忐忑的心情,静静的等着大宗师们的演奏开始。 没有意外,当第一个传奇高手开始晋级的时候,后面的人们如同发生了连锁反应一般,一连串的踏入了晋级的行列中。 第1353章新传奇境界,上 大官员的美女们,加上长盛功夫当中的一些优秀的护卫侍女什么的,得以分批欣赏大宗师的演奏会。 他们虽然没有晋级,但是这么多的传奇巅峰跟高手晋级时重镜带来的灵气脆体,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就是一次最完美的身体洗礼。 哪怕没有晋级,可是修为也是狂掌,好处不计其数。 这时候就看出进了千绝地核心和没进千绝地核心区域的区别了。 只要是晋级的高手,基本上全都是进入过千绝地核心的,全都是感受过里面强悍气息的,没能晋级的,其差一招的,全都是没机会进里面的。 今天之后,京城之中一片狂欢热闹的景象。 上千传奇巅峰高手晋级,成为石崇敬的高手,从此以后,传奇境界再也不是修行的终点,怎能不让所有修行的人狂欢。 哪怕那些没能够晋级石崇敬的普通传奇高手,借助这次大宗师的音乐会,借助那么多高手晋级石重敬的大灵气团,也让他们的修为结结实实地上涨了一大截。 甚至有不少人借此冲到了传奇巅峰境界。 大宗师们在休息,在准备下一场演出。 各方的高手们晋级的也在巩固境界,同时迫不及待地给参加下一场演奏会的同伴们讲解自己晋级的经验。 短短的数天之内,京城的高手们就多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九重境再也不配称为传奇境界,既然上面已经有了石重境的出现,那么至少得到石重境,才能叫做真正的传奇境界。 至于原来的九重境,那就叫九重境好了,免得传奇境界上面又有一个石重境,听着十分的别扭。 这个说法得到了所有修行人士的一致赞同,就连吴忧城都在短时间内更改了对天下高手的评级,以后九重境就是九重境,石重境才能叫做是传奇境界。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灵虚老祖肯定是不止石重境的,在上一批晋级的传奇高手皇家三大供奉的提议下,十一重境的境界被命名为史诗境界。 更上面的,各方都没敢多想,等到有人能够达到的时候,再想想怎么给一个惊天地气鬼神的名字吧。 消息传到了道门的地下宫殿营地之中,王胜和老道正在喝酒,听到消息,王胜差感笑的直不起腰来。 老道,你修行了一辈子,到最后修行的境界也就是个数字境界,连个好听的名字都没有。 王胜哈哈大笑着取笑起灵虚老道来。 你不也一样。 老道才不甘示弱,旗鼓相当的笑道,好不容易混到了传奇境界,结果人家一句话,再上一集才是传奇,你不一样是个数字境界。 一句话说得王胜十分的无语,和老道对碰一杯之后,王胜才略带着自我解嘲一般的语气说道,数字境界就数字境界吧。 反正他们在升级是进不了里面的,气死他们。 老道摇了摇头,对于王胜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一大堆人给坑在外面,老道佩服不已。 不过,就算是王胜不挖这个坑,那些人知道了九重镜上面还有境界,一样也会不择手段的晋级,根本不用王胜处心积虑的挖坑。 这次王胜不过是为了在这个关键点上搞事情而已,算是天时地利赶到了一起。 想到这里,老道呼得好奇起来,冲着王胜问道,你说,那下面冰块还没画,里面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王胜摇了摇头,要是知道我还这么辛苦干什么? 老军灌组上也不说多进来看看,什么都没记载,修到修得连天下大事都不知道,懒死你们算了。 这种事情,道门要是上赶着往前凑的话,道门还是道门吗? 老道直接给了王胜一个鄙视的冷哼,然后冲着王胜不耐烦的问道,这会里面没人,你还不赶紧趁机进去看看。 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王胜对老道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直接说出了原因。 老道看着王胜不像是在说笑,沉吟了一下,把头一摆,冲着王胜道,出去走走。 王胜点了点头,两人悠哉悠哉的一人提着一瓶酒离开了地下宫殿的营地,进入了千绝地当中。 十人以大军的护卫之中,王胜和老道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坐着一边喝酒,一边把自己在湖底的剑文说了出来。 对老道王胜没什么可隐瞒的,只是一些尖兵而已,老道也进不去,但老道见多识广,还能给王胜出出主意。 这样的情形。 老道听着也皱起了眉头,二十五个奇怪的地方,又不是阵法的分布,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吗? 他们都还没发现。 老道先没仔细琢磨里面是什么情形,先问了王胜一句。 那下面黑乎乎的,等他们能清楚地摸一遍,怎么也得几个月的时间。 王胜不是小看各大诸侯,就算他们连起手来,王胜也不怕,光是能把那根长杆子捅到湖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可没有夜眼,只能靠摸的。 老道是知道王胜单兵作战终端可以在水下照明的,所以很清楚王胜有多大的优势。 在下面能看清楚和看不清楚完全两码事。 何况还有其他的困难。 正如王胜所说,长达四百米的木头杆子连接起来,还要足够结实,想捅下去都不是那么轻松,克服木头的福利就需要一番复杂的操作。 据说在外面正在往里运大铁块和长绳子,到时候连着铁块的绳子将会是主力。 不过一切也要等晋级一大批传奇高手后才会进行吧。 如果你不能确定哪一个是你想要的那个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老道毕竟是老道,琢磨好长一阵时间后,皱着眉头给了王胜一个不算是答案的答案, 既然你要找的那个人可能是五百年前的人,到现在还活着,那么各大家族以前围攻他的高手,恐怕也有极大的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活下来。 王胜点了点头,老道的担心有道理,王胜也是有这样的顾虑才没有动手的。 你真不怕他是当年的天下公敌? 老道又饶有兴慰的问了王胜一句,表情异常的微妙。 第1354章 新传奇境界 下 啪!王胜想都没想的回答道。 那你还这么大张旗鼓的想要找他? 老道不解的问道。 怕并不能成为阻止我寻找他的理由。 王胜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灵须老道,然后慢慢悠悠的说道,事实上,每次出任务之前,我都害怕。 正因为害怕,所以我才会小心的计划,才会尽最大的可能努力去完成每一个任务。 呼! 王胜明显的听到了灵须老道长长的出气声,好像忽然放下了心中的担子一般。 怕就好。 怕就好。 灵须老道笑了起来,笑得很轻松,有敬畏有害怕,就不会鲁莽从事,怕好吗? 就怕你什么都不怕,变成一个愣头青。 王胜笑着指了指老道,抓起酒瓶和老道碰了碰,然后大大的喝了一口。 两人现在喝酒都是随性,开心就好,没必要非得一饮而尽。 老道,真要是那个人的话,你猜是哪一个? 喝完酒,王胜也不客气的冲老道问道。 他需要老道的智慧和剑矢来帮助自己分析一下。 二十五个点,只能有一个点是梦中女孩,其他的说不定就是当年困住梦中女孩的高手,所以王胜绝不能出错,一旦出错,给梦中女孩带来的恐怕就是灭顶之灾。 老道沉吟着,闭着眼睛使劲的琢磨着,不时的会品一口美酒。 王胜也不着急催促,静静的等着。 你说,这几百年来,是压制的力量大,还是反抗的力量大? 老道琢磨了好半天之后才开了口,一开口就是反问。 应该是压制的力量大。 王胜想了想回答道,毕竟是压制的力量占据主动,而且当年能够压制,这么多年他没有补充,肯定是越来越弱了。 当年那些高手集中起来能把梦中女孩压制,肯定是占据了上风的,不然他们没机会布置千绝地这样的阵法。 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把千绝地封闭,而且并没有杀死梦中女孩,这其中一定有缘故。 要么是杀不死,只能用某种费力的方法封印,这个的可能性很大。 要么就是可以杀死,但是想要留下梦中女孩得到她的某些东西,这个也有可能,但可能性只能排第二。 因为想要东西,肯定会严刑拷打,而不是简单的囚禁,更不会一囚禁就是几百年。 我现在也不敢肯定,这么多年下来,她的力量弱到了什么地步。 老道依旧还是沉吟琢磨着回答道,毕竟二十四个压制一个,也不敢说最弱的那个就是她,也不敢说最强的一个就是她,恐怕你还得近距离仔细地感受一下。 王胜点了点头。 老道这番话虽然依旧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最后的判断,但是至少已经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寻找的思路。 再下去湖底,王胜也不会眉头苍蝇一般的乱撞,能够有针对性的寻找了。 京城的音乐会依旧还是火热,各方都在等待着第二场第三场和第四场,王胜却在得到了确切消息之后,和老道告别,离开了地下宫殿,再次进入了千绝地核心。 各家高手大部分都在京城,剩下的也在等着外面的装备送进来,这里人并不多,王胜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一个口子,轻松地进入了中心区域。 各家画木船赶到湖中央,从冰川盆地边缘出发需要一天一夜,这已经是少有的高速了,还得是传奇高手用力划船的结果。 在王胜这里,却只是几个小时的功夫。 别看玲珑阁复制了一批王胜打造的东西,可他们毕竟不是王胜,拿着零件也组装不起来,更不会想到,那些螺旋桨什么的,居然是用在这个地方。 在潜入水中,王胜依照上次的定位,再次把二十五个点全都探索了一遍。 这次不研究那些气息有什么特殊,只参考气息的强弱和自己的亲近程度。 水下的感觉和外面完全不同,更恼人的是,就连战斗意识小人在这里也失去了作用,完全无法感应到下方兼兵里的情形。 王胜有一张图,详细地记载了二十五个点的位置。 这次,王胜在上面又记录了气息的强弱区别。 水下显然不适合分析,王胜缓缓地回到了水上。 没人打扰,王胜可以尽情地区分。 二十五个点,气息强弱的确有不同,有强有弱,但基本上相差都不是很大。 最强的和最弱的相差最多也不过是四分之一,能区分出来,但却依旧无法判断。 从气息的亲近程度上看,完全无法分辨。 因为王胜很尴尬地发现,二十五道气息,竟然每一股似乎都有一种和自己的亲近感觉,实在是让人无所适从,完全无法判断到底哪一个是朋友,哪一个是敌人。 难道这二十五个点事实上并不是敌人? 或许梦中女孩还被囚禁在更深的地方。 王胜不敢肯定,琢磨半赏之后,终究还是带着冲好垫的单兵作战终端,再次下到了湖底。 这次,王胜找到第一个点之后,直接就关闭了单兵作战终端的照亮。 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王胜屏蔽了自己的视觉,嗅觉,甚至耳朵里都塞了两团瘦毛,关闭了五感,纯粹地用气息来感知每一个点。 甚至于为了不受任何东西的干扰,不受阵法的干扰,王胜连身上的十四重镜腰兽皮制作的潜水服都脱了下来,赤条条地在水中,也不惧刺骨的寒冰,仔细地感知起来。 如同破釜沉舟一般的气息探查中,王胜终于感受到了一些细微的不同。 这一丝波动很轻微,之前估计被王胜身上的潜水服的气息和上面的阵法影响,王胜完全无法感知到。 这次总算是摸到了那一丝的线索。 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王胜不得不赤身裸体地在零下十几度的尖冰附近待上几分钟才能够感受到那一点细微不同,每一次都必须回到水面上恢复良久才能不被冻伤。 但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王胜足足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把二十五个点重新感受了一遍,总算是彻底摸清了二十五个点的联系。 第1355张冰下,上。 二十五个点,其中有二十四个都有一股淡淡的联系。 这并不是联动阵法的那种联系,而是一种一脉相承的气息联络。 王胜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却可以判断,这二十四个点,才是压制梦中女孩的。 剩下的那一个,自然就是梦中女孩了。 同时这个点也是气息最弱的一个点。 老道的猜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么多年被压制下来,恐怕梦中女孩的气息真的是最弱的一个了。 那一丝关联,实在是太微弱,如果不是王胜最后破釜沉舟,将潜水衣都脱了下来,彻底摆脱了所有的气息和阵法的干扰。 王胜还无法感受到。 也就是现在各方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京城之中,这里没有多少高手,所以王胜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慢慢的检查,否则的话,人手一多,王胜也恐怕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不过想想各方高手晋级之后再赶过来,也不知道有没有王胜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们会不会愿意脱下潜水服进入水中感受气息。 这里面的秘密,估计很长时间内,依旧还是王胜一个人掌控着。 眼下各方的注意力还被大宗师演奏会和真正的传奇境界牵制着,都没什么精力关注千绝地核心。 大家都有协议,这段时间,谁家也不会大规模的进入千绝地的湖中,这一点上,各方都执行得很好。 可以说,整个冰川盆地的大湖,除了外圈有那么几个看场子的人之外,里面空无一人,就只有王胜一个。 天大的好机会,王胜怎么可能会错过? 既然已经确定了梦中女孩的位置,不趁着这个大好时机找到梦中女孩,更呆何时? 尖兵覆盖的范围太大,对于各方来说,想要弄清楚下面的情形,就算是有祖上传下来的记载,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光是在四百米深的黑漆漆的湖底靠高手摸索着定位就能让各方头疼死。 王胜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但他面临的困难却一点都不少。 不融化的尖兵至少零下几十度,而且肯定是有阵法支撑,靠着自然的融化,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整个冰川盆地在热带丛林中央五百年都没有融化,还是靠着梦中女孩的气息破掉了里面的阵法才变成了一个大湖泊,这几十天王胜单枪匹马就想要融化最核心。 部分的尖兵,完全不可想象。 甚至八大家族随便拿出来一个,想要完成这个任务,都是难如登天的事情。 四百米深的湖底,融化尖兵,靠什么?靠每个人的修为吗?还是靠着阵法? 当然,有加热的阵法,但在四百米深的湖底,那真的能够办到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但王胜必须要办到,否则的话,各大家族一旦缓过手来,恐怕王胜也不可能有这么不受打扰的深挖秘密的机会了。 王胜发现了什么,各家肯定是一窝蜂的一拥而上抢夺的,毫不意外。 再次进入冰川湖之前,王胜已经提前打造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要求不高,根本不用大宗师出马打造,只要老军冠在地下宫殿那边的高手加上王胜配合,就足够了。 地下宫殿可不仅仅适合炼丹炼药,充沛的地下熔岩,绝对也是打造各种金属器具的好地方。 老军冠里面当然也有自己培养的大宗师,王长老要打造东西,虽然说不用大宗师出马,可地下宫殿里忙碌的大宗师还是停下了自己手里的活,带着自己的徒弟结结实实的帮王胜忙碌了好长时间。 东西不复杂,就是一排同样直径的金属套筒,金属套筒可以连接起来,加起来足有数十丈长。 王胜也不知道尖兵之下还有多深,做这么长就是为了有备无患,让王胜在里面有足够的空间。 每一个金属套的直径都一致,足够一个长条形的能放下王胜的内胆放在里面,而且还是双层的。 金属套筒的外面,镌刻着强力的发热阵法,就是那种在防护服里面使用的保暖的阵法,只不过更大号而已,而且连接起来的套筒还能把阵法关联起来,一起发热。 当然,光靠阵法肯定是不够的。 王胜就算是再厉害,灵气都已经液化了,但依旧还只是九重镜巅峰,没有能真正突破这个境界。 阵法需要的还是王胜的灵气,一个人的灵气和能够把整个冰川盆地都冰冻起来的阵法动力源相比,王胜绝对不够看。 所以,王胜必须要有外在的助力。 本来老道是个不错的帮手,可惜,王胜预感到,老道不能在这里出现,否则一定会有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 没办法,王胜只能用一些别的手段。 好在王胜要的只是把套筒那么粗的一点点尖兵融化,让自己能够沉入尖兵之下看看到底有什么,并不是要融化整个冰层,困难程度绝对是降低了几万倍。 只针对金属套筒这么点大的区域的话,王胜有的是办法。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生石灰加水了。 双层的金属套筒,中空的部分就是可以加水和生石灰的。 这东西发热绝对狠,短时间内把金属套筒的区域融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且生石灰水反应完毕之后还能够随时的排出去,换上新的生石灰和水,持续发热。 套筒的两边肯定是密封的,挡住周围的湖水进来,否则的话, 这么点热量,还不够这么大的一个湖温度上升零点几度的。 自然,也少不了王胜预留的逃生的路线。 身为狙击手,王胜不可能连自己的逃生路线都不做好,那显得自己太不专业了。 必要的时候,王胜随时能够舍弃这些东西,只身强行破开尖兵逃离,不会有性命之忧。 简单的试验了一下,生石灰加水外加强力加热阵法,的确能够瞬间融化那些尖兵。 虽然接下来还会继续冰冻,但是只要始终维持着阵法运转,套筒的内部就始终是冰水的状态,而不会冻上。 王胜飞快的选好位置,然后自己就钻到了内胆之内。 启动阵法,两杖多长的金属胶囊一般的内胆,飞速的发热,开始缓缓的扎进了下方的尖兵之中。 后面,隔一段时间就会放出一个套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筒。 第1356张兵下,下。 这个圆筒,是王胜留下的逃生通道,只要王胜持续的少量输入灵气,就能持续的维持圆筒通道里面不会再被冻上的地步。 随时能投撤离。 至于说那个内胆,则是王胜的破冰利器。 下方是一个锥形钻头,不但有熔冰的设计,还足够坚硬,高速旋转往下钻。 王胜在内胆当中控制,一方面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容易操作。 破冰的速度不快不慢,大概每分钟能够下降一米左右。 王胜感受着外面的冰冷,小心地控制着破冰内胆往下沉。 越往下,温度越低。 王胜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 要不是王胜的潜水衣十分的给力,在这个温度下,普通人早就被冻僵了。 就这王胜也不敢大意,时时刻刻的催动阵法保暖,一点都不放松警惕。 估计布置这种阵法的人从来没有想过,王胜会用这么一种方法进入到内部。 奇怪的是,这个地方的超级冰冷完全就是在整个冰川盆地融化之后才变成这样的,之前各家直接从冰面上挖掘下来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那也是因为各家挖掘的位置不对,谁让他们组上传下来的记载并没有精准的记录好关键点的位置呢? 地图的精准度就不说了,估计连一些参照物,比如某一棵大树东面多少部这样的记载,首先也得找到那棵树啊。 几十丈上百丈的冰层,找到一棵树的位置,那不是和大海捞针一样。 估计各方当时在挖掘的时候也是一脸的猛逼,祖上的记载太不靠谱,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先找那个参照物的位置。 本来史家甘家还想着和王胜再次合作一把,让王胜用学术之类的再帮忙找一找这次的位置,可还没来得及开口,王胜搞了一把下家之后,就直接挽起了失踪,然后有些小家族不甘心,连着解封了一堆超级妖兽, 导致整个冰川盆地融化,结果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各家那个时候倒是还想着找到参照物,只不过,这次更难了。 四百米的湖底,黑漆漆没有一点光线,还不如当年冻得结实的时候,好歹还能活把照亮看看呢。 现在就只能靠摸,天知道靠几个人的双手摸和气息探查,在数十里方圆的地界里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也是各方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接骨眼上让各方的高手尽快晋级的原因,在水下,就算是九重镜巅峰的高手最多也只能维持三十分钟,绝不可能再长了。 四百多米深的水压,每次上下一次都要让几方的高手休养好几天,这要是不晋级,光靠着那些高手轮流在底下摸索,那得到什么时候? 何况这还只是各家暂时互不干扰的情况下。想要真正的摸清楚状况,肯定要大面积撒网。 到时候,各方的人混在一起,在水下黑漆漆的环境中,指望他们安分守己。 还不如指望各大家族联手拜天子为大哥,从此天下太平呢。 王胜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潜下去会被人堵了后路。 即便是那个通道,王胜也是留了一个伪装的,等王胜下潜到一定地步,通道就会同样下沉,上方流出差不多不到半米的高度,那部分水会在阵法的作用下直接冰冻,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下方有一条通道,更别说摸出来了。 一边下潜,王胜一边计算着时间,也计算着冰层中下潜的高度。 这个倒是很简单,每融化一段王胜都需要放出一段圆筒和上方的圆筒连接,只要计算几个圆筒就能算出深度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段核心区域的不化的冰层并不是很厚。 王胜本来还打算要探索几十丈的,结果,只是在十几丈之后,内胆钻头给王胜传来的感觉就是一空,随即,王胜就随着内胆一起掉落了下去。 还好,王胜早就预备好了一切,这边一感觉不对,几个圆筒就飞速出现,迅速的在王胜下降的地方连接起来。 这是后路,绝不能断掉。 从放空到落地,距离并不高,差不多三丈多,十米的高度。 要是刚来这个世界的王胜,肯定会摔伤,可现在,这个高度对王胜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和王胜一起落下来的,除了内胆之外,还有无数的冰水,全都是存在那个通道之中的。 也幸亏王胜一直穿着潜水衣戴在内胆中,才不会在乎。 管道上方已经冻结石了,留下来的都只是存留在通道中被融化的冰流下的水。 机下功夫就全都留了下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通道。 这样也好,通道里没有了水,就不会再被冻上,王胜想要离开,也容易许多。 这里的气温,很显然还不足以把空气都冻成液体。 周围一片漆黑,王胜即便从里面打开了内胆,依旧看不到任何的光线。 杭字诀为主的六字诀枣已经无声的发出,迅速收到了反馈。 这是一片树十丈方圆的地下区域。 空空荡荡,好像是一个大厅,但又不像。 温度很低,王胜看了看自己的军用手表,开启夜光功能,气温足有零下五十度。 刚刚流下来的水,片刻间已经变成了冰茶。 手电打开,一道光芒射了出来,王胜很快看到了周围的景象。 周围全都是冰,不管是什么东西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层。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空腔部位竟然没有水,还有空气。 但所有的东西都是寒霜覆盖,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地下空洞,空洞的正中央,有一根至少直径四五丈的冰柱,连接着地面和上方的冰层,除此之外,别的地方空空荡荡,没有任何东西。 地面倒是全都是冰层,十分的平坦。 沿着空洞的边缘王胜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碍眼的东西。 倒是很清晰的感受到了强烈的阵法波动。 当然,所有的阵法波动都是集中在中央那一根冰柱上的。 王胜检查过周围暂时没什么危险之后,小心的伸手触摸上了冰柱。 摸到冰柱的刹那,王胜的脸上顿时间露出了微笑。 他感觉到了冰柱上传来的熟悉的气息,梦中女孩,就在这里。 第1357章杀了他,上 杀了我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句话语再次出现在王胜的耳中,眼前也出现了梦中女孩熟悉的美丽双眼,可梦中女孩的语气却充满了痛苦。 为什么? 王胜的身形猛的后退了一步,手离开了冰柱,立刻切断了那种熟悉的感觉。 王胜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刚刚问的为什么三个字,竟然充满了一种惊恐和害怕,以及一抹深深的悲哀。 没人回答,甚至刚刚那三个字出现在耳中,也是因为王胜的手碰到了冰柱,声音和影像直接在他脑海中呈现响起的,而不是真正的耳朵听到眼睛看到。 颤抖着双手,王胜再次把手放到了冰柱上。 熟悉的气息依旧还在,但已经没有声音和影像。 为什么? 回答我。 王胜的情绪仿佛突然一下子崩溃了一般,疯狂的冲着冰柱叫喊起来。 除了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次已经是王胜第二次听到梦中女孩要自己杀了她了。 而且这还是近在咫尺的冰柱中,绝不可能是什么别的地方出了错。 王胜之所以崩溃,那是因为,她是一个战士,而且她知道,梦中女孩同样也是一个战士。 因为本来梦中女孩就是王胜在梦中训练出来的。 身为战士,王胜接受的教育和灌输给梦中女孩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放弃。 可是,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很多时候,即便是战士,那也是身不由己的。 比如,身负重伤的情形之下,又比如寡不敌众的情形之下。 装备仓里面的三支救命真迹是干什么用的? 第一支是为了给王胜争取一段时间的战斗力,让王胜逃离的。 第二支则是让王胜在最紧急的情形之下坚持到救援到来的。 第三支,则是为了让王胜给自己复仇,带着同归于尽的心思和敌人拼命的。 等到用到第三支真迹的时候,基本上王胜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是王胜自己,在战场上,王胜同样听过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对着自己说出过那三个字,杀了我。 事实上王胜不但听过,而且还亲自动手过。 当自己的战友浑身是斜躺在王胜的怀中,用紧有的力量冲着王胜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哪怕是王胜心硬如钢,也忍不住会流下泪来。 可是,在流泪的同时,王胜还是把自己格洛克手枪的枪口对准了战友的心脏,一边咬着牙流淌着泪水,一边扣动扳机。 这样的情形,王胜经历过三次。 全都是战友身负重伤没有了抢救的可能,却又痛苦不堪的没有了自杀的力量,所以才会这样求王胜成全。 只要上过几次惨烈战场的人,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都会遇上这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补给战友的那一枪不是在害他,而是让他走得舒服一些。 至少王胜亲手送上路的那三个战友,离开的时候都是笑着的,最后的一瞥,全都是对王胜的感激以及解脱的放松。 亲手送自己的亲密战友上路,和其残忍的事情。 可是如果不送他们走,他们会经历地狱一般的痛苦。 注射了三支真剂之后,人的最后的生机异常的坚韧,一时半会都不会死,身体的各器官都已经衰竭,再好的医院都回天乏术了,可是痛苦却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成千万倍的加诸于人的身上。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才会看着自己的战友出现的时候哀求着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杀了自己,给自己一个痛快。 那种情形王胜经历了三次,但回去之后,王胜还是接受了好几次心理疏导。 哪怕杀敌的时候王胜眼皮都不会眨一下,可这样的情形,王胜还是无法坦然地接受。 来到这个世界听到那一声的时候,王胜还是带着一丝侥幸的。 也许只是别的原因,所以梦中女孩才会让自己杀了她。 可是,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再次听到了这三个字的要求,王胜心中的那一丝侥幸已经荡然无存。 梦中女孩是个坚强的战士,要让一个战士发出这样的要求,那该是怎样的让她绝望的痛苦之下才会如此。 从王胜了解的历史看,梦中女孩在这里应该是被冰冻了接近五百年。 这其中梦中女孩竟然还有神志,还能给自己的隐晦的传递一些信息。 可想而知,在她清醒的这段时间里,承受的是怎样的痛苦? 恐怕身处十八层地狱都不足以形容梦中女孩的感受,那么,梦中女孩对王胜发出这样的要求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本来王胜还想要把梦中女孩解救出来,仔细的问问她为什么。 可是现在,王胜根本就不用问,也知道了原因。 其实一路上王胜都是在催眠自己,告诉自己要弄清楚原因,而真正的原因,王胜根本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只是下意识的不想往这个方向上想而已。 她已经亲手送了三个亲密的战友上路,王胜实在不想再送梦中女孩了。 但无情的事实却已经再次将王胜逼到了这个地步。 到了梦中女孩所在的冰柱前面,就算是不想动手,王胜也不得不动手了。 否则的话,梦中女孩承受的将是更多的痛苦。 王胜刚刚的崩溃和悲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谁能够如王胜这般了解身处地狱中的女孩在从不停歇的痛苦中发出信号,苦苦等待着自己前来给她解脱,带她脱离这个地狱苦海。 痛苦和悲哀王胜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然后王胜就恢复成了原先的那个坚强的战士。 战友已经承受了数百年的痛苦,而且还是在清醒的情形之下,她已经萌生了死至。 王胜坚信,梦中女孩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没到那种绝望的地步,她是绝不会屈服的。 她可是五百年前的天下第一高手,她绝对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她的判断会错吗?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就是为了结束战友的痛苦吗? 那自己还犹豫什么? 想到这里,王胜长出了一口气,脸色坚定了许多。 站在冰柱前方,琢磨了一番之后,狠狠的一拳,砸在了冰柱之上。 终于剑茶带她的缘绘 人心中的美装毫接受了一拳的声音权, 一拳点为了解脖众, 死定了一拳之后, 保抖了一拳的声音权,